第901章 一封信 这话简直就是威胁 古知府跟唐通叛弃的不轻 唐通叛小生对古知府道 大人 不如让下官来审理此案 要是无法将离职定罪 您好歹能脱身 古知府摇头 本府此时退了 不是更让某些靠耍嘴皮子混饭吃的人更加得意 这里是公堂 不是说书的酒楼 靠的可不是耍嘴皮子 古知府说话的声音不小 吴颂氏听到了 却没有太过害怕 他是秀才 深有功名之人 在京城见过不少官 古知府虽然是义府主官 却不至于让他怕到两股颤颤 可文迅赶来的说书先生不干了 是扯开嗓子喊道 黎大人府中 奴才吴颂氏狗障人士 当堂威胁知府大人 令人愤慨 这一嗓子 喊得实在不小 把吴颂氏气得不轻 往人群里一看 却根本找不到说话的人 那人是猫着腰 扯着嗓子喊的 只听到声音 人却没入了人群中 不得而见 吴颂氏只能气到 知府大人 衙门审案 这些人聚众胡闹 扰乱公堂 您应该立刻 让牙医把他们赶走 古知府一脸轻爹的口气道 他们都是和安府的百姓 本府乃是他们的父母官 怎么能把他们赶走 再说了 他们也没进公堂闹事 都站在门外呢 吴颂氏眼神不好 就看清楚了再说话 可莫要错怪了和安府的百姓 他们都是好人啊 前两天 他差点被这群好人给死气 嗓子都喉得痛了两天 吴颂氏听罢 知道古知府是不肯让这群人走了 想要留着他们维护自己 他气得咬牙 早知道和安府的说书先生 还有这等用处 那他定会提醒黎大人养上几个 关键时刻 能在城里带带话头 唐通盼趁机换来一个牙医 对他说了几句话 那牙医就跑了 古知府不再搭理吴颂氏 而是问黎大人 黎大人 本府问你 你年轻的时候 可认识顾潘氏 你说他爹娘救了你 对你有救命之恩 到底是什么救命之恩 你可有用救命之恩 掩盖你们有私情的事 黎大人会照顾顾友文他们 用的是顾老太的爹娘 对自己有救命之恩的由头 可这救命之恩 要是假的呢 那可就是用救命之恩为借口 来掩盖他照顾奸生子的事实了 黎大人听罢心下咯噔 他苦心隐瞒的事 还是被发觉了 吴颂氏氏气得不行 怒道 知府大人请慎言 这里可是公堂 黎大人是无品同之 你这样当堂污蔑他私得有亏 意欲何为 唐通叛道 你急什么 如今原家贵告的就是 顾潘氏跟黎大人 因为奸情被发现 而杀人灭口的事 既然事情是关于此的 那还不许知府大人问吗 又道 吴颂氏 本官提醒你 你只是一个颂氏 不是官 在公堂上可以为翁主争辩 可要是再敢质疑一副主官 可是要受刑的 真以为他们不敢打颂氏 古知府感慨 唐通叛果然不愧是专门升唐审案子的 这嘴皮子就是比他利索 吴颂氏吃扁 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原家贵 指着他问 你是从林河府来的 不过是几天的功夫 你怎么就知道顾潘氏的事 还被好壮指 来状告黎大人 说 你是不是受了人的指使 特地来污蔑黎大人的 又转头看着古知府 道 知府大人 这个原家贵早不出现 晚不出现 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 您不觉得太巧了吗 这一看 就是有心人故意陷害 而这陷害之人定不用说 肯定是顾大山一家 他们一家深恨老顾家 见不得黎大人 因为恩情对老顾家多有照顾 心生毒气来陷害黎大人 请大人立刻下令 捉拿顾大山一家 把这一家歹人投入大牢 吴宋师不愧是宋师 敏锐地察觉到 今天的事情太巧了 一下子就把矛头指向顾大山一家 要趁机把他们一家灭了 黎大人听罢 很是高兴 含着热泪道 知府大人 下官知道 近来因为老顾家的事 您对下官颇有微词 但下官没有做过 就是没有做过 都是顾大山一家太过狠毒 见不得我照顾有文他们 这才想出这等毒气 哼 要是能趁机把顾大山一家给定罪 那他身为苦主 可是能要求 或赔顾大山家的全部财产的 一个泥腿子 就想干掉他一个官 做梦 古知府握着金堂木的手紧了紧 果然是只老狗 可真会咬人 可原家贵他们来得太巧了 实在是不能不让人怀疑 田喜旺一家有些慌 他们确实是被秦三郎 跟顾大压接来的 要是这事儿爆出来 他们是不是要跟着一起完蛋 田喜旺很害怕 扯着原家贵的袖子 正要说话 衙门口突然来了一个脚夫 冲着里面喊道 诸位大人 小的这里有封信 是一位师爷给的 让小的送来府城衙门 给知府大人 这一声喊 把所有人都惊动了 师爷的信 这个师爷是谁 黎大人第一个想到的 就是月师爷 是急得立刻给自己的人 识眼色 让他们去抢信 可大庭广众的 怎么抢 守门的衙役 是立刻拿过信 把那人带进公堂上 大人 信 衙役把信递给古知府 古知府看见 信上的月冲二字后 喜不自胜 立刻打开信封看信 看后笑道 黎大人 你不是想要知道 袁家贵他们是怎么来的吗 月师爷说了 是他悄悄派人请来的 而他这么做 是不持你作恶太多 要你偿还业障呢 月师爷的信很短 却说了两件事 一是袁家贵他们是他请来的 二是 他不持黎大人作恶太多 已经去了江南另谋生路 第二件事说的虽然隐晦 可一个做心腹师爷的人能跑掉 就证明黎大人离完蛋不远了 而月师爷赶去江南 那就表示 他在江南那边有靠山 那个靠山还很大 大的他敢明目张胆地 跟前东翁撕破脸皮 其实月师爷也不想跟黎大人撕破脸皮 毕竟黎大人曾经是他的东翁 他效力于黎大人 离开后再反咬一口 是会被人所不齿的 但这是交换条件 那边的人答应会救他家一命 而他必须在适当的时候 出面指证黎大人 第902章 都是黎大人的种 月师爷的信 算是让顾大山家脱了身 这也是顾经理他们的计划之一 他家会这么做 是忌惮黎大人身后的那位贵人 老顾家的事情闹得太大 要是传到京城去 顾经理家中的银圣 就会被京城皇族知道 那他家 想要保住这些银圣 就是痴人说梦 所以为了不被皇族觊觎 他家就必须把自家的影响力 降到最低 而把黎大人做的事情爆出来 让黎大人做出头鸟 是最好的转移视线的办法 黎大人背后有着贵人 要是黎大人出事 那个贵人定会受到影响 到时候 京城的人就只会关注 那个贵人跟黎大人 不会关注他家 既然忽略了他家的银圣 他家就能继续苟 家里的银圣 不会被京城皇族一锅端了 那位楚皇可是很爱钱的 这几年一直在家收粮税 人头税 动不动就抄家夺产的 从来没有停止过搂钱 这边乡 古知府让人当场读了岳师爷的信 把黎大人气得不轻 贼子 这个贼子 他污蔑本官 黎大人深恨住巴 这群废物 竟然没能杀掉岳师爷 让他逃了 回过头来反咬他一口 还是逃去了江南 而岳冲敢逃去江南 定是 在江南有靠山 靠山还不小 是地位不一般的世家豪族 有能力跟他 跟他背后的贵人抗衡 黎大人的脑海里 立刻冒出了江南几个有名的世家豪族 把这些人给痛骂了一遍 他们想做什么 想要跟大皇子作对吗 等大皇子继承大统 他们这些世家豪族全都要死 宋师也气得不轻 见攀扯不上顾大山家 而袁家贵又比较淡定 只好把矛头指向田喜望 道 你们是来做什么的 可莫要胡乱攀咬黎大人 可知污蔑朝廷命官 是要诛全族的 田喜望一家被吓得不轻 媳妇跟儿子是瑟瑟发抖 哆嗦着道 我 我们是来作证 吴宋师冷笑 做什么证 你们可有证据 要是只凭一张嘴巴 就算是作证 我劝你们还是别说话的好 免得一言不慎 掉了脑袋 田喜望一家闻言更加害怕 不知道该不该说 啪一声 古之府怒了 拍着金唐木道 吴宋师 你问话就问话 莫要吓唬证人 吴宋师笑了笑 道 是 转头看向田喜望一家的时候 立刻变脸 冷声呵斥道 慎言 田喜望的媳妇一抖 一屁股坐到地上 看着田喜望 他爹 咋 咋罢 原家贵皱眉 对田喜望一家 是恨铁不成钢 气道 什么咋办 自然是实话实说 田喜望比自家媳妇的胆子要大一些 想着秦三郎不是好惹的 那就是个心狠手黑的后生 要是他们不把实话说出来 那小子可不会把羞 咽了咽口水 对古之府道 启禀大人 小的家里曾经在高水县 开过一个临时秀铺 各镇各村的妇人 会把秀活拿去我家的秀铺卖 潘氏 是经常拿秀品去卖的 每次我娘都会给她高价 且她跟我娘的感情好 有时候还会留在我家里住上一晚 而她每次一到我家里过夜 就会有一个穿得不错的叔叔 也来我家 只要她一来 我娘都会给她们备下韭菜 然后把她们关在屋里 不许我们去打扰 我当时年纪小 不太明白 这是咋回事 后来才知道 我娘 我娘她是收了府城 李少爷的银子 给李少爷和潘氏 提供地方私会 这话一出 大家伙是炸开了锅 啊 还有这事 看不出来啊 这顾老太跟李大人这么会玩 还在县城有私会的地方 有人疑了一声 不解地问道 李大人家那么有钱 咋不在县城买个宅子 专门私会 有人骂道 刘胡子 你就是个蠢货 在县城置办宅子私会 时间长了不得被人发现 去秀铺私会 还能有借口说事 能长长久久地来往 还有人感叹 泽泽 也不知道顾老太年轻那会儿 长的是什么仙女模样 竟然能把李大人 给弥德从府城来跟她优惠 吴送世间这些人说得不像话 吼道 住口 李大人一声清白 从来没有去私会过有夫之妇 李大人是沉着脸 盯着田喜望 是死也没有想到 这个看起来比她 还苍老的人 竟然会是林嫂子儿子 田喜望怕她 被她看着 低下头去 唐通判赶忙道 田喜望 莫要害怕 这里是公堂 府衙会护着你们一家 不会让你因为作证 而受到暗害 你继续说 有了唐通判的话 田喜望才继续道 他们在我家里私会了很长时间 从我没怎么及时到我十几岁 我家的一个小院子 都是专门给他们用的 我有时候会趴在墙根 偷听他们说话 得知他们 是从小就认识的 顾潘氏是黎智家的丫头 爹娘也是黎家的下人 他们的感情不错 有时候潘氏挺着大肚子 都会来私会黎少爷 还会跟黎少爷商量孩子的名字 可黎少爷说 他起的名字太雅气 跟农家人的名字不符 让顾潘氏自己起 他们最后一次来我家的院子私会 是在二十年前 之后 黎少爷就不来了 听我娘说是去了外地 不过 自那次他们私会后几个月 我在县城见过顾潘氏 那时候 他已经大了肚子 翻过年后 就生下一个女儿 取名玉业 田喜旺的话还没说话 就听到顾老爷子的一声抱贺 住口 你 你在乱说什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潘双娘竟然背着 他在县城的临市 秀铺私会黎大人 还一会就会了十几年 那有闻 有路 小妹他们到底是谁的种 难道全都是黎大人的 跟他顾生祥一点关系 也没有 顾老爷子是气疯了 不信 他不信 他顾生祥 怎么可能会被人戴绿帽子 怎么会给人养孩子 顾老爷子 是被唐通叛支走的 牙医喊来的 唐通叛想着 既然是关顾老太 那顾老爷子这个夫主理 迎来旁听 可没想到 田喜旺说出来的事这么劲爆 是把顾老爷子 戴了四十年的绿帽子 给说了出来 看热闹的百姓不嫌是大 替田喜旺回着顾老爷子的话 说啥 说你被黎大人戴了绿帽 说你的娃都不是你的种 顾老爷子 你白白给黎大人 养了四十年的儿子 可是黎家的大功臣啊 第903章 黎夫人 说完是哄堂大笑 把顾老爷子笑得脸色发黑 猴头发甜 一股心甜血气 直往猴头冲 住口 扑 他刚刚开口 就喷出一口血来 顾城里急忙扶住他 害怕得道 爷您撑住啊 您可不能再晕了 萧大夫说了 您要是再晕倒 一定会中风 咱家已经没啥银子了 剩下的银子 还得给支哥他们看病 顾城里是一个劲地说着 一脸心疼银子的模样 把顾老爷子气地 又吐了一口血 黎大人的脸色也不好 看向吴颂师 吴颂师立刻道 大人 这只是甜喜旺的一面之词 根本没有证据 证明黎大人跟顾老太私会过 又道 试问 黎大人家奴婢成群 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何必去要个有夫之妇 这话说得很有道理 可顾知府道 甜喜旺已经说了 顾潘氏就是黎家的丫鬟 他跟黎大人之间早有私情 再次私会 并不稀奇 大人慎言 吴颂师道 大人 黎大人一直否认 自己是那个黎少爷 您却张口 就给黎大人定罪 这不太好吧 有故意攻劫同僚之嫌 古知府很郁闷 真想把吴颂师的舌头给拔了 这审理同府衙的官员 当真是麻烦 吴颂师见古知府吃别后 立刻道 大人 这些人说的话 都有污蔑黎大人之嫌 想要知道真相 何不亲自问问顾老太 他是当事人之人 说出来的话 才更能令人信服 看热闹的百姓听罢喊道 顾老太跟黎大人是一伙的 他要是为了偏帮黎大人 或者为了保住名声 故意说谎呢 黎大人脸色一黑 他确实派人跟顾老太说过 万一他们的事情被爆出来 要直接否认 可他没想到 和安府的刁民 这般不好糊弄 吴颂师直接忽略掉百姓的话 只要求古知府 把顾老太抬上来问话 顾老爷子也叫道 把那个贱妇抬上来 我要亲自问问他 到底有没有跟姓黎的私会过 说完是气差的一阵咳嗽 顾老爷子还没有修掉顾老太 还是顾老太的夫主 古知府虽然知道顾老太会说假话 却只能让人把顾老太给抬上来 顾老爷子看见顾老太很是激动 冲过去摇着他道 贱人 你说 你是不是离家的丫鬟 是不是年轻的时候 就跟姓黎的通奸 有闻 有鹿跟小妹他们到底是谁的种 顾有福长的向他 一看就知道是他亲生的 不用问 顾老太很是淡定 只给了顾老爷子一个眼神 就收回目光 看着前方 顾老爷子气啊 继续吼道 贱人 你说 快说 啪一声 古知府道 来人 把顾老爷子拉开 本府要问话 牙医们立刻把顾老爷子拽开了 古知府看向顾老太 问道 顾潘氏 你可曾在离家做过丫鬟 你爹娘可是离家的家生子 你跟离大人是否私会过 袁金芝 顾有文 顾有禄 顾玉叶四人 可是离大人的孩子 袁家贵可是说了 顾老太是跟离大人私会 被袁家满撞见后被灭口的 那袁金芝 极有可能不是袁家满的女儿 而是离大人的 听说离大人对袁金芝很好 袁金芝的销罪银子 是离大人给的 且是当天就给 没让袁金芝蹲一天大楼 不出所料 顾老太是一一否认 古知府提醒道 顾潘氏 奴级都是登记在册的 你要是说谎 本府花点时间 一样能查出来 到时候 你跟离大人的事情 就会大白天下 你还会最佳一等 顾老太冷笑一声 随 便 他都快死了 死前要是能再帮离智一把 他一定会一辈子都感激他 不得不说 顾老太对离大人是真爱 到死都帮着离大人 而他敢这么说 是因着潘双娘这个名字 是离大人给他娶的 他在离家做丫鬟的时候 根本就不姓潘 而是得了主家的恩赐 随了主家姓离 古知府被顾老太的随便 二字给气得不轻 要是顾老太不认 而吴颂师又一口咬定田喜望 原家贵 说谎污蔑离大人的话 那别说盼离大人有罪 估摸着他 还要被离大人反餐一本 离大人见顾知府吃扁 很是高兴 可他刚高兴一会儿 离夫人就来捅他刀子了 知府大人 我家夫人离桃氏求见 夫人有证人能证明 顾潘氏是离家的下人 离夫人身边的大丫鬟 姚黄说道 古知府大喜 忙道 快把离夫人请进来 百姓们听到离夫人来了 是又激动起来 纷纷回头 看着离夫人 离夫人冷淡如霜 对于大家伙的打量 跟口中说的 来踩离大人一脚的话 恍若未闻 由着姚黄扶着 带着两个年老的妇人 走进宫堂 离大人看见离夫人 是气得差点晕倒 拽住她的手腕 道 离陶氏 你来这里做什么 赶紧回府去 这里没你什么事 又低声威胁道 你娘家可不如离家 不过是商骨 你还是庶女 你家把你嫁给我 就是要攀上官家的 你要是害我 陶家不会放过你 离夫人不理会离大人 拽了拽手 见拽步回来后 直接对古知府 离陶氏拜见知府大人 离大人怒不可遏 直接吩咐下人 来人 夫人发了疫症 赶紧把她带回府去 请大夫看病 离夫人笑了 离智 有病的人是你 你真以为 大家都是傻子吗 谁家对救命恩人的后代 好过亲儿子的 你跟顾友文他们的关系 是个人都会怀疑 又道 既然你这么喜欢儿子 当初为何不救我的拙根 就因为 你怕死在逃荒路上吗 可他是你的亲啊 你怎么能忍心不停一停 给他找个大夫看看 离夫人已经很久没哭过 可此刻眼泪却是汹涌而出 离大人有些慌张 吼道 你胡说什么 莫要在这里败坏我的名声 拙根是病死的 怨不了任何人 离夫人笑了 没有在跟离大人纠缠 指着身后一个老夫道 知府大人 她是离智的通房丫头之一 当年跟着顾潘氏 一起伺候过离智 能证明顾潘氏 在离家做过丫鬟 又指着另一个老夫人道 她叫琵琶 是顾潘氏的二姐 当年被离家送给商谷 做了通房丫头 可惜命不好 没能生下孩子 最后被卖了 流落到我的嫁妆庄子里 她知道顾潘氏身上有胎忌 再次的丫鬟离石榴 第904章 恶有恶报 离石榴 原来顾老太不叫潘少娘啊 她还有姐姐 哎 让我们看看 长得像不像 哎呦 瞅瞅这祖传的吊烧眼 看着还真挺像的 看热闹的百姓 是纷纷挤过来 伸长脖子看着离琵琶 离琶琶长得比顾老太温顺些 吊烧眼没那么严重 可乍一看他们 确实还真的有点像 则则 就这个长相 竟然也能被离大人看上 还生了这么多孩子 有好事的百姓问离大人 离大人 你到底看上顾老太傻啊 莫不是他年轻的时候 是个仙女 离大人被离夫人的 这一手给震惊猛了 哪里有功夫里 会看热闹的百姓 指着离琵琶 跟另一个老夫人道 你们收了陶氏什么好处 帮他这么陷害我 又对知府大人喊冤 大人 下官冤枉 是离陶氏 因着小儿亡顾后发了义证 特地找来这两个老夫冤枉下官 下官跟顾潘氏是清清白白 没有任何私情 看热闹的百姓听到这话 实在是忍不了了 对他 离大人 怎么一有人出来作证 你就说是故意冤枉你 感情这个世上 不帮你的人都是坏人 离夫人可是你媳妇啊 要是连他都害你 你是不是该反省反省自己了 要不是你造孽太多了 你媳妇能大意灭亲 古知府有点意外 你们大字不识几个 竟然还会说成语 离大人背对的掖住 吴送氏威胁道 大胆刁民 再敢胡乱非议朝廷命官 我立刻状告你 让你蹲大牢 啊呸 被骂的人听罢 是根本不怕 催了吴送氏一口 朝廷命官 要是你家离大人 真的根故老太谋害亲夫 他这官位还保得住吗 吴送氏气得不轻 离夫人见了 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 物似主人行 离智立身不正 所招揽的人也是各种毛病 这个吴送氏 就像一只无脑的高傲攻击 一直用下巴看人 可要说真本事 是连岳氏爷的一根手指也比不上 可惜 真正能帮到离智的岳氏爷 已经走了 顾老太看着这边的情况 很是慌张 李琵琶怎么来了 他不是应该早就死了吗 多少年都没消息了 却突然冒出来 还有胎记 顾老太疑惑了 他似乎没有什么胎记 古知府跟唐通畔很高兴 当真是峰回路转啊 原本以为今天要输给李大人了 没想到突然冒出个李琵琶来 李琵琶 李夫人 说你知道顾老太身上有胎记 在哪里 速速到来 古知府问道 只要胎记对得上 那顾老太跟李大人的谎言 就不攻自破 李琵琶恭敬地给古知府行了一礼后 道 三妹的胎记很特别 长在头顶 是一块半个指甲盖大小的红色胎记 他自己或许都不知道 有这个胎记的存在 他的胎记会被发现 是刚出生那会儿 头发极少的时候 被家里人看见的 等他长大济世的时候 头发多了 那同今又胡人 想要看见很难 顾老太听罢 终于慌了 他似乎想起来了 以前他洗头发的时候 似乎有个丫鬟说过 他的头顶流血了 他当时用手摸了摸 没有摸到血迹 就以为是那个丫鬟在骗他 毕竟当时他们都是 备选的通房丫头 恨不得弄死彼此 顾老太呀呀叫着 吐着字眼道 说 黄 说不说谎的 看看不就知道了 古知府立刻吩咐牙医 来啊 把顾老太的头发解开 看看他的头顶 是否有胎记 是 张班头亲自上阵 要去解开顾老太的头发 黎大人急得让带来的下人去拦 古知府立刻大怒 啪一声 拍着金堂木道 黎大人 不要给脸不要脸 在宫堂上公然阻止牙医办差 你意欲何为 这宫堂是你家开的 真以为你背后有靠山 就能如此嚣张 要是那位贵人知道你这般猖狂 估摸着也容不下你吧 黎大人有靠山这事 很多人都知道 只是没人会说出来 到了说出来的时候 就证明是真的不给脸面了 黎大人心下咯噔 古知府这是要跟他撕破脸啊 顾老爷子冲了过来 用身体拦住黎家人 吼道 都给老子滚开 顾潘氏是我媳妇 你们黎家算个什么东西 管天管的 还管到有男人的妇人头上来了 顾老爷子是气得不清 想要知道真相 不想再被黎家的人左右 张班头瞅准机会 越过黎家吓人 来到顾老太面前 解开他的头发 把头发扒拉开来 真的在头顶往下一寸的地方 看见一枚半个指甲盖大小的胎记 胎记血红 乍一看 像是流血一般 张班头立刻向古知府禀告 大人 真的有个红色胎记 跟黎琵琶说的一般无二 事关重大 古知府跟唐通叛听罢 是亲自过来 看顾老太头上的胎记 果然如此 顾老太就是黎家的黎十六 嗯 不 是 顾老太急了 拼命否认着 他不能是黎十六 要是承认了 自己就是黎十六 拉智郎就完了 顾老爷子听罢 冲了过来 看见顾老太头顶的红色胎记后 愣住了 有胎记 真的有胎记 潘双娘真的是黎智的通房丫头黎十六 通房丫头 黎十六 黎智 黎大人 袁金之 顾友文 连续去临市 秀铺私会十几年 最后一次私会 不久就有了顾小妹 顾老爷子的脑海里 不断浮现出顾老太跟离大人私会盖被子办事的画面 那一个个的孩子 从被子里蹦出来 而他就站在外面接着 给这些小杂种当爹 啊 顾老爷子怒叫一声 疯了 不断撕打着顾老太 贱人 你个贱人 我要杀了你 杀了你 啪啪几声 是揪着顾老太的头发 扇了他 好几个巴掌 顾老太瘫痪了不能动 只能任由顾老爷子打着 是被打得脸颊轻重 满头满脸的抓痕 头发 都被揪下来几把 流了一些血 顾老太为了离大人 还想要否认 可离夫人却拿出一本册子 跟一枚玉佩 递给古知府 知府大人 这是离家的奴迹册子 上面有离十六的名字 他是在姐姐进门几个月后被发卖的 但没有被卖到远处 被离智买了下来 换了个新身份 养在外面做外事 第905章 顾老爷子威仪 可惜离十六太过嚣张 有孕的时候 竟然让人给姐姐送信 把姐姐给气得小产 婆婆大怒 要杀了他 离智为了孩子 就把他嫁给了袁佳满 这个姐姐是指的离大人的原配夫人 又说起袁佳满 其实袁佳满知道顾潘氏跟离智的事 也知道顾潘氏当时怀孕了 但他贪图 离智给的银子 心甘情愿娶了顾潘氏 还发誓 会对顾潘氏 跟他肚子里的孩子好 不过 袁佳满毕竟是个男人 常年累月的戴绿帽子 谁也受不了 在娶顾潘氏之前就说过 成亲后 顾潘氏必须跟离智断了 要是生下来的 是个儿子 就给离家送去 若是女儿就袁佳养着 他们安分过日子 可惜顾潘氏没想跟他过一辈子 是趁着他不在家的时候 时常跟离智私会 最后闹出人命来 离夫人不疾不徐地 把所有事情都说了出来 大家听的是嘴巴不断发出嗷嗷的声音 是惊呆了 袁佳桂听得一惊 这才知道 满堂兄是收了银子取雇老太的 虽然有错 却罪不至死 无诵事件 离夫人说了这么多 不利于离大人的事 立刻怒道 李陶氏 你当自己是说书先生吗 你说这些话 有何证据 那时候 你可没有嫁进离府 另一名老夫开口了 我能作证 夫人说的都是真的 我是十五岁就开始伺候老爷 一直伺候到了二十六岁 没等生出孩子后 被送到偏院去养老 夫人说的这些事 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大夫人被气得小产后 身体没有养好 是七年未雨 七年后才怀上了大少爷 不然严格的年纪 也不会跟顾承贤他们 差得这么远 你这丑夫莫要胡说 本官根本不认识你 你为何要帮着黎桃氏害我 黎大人怒了 质问老夫人 不认识奴婢 老夫看向黎大人 笑了 少爷 奴婢是仙 是老夫人送给少爷 教导少爷人事的黎仙 她长得不错 身段也好 又听话 是自打十岁后 就被老夫人看重 用来教导少爷懂人似的 她是她的第一个通房丫头 可黎大人却说不认识她 真是可悲 不过她并没有难过 她对黎大人的感情 早就在偏院的几十年里消磨光了 黎仙 黎大人愣了一会儿 才想起来 这确实是她的通房丫头 可她以为她早就死了 没想到还活着 这个怪不了黎大人 几十年没睡过的女人了 而后院又是黎夫人在管着 她一年到头 都见不到这些丑妇一面 怎么可能想得起来 古知府有点恶心 不想再听黎大人 这些老年人的爱情故事 让牙医拿过黎家奴级册子跟玉佩 翻看着册子 找到了黎十六的名字 上面清楚地写着 黎十六 父母为黎家下人 乃是黎家家生子 自小伺候黎少爷 年十五被抬成通房丫头 年十八坏了规矩 被夫人发卖 而那枚玉佩上清楚地写着黎大人的名字 黎夫人道 这枚是黎家佩 黎家出身商骨 却向往世家豪族 学了世家豪族那套 给家中子弟定做玉佩 在玉佩上面刻着名字 跟特殊降云文 这枚玉佩就是黎制的 大人若是想要知道 原家贵的那半枚玉佩 是不是黎制的 大可拿来跟这枚完整的玉佩 对一下降云文录 黎夫人很是淡然地说出一句 让黎大人想死的话 同名同姓的人很多 可玉佩上的降云文录却是不同的 各家有各家的特殊 黎家降云文录的特别之处 在于降云湾区的末端 请了大师傅刻下了玉佩主人的名字 米兹刻起源于大洲 又经过前朝道大楚 已经从宫廷秘籍 变成了只要你花上万两银子 就能买来的东西 不过 降云文录里的奥秘 是自家人设定的 外人不得而知 因此是很好的辨别玉佩 玉章是否是本家的最好办法 古之府大喜啊 先前黎大人一直否认 原家贵拿出来的半枚玉佩 不是他的 要是验出来是他的 那他就是跟顾老太 杀害原家满的奸夫 来人 去把涂家玉器型的涂大师傅请来 让他来验玉佩文录里的藏子 涂家是中州的世家豪族之一 本家已经迁去京城 但他家的玉器型 却是遍布大楚 玉器行里养着很多大师傅 这些大师傅 都是涂家的下人 和安府的这位涂大师傅 就是个老御将 有一手米兹刻的绝活 黎大人听到这话 差点晕死过去 想要阻拦根本来不及 张班头已经带着人飞快地跑了 顾老爷子已经打累了顾老太 贪坐在地上 撑着一口气 等着涂大师傅来验玉佩 要是连那没玉佩也是真的 那他心里最后的奢望也就没了 没错 顾老爷子心里还存着奢望 觉得顾有闻 顾小妹 他们是自己的孩子 顾老太只是在原家的时候 跟黎大人私会过 然而 他最后的奢望也破灭了 涂大师傅很快就来了 拿出很多家伙时 给纸张涂上一种特殊的红色颜料后 把两枚玉佩的祥云纹路 纹路卷区里的字 全部拖了下来 这是个精细活 涂大师傅是带着徒弟 足足拖了十几遍 才拖出四个看得比较清楚的字 黎智 大人 这两枚玉佩是出自一家 祥云纹都是朝着右边走的 且纹路里面的藏字一模一样 上离下智 涂大师傅道 这话一出 不用多说 是证据确凿地证明了 黎大人就是伙同顾老太 杀死袁家满的凶手 顾老爷子听到这话 是再次吐出一口血来 接着直直往地上倒去 爷 爷您咋了 快醒醒啊 顾城里慌了 赶忙求助顾老太 奶 奶您快救救爷啊 他老人家要不行了 这已经是顾老爷子 今天第二次吐血了 此刻是脸色苍白 浑身抽搐 抽了一会儿后 那脸色直接变成金纸色 一副快过去的模样 可顾老太是看着头顶一言不发 智郎 他的智郎完了 他害了智郎 早知如此 他当初就该自己一个人 把原家满给杀了 绝对不会拖累智郎 真爱 绝对是真爱 顾老太如今还念着黎大人 是根本不搭理顾城里 第906章 他们竟然是官家少爷 顾城里见顾老太不搭理自己 是一直哭着向顾老太求助 顾知府看不下去了 赶忙让武座去救人 武座虽然不是大夫 可好歹懂点医术 又让牙医去请大夫 总不能让顾老爷子死在宫堂上 牙医听罢 立刻跑去请大夫 可还没有跑出宫堂 黎大人就喷一声 晕倒在地 大人 大人 吴颂师他们急得不行 赶忙朝着那名牙医倒 去青山医馆请萧大夫 黎大人晕倒了 牙医看向古知府 古知府点头 去请萧大夫 黎智氏无品官 必须撑到京城大理寺副审定罪后才能死 不然他这个知府 可是会被人攻劫的 唉 牙医硬着 一溜烟跑了 顾老太监黎大人晕了 急得直掉眼泪 嗯哭叫着 智 狼 古知府听得响无脸 还智狼 你们整得挺恩爱啊 顾老太跟黎大人谋害原家满的案子 还没有了结 公堂上不能这么乱糟糟的 古知府道 吴颂师 你们把黎大人抬到屏风后的软踏去 躺在这里有爱观瞻 吴颂师是个精明的 此事已经反应过来 黎大人谋害原家满的事儿是证据确凿了 在跟古知府对着干 他就是在找死 赶忙招呼黎家下人 把黎大人抬回屏风后的软踏去 他自己则是趁乱去了后衙 从后衙的后门离开 直奔童知府 收拾家荡走人 等官差把童知府封住的时候 他想走都走不了 黎夫人看见吴颂师跑了 没说什么 只是冷笑一声 这样的鼠辈 看见东翁大难临头 自然是走为上计 不多时 武座已经止住顾老爷子的抽搐 却没能把他救醒 大人 得会行真的大夫 来给顾老爷子 行真 才能救醒他 顾知府并不在乎顾老爷子 文言说道 来人 把顾生祥也抬到屏风后面去 嗯 不 呸 顾老太急了 顾老六一个泥腿子 怎么配跟少爷待在一块 顾老六就该被扔去街上 自生自灭 看热闹的百姓听罢 皆是惊了 指责顾老太 顾老太 顾老爷子可是你男人 你咋能说出这样的话 顾老太根本不理会他们 而是要求顾知府 我 爷 去 他是想去看黎大人 然而这是做梦 你的案子还没审完 老是在这里待着 顾知府看向宫堂上的书吏 啊 供词可记下了 拿去给顾潘氏画鸭 记得把他离十六的原名写上 是 书吏把供词拿去给顾老太画鸭 冤 王 顾老太是个不要脸的 都这样还敢喊冤 书吏根本不听他的 是抓着他的手 就给摁了手印 顾老太健壮 哭得撕心裂肺 他不是哭自己 而是哭黎大人 知道这次画鸭不同于谋害费事 是会把黎大人给害死的 又怒瞪黎夫人 骂他 贱 负 害 智 狼 黎夫人是看都没看过老太一眼 顾老太根本不值得他多费口舌 顾老太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黎陶氏这个济氏敢看不起他 他凭什么看不起他 他可是给智狼生了两个儿子的 面对顾老太的愤怒 黎夫人只对古之辅道 大人 黎智此人作恶多端 又因为贪生怕死 而间接害死我的儿子 我实在持语为伍 恳请大人作主 盼我与黎智和黎 又道 黎家族人因着桃荒 已经四散各地 黎智本身就是黎氏族长 我的辈分也高 和黎无需再经过黎氏族里 至于他的娘家 如今是恨不得他跟黎智和黎 毕竟陶家要的是一个能提升门眉的官家女婿 可不是一个罪犯 黎夫人今天是帮了古之辅大忙 要不他带着证人过来 古之辅估摸着 要被黎大人反告一状 古之辅念着这个恩情 很干脆地同意了 大处刑律 女子可与犯了刑律的夫主和黎 既然黎夫人不愿意与罪犯为伍 本府自然会判夫人和黎 黎夫人听罢 把一早就写好的和黎书递给旁边的衙衣 衙衣拿去给古之辅 古之辅跟唐通胖看过后 盖了府衙大印 这和黎得太快 让看热闹的百姓惊呆了 有人说黎夫人 黎大人一出事 你就跟他和黎 是不是太两薄了 这么多年的夫妻呢 对啊 怎么也得等黎大人醒来后再和黎啊 又有人道 这半路夫妻就是半路夫妻 还没有顾老太对黎大人好 面对这样的骂声 黎夫人只是冷冷地回了一句 要是你们的相公害死了你们的孩子 你们还会跟他一起过日子吗 我对黎智已经人至意尽 说完 不再理会这些人 由丫鬟摇晃扶着 带着黎仙跟黎琵琶走了 黎琵琶临走前 回头看了顾老太一眼 想说什么 最终没说 跟着黎夫人走了 他们姐妹从几岁开始 就在黎家当差 每天接触最多的是 自己服侍的主子 家人感情本来就淡薄 从十几岁开始又分离了 天各一方四十多年 那点感情早就没了 黎夫人走后 萧大夫带着药桶来了 给黎大人看过后 不 黎大人身子骨还行 不会出啥大事 就是不能再晕了 再晕倒 怕要出事 古知府听罢 想了想到 有劳萧大夫给黎大人行一轮针 让他睡上一天再说 萧大夫照做了 给黎大人行针去血树气后 又给他扎了一针 让他睡着 之后去给顾老爷子看病 顾老爷子就比较惨了 他中风了 萧大夫是折腾了一个时辰 才把他给救醒 醒来后是嘴歪眼斜 口中喊着 山那 我答 竟然开始喊起顾大山来了 要顾城里去找顾大山 说要去求顾大山原谅 还要搬去跟顾大山一家一起住 想天伦之乐 萧大夫无语了 提醒顾老爷子 全府城的人都知道 你家跟顾大山一家断亲了 你还帮着顾老太 太害死了顾大山的亲娘 咋还有脸去找他 今天是小鱼丫头急急的大日子 顾老爷子可别去添乱 萧大夫跟顾经理认识 生怕顾老爷子今天闹事 是一针把顾老爷子扎晕 顾知府也懒得搭理顾老爷子 见他晕倒了 让两个牙医把顾老爷子 抬回墨湘街的宅子 顾城里则是在后面跟着 一点主见也没有 而黎大人跟顾老太的事 已经传到墨湘街的宅子 整个老顾家的人都沸腾了 顾大姑他们是高兴的不行 没想到啊 他们还是关家小姐 少爷 这 这得赶紧去认亲爹啊 亲爹可是关老爷呢 第907章 周氏走了 顾大姑是快高兴疯了 顾不得顾有鹿 顾城贤 前光宗父子有花柳病 是跑去他们的院子 隔着屋门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 顾有鹿高兴的差点淤死过去 黎叔竟然是咱们的亲爹 大姐 那咱们得赶紧去认啊 咱们的亲爹可是关身呢 认回来了 咱们就是关家少爷 这个身份可比做农家汉好多了 顾大姑喜滋滋的道 可不是吗 我正想着去看看咱们亲爹呢 就是你们都得了恶症 不能离开这座宅子 要不然咱们姐弟几个 带上各自的儿女一块去 爹他老人家见了不得高兴 坏了 离家那边可是快绝种了 孙辈就离咽一个男丁 说起男丁这事 顾有鹿愤怒不已 大骂正是 这个贱人 是把咱们家给坑苦了呀 要是志哥是个正常孩子 咱们就能拿志哥去离家征产 看看离家 先前是商骨 如今是关家 是有钱有权 要是咱们 能带着健康的儿孙回离家去 还仇奋不到钱财吗 顾大姑听罢 也大骂正是 那个贱人 自家有吃傻疯癫的病症 也不说 可是害苦了咱们 又说起顾承治 你是不知道 志哥昨晚又犯病了 闹得可凶了 把正是手上的一块肉 都给咬了下来 还 还吃了 顾大姑说着 是打了一个哆嗦 想起顾承治那恶鬼一般的模样 很是害怕 顾有禄听罢时期的不轻 吼道 志哥又犯病了 正是这个贱人 是怎么照顾志哥的 虽然顾承治有吃傻疯癫之症 却是他唯一的孩子 等养大了 买个女人给他 也能传宗接代 顾有禄还是比较在意的 舍不得把顾承治扔掉 又对顾大姑道 大姐 你去把正是喊来 我要收拾他 正是正好来这座院子 听到这话怒了 大骂顾有禄 顾有禄你个王八糕子 你还有脸来骂我 要不是你自己 管不住裤裆那二两肉 我能嫁到你家去 如今志哥有毛病了 你又来怨我 我还没怨你呢 要不是你这个 杀千刀的去睡花仙 能得花柳病 没得花柳病 如今不早就去 离家当官家少爷了 他也就能当 上官家少爷的媳妇 使唤起离家的下人来 也理直气壮的 不像现在 让离家下人半个事 还得求爷爷告奶奶的 正是嘴巴利索 骂人都不带喘气的 把顾有禄骂完后 又骂顾大姑 还有你原金之 你要是再敢打老娘 老娘把你家宝哥 给摁进尿筒里 淹死你信不信 宝哥 顾大姑听到这话 心下大喜 对啊 他还有个健康的孙子宝哥呢 大可抱着宝哥 去找离大人 离大人见了宝哥 不得分一份厚厚的家产给他 哎呦弟妹 你可是帮了我大忙了 顾大姑说完即匆匆走了 去周氏的院子找宝哥 可周氏的院门是关着的 顾大姑根本进不去 顾大姑是立刻拍门 周氏 你赶紧给我开门 我要见宝哥 你可是不知道 如今宝哥金贵着呢 是五品官员的曾外孙 又骂起周氏 哼 你这个贱妇 以往看不起我们顾家 钱家 可老娘告诉你 你看走眼了 我可是离大人的亲生女儿 是官家小姐 你能给我做媳妇 那是八辈子修来的好福气 快开门 我要带着宝哥 去见他外曾祖父 砰砰砰 顾大姑不断地拍着院门 可拍了许久都没人来开 顾大姑皱眉 周氏 你是死在里面了 赶紧给我开门 然而 无论他怎么喊 院门就是不开 这座宅子里有离家的下人在 是离大人专门拨来伺候顾友文他们的 见顾大姑这边的动静闹得太大 便过来说道 钱夫人 您找钱少夫人 顾大姑点头 没错 我要带宝哥去见我亲店 可周氏这个贱人 竟然不开门 你赶紧去找几个人来帮我砸门 我就不幸砸我开这破门 顾大姑得知自己是离大人的女儿后 腰板硬了起来 发狠要砸周氏的院门 离家的下人却告诉他 您来晚了 半个时辰前 少夫人已经带着宝少爷 和几个下人离开了 说要去冠里住一段时间 给宝哥萧萧业障 什么 周氏带着宝哥去了冠里 他一个做媳妇的 出门咋不跟婆母说一声 顾大姑很生气 周氏这个贱妇 是越来越不把他这个婆婆放在眼里了 等着 等他认回亲爹 定要把周氏给收拾了 可顾大姑不知道 周氏这次离开 就不会再回来了 周氏嫁给前程财 原本就不是自怨 如今老顾家变成这个样子 周氏是早就想走了 早上得知 有人又状告了顾老太后 他就让丫鬟去盯着 等案子牵扯到黎大人后 周氏就动了心思 他是等了一上午 等丫鬟来报 黎大人跟顾老太谋害原家满的事情 证据确凿后 立刻带上收拾好的值钱东西跟银票 抱着宝哥离开了 可他人生地不熟的 又是一个年轻妇人 不好去客栈住 就去了城中的道观 那里是清修之地 去了观礼 就算顾大姑想要闹事 也有师父们帮忙挡着 黎家下人听着顾大姑的话 也是云里雾里的 这原金之咋就成了黎大人的亲女儿 姑 姑 您赶紧去前院看看 爷他中风了 顾城里是个没主见的 顾老爷子中风后 他已经六神无主 跑来找比较有主意的顾大姑 拽着他 要他去前院看看顾老爷子 顾大姑是一把甩开顾城里 怒道 放开 哪来的小崽子 我也是 你能随便拽的 咱们两家没关系了 你是顾家的种 我可是黎家的小姐 说完是不看顾城里 直接去找谷氏 两人去了顾城贤的院子 找顾城贤商量 去黎家认亲的事 顾城贤已经知道 黎大人跟顾老太的事 是气得差点吐血 老天爷 你为何要这么耍我 他竟然是关家子弟 关家子弟啊 这是他一直梦寐以求的身份 要是能早点知道 他就能用这个身份 把顾锦安踩在脚下 让顾锦安这个泥腿子 给他下跪 喊烟 可如今他已经得了恶症 关家子弟的身份 还有什么用 承贤 咱们得赶紧去找你亲爷爷认亲 可不能再待在老顾家了 不然顾老六 可是会把咱们给杀了的 顾大姑担忧得到 第908章 机里 不怪顾大姑会这么想 实在是顾老太根离大人的事情 是个男人都受不了 偷情 连续偷了十几年 还弄出几个孩子来 顾老爷子这顶绿帽子 是戴了四十年啊 不得恨地把他们都弄死 古事听了到 大姑子莫要担心 爹他已经中风 如今还昏睡着 哪里能下毒害我们 可他们确实不能再跟顾老爷子住在一起 这奸夫生的孩子 在跟着亲娘的夫主 住在一个屋檐下 那真是在找死 不过 可咱们能搬到哪里去 真能回通知府吗 成才跟成贤几个 可是身患恶症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黎大人才把他们迁到这座宅子来 古事很担心 他们根本回不了同知府 顾大姑是个狠毒的 咬咬牙 说出惊人之语 这座宅子 是我亲爹用来安置咱们的 可不是用来安置顾老六的 咱们把顾老六跟顾有服役房赶出去 让他们去租房子住 你看咋样 咋样 这种不要脸的主意 也亏得你能想得出来 古事觉得这个主意很是无耻 但他精明 没有阻拦顾大姑 而是为难的道 可谁去把爹他们赶走 咱们毕竟喊了他这么多年的店 顾大姑瞪着古事 下巴一扬 很有气势的道 宅子里还有黎家的下人在 吩咐他们去赶人就成 我一个黎家的大小姐 还怕指使不动他们吗 顾大姑是说到做到 立刻摆出大小姐的架子 喊来黎家下人 吩咐他们去把顾老爷子 跟顾有服役房赶出宅子 黎家下人猛了 这 不好吧 那可是您的爹 虽然是后爹 却也养了你 顾大姑 呸 他一个泥腿子 不配做我爹 我爹可是黎大人 别废话了 你们赶紧去把顾老六给赶出去 莫要让他带着儿子 霸占我爹的宅子 黎家下人看着顾大姑 这副忘恩负义的嘴脸 也懒得跟他废话 按照他说的去做了 张氏跟顾城里 听了黎家下人的话 怒道 你说啥 大姑子要把我们赶走 还说 这是他亲爹的宅子 哎呦 他咋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他可是吃了老顾家那么多年的饭 连出嫁 都是老顾家出的银子 逃荒的时候 吃的还是老顾家的粮食 如今有个当官的亲爹 就要把后爹给赶走 他还要不要脸 黎家下人道 我们只是按照吩咐办事 你莫要动怒 呸 都这样了 我还不要动怒 打量我们老顾家 是你捏的 我家容姐儿 可是江南詹家的少夫人 我们也是有靠山的 袁静志别太过分 黎家下人笑了 都不忍心告诉张氏 顾容他们这搬去了詹家 是死路一条 城里走 咱们去找袁静志算账去 我就不信了 他敢把养了他多年的后爹 给赶赶走 还有没有一点笑道 张氏带着顾城里 去找顾大姑算账 顾大姑见张氏来了 也不怕他 是说道 有夫媳妇 你也别生气 如今咱们的身份不同了 这官家人 总不能跟你腿子 住在一个屋檐下吧 这可是尊卑不分呢 呸 袁静志 你真以为黎大人会认你吗 要是认你也不会等到现在 黎大人 摆明了是不想要你们这些奸生子 顾大姑听到奸生子三个字 气炸了 冲过来撕打张氏 贱人 我让你胡说八道 我爹不知道多疼我 倒是你一个破落户的女儿 凭什么在我家嚣张 赶紧滚 张氏不甘示弱 跟顾大姑撕打着 两人正打得起劲 张班头带着一群衙役冲了进来 宣读古之府的最新命令 府城衙门令 因顾潘氏跟黎智谋害原家满 两人所生之子女儿孙皆要连坐 在京城大理寺为父神此案之前 顾潘氏子女跟黎智子女 不可擅自离开宅子 唯令折斩 顾大姑跟张氏都猛了 停止撕打 顾大姑问张班头 你是啥意思 又要连坐 我亲爹可是官 品级跟知府大人差不多 知府大人咋能判他有罪 张班头笑了 这个袁金芝 不愧是顾小妹的亲姐姐 两人一样的蠢 别说这些没用的 你们只要记住 胆敢擅自离开者 以逃遇罪判处 立即斩首 严霸看向谷氏 见他是个比顾大姑正常的 就对他道 黎大人犯了命案 家中财产皆要封存 你们要是想给顾成贤他们 请大夫就拿自家的银子 不可再动用黎家的银钱 这话一出 几乎是要了谷氏的命 他哭道 班头大人 成贤跟他爹的病得用贵药 不能用黎家的银钱 我们哪里有银子给他们看病 张班头可不管这些 宣读完知府大人的命令后 吩咐牙役们 把能进出宅子的所有门口都封起来 看好宅子里的人 每天清点人数 不能让他们私自逃了 或者闹事 是 牙医们硬着 四散开来去干活 顾大姑没想到张班头来真的 他不服 拽着张班头问道 我亲爹是官 他怎么可能会被抓 张班头看着自己被拽住的手 恶心不已 甩开顾大姑 道 别再胡乱纠缠 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你要是不信 大可闯出去 看府衙会不会砍你脑袋 又交代一句 你们最好老实点 不然就不是把你们关在宅子里 而是把你们投入大牢 说完不再理会顾大姑他们 跟着牙医在宅子里忙活起来 顾大姑见状 知道黎大人是完了 立刻痛哭出声 天老呀 我这命咋这么苦 刚当上官家小姐 亲爹就犯了人命案 老顾家是哭天喊地 顾经理家却是欢声笑语 今天是顾经理十五岁的生辰 虽然没有大雁兵客 却也给她办了一个简单的机礼 而她机礼的正兵不是别人 正是江夫人 江夫人夫妻跟上秀才一家 是昨天就来了府城 住在江家在府城的宅子里 而江夫人是她家认识的人里 福寿双全 有子有女 而孙满堂又才得兼备的女性长辈 最适合给她做机礼的正兵 至于三奶奶 老顏是两人 他们觉得自己的命不好 生怕会给她后半生带来晦气 都没同意给她做正兵 顾经理倒是不在意这些 只是很好奇 古代的机礼是个什么样子 秦三郎却很紧张 天还没亮 就偷偷跑来她的院子 在她的屋后学鸟叫 第909章 礼物 顾经理听到鸟叫声笑了 推开窗子 看着猫在窗根下的她 道 你来这么早做什么 机礼要等到陈正才开始 还有一个时辰呢 大楚机礼跟冠礼 一般都是尚无举行 且讲究时政之时举办 他的机礼应这简单 大部分官礼的人 又都住在这个宅子里 就定在了陈时政客 秦三郎站起身 看着穿着礼衣 披着一头长发的顾经理 脸上有些红 我是来给你送礼物的 礼物 顾经理看向他的手 见他手里捧着一个长形的小盒子 好奇问道 要送我什么礼物 现在就送吗 我还以为 你要等到晚上才会把礼物给我 秦三郎握着盒子的手紧了紧 回道 晚上还有礼物 但这个要先给你 顾经理听得更加好奇 也不用他送了 直接拿过盒子 打开一看 见里面是一只用金丝缠绕的珍珠簪 珍珠有两颗 颜色很是特别 竟然透着一股子红色 这是最美人 最美人 红色珍珠的雅称 是珍珠里的极品 顾经理经了 你从哪里找来的 运气也太好了 这样两颗指头大小 颜色一样的最美人 别人一辈子都采不到一颗 秦三郎见他喜欢 很是高兴 去年采到的 有十几颗 选了最好最圆润的两颗 给你做了簪子 说到这里 他顿了一顿 才又继续道 簪子 是我亲手做的 还刻了字 虽然做的没有 银楼师傅的精巧 却是他的一片心意 刻了字 顾经理文言 把簪子拿起来 又拿过屋内的油灯 看着珍珠簪 在秦三郎的提示下 终于在珍珠托座上 看见了刻字 字有两个 一个是他名字里的里字 还有一个是 你的名字 秦三郎点头 嗯 他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因此更加紧张 小心翼翼地对他道 小鱼 用这只簪子 做你的鸡簪 好吗 顾经理看看他 笑道 可是 鸡簪我娘早就准备好了 秦三郎心下歌登 他这是 拒绝他了 扣扣扣 敲门声响起 小吉在屋外喊道 小冬家 赶紧起来沐浴了 今天可不能睡懒觉啊 知道了 我在穿衣服 一会儿就出去 顾经理应着小吉 回头看着秦三郎 你赶紧走吧 我要去做准备了 秦三郎站着不动 就这么看着他 眼里的痛色聚拢在一起 小鱼 顾经理是第一次见他这副模样 突然就心疼了 急忙点起脚尖 揪着他的衣巾道 你乱想些什么 三子我收下了 还有晚上的礼物 记得给我 说完松开他的衣巾 喷一声 关了窗子 秦三郎没有立刻就走 而是回想着 他刚刚说的话 他果然猜对了 他没有不要他的意思 还答应了 晚上会跟他见面 他的嘴角慢慢上扬 笑容在脸上蔓延开来 隔着窗子对他道 你好好准备 我先走了 晚上再来 顾经理想无脸 催促他 赶紧走吧 我娘等会儿就来了 秦三郎听罢 呜了一声 没有多呆 很快就走了 他走后没多久 崔氏就带着顾景秀过来了 帮他焚香沐浴 这还是顾经理 洗过最严肃的澡 所有步骤都有严格要求 要不是有屏风隔着 崔氏跟顾景秀不会进来 他早就忍不住要发飙了 等洗好澡 洗好头发后 他已经快要饿扁了 问崔氏 娘 我的早饭呢 饿了 给口吃的吧 为了这场鸡鸡礼 他可是从三天前就开始吃素 都不知道肉是什么味道了 然而 今天的早饭更狠 竟然就是一碗放了一块移塘的清水 顾经理眨眨眼 像是瞪着仇人般 瞪着这碗清水 娘 咱家没破产吧 还有粮食吧 又加上一句 前两天抱怨没肉吃 是我不对 我错了 我现在觉得吃素也不错 所以给我吃素吧 我不嫌弃了 别给我喝清水当早饭啊 崔氏道 不行 鸡礼结束前 鸡者不能进食 得饮甜水 这是规矩 顾经理没办法 只好把清水喝了 有清水喝 总比没有要好 又在心里嘀咕一句 早知道今天是喝清水 他就该让秦小哥 给他偷偷拿点东西来吃 崔氏等他喝完水后 把碗拿走 而顾锦绣 则是抱来蒲团 放在东边的地上 招呼着他 小鱼过来跪坐着 等正兵 来了你就能起来了 顾经理不太愿意 被崔氏催促 别耍脾气 赶紧过去跪着 娘要去迎兵了 说完还不放心 让小鸡盯着他 不许他半途起来 要跪好 顾经理趁机要挟 要跪也成 但鸡簪要用这只 他把秦三郎 送他的珍珠簪 给了崔氏 崔氏见了大惊 这 你哪来这么贵重的簪子 这可是珍珠簪 还是红色珍珠 这样的好东西 可不是随随便便 就能得到的 顾经理 秦小哥给的 一句话 让崔氏喜上眉梢 立刻答应下来 成 就用这只簪子做鸡簪 三郎这孩子 对你是真好 你可得惜福 顾经理不服气 我对秦小哥也很好 不知道多疼他 就给人家做个烤鱼 能有多好 崔氏笑话了他一句 又交代道 行了 你跪着吧 娘跟你姐先走了 可千万不能起来啊 这可是 关系到你后半辈子的大事 顾经理知道 大楚人性这个 为了让崔氏放心 他只能答应 知道了 娘您快走吧 崔氏他们走后 他就这么在屋里跪坐了大半个时辰 直到江夫人来了为止 接着就是十分繁杂的机理过程 顾经理是被机理的各种礼仪 给整得晕头转向 从先前的好奇 变成了好气 明明是过生日 为啥他要这么累 好在每当他快要忍不住的时候 秦三郎就会朝他打手势 让他又继续忍着 当珍珠簪簪在他发际上的瞬间 他转头看向官里的秦三郎 看见了他脸上愉悦又耀眼的笑容 许是他笑得太好 他忍不住回了他一笑 他正愣了一瞬 脸上泛起红色 笑容更加明亮 踏雪银花的岁月里 他的每一个转变 他都在他的身边 这种感觉 真好 李成 随着一声李成 顾经理从一个扎着包子头的女娃 成了真正的少女 他很高兴 终于能去吃饭了 饿惨了呀 秦三郎比他更高兴 他家小鱼终于长大了 第九百一十章 我们定亲吧 顾经安看向秦三郎 有些无语 过了一会儿之后 见秦三郎还是这副模样 值得提醒他 别看了 我们该走了 这里是后宅 虽说几家人感情好 可以要讲规矩 他们男人要去前院的课堂吃席 不能继续待在后宅里 秦三郎知道自己不能久待 可还是忍不住看着顾经理 顾经理感受到了 朝他挥挥手后 又收回目光 在催事的带领下 给江夫人行礼道谢 多谢江奶奶来给我做证兵 实在是对不住 江夫人笑着扶起他 咱们两家的关系 不必说这些客套话 这一趟是必须来的 一是给你做证兵 二是 你尚叔叔担心安哥 早就催着来了 不来他连饭都吃不下 上秀才知道老顾家的事 生怕这个案子处理不好 会影响顾经安科口 刚开始就要一起跟来 可顾经理一家要赶路 而上秀才家里 还有妻女要安排 只能押后再来 崔氏听了很感动 感激得到 安哥师父有心了 有这样的师父照顾安哥 我们夫妻也能放心 江夫人听罢很高兴 以安哥的学问根为人 想要找什么样的师父都行 却偏偏拜了文远为师 揽下了文远家的责任 而更让江夫人高兴的是 顾大山跟崔氏都是极好的人 丝毫不理会 别人说上家要跟他们抢儿子的话 是把上家当作亲人看待 对圆圆也极好 小玉姐 你的鸡脏好漂亮 圆圆能摸摸吗 圆圆也跟着爹娘来了 今天来给顾经理过生日 看见他头上的珍珠鸡脏后 很是喜欢 是红色的 顾经理蹲了下来 笑道 可以 你摸吧 圆圆高兴极了 伸出带着婴儿肥的手 轻轻摸了摸他的珍珠脏后 把手收了回来 江夫人知道 红色珍珠的珍贵 看见这只珍珠脏的时候 还吃了一惊 想着顾家什么时候 得了这样的珍珠脏 还是说 小玉已经许了富贵人家 这只珍珠脏 是南方家里特地送来的 对方可是真心 莫要吃了亏才好 他怕顾家不懂其中的规矩 让小玉吃了亏 刚才悄悄问了崔氏 崔氏说是秦家 三郎送的 江夫人才放下心来 既然是秦家小子送的 那就没啥好担心的 知根知底 不可能害小玉 圆圆饿了没有 咱们去吃饭了 顾经理说着 牵着圆圆往后宅的一处花厅走去 他快饿死了 圆圆你就帮帮姐姐 陪着姐姐去吃饭吧 圆圆笑着道 嗯 圆圆饿了 说着又拉过顾锦绣的手 一起去了后宅的花厅 崔氏健壮 也急忙招呼江夫人等女客 家里备了些饭菜 请诸位移步入席 秦三郎是看着顾经理离开后 才跟着顾锦安去了前院客堂 顾锦安很无语 小声说了一句 你又不是第一次见小鱼 用得着这样吗 还怕他跑了不成 秦三郎没有说话 但他确实很紧张 跟着顾锦安去客堂吃了席 席上喝了不少酒 他是当兵的 喝酒是必须要会的事 顾大山跟上秀才见了 也没说什么 江大虎还夸他 三郎好小子 酒力见长啊 过来给你江爷爷喝一谈 上秀才赶忙劝道 岳父 您可不能喝太多 要是您喝醉了 岳母跟岳岳娘会骂我的 江大虎道 我还能喝醉 你把心放在肚子里 绝对醉不了的 又鄙视地看了他一眼 道 你的酒力就是太小了 每次跟你喝酒 你都喝醉 你岳母是因着这个才骂我的 上秀才被骂了 不敢再说 只能示意秦三郎换碗喝酒 别用坛子 喝完一坛子 那还得了 可他的眼色还没使完 秦三郎已经拿起一坛酒 跟江大虎喝了起来 过瘾 江大虎很是高兴 男子汉大丈夫 就该这般痛快喝酒 上秀才惊了 顾大山见状也提醒秦三郎 三郎莫要喝太多 伤身的 顾锦安则是皱眉看着秦三郎 等他坐下后问道 你想做什么 不会是在喝酒壮胆吧 秦三郎一愣 立刻否认 没有 顾锦安瞅着他红掉的脸冷笑 骗鬼去吧 我警告你 不许胡来 要是敢做什么出格的事 我废了你 虽说自家妹子 心里像着三郎吧 但有些话 他这个做大舅子的 还是要说的 毕竟还没定清 秦三郎点头 我知道 你放心 罗武则是在旁边吃菜 看着秦三郎故作镇定的样子 想到了顾锦秀 还是秀姐好 温温柔柔的 很听他的话 不像小鱼 凶得要命 三郎不喝酒壮胆 都不行 宴席吃了一个时辰 几家人又待在一块 说了大半个时辰的话 直到冯进来报 说是顾老太跟黎大人 谋害原家满的案子 已经证据确凿后 大家伙才散了 顾锦安跟顾锦理得知这个消息 是松了一口气 黎大人终于倒了 那顾锦安考科举 就不会被人下半子了 一家人因着黎大人 被抓的消息 高兴不已 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个个 还是合不拢嘴 只有秦三郎 高兴的同时又很忐忑 好不容易熬到大家伙都睡着了 他是立刻起身去了顾锦理的院子 在他的屋后雪鸟叫 顾锦理怕小吉被吵醒 赶忙来到窗口 打开窗子 秦三郎从窗根下站起身 但衣服已经换了 换了他喜欢的墨色袍子 一摆下绣着竹子的 头发也梳得极好 在月光映照下 颇有种贵公子 临窗而立的尊贵感 顾锦理看了很是欣慰 秦小哥也长大了 从少年郎渐渐有了男人的模样 你洗澡了 有点香 他嗅嗅鼻子 闻到一股草木的清香 秦三郎被他的这句话 弄得脸都红了 镇定下来后 点头道 嗯 今天喝了酒 怕熏到你就洗了澡 又拿出一个盒子 递给他 给你的礼物 是什么礼物 还是珍珠吗 顾锦理伸手要接过盒子 却被他握住双手 他一正 皱着眉头看他 干嘛 秦三郎看着他娇美的脸 本就忐忑地心跳得更快 可他不想再等下去 犹豫一会儿后 对他慎重地说出一句话 小鱼 我们定清吧 第911章 喜欢 我们定清吧 他说的坚定 可语气中的忐忑也很明显 他害怕 怕他拒绝 顾锦理听罢 只是愣了愣 就笑着道 好啊 好啊 秦三郎愣住了 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你答应了 这么容易 他简直不敢相信 他还以为小鱼会拒绝他 没想到这么爽快就答应了 顾锦理眨眨眼 呜了一声 原来你喜欢艰难点的 那成 刚才的不算 咱们重新来一次 我不嫁 不许 秦三郎身子一跃 从窗外跳了进来 手臂还住他的腰 把他紧紧抱住 买手在他的颈窝 声音颤抖着道 不许不嫁 你已经答应了 以后就是我的人 顾锦理一正 没想到他会突然抱住他 这好像是他们第一次 带着男女之情的拥抱 他没有推开他 而是由着他抱着自己 他今天可是担心了一天的 他都瞧在眼里 好不容易得偿所愿 就让他放肆一回 秦三郎太高兴了 抱着他许久都没有松开 鼻端是他身上的清雅淡香 这熟悉的味道 让他异常宁静和安心 顾锦理见了他 抱了一刻多钟都不动一下 在他怀里动了动身子 问道 你睡着了 秦三郎笑了 没有 今晚估摸着 会兴奋地失眠 又低头看着他道 我以为你会拒绝 担心了很久 从他发觉自己 喜欢他开始 就担心 他不会嫁给他 毕竟他是要报仇的 而他家的仇 可能会害死他全家 顾锦理笑了 抬手用时 只戳了戳他的下巴道 你忘记刮胡子了 特地穿了他最喜欢的袍子来 还把自己收拾一番 却忘了刮胡子 可见 他是真的担心他会拒绝他 可是 他白担心了 你家的事 我是早就知道的 你从来没有隐瞒过我 我心里有数 这四年来 你所做的一切 我都看在眼里 想来这辈子 也不可能遇到第二个 对我这么好的人了 既然如此 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答应就完事了 姐他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 是认识了四年 一路供过生死患难过来的 又明白他的心意 要是再撑着 他都想给自己两巴掌 不过 他揪着他的衣巾 撕着牙 恶狠狠地道 我丑话说在前头 你要是敢有第二个女人 别怪我废了你 又跟他戏说 这第二个女人 除了小妾 同房丫头以外 还有外面看上你 想要缠上你的人 我不管你是不是被算计的 能被白莲花算计 就证明你蠢 不值得原谅 总之 你要想好了 娶了我就不能有其他女人 敢有第二个女人 我绝对会让你后悔 我毒药很多 这几年 可是配了很多毒药的 能把你毒死一万次 秦三郎看着他 一脸凶狠地 说着威胁他的话 心里欢喜极了 顾锦理说完一会儿后 见他没支声 皱皱眉头 戳着他的胸膛怒道 你傻笑什么 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事 你有没有在听 嗯 秦小哥的胸肌 触感不错 占到便宜了 秦三郎依然笑着 低头凑近他些许 哦 听见了 这辈子除了你以外 不会再有其他女人 顾锦理 要是你被人算计了呢 秦三郎 就算被人算计 一时半刻的 我也撑得住 只要有这点时间 就能把算计我的女人打死 她是练武掌兵之人 有本事也狠地下心肠 不会对算计自己的敌人手软 顾锦理文言笑了 记住你说的话 要是做不到 你就准备当太监吧 说完 还往下瞅了一眼 威胁得意味粉浓 秦三郎的脸 又不争气地红了 顾锦理见他脸红 又逗他 戳着他的脸颊笑话道 你怎么还是爱脸红 我又不是女流氓 你脸红个什么剑 秦三郎听罢 脸色更红了 握住他不安分的手 包裹在掌中 小鱼不要闹 顾锦理 谁闹了 不就是戳个脸吗 谁让你爱脸红 一看见他脸红 他就想戳 这可怪不了他 秦三郎低头看着他 说出藏在心里许久的话 爱脸红 是因为我喜欢你 啊 顾锦理愣住了 虽然他们这样 偷偷来往了很长时间 可他从来没有明确地说过 喜欢他 秦三郎见他愣住 又重复着先前的话 小鱼 我喜欢你 心甚悦之 昼夜念之 你呢 喜欢我吗 是因为我对你好 才答应嫁给我 还是因为喜欢我 他问着 略微深邃的眼睛凝视着他 等着他的答案 顾锦理看着他 愣了不短的功夫才问道 你 在意这个 秦三郎点头 嗯 很在意 告诉我 顾锦理看着他异常严肃的脸 笑了 笨 当然是因为喜欢你啊 他喜欢他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忍不住喜欢跟他亲近 把他当成自己的人 要是他休目的时候不能回来 他就会担心牵挂 要是有女人缠上他 他就是发火 秦三郎再次惊了 心里长长的 有浓烈的喜悦在心头膨胀着 搅得他要用力压制着 才能不欢喜地叫出声来 真的 他问着 想要再确认一次 顾锦理生气了 当然是真的 你竟然还怀疑 要不是因为喜欢 你以为你能爬我窗子 让我半夜出来见你 早在第一次你找我的时候 就会被我给毒死 我缺毒药吗 还是你觉得我很善良 秦三郎听罢 终于抑制不住内心的欢喜 抱着他笑出了声 小鱼 谢谢你 我很高兴 自打家里发生变故以来 这是他几年来最高兴的一次 顾锦理赶忙提醒他 你小声点 别把我姐跟小吉吵醒了 他可是跟顾锦秀 小吉 丽姐住一个院子的 丽姐跟着冯敬他们去盯着老顾家了 如今没在家 不然以丽姐的本事 早就发现秦三郎来了 秦三郎终于收起笑声 可他的脸上依然扬着笑容 他太高兴了 等了这么久 终于让他得偿所愿 这种自己喜欢的姑娘 也喜欢自己的感觉真好 像大哥说的那般 让人欢喜的想发狂 顾锦理看着他欢喜的模样 忍不住也笑了 又指着被他放在窗边茶几上的盒子道 礼物 能给我了吧 第912章 有点猛 秦三郎伸手超过盒子 递给他 顾锦理接过 打开一看 怒道 你个败家子 怎么买这么贵重的东西 这可是红宝石 虽然不大 却也很贵的 两人就要定轻了 顾锦理有种 你在浪费我银子的感觉 秦三郎说道 早前问过你 你说喜欢红宝石 我就给寻来了 见他心疼银子 又道 放心 不是用银子买的 是用珍珠换的 他把最好的两颗 最美人珍珠给了他 用四颗不太好的 换来这枚红宝石 珍珠也是钱啊 顾锦理还是很心疼 你以后很需要银子 不许再这么浪费钱 我不过是跟你说说而已 你怎么就给我换来了 他要报仇 就要养人 养马 买铁器 这三样都是极其烧钱的 得有金山银山 才能堆得出来 他们真的不能乱花钱 秦三郎听罢 很心疼 抱紧他几分 愧疚的道 对不起 但我不想委屈你 该给你的 怎么样都要给 他喜欢他 想娶他 想要好好待他 不想他 跟着自己受苦 又道 你别担心 村子那边听了你的话 已经开始寻其他海里的真品 到时候会运到大荣那边去交易 能换回来更多的银子 先前村子那边的人 下海之寻珠 如今却是成色好的珊瑚 车渠 贝类 以及能入药的海物 都会寻回来 用来贩卖 赚到的银子 比以前多了很多 顾锦里听罢 还是道 虽然赚得比以前多了 但也不能乱花银子 手里有钱粮 心里才不慌 他家的仇 可不是一般的小仇 抱起来不容易 秦三郎看出他的担心 承诺道 小鱼放心 我一定会小心谨慎 不会让报仇的事情出纰漏 害了大家 顾锦里不想他 过得太有压力 主动抱住他 笑道 没关系 我也能赚钱 以后我们的银子一起用 不怕没钱 仇也一起抱 你不用自己扛着 秦三郎文言 心里酸胀的难受 他的小鱼 怎么这么好 不嫌弃他就算了 还这么帮他 顾锦里见他愣住 戳着他的下巴道 愣着干啥 傻了 我可不嫁给 话没说完 眼前就被阴影笼罩 他俯身向他靠近 让他的话说不下去 等到回过神来 想要问他干什么的时候 他已经亲上了他 顾锦里傻了 发生了什么 秦小哥竟然 竟然 靠 你给我住嘴啊 秦三郎抱住他 做了自己最想做的事 轻柔又珍惜地亲着他 双臂抱紧他 让他的身子 陷进他的怀里 窗外起了风 呼呼刮着 从窗子里卷了进来 吹在他的脸上 像他轻叹那般温柔 不多时 风变大了 轰隆一声 夜空中传来了春雷的轰鸣声 顾锦里被雷声 惊得回过神来 推开他道 打雷了 秦三郎看着他惊慌中 故作镇定的脸 笑道 小鱼不怕打雷 顾锦里嘴角一抽 道 打雷了 要下雨了 你赶紧回去吧 你先走 让我缓缓 你突然变得有点生猛 我顶不住啊 秦三郎听罢 笑容渐身 他家小鱼怎么这么可爱 顾锦里看着他的笑容 怒了 笑什么笑 赶紧回去 这么晚了 我要睡觉 秦三郎知道 他是害羞了 没有再继续逗留 而是顺了他的心意 好 我这就回去 你关好窗子再睡觉 免得雨水打进屋里 知道了 你真啰嗦 赶紧走吧 顾锦里推着他 脸上烫得慌 都有点不敢看他了 又觉得不看有点怂 抬头瞪着他 秦三郎的手掌 撑在窗台上 一个翻身 跃到窗外 在他关窗的瞬间 又用手挡住窗子 顾锦里生气 你挡什么 是你让我关窗的 秦三郎看着他 故作凶狠的模样 朝他伸出手 小鱼过来 顾锦里皱眉 干嘛 虽然是不太情愿的模样 却还是向前走了两步 靠着窗子看着他 秦三郎的长臂一揽 又俯身倾上他 不过只是轻轻一拙就离开了 对他道 小鱼脸红的样子很好看 他每次都笑话他爱脸红 可他不知道 他此刻的脸是红如烟霞 顾锦里文言一愣 反应过来后 怒道 滚 言罢 掰开他握着窗扇的手 把他推开 砰一声 把窗子关上 秦三郎并没有难过 只因他已经知道 他是喜欢他的 他站在窗前 低声笑着 心里欢喜极了 一会之后 天上掉下雨滴 他才轻轻扣了扣窗子 道 我回去了 你睡吧 又交代道 下雨了 今晚会很凉 记得把棉被拿出来盖 你这几天不能受凉 顾锦里听到这话 脸上更烫 差点就烧起来了 混蛋 他竟然记得他的小日子 知道了 你赶紧走吧 再敢啰嗦一句 我就给你下毒 秦三郎知道 他已经恼羞成怒 不敢再多说 而是听他的话 提步离开 冒着雨回了居住的院子 顾锦里听到他远去的脚步声 再听着哗啦啦的大雨声 有些后悔 没有给他拿的斗笠 这么冒雨回去 虽然他临一场 雨不会生病 可林雨总是不舒服的 又想到他亲他的事 忍不住抬手点了点自己的嘴巴 这就是 那啥的感觉吗 好像也不错 啊 不能再想了 赶紧睡觉 他拍了拍自己的脸颊 抱着装着红宝石的盒子 躲进被窝里 可悲催的是 他失眠了 脑海里全是他亲他的样子 秦三郎也好不到哪里去 是一路傻笑的冒雨回去 回到居住的院子后 还舍不得进屋 站在院门屋檐下 眺望着他院子的方向 小雨也喜欢他 还让他亲 虽然高兴傻了 可秦三郎还是保有基本的警觉 目光如盲般看向左边郎柱 谁 是我 顾锦安从郎柱走了过来 看着秦三郎道 去了那么久 是成了 三郎跟小雨对彼此的好 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 家里大人也觉得他们般配 澄清是肯定的事 不过小雨从小就主意大 要是他不点头 秦家就不敢上门提亲 他身为大哥 会放任三郎晚上去找小雨 一是信得过三郎 老早就把三郎当做妹夫看 二是 想要三郎赶紧跟小雨说清楚 把婚事定下 长子 大哥 顶梁柱真的不好当啊 把家里两个姐妹嫁出去后 他就轻松多了 第913章 你的家人还活着 秦三郎看见是顾锦安 放下警惕心 笑道 嗯 小雨答应了 我会让爷爷尽快来你家提亲 顾锦安听罢 松了一口气 总算是答应了 小雨要是再不答应 这菜地他也不看了 不过 他走进秦三郎 看着他微红的脸色 眯起眼睛问道 你脸红什么 你对小雨做了什么 我警告你 千万别胡来 秦三郎的脸色 在他说话的时候恢复正常 变成了夜色一般的沉浪 顾锦安一正 这小子变脸的速度可真快 难怪连小雨都上当了 觉得他笑起来好看 像什么阳光 要是小雨 见到他在私兵所练兵的模样 或者是见到当年 他在水匪寨子里杀水匪的模样 一定不会觉得 他是个笑起来温暖好看的少年 而是会觉得 他像一把打造精良的杀人兵器 秦三郎道 你放心 我不会对小雨怎么样 顾锦安端向着他的脸色 看不出什么来后 道 不早了 回去睡吧 说着 转身沿着回廊 向着自己的屋子走去 刚走几步又停下来 转身看向秦三郎 问了一句 你家里还有其他人活着 秦三郎心下一惊 看着顾锦安 雨夜里 他的脸庞隐没在黑暗中 只有闪电打下来的时候 能看清楚他的脸色 秦三郎还没有回答 顾锦安就打了个哈欠 笑道 我就是随便问问 再顺便提醒你一句 你要是打定主意 要娶小雨了 就要把他放在第一位 不要为了所谓的亲人而远离他 或者怀疑他 他不太会处理这样的关系 所以 你要是有家人 还活着 等以后见面了 你就得护着他 不能让他受你家人的委屈 秦三郎听罢 心里很是感激 安哥聪明 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 但他没有为难他 只是要求他对小雨好 他是我最重要的人 以后无论遇到任何事 我都会站在他这一边 秦三郎给了承诺 而这也是他的心里话 他的爹娘都已经不在世上 小雨就是他最在乎的人 顾锦安听罢 终于放心 提不走了 秦三郎则是站在原地 朝着顾锦里居住的院子 眺望片刻 才转身回了屋子睡觉 大雨下了一整夜 噼里啪啦地响着 快天亮的时候 突然就停了 太阳升了起来 照耀在被雨水洗涤过的宅院里 让宅子里的一切 看起来清亮耀眼 顾锦里失眠了 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睡着 小吉去喊他 他也没开门 只迷迷糊糊地说 我困 别吵我 我要睡觉 这一睡就睡到了大中午 把秦三郎急得不行 想着他是不是生病了 还是昨晚自己太过梦了 把他给吓着了 他很担心 喊来成哥 去看看你二姐醒了没有 午时都过了 他该起来吃东西了 不然会饿 成哥看着秦三郎道 三郎哥不用担心 二姐他就是想睡懒觉 以往你在私兵所当差的时候 二姐在家里 也偶尔会睡到日上三甘的 顾锦里 要是听到这话 一定会气得暴跳如雷 臭小子你诋毁我名声 我什么时候睡到日上三甘了 我勤快地不行 天不亮就起来干活了 可秦三郎还是很担心 把准备好的一个石和地给他 你去看看 要是你二姐在睡觉 那你让他掀起来吃点东西 吃完再睡 成哥有些无语 问道 三郎哥 我二姐睡懒觉 你不应该骂他吗 还给他东西吃 吃完再睡 以前他想睡觉 不想早起练拳脚的时候 三郎哥跟大哥 可是直接掀被子 把他给滴溜着去练功的 秦三郎笑了 笑里带着一分温柔 你二姐想要睡懒觉 一定是困了 怎么能骂他 你听话 赶紧去看看 你二姐 成哥听罢 只能拎着石和 去找顾经理 顾经理已经睡饱了 正抱着被子 坐在床上打盹 成哥就来了 拍着房门道 二姐 开门 我来了 顾经理闻言 起床给成哥开了门 又趴到床上瞇着 成哥见了摇头 放下石和过来拽他 二姐 你都这么大了还赖床 赶紧起来了 要是不轻快点 可是会嫁不出去的 顾经理哼哼 谁说我嫁不出去 可是有人巴巴的 等着要娶我的 成哥拽不起他 只能道 三郎哥说 让你先起来吃东西 吃完再睡 顾经理一个机灵 从床上坐了起来 看着成哥问道 请小哥找你了 又看向放在地上的石盒 问道 是他让你拿来的 成哥点头 嗯 三郎哥 见你一直不起床 担心你肚子饿 让我带东西来给你吃 又看着顾经理的脸 问道 二姐 你的脸怎么红了 是病了吗 着梁生病了就会发热 然后脸颊 就会红红的 他以前也这样过 顾经理拍着脸颊道 没有 我就是有点热 我饿了 你把石盒提过来 我要吃东西 成哥瞅瞅他的脸 问道 二姐真的没生病吗 顾经理怒了 你怎么越大越啰嗦 都说了没病 我好得很 赶紧把石盒拿过来 成哥听罢 只好把石盒拿了过来 打开石盒 拿出里面的吃食 都是顾经理喜欢吃的 还有一碗鸡汤 顾经理看见鸡汤 心下一暖 端起喝了 只是喝着喝着 却想到 昨晚他亲他的事 脸颊更红了 成哥皱着小眉头 点起脚尖 小手放在顾经理的额头上探着 不是很烫啊 可二姐为啥脸红 顾经理眼神飘忽 打着哈哈道 早上起来人的脸色 都会红一段时间的 这是很正常的事 不是生病 也不是害羞 成哥听了将信将疑 没有继续搭理顾经理 而是跑出屋子 成哥 你去哪 顾经理问着 可成哥已经跑没了影 只能嘀咕一句 真是越大越不听话了 可没多久 秦三郎就来了 顾经理看见他惊了 你怎么来了 成哥去喊你了 又生怕顾经秀看见 急忙起身去关门 秦三郎看见他做贼式的模样 笑了 大姐不在院子里 到大山省那边去了 小吉被二亲叫走了 所以这个院子里 只有他们两个人 他不用担心 第914章 提亲 顾经理瞅着他 所以你就敢这么大胆 白天也过来 秦三郎点头 嗯 过来看看你 他说的太理所当然 让顾经理一咽 没好气得到 我有什么好看的 你昨晚不是刚看过 说到昨晚两个字 两人结实一顿 然后又不争气地红了脸 秦三郎的身体有些僵硬 看着摆在桌子上的吃食 拿起一块他吃剩下的饼子 咬了一口 宝 挺好吃的 还剩下不少 你吃饱了吗 顾经理有点猛 怎么突然就说起吃东西的事 他点头道 吃饱了 他让成哥带了不少东西来 他吃了大半 很饱了 秦三郎坐下 又咬了一口饼 终于问起最想问的事 你 没有被我吓到吧 啊 顾经理愣住了 他指的是 昨晚他突然轻他的事 我没有想过要那样 可就是一时没忍住 他解释着 他喜欢他很久了 一直都很珍惜他 从来没有想过 要冒犯他 可他毕竟是个血气方当的小伙子 面对自己喜欢的姑娘 总会冲动地做出自己想做的事 顾经理听罢 看着他咬着饼子 故作镇定的脸 笑了 我没有被吓到 不过就是轻一下而已 有什么大不了的 秦三郎听罢 终于敢正眼看他 真的 顾经理见他整个人都轻松了起来 笑着点头 当然是真的 你以为我日上三竿地不起来 是因为昨晚被你吓到了 我没有 我就是困了 想要睡觉 又补充一句 昨晚的雷雨声太大了 我被吵得天快亮才睡着 可不是因为你失眠了才睡不着 导致今天睡懒觉的 秦三郎听罢 放心了不少 小鱼没有被他吓到就好 他吃掉手里剩下的饼 喝了一杯水 用放在桌上的帕子擦了擦手后 转身向他走来 顾经理一惊 你站住 秦三郎笑了 没有停住脚步 而是继续向他走来 伸手握住他的手 道 我不做什么 就是想要告诉小鱼 昨晚你 没有拒绝我 我很高兴 顾经理脸上有点烫 问他 有多高兴 秦三郎靠近他一些 道 高兴得睡不着 一直一直在想你 顾经理一愣 捧着个果子看着他 这小子难道已经知道他会睡懒觉 是因为昨晚失眠了 秦三郎笑容健身 小鱼呆住的模样真可爱 又用手扶了扶他的手 提醒道 把果子吃了 这是好不容易才弄来的 这等时节的果子 比冬天还难得 他是费了些功夫 才给他弄来十几个 味道虽然没那么甜 却能给他解解馋 咔嚓一声 顾经理咬了一口果子 嚼了几下后 突然瞪着他道 你从哪里学来的 秦三郎皱眉 什么从哪里学来的 顾经理咬牙 别装蒜 你是不是亲过其他小姑娘 不然 你怎么会 还挺熟练 秦三郎听罢 笑出声来 食指指腹点了点他的鼻子 道 我只亲过你 至于为什么会 应该是本能吧 本能 顾经理听罢 急忙低头啃着手里的果子 秦三郎看着脸色红红 用吃果子来 避开他视线的他 笑得越发愉悦 又靠近他一些 道 别吃太急 果子还有 等晚上我再给你拿来 他靠得太近 说话的气息 喷在他的脸上 让他的脸更烫 最终恼羞成怒 抬头怒瞪着他 可因着靠得太近 他的鼻尖碰到他的鼻子 差点又亲在一起 两人都愣住了 呆呆地看着彼此 一阵脚步声响起 是成哥来了 秦三郎不舍地站直身子 看向门口处 问正好走到这里的成哥 你大姐这么快就回来了 成哥摇头 没有 大姐去罗伯娘家的院子了 是时间到了 三郎哥该走了 大哥说了 要是三郎哥 让他把风去见二姐的话 最多只能让三郎哥 跟二姐在一起待上一刻钟 超过一刻钟 就不行了 如今可是过了一刻钟了他 才来喊人的 秦三郎有些无奈 可他知道 在成亲前 自己确实不该 跟他单独相处太多 只能交代他 我先走了 你要是还困 就再睡一觉 记得傍晚的时候 要起来吃饭 莫要饿了肚子 顾锦里听着他纵容的话 笑了 问他 一天到晚都在睡觉 你不嫌弃我懒吗 秦三郎摇头 不嫌弃 小鱼最勤快 成哥想要翻白眼 大哥说的果然没错 在三郎哥眼里 二姐怎么样都是好的 顾锦里也笑了 整个人都被逾越笼罩着 对他道 嗯 我知道了 你放心走吧 秦三郎听罢 这才转身离开 却是去求见顾大山跟崔氏 见到他们后 直接跪下道 大山叔 大山沈 我心悦小鱼 想要求娶他为妻 特来向您二老秉明心意 还望你们准许 原本这事儿 应该等回去后 让爷爷来说的 等两家大人商量好后 他家再请个人上门 正式提亲 可他等不了了 他想先得到顾大山跟崔氏的同意 过了名路后 他在宅子里 想要见小鱼也容易一些 顾大山跟崔氏被他给整懵了 是惊愣片刻才反应过来 夫妻二人都笑了 把秦三郎扶起来道 你这孩子咋这般心急 你若是有意 等回去后 让你爷爷上门提亲就是 不用这般跑来的 大家都知道 你对小鱼好 小鱼又跑不了 你急什么 虽然是这么说 但顾大山跟崔氏的心里 还是很高兴 三郎这般在意小鱼 对小鱼来说是好事 他们乐见于此 秦三郎听罢 很是高兴 大山叔跟大山沈 这是答应他了 他立刻道 是小子失礼了 又道 您二老放心 等回去后 我立刻让爷爷上门提亲 顾大山跟崔氏 自然是点头说好 三郎本来就是 他们看好的女婿 见三郎这般喜欢小鱼 他们自然不会为难他 顾经理很快就 从成哥儿口中得知这事 是猛了 老脸丢尽啊 让我这几天怎么见人 大家可是住在 同一个屋檐下的 他就这么跑去 跟爹娘提亲 他就算脸皮在后 也顶不住啊 第915章 修调顾老太 成哥儿却比他坦荡 说道 二姐 这有什么好丢脸的 这是好事啊 又不是第一天认识 两家相邻住着 且三郎哥对二姐的好 从来不掩饰 两家大人早就默认了 他们两人的婚事 就等着二姐吉吉 秦家来提亲了 顾经理瞪他 你不懂 等你以后 有了喜欢的姑娘就知道了 原本他也觉得 自己脸皮挺厚 可遇上秦三郎后 他才知道 原来自己也是会脸红的 成哥儿还有课业要做 没时间在顾经理这里多待 把事情告诉他后 跑去念书了 顾经理是脸色发烫的 在屋里做了片刻 紧接着就被崔氏叫走了 崔氏把秦三郎 来跟他们提亲的事情说了 问他是什么意思 要不要答应 顾经理没敢直视崔氏 只说了一句 爹娘做主就好 你呀 崔氏笑了 抬手点了他的额头一下 明明就很喜欢三郎 非要装 行了 娘知道了 等秦家正式提亲的时候 娘会答应下来 两个女儿都有了着落 而脾气最差的二女儿 还能得未来夫婿的喜欢 崔氏是高兴的不行 心中的两块大石头 算是落了地 当晚 秦三郎又来了 给他送果子吃 跟他说了 自己已经去向顾大山 崔氏说了 要娶他的事 小鱼别生气 我知道应该等回去后再说 可想了想 还是觉得 尽快过了明路的好 他不想偷偷摸摸地 想要光明正大的 用未婚夫婿的身份来见他 顾锦理瞪着他道 你说都说了 我生气有什么用 又怕他多想 说了一句 我没有生气 早说晚说都行 秦三郎笑了 他就知道 小鱼不会怪他 心里也是想要跟他在一起的 顾锦理见他笑得太好 故意生气地道 笑什么笑 果子呢 都给我吧 不行 秦三郎拒绝 果子已经给你分好了 一天两个 我每天晚上给你送来 顾锦理眯起眼睛 你这是在找借口来见我 秦三郎没有否认 而是点头 嗯 所以不能现在就把果子全都给你 顾锦理怒了 你就是仗着我喜欢吃果子 拿果子来套路我 秦三郎依然笑着点头 嗯 小鱼说对了 他就是拿果子 做借口来见他 顾锦理这两天 过得是相当开心 可老顾家那边 就过得水深火热了 张氏觉得自己 这一房 是被顾老太跟离大人连累了 气得跑去大骂顾大姑跟古氏 正是 却被顾大姑三人给骂了回来 呸 你们这一房无辜 你家顾友福不是李十六生的 牙医说得很清楚 李十六生的子女孙辈都要连坐 你家顾友福是从李十六的肚子里蹦出来的 你有啥脸面来骂我们 张氏只有一个人 怎么可能吵得顾顾大姑他们 是非但没有吵赢 还被顾大姑他们给合伙打了一顿 张氏哭哭啼啼地回到自家的院子 看着躺在床上半死不活的顾友福 大骂着他 你个遭温的倒霉蛋 瞧瞧你娘干的好事 你这辈子没能想到他的福就算了 还要受他连累 咱们这一房是完了 再过不久 就要被流放 要死在流放路上了 张氏哭得不行 把顾友福给哭得也害怕不已 想要说话 可罗车翻车的时候 他的舌头被割掉了 如今说话不清楚 只能几个字几个字地说 去找爹 爹有办法 张氏听了骂道 呸 你爹就是个老王八蛋 被你娘带了一辈子的绿帽 如今还贪了 他能有个屁的办法 张氏骂骂咧咧的 是根本不把顾友福当人看 怎么骂得高兴怎么来 骂累了 又跑去骂顾老爷子 顾老爷子昏睡了一天 昨天晚上已经醒了过来 醒来后就一直喊着 山那 亲 台我 见大山 是一直嚷嚷着 抬着他去见顾大山 只有攀上顾大山 他才能继续过好日子 天大的银圣啊 家里不但有钱 安根还出血 这样的儿子不认回来 他死不瞑目 可惜 因着顾老太谋害原家满的事 他跟顾友福一房 是被困在宅子里 哪里都不能去 张氏还来骂他 你个老不死的王八蛋 被黎氏流欺负了一辈子 连个屁都不敢放 就看着他偏袒 离家那群杂种 让我们这一房受苦受累 你咋不休了他 休了他 顾老爷子是一个机灵 突然想到 要是他休了顾老太 那是不是就能免除连坐 顾老爷子是兴奋不已 阿阿呀叫着 休了他 找牙医 休了他 张氏脑子不太聪明 听不懂顾老爷子的意思 还在一个劲地骂着 等骂累了后 在顾城里的提醒下 才惊道 爹 你的意思是 休掉离石榴 让咱们这一房脱罪 哎哟 行啊 老王八还能想出这一招 顾老爷子恩了一声 道 休掉 脱罪 找大山 和好 一起过 好日子 张氏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听着 这回听懂了 笑得合不拢嘴 哎哟 还是爹你有办法 只要休掉离石榴 咱们就能脱罪 离开这里 去找大伯一家 大伯脾气好 以往对咱们就是言听计从的 家里那般有钱 看见咱们落难了 不得拿得几万两来 救济咱们 张氏坐着顾大山一家 给他们送宅子 送铺子 送宁子的美梦 一路颠颠地去找牙医 说是顾老爷子要休了顾老太 让他们赶紧去见顾老爷子 牙医不想搭理张氏 可耐不住张氏又哭又闹 还说要跳池塘 牙医没办法 只好去告诉张三金 张三金听得皱眉 去见了顾老爷子 得知顾老爷子 真要休掉顾老太后 只能回衙门 求见古之府 把这事告诉他 古之府听罢 很是郁闷 没想到顾老爷子 蠢笨了一辈子 临死前还聪明了一回 张三金听了问道 大人这话的意思是 顾老爷子 真能用休掉顾老太 来免除连坐 古之府点头 嗯 行律上确实有这么一条 若是夫家被罪负连累 可休弃罪负 免除连坐 自古以来 就是以男子为尊 男子犯案 女方都能用何离来免受牵连 男子自然 也可以休掉罪负 让全家免除连坐罪责 第916章 奴才 那顾老爷子 就这么脱罪了 张三金有些不愤地说着 他这样的人 何该跟着顾老太一起去死 张班头听了 赶忙呵斥张三金 老三 你给我闭嘴 好好办 差就成 这事轮得到你来多嘴 这是行律上规定的事 他们就是个牙医 按照吩咐办事就成 也不是十几岁的小伙子了 还他娘的跟他玩热血 才是不想要了 古之府也不想放了顾老爷子 以为顾老爷子的脾气 一旦脱罪 定会缠上顾景安一家 顾景安可是他看好的 去争夺院士按手的学子 他不想顾景安被顾老爷子影响 到时候考不上好名次 让他得不到功劳 顾生祥要是写了修书 你们就收下送来 古之府虽然不乐意 却只能这么交代着 是 张三金硬着 告辞离开 回了墨湘街的宅子 却没有去见顾老爷子 当做不知道他要休妻事 可顾老爷子 跟张氏一房 都在巴巴地等着 过一刻中 就要去找牙医问问张三金回来没有 得知他回来后 张氏立刻去找张三金 插眼 知府大人可同意了我家公爹休妻 张三金不想理他 可又记着张班头的话 只好把古之府说的话 告诉张氏 张氏听了高兴的不行 急忙跑去告诉顾老爷子 顾老爷子听罢 呵呵笑着 成立 写修书 哎 顾成立也是高兴的不行 拿来纸笔开始写修书 可他认识的字不多 也不会写文章 是费了几张纸 都没有把一封修书写好 顾老爷子急得不行 最后只能自己口述 让顾成立来写 折腾了一个多时辰 才把修书写好 写完后 顾老爷子让张氏 把张三金喊来 张三金很是郁闷 去见了顾老爷子 可他低估了顾老爷子的 无耻程度 在顾成立把修书 递给他的时候 顾老爷子说 送我去大山家 要跟我儿 住一起 张三金愣住了 问顾老爷子 你是让我们把你送去顾大山家 要跟着他家一起过日子 张氏嫌气顾老爷子 说话太慢 抢着说道 差爷 我家公爹就是这个意思 您赶紧去通知顾大山 让他派马车来接我们 我家公爹 已经把黎十六修了 跟黎十六 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他的气也该消了 我家公爹再怎么说 也是他亲爹 他总不能不养吧 张三金听得快吐了 老顾家的人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他提醒道 顾大山已经跟你们家断亲了 不再是顾老爷子的儿子 且顾老爷子 还有你们赡养 恶不死 张氏听得急了 哭道 差爷您可不能偏帮顾大山一家呀 是 先前是我家宫爹不对 可他已经知道错了 您行行好 去给我家大伯送个信 让他来接我们 他要是不来 我们全家就要睡大街了 老子管你们睡不睡大街 张三金不搭理张氏 夺过修书就走 回衙门把修书交给古知府 不管是大楚还是前朝 大周 皆是以男子为尊 因此 男子想要休妻是很容易的 只要女方娘家人不来闹 是递了修书衙门就会盖印 因此 古知府接过修书 看过之后 就盖上府衙大印 披了顾老爷子 休气顾老太 这字写得真丑 古知府嫌弃地说了一句 交代张三金 去牢里把这事告诉顾老太 顾老太是树王八的 命硬得很 受了这么多的打击 竟然没死 还在牢里苟延残喘着 一直喊着要见黎大人 可黎大人恨死了他 是死都不愿意见他 张三金拿着修书来到牢房的时候 顾老太正在喊着 智 狼 智 狼 狱卒快被他折磨疯了 用木棍敲打着牢房的门 吼道 喊什么喊 你招魂呢 一天到晚的 有个消停时候没有 都说了 黎智不想见你 你还喊个屁 虎哥 这是咋了 张三金问着老头老胡 老胡道 别提了 这老钱不烦死了 一天天在牢里喊着 要见黎智 可把兄弟们给折磨得不轻 昨晚两个兄弟职业的时候 突然被顾老太的呼喊声惊醒 还以为是见鬼了呢 吓得奔出牢房 又问张三金 你咋来了 张三金把顾老爷子休了 顾老太的事情说了 大人让我来给黎智热说说这事 告诉他 已经不是老顾家的人了 老胡听得很高兴 该 这老婆子 就该做个孤寡老人 你进去吧 小心点 别被他吓到 那老钱婆喜欢一惊一乍的吓人 一个不注意 魂都能给他吓走 哎 张三金硬着 谢过老胡后 去了关押顾老太的牢房 还真的被他突然的惊叫 给吓了一跳 张三金看向顾老太 见他已经从当初的富家老太太 变成了一个眼窝深陷 头发披散 嘴角流着口水 不断啊 叫着地拉他老婆子 张三金恶心地想吐 却还是按照规矩 对顾老太道 黎十六 顾生祥已经把你休了 我是来给你宣读顾生祥的修书的 你听好了 张三金开始念起顾老爷子的修书 这封修书写得相当恶毒 把顾老太扁得一文不值 连仓妇两个字都用上了 顾老太全程瞪着充满血丝的眼睛 看着张三金 直到张三金把修书念完 快要转身走人的时候 他才反应过来 老六 修我 顾老六修了他 顾老六竟然敢修了他 他原本是该嫁给少爷做二房的 阴差阳错地嫁给了顾老六 受了大半辈子的苦 顾老六还敢修他 哎呀 顾老太被刺激得差点疯了 觉得自己受了天大的屈辱 不断惊叫着 把整个牢房的人都给惊动了 砰砰砰 老胡赶了过来 狠狠敲打着牢房的门 警告道 再敢胡乱叫唤 我们立刻给你用刑 你不是想要见黎大人吗 要是被用刑 你极有可能死掉 那就见不到黎大人了 黎大人是顾老太的软肋 虽然气愤顾老六这个王八蛋 敢修了他 但为了能活着见到黎大人 顾老太立刻停止叫喊 不过 他的眼睛却带着怨毒 瞪着张三金 朝着张三金吐了一口口水 说道 六 奴 才 这是在说顾老爷子是奴才的意思 张三金道 行 你说的话我知道了 会把这话转告给顾老爷子 顾老太听罢 终于笑了 而顾老爷子听到这话 差点被气死 第917章 坏主意 潘双娘这个贱人 他掏心掏肺地对他 他却把自己当奴才 张三金觉得 顾老太说得很对 顾老爷子就是个奴才 什么都听顾老太的 是把自己的亲生儿女 给搓磨得不成人样 可即使这样 顾老爷子还舔着脸 要去认回顾大山 想要顾大山养他 张氏可不管顾老太 怎么骂顾老爷子 是立刻催促顾老爷子 爹 咱们现在没事了 您赶紧写信 让张差爷把信送去给大伯 让大伯来接我们 张三金和 理都不理张氏 只对顾老爷子道 按照刑律 修掉罪付后 你们一家就算脱罪了 这座宅子是离家的赃物 关押的也是离大人 跟离十六的子女 你们既已脱罪 就要立刻离开 可别想揽着不走啊 衙门可不会管你们的饭 张氏听得耍起无赖来 笑道 差爷放心 我们一定会走的 但也得等我家大摆子 来接了 才能走啊 您看 是不是劳烦您去 给我家大伯送的信 让他派车来接我们 张三金不想骂人的 可看着张氏这丑恶的嘴脸 是忍不住了 别一口一个大伯的 你们家跟顾大山家 是什么关系 自己不清楚吗 非要上赶子找骂 还让老子去给你们跑腿 看清楚了 老子穿的是功服 是当差的 不是你家的下人 再敢跟老子废话 把你们统统抓去衙门 张三金发了火 把张氏吓到了 不敢再缠着他不放 张三金见他老实了 冷笑一声 给你们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后 再揽着不走 每人一两银子的住宿费 一天天住在这里 要吃药喝的 给他们吃素还闹腾 全都给他滚出去 以为衙门的银子 不是银子吗 张三金说完 虚一下 拔出刀子 吓唬张氏一顿后 收起刀子走人 张氏被吓得不轻 顾老爷子则是很愤怒 苟杖人士的东西 你给我等着 等我认回大山 看你一个当差的 还怎么横 他家安哥可是先按手 未来的状元郎 一脚就能把你个牙医给踩死 爷 咱们现在该咋吧 真要走吗 今晚住哪呀 顾城里问着 早就被家里接连发生的变故 吓得没了主意 顾老爷子 不愧是跟着顾老太 生活了几十年的 心里的坏主意多得很 眼珠子转了转 想出一个主意 花个半个时辰 跟张氏 顾城里说了之后 开始收拾东西走人 张氏听了顾老爷子的话 是高兴得不行 虽然讨厌顾有福 也带着顾城里去抬人了 而顾大姑他们得知 顾老爷子他们脱罪了 是气得不行 带着顾氏 正是跟顾城志来阻拦 指着他道 爹 您怎么能丢下我们不管 你不疼我们了吗 顾老爷子看见他 就像看见一顶绿帽子 差点没气地吐血 吼出一个字 滚 一群杂种还想来攀扯他 要不是因为他们 他早就跟大山和好 如今在大山家里吃香喝辣 呼奴唤壁地 过着老太爷的日子了 顾大姑因着顾老太的缘故 从小就给顾老爷子的喜欢 见顾老爷子凶他 是立刻坐到地上大哭 哎呦 老天爷你来看看 我爹他不要我们了 我们这么孝顺他 他一脱罪 就想把我们给丢了 世上哪里有当爹的 丢下孩子自己跑的道理 顾老爷子听得梦了 看着哭天呛地的顾大姑 这才发现顾老太生的儿女 撒起泼来是多么的恶心 他想起当年顾大姑出嫁 想要拿走费事的嫁妆 他心里想着 这是妓女 犹豫着没有立刻给 他就大哭着要上吊的事 当时顾老太还跟他哭诉 说他这个当爹的不尽心 想要逼死女儿 他因此还内疚了 不但把费事的嫁妆给了顾大姑 还陪送他两母弟 陪送弟啊 这在整个高水县都是不多见了 能带着娘家田地出嫁的姑娘 那在夫家就能挺直腰板 嚣张地过日子 可他这么对袁金芝 他却跟顾老太合伙 想要他替他们顶罪 顾老爷子想到这些 是恨不得把顾大姑给掐死 朝着张氏道 打死他 可张氏哪里打得过顾大姑他们 最后闹了半个时辰 被顾大姑他们 抓得满脸是邪厚 张三金才带人来把他们分开 张差爷 您咋才来 您可要为我做主啊 袁金芝这几个泼妇 嫉妒我们能脱罪 想要杀了我们 张氏哭诉着 心里恨得不行 张三金能给他做主就有鬼了 他被打得这么惨 还是张三金 故意不让衙衣们过来的缘故 别跟老子说这些废话 时间到了 赶紧滚 再不滚 一人一两银子住宿费 给不出来 就一人一顿打 张氏没办法 只能哭哭啼啼地 跟顾城里 架着顾老爷子 跟顾有福离开 等等 把你们的包袱打开 再把衣服脱了 我们要缩身 这是为了避免 他们家带 不属于他们的财物离开 张氏哭喊起来 哎哟 天老爷啊 衙衣轻薄良家妇人了 邦一声 张三金直接给了他一棍子 骂道 你喊什么 就你这样的 谁他娘的 会轻薄你 离家的婆子 会给你搜身 旁边的衙衣 也是给了张氏一个白眼 这位大婶是有病吧 以为自己是大美人吗 给银子给他们 他们都不会动他 跟老婆子来 离家的婆子 拽着张氏去了屋内 给他搜身 你还别说 张三金他们真的从张氏 顾老爷子 顾有福 顾城里的身上 搜出许多 不属于他们的财物 那藏东西的地方 还很奇葩 把张三金他们 给恶心的不行 是把顾城里 给打了一顿 娘的 你是花君吗 还往那个地方藏银票 揍不死你 张三金他们是直骂晦气 把带着离家印章的银票 离家印记的银子给收了 再把一些老顾家 买不起的金首饰 给收走后 才把他们给赶了出去 张氏是心痛的低血啊 他好不容易冒着风险 去顾有文的屋里 偷出来的东西 就这么没了 可如今已经是下午 他们还得让顾大山 来接他们呢 没功夫哭 是让顾城里 去买了一面铜锣后 就开始敲锣打鼓的哭喊 诸位父老乡亲 我们是西北老顾家的 受了顾老太的蒙骗 落得如此境地 我家公爹是后悔不已 也知道错了 如今特地向我家 大摆子认错 希望大伯 能看在他瘫痪的份上 把他这个可怜的老父亲 接回去赡养 让他这个老父亲 敬一敬为父的责任 好好疼爱他们一家 第918章 打一顿 这里是墨香街的宅子门前 因着老顾家的事 府城里的百姓 是三五成群的 来这里看热闹 顾城里的铜锣一敲 张势一喊 历史为了不少人 顾老爷子见大家伙围上来了 立刻老泪纵横地喊着 山那 七儿 爹错了 连顾有福也在旁边哭 大哥 我们错了 你原谅我们吧 世人都是同情弱者的 见顾老爷子跟顾有福的模样 立刻有人开始同情他们 顾老爷子虽然听信了顾老泰的话 可他怎么说 都是顾大山的亲爹 如今病成这样 他这个做儿子的 理应把顾老爷子接回去赡养 有人听了这话怒道 养你爹呢 微软但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顾老爷子 以前是怎么撮磨顾大山一家的 都快把顾大山一家逼死了 你还来替顾老爷子说话 感情他不是你爹 撮磨的不是你对吧 你这么心疼顾老爷子 把他接回去养着呀 又冷笑道 你这种连老娘都不养的人 哪里敢养过老爷子 你跟过老爷子一样 都是只听媳妇话的蠢货 微软但是俯成出了名的怕老婆 自打娶了媳妇后 家里的铺子就交给媳妇跟岳父家管 那大舅子小舅子 都靠着他家的铺子吃饭 他媳妇的心肠还毒 嫌弃他老娘 把他老娘赶去他了一半的老屋住着 一天就给半碗黄豆 把他老娘给饿得跟桃荒来得差不多 微软但还连个屁都不敢放 给娘家人吃 微软但气的半死 指着骂他的人道 你的奴才有何资格骂我 再敢多说一句 我立刻报官抓你 啊呸 我虽然是奴籍 可也比你算个人 你连自己亲娘都不养 任由你媳妇搓磨 有何资格来说顾大山一家 顾大山早就跟老顾家断亲了 这个下人正是善子 主子乃是府城圣河楼的说书先生刻语里 在常年累月的耳濡目染之下 他骂起人来是相当利索 骂完微软但后 又对看热闹的百姓道 诸位 你们都是市井里打滚的 还看不出顾老爷子的心思吗 他就是见着顾大山家有钱 想要缠上顾大山一家 好跟着过上吃香喝辣的日子 善子这话一出 看热闹的百姓又觉得 顾老爷子确实是在装可怜 可府城里有些老书生是相当迂腐 最重视笑道 觉得顾老爷子虽然有错 可他认错了呀 当老子的都给你认错了 你当儿子的还敢不原谅 你这是想要反天啊 还有没有点笑道了 府城屡事不地 已经两兵斑白的牛老同生 是吹胡子瞪脸地骂道 顾大山身为人子 在亲父有难之时 理应贵因亲父回家 如此把亲父扔在这里 天理难容 张氏听罢 立刻跪求牛老同生 恩人啊 您可要帮帮我们 我们一家 两个男人贪了 城里的腿脚又不好 实在是没办法 单门独户地过日子 大伯他 要是不管我们 我们一家四口 只能去跳紧了 牛老同生是被人瞧不起了一辈子 如今得张氏喊一声恩人 那是激动的不行 立刻道 你先莫哭 咱们大楚是以孝道治国 皇帝陛下都讲究孝道 他顾大山敢不认亲爹 你等着 老夫这就召集府城的读书人 去衙门状告顾大山 定要让他把你们接回家去 好好养着 在场的百姓 有大半猛了 这牛老同生 是不是疯了 竟然真要帮老顾家出头 张三金也猛了 没想到老顾家都这样了 还能来这一出 是气得来赶人 顾张氏你做什么 这里是府城衙门封禁的宅子 你在这里唱大戏呢 赶紧给老子滚 再赶在城中乱说话 小心衙门治你的罪 可张氏仗着牛老同生帮自己 根本不搭理张三金 只跪在地上哭 就是不走 张三金没办法 只好让手下的人盯着 别让张氏他们胡来 自己则是跑去抚押 求见谷之府 把这里的事情告诉他 大人 他们明显是要用孝道 逼迫顾大山一家 继续吸顾大山家的血 不能由着他们这么做 顾之府道 本府自然知道 顾老爷子是故意的 可这事迟早会来 咱们也没办法 只能交给顾大山家自己解决 以顾老爷子的德性 只要他不死 就会咬死顾大山家 继续吸血 他们帮不了的 且他也想看看 遇到这样的事 顾锦安会怎么解决 要是顾锦安能把这事解决好了 此子前途无量 若是不能 那他就不值得自己扶持 你先回去盯着 别让他们 闹出太大的事就好 顾之府把张三金给打发走了 张三金很无奈 只能先回去 墨湘街宅子门前 张氏他们还在哭诉着 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除了一些迂腐书生以外 同情顾老爷子的百姓并不多 百姓们之所以没有同情顾老爷子 是因着顾锦里养了说书先生的缘故 府城的说书先生们 已惊动了起来 重复说着老顾家坐下的恶事 即使有说书先生控制城里的话头 可顾老爷子 跟张氏他们这般装可怜喊冤 也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要是不赶紧处理 顾锦里家的名声依然会受连累 尤其是顾锦安 他要考科举 名声不能有亏 而他现暗手的名气也传到了府城 府城里有些高傲的读书人 颇为嫉妒他 想要看他出丑 因此也出动了 是怂恿牛老同生去府衙告官 牛老同生头脑一热 撸起袖子就要去撞告故大山一家 却有人喊道 牛老先生 您是读书人 去府衙 怎么也得换身新袍子吧 这样穿着就衣服去 多不体面啊 这个说话的人 是乔装过后的三喜 牛老同生爱面子 听到这话 看看身上的旧袍子 脸上挂不住 就对那些怂恿他的书生道 你们先去衙门等着 老夫回去换身新衣 其实牛老同生没有新衣服 他是想去店铺里租贱 因此死活没让那些书生跟着 然而 他刚走没多久就遇上几个乞丐 被乞丐们狠狠打了一顿 还把身上的一百多文钱给抢走了 连身上的衣服跟鞋子都罢了 这几个乞丐抢了牛老同生后 还嫌弃他身上的银子少 骂了他一句 连自家的日子都过不好 还来说别人 真是枉为读书人 说完踹了牛老同生几脚后 一溜烟跑了 看他们跑步的姿势 那是个个会拳脚 而这些人 正是大庆手底下的人 第919章 了断 大庆一直带人盯着老顾家 见老顾家来了这一招 很是气愤 又见牛老同生偏帮老顾家 二话不说 就先收拾了牛老同生 牛老同生被抢 全身上下就剩下一条泄裤 是老脸丢尽 急忙遮着脸 抄小巷子跑回家里躲了起来 没敢再出门去府衙撞告顾大山 大庆他们回到顾锦理家的宅子 把顾老爷子做的事告诉他们 顾锦理脸色冰沉如霜 眼里已经蹦出杀气 秦三郎见他动了大怒 用袖子遮住手掌 悄悄握住他的手 道 交给我 要是他想杀了顾老爷子 他会派人去做 不用他动手 顾锦理的手上一暖 被他发烫的手包裹着 心情总算是好了一些 他先前没有杀顾老爷子 是顾锦安说 顾老爷子是顾大山的亲爹 老顾家可以没有人理伦长 但自家不能没有 他们是人 不能为了老顾家那群人变成畜生 不值得 顾锦安也看见顾锦理眼里的杀气 但他还是那句话 其他人可以动 顾生祥不可以 特别是闹得这么大的情况下 他要是突然暴毙 一定会有人怀疑咱们家 顾大山坐在客堂里 是气得浑身发冷 嘴巴都白了 他实在没有想到 都这样了 顾老爷子还能闹腾 崔氏见他气得浑身发抖 很是担心他 握着他的手道 他爹 你别痴心 你还有我们 爹不难过 成哥也挨着顾大山坐着 抬头担心地看着他 顾大山听罢 气得发白的嘴巴扯出一抹笑容 看看崔氏 看看成哥 又看看同样担心的顾锦秀 笑道 爹没事 大山 你打算咋办 三爷爷三奶奶 跟罗父处事得到消息 也赶了过来 不多时 陈氏跟顾大贵他们也来了 是一来就大骂顾老爷子 这个不知廉耻的老东西 他还有脸来认回你们 他怎么不去死 又道 大山伯 你可别上当啊 那顾老狗 就是看上你家的银子了 想认回你分银子 那心里根本没有你这个儿子 要是有 往前几十年能那么对你 你可得忍住了 不能把这老王八认回来 顾大贵见他骂得不像话 赶忙呵斥的 给我闭嘴 你个臭婆娘 你咋说话的 顾老六再怎么说 也是大山哥的亲殿 什么老王八 老狗的 你这不是连大山哥 也给骂进去了 顾大山已经麻木了 陈氏想怎么骂顾老爷子 都成 他没支声 倒是客堂门口 响起一阵哭声来 是顾大压来了 他听说了顾老爷子做的事 是气得差点晕过去 来到门口 看见顾大山脸色惨白的模样后 再也忍不住哭出声来 大哥 只喊了这么一声 就坐在客堂门槛上 捂着脸痛哭 呜呜 他怎么能这样 就不能放过我们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让他这么狠我们 非要把我们置于死地才罢休 明哥跟安哥还要考俯士 顾老爷子这么闹 让两个孩子怎么办 眼见着就要出息了 这又要被顾老爷子给毁了 顾大压实在是太委屈了 是嚎啕大哭 喊着费事 娘 娘你死得太早了 女儿跟大哥 这辈子是被老顾家给害苦了 顾大压回想自己这一生 是打从出生开始 就没有过过好日子 而这些苦都是他的亲生父亲给的 他是越想越委屈 越哭越凶 差点哭晕过去 最后竟然喊道 娘 娘您回来把女儿带走吧 女儿受够了 不想再过这种日子 七盘子听到这话是不知所措 根本不知道怎么安慰顾大压 七康明 七康乐跟七康平夫妻 则是说着安慰的话 可顾大压像是听不到般 哭得委屈不已 三奶奶见状是哭得不行 过来抱住顾大压 道 大压不哭 都过去了 老顾家的人再也不能欺负你了 所有人都被顾大压崩溃的大哭给惊到了 在他们的认知里 顾大压是最坚强的女人 似乎什么事情都不能打倒她 可此刻 她却哭得像的孩子 浓郁的悲气笼罩着她 让她看起来那么无助 顾经理看着这样的顾大压 是立刻就想去把顾老爷子给剁了喂狗 顾大山也红着眼圈 却撑着没有掉泪 站起身走到顾大压身边蹲下 道 大压不哭 大哥今天就去跟她做个了断 顾经理听了问道 爹 您想做什么 顾大山道 他不是想见我吗 那我就去见见他 不过你们放心 我不会把他认回来 顾老爷子是什么德性 他已经看得很清楚 不会再把这样的恶人认回来 搓磨自己的孩子 秦三郎道 大山叔 您不出面也成 给我一天时间 我会把这事解决好 顾大山却摇头 大山叔知道 你是个有本事的 可事情闹到这一步 必须我出面才能解决 不然安哥的名声就毁了 他看着顾锦安道 这是我最出息的儿子 眼见着就要出息了 我不能让顾老爷子 用孝道毁了他 顾老爷子的事 外面的人不仅会骂他 还会骂安哥 人言可畏 在讲究孝道的大厨 一个不孝顺祖父 就能把安哥的一声给毁了 顾锦安听了很欣慰 爹不心软就好 他走过来道 爹 儿子陪您去 顾大山原本是不想同意的 可罗夫却道 大山 让安哥陪你去吧 他陪着你 能显得他孝顺 顾大山想了想 最终点头答应 带着顾锦安去 顾大压一家也要去 却被顾大山拦住了 大压你们不能去 李家人还在府城 不能让他们见到你们 不然乐景 被迈进楼子里的事 就会曝光 这辈子都不会好过 最终顾大山带着崔氏 顾锦安 陈哥 三爷爷三奶奶 以及罗家 陈氏一家 去见了顾老爷子 顾锦理他们 已经是大姑娘了 不好出面 却也坐着罗车跟去 坐在罗车里听动静 墨湘街宅子 顾老爷子他们还在哭 人群里突然一阵惊呼 大家快看 是顾大山 顾大山来了 这一声喊 让整个墨湘街炸开了锅 所有人都自动向两边退去 给顾大山他们 让开一条路来 有同情顾大山的 看见他来了 对他道 顾老爷子就是想要攀上你家 继续搂你家的银子 你就该躲起来 来见他做啥 见这一面 可是要飞不少银子的 有几个极度顾锦安 想要趁机坏他名声的书生 厂掌柜 你个眼里只有同秀的不孝之人 你这是在教唆顾大山一家不孝吗 说着眼睛是瞥向顾锦安 冷笑道 顾大山的窥是来了 要是不来 他全家都是不孝子 咱们大厨是以孝之国 不孝者 不能科考 第920章 断旨 顾锦安笑了 看都没看 这些书生一眼 直到 赢狗蜀背 是非不分 即使科考德中 也是害国害民 那些书生听霸气的不轻 指着顾锦安道 你说什么 你敢骂我吗 我们说的是实话 你不赡养亲祖父 就是不孝 顾锦安提醒他们 顾声祥不是我爷爷 我家跟他家早已断清 这是府城衙们判定的事 你们要是有任何不满 大可去砸了府城衙们 几个书生一噎 更加愤怒 顾锦安你什么意思 竟敢让我们去砸府城衙们 不敢吗 顾锦安冷笑 也对 你们皆是鼠辈 只敢学长蛇腹 来诋毁别人的名声 哪里敢像个男人一样 去府城衙们用刑律来讲公道 顾锦安这话骂得相当独 是嘲讽他们 是阉人 不做男人事 顾锦里 他们坐在罗车里 听到这话喊来大庆 那几个叫什么名字 做过什么丢脸的事 全都查出来 让说书先生给他们洋洋名 想要趁机坏了他大哥的名声 那他就让他们尝尝 坏了名声的滋味 是 大庆立刻去办 而顾老爷子 听见顾大山来了 心里是得意的不行 哼 任你断清了 那又如何 还不是被他给逼出来了 山那 亲儿 爹错了顾老爷子 一个劲地哭喊着 一副病入膏肓 知错要改 没了顾大山 这个儿子 就会死掉的可怜模样 张氏立马跟着哭道 大伯 爹他知错了 爹其实是疼你的 全是离石榴那个贱妇的错 是他挑拨你们父子的关系 让你误会了爹 顾城里也赶忙哭道 大伯 爷爷快不行了 爹也残废了 我的腿脚也瘸了 你要是不管我们 我们就要饿死街头了 张三金看不下去了 吼道 别听他们胡周 他们身上可是有八十多两银子呢 这些银子 足够他们去城外安家落户 好好过日子 他们就是见着顾大山家有钱 想要不干活 跟着顾大山家过好日子 张氏气得不轻 却不敢发火 只哭着道 爹他瘫了 这一天的医药费 就要十几两银子 那八十两银子 能顶什么用 要求顾大山 大伯 大伯宁 顾大山不理会张氏 直接越过他 来到顾老爷子面前 道 我今天来见你 不是要认回你 而是要跟你做个了断 顾老爷子听到这话急了 是啊呀叫着 山 亲 爹错了 别这样 顾大山恍若未闻 自顾自地说着 原本听说你贪了 我心里还有些难过 可今天你闹这一出 是想要害死我的安哥 你明明知道安哥要考俯士了 却这般闹疼 想要用不孝这两个字 毁了他的前程 我不答应 他是我的儿子 自小受了诸多苦 差点被你们给弄死 好不容易出息了 我不许你们再害他 顾老爷子听得心下大惊 顾大山这个蠢货便聪明了 他赶忙解释 误会 顾大山依然当作没听见 继续说着 咱们已经断清 不再是一家人 我跟你也没什么父子情 我七岁就被顾老太 赶出家门赚钱 一年也见不到你几回 而每次回来 想要跟你好好说话 你就是问工钱 你可知 那些工钱 是你们在屋里猫东烤火的时候 我冒着风雪 给人扛货扛出来的 有好几次 我差点就被户物给压死 我不求你心疼我 只求你们善待大压 可你们是怎么做的 你既然要把他迈进娄子里 那可是你的亲生女儿 他在你眼里 连袁金之那个妓女都比不上吗 又说起顾锦安四兄妹受的苦 安哥 秀姐 小鱼 成哥 全是你的亲孙 你却由着顾老太打骂他们 安哥差点就被你们打死了 成哥小时候 被你们打得不敢说话 我一直很不明白 我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让你这么恨我们 恨不得杀了我们一家子 顾大山平静地说着 可在场的人 听了却有不少人哭了起来 他们大骂着顾老太爷 你还是不是人 这么对亲生儿子 连孙辈都想害死 又有人指着那几个书生骂道 你们也是一群畜生 帮的都是什么狗东西 顾老爷子是个值得帮的 那几个书生被骂得面红耳赤 狡辩道 我们是在维护孝道 呸 狗屁地笑道 你们就是见着顾锦安是现案手 怕他给你们征服式的名额 故意用孝道做法子 想要毁了他 顾大山今天来见顾老爷子 有一大半的原因 是因为顾锦安 听到这话 他转头看向那几个书生 问他们 后生 你们可知道什么是孝道 生我者除了父亲 还有母亲 我娘是被顾老爷子 跟顾老太害死的 我若孝顺了顾老爷子 又如何让我娘明目 这几个书生 是被问得哑口无言 有两个聪明的 已经溜走了 在场的人听了顾大山的话 是惊呼出声 对啊 顾老爷子 可是帮着顾老太害死了 顾大山亲娘的 要是顾大山 再把顾老爷子 接回去赡养 岂不是对不起他娘 顾大山见大家 开始维护他家 松了一口气 他怎么样都可以 但他不能害了自己的儿女 大山 顾老爷子还想说话 却被顾大山打断 人生七十古来西 我最多 也就能活个七十岁 往前三十六年 都给了老顾家 不欠你的了 你好好保重吧 我不会再来见你 说完 站起身 带着顾锦安 陈哥 往回走去 张氏见顾大山 没有认回他们 也没有给钱 是立刻打了顾老爷子一下 爹 银子啊 顾老爷子见顾大山 非但没有认回他这个爹 还让他当众丢了大脸 是恼羞成怒 吼道 站 住 顾大山听见了 却是脚步不停 继续走着 顾老爷子更加愤怒 你是 我儿 命是我的 不认 把命 还来 竟是要顾大山 把命还给他 在场的人都惊了 终于见识了顾老爷子很毒 顾大山听罢 终于停下脚步 回头看着顾老爷子 顾老爷子见他回头 猙獰着道 不认 赔命 顾大山看着顾老爷子 那张犹如地府恶鬼的脸 心里对他最后的一点期望也没了 紧接着 他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震惊的事 他笑了笑 突然夺过裸武腰间的佩刀 对着自己的手 就是一刀 爹 顾锦安想要去拦 已经来不及 顾大山的左手拇指 已经被砍了下来 掉在地上 顾大山似乎感觉不到痛 任由鲜血流着 苍白着脸 捡起地上的断指 由顾锦安扶着 一步步向着顾老爷子走去 顾老爷子怕得不行 以为顾大山疯了 要过来杀他 可顾大山来到他面前后 却是跪下了 把自己的断指放在他的面前 你生我一场 如今我把血 骨 肉还给你 以后咱们再无瓜葛 我只侍奉我娘 让他香火百年不断 顾老爷子惊了 没想到顾大山会做得这么绝 在场的百姓也震惊的梦了 没想到顾大山会断指还副 第921章 索命 崔氏是个妇人 又不爱露面 原本是跟在身后不远处的 此刻是急忙跑了过来 用手帕包住顾大山的断指 死死摁着 不让血继续流 可这是砍断骨头的 血一时半刻根本止不住 顾大山看着他道 我没事 不疼 崔氏掉下泪来 生生把自己手指给砍断了 哪里能不疼 张氏跟顾城里 也被顾大山这一手 给吓得脸色发白 在他们的印象里 顾大山一直是懦弱的 从来没想到 他有一天竟然敢砍断自己的手指 还把断指还给顾老爷子 正害怕着 看见崔氏来了 张氏的眼睛立刻亮了 崔氏在老顾家待了将近20年 几乎天天被他们欺负 从来不还手 乔乔如今还吓哭了 定是跟以前一样好欺负 张氏为了银子 是立刻抓住崔氏 哭道 大嫂 大嫂你行行好 可怜可怜我们吧 给我们点银子 让我们赡养爹 大声哭喊后 又压低声音威胁崔氏 实相地就拿银子来 不然我们闹得你们家宅不宁 我们不要多 一万两就够了 只要你给了银子 我们不会再纠缠你们 崔氏听到这话是梦了 呆呆看着张氏 实在没想到 一个人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他们早就断清了 张氏见崔氏愣住 越发高兴 崔氏这个软蛋 果然被他吓唬住了 又继续威胁 给银子 不然我们天天抬着老头子 上街喊冤 败坏你们一家的名 啪一声 崔氏气得扇了张氏一巴掌 抖着手道 张氏 你不用威胁我 我们家已经跟你们断清了 再没有任何关系 我不会给你一万两银子 你死心吧 看热闹的百姓惊了 问崔氏 你说啥 顾有福西夫问你要一万两银子 哎哟 他怎么开得了这个口 大家伙听了顾大山的话 本就对顾老爷子气恨得不行 又听见崔氏说张氏威胁他 要一万两银子 是再也忍不住 指着张氏大骂 张氏早被崔氏的一巴掌给打猛了 天老爷啊 崔氏打他 崔氏竟然敢打他 反了呀 张氏气得不行 想要冲过来打崔氏 却被陈氏打倒在地 陈氏是 直接一屁股坐在张氏身上 对着他的脸左右开弓 啪啪啪地扇着巴掌 边打边道 诸位乡亲父老 我是西北顾家村村长的小儿媳妇 认识张氏十几年了 你们是不知道张氏多恶心 他偷人 把十里八乡的懒汉都偷遍了 要不是赶上桃荒 他早就被禁竹笼 这话一出 墨香皆是炸开了锅 大家是七嘴八舌地问陈氏 真的 张氏他偷人 还把十里八乡的懒汉都偷遍了 陈氏边打边点头 自然是真的 你们是不知道 这仓服浪起来有多可怕 说出来能吓死你们 是连那一年不洗澡的脏汉子 都吓得了手 陈氏说话昏速不济 是把张氏给气疯了 扯着嗓子吼道 陈氏胡说八道 我没偷人 陈氏呵呵 管你偷没偷人 能让大家骂你就成了 陈氏教训完张氏后 生怕张氏发疯打他 拔腿就跑 顾大贵算是服了他了 也怕他被打 赶忙把他拽到自己身后 让他躲起来 要是张氏跟顾城里冲过来打人 他也能替他挡挡 陈氏这么一搅和 现场是乱成一锅粥 张三金跟衙医们急忙出动 结成人墙围住张氏四人 不让他们发疯打人 张氏威胁催事不成 反被打了回来 还被陈氏污蔑了一把 是气哭了 指着躲在顾大贵身后的陈氏道 你们给我等着 以为我家没靠山吗 我家荣杰可是释迦富 等他在张家站稳脚跟 你们就死定了 陈氏从顾大贵身后探出个头来 朝着张氏呸了一口 呸 就你家顾容那张脸 能做释迦富 释迦少爷是没见过女人吗 取头猪都比你家顾容白净 又嘲笑道 还释迦富 你家顾容给詹三公子白睡的事 都被说书先生编成戏文了 说他连娄子里的娼妇都不如 那娄子里的女人睡一回 还能赚点银子 你家顾容是白送啊 这奔者为妾 你家顾容就这么去了詹甲 别说做释迦富 是连个暖床丫鬟都当不上 知道他为啥连暖床丫鬟都当不上不 因为他丑啊 那是家丫鬟 一个个好看的跟小姐似的 你家顾容能争得过人家 张氏听罢 气得差点绝过去 论吵架 十个他都不是陈氏的对手 是被陈氏骂得 没有还口之力 顾景安见这里乱糟糟的 不愿意再待 对顾大山跟崔氏道 爹娘 咱们走吧 爹的伤口被赶紧包扎 哎 咱们赶紧走 不在这里待了 崔氏掉着眼泪 看着顾大山 心疼得不行 在这里多待一刻 他心里就多难过一刻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顾大山有多想得到 顾老爷子的疼爱 那是 他期盼了一辈子的父爱 可事与愿违 给家里出力最多的他 却是顾老爷子最讨厌的儿子 顾大山的伤口是钻心的疼 可他不想崔氏担心 笑着道 哎 咱们回家 言罢 由崔氏跟顾景安扶着往回走去 顾老爷子知道顾大山这一走 这辈子都不可能再搭理他了 是疯了一般 朝着他吼道 逆子 不笑 回来 看热闹的百姓们 听着他的骂声 看着他宛如恶鬼般的猙獰老脸 是没人在同情他 三爷爷跟三奶奶没有走 而是走了过来 看着顾老爷子道 老六 你说大山是你的亲 可你看看自己 你是怎么对他的 根本没把他当人看 你有什么资格 要他孝顺你 顾老爷子气得啊啊啊叫 瞪着冲鞋的眼睛说着 绝护 抢我儿 三爷爷笑了 懒得跟顾老爷子辩解 直到 老六 善恶中有报 你帮着黎氏流害死了废室 又虐待他的一双儿女 你就不怕遭报应吗 顾老爷子愣住了 身上突然发起冷来 他自然是害怕废室找他索命的 可他觉得自己是顾大山的爹 顾大山就得听他的 要是不听 他就有权利杀了这个不孝子 其实他今天没想过 要跟顾大山闹翻 可顾大山竟然敢不认他 让他丢了大脸 他是气恨了 才口出恶言的 第922章 给银子 三爷爷不管顾老爷子是怎么想的 该说的话他已经说完了 看向三奶奶道 老婆子把银票给他们 银票 张氏跟顾城里听得眼睛都直了 原本以为顾大山走后 他们是一点好处也捞不着了 没想到顾老三夫妻会给他们送银子 张氏立刻伸出手 三伯 三伯娘 执媳妇就知道 你们心里念着我们 银子呢 给执媳妇吧 三奶奶看着张氏这副见钱眼开的嘴脸 恶心得不行 可这笔银子必须给 这是十张百两银票 总共一千两银子 足够你们以后好好过日子 你们拿了这笔银子后 立刻离开河安府 不能再缠着大山一家 否则我们就要去衙门告你们 让你们赔钱 他们会给银子给老顾家 一是要用这笔银子 买断顾老爷子 对顾大山的纠缠 二是要让看热闹的百姓知道 顾老爷子虽然瘫痪了 但他并不可怜 有一千两银子傍身 就算大山不认他 他也能过好日子 说白了 三爷爷三奶奶 就是想用这千两银子 堵住那些还想继续说顾大山 顾锦安不孝的小人的嘴 在场的人 看见三奶奶拿出十张银票后 立刻冲过来看 见银票是真的厚 惊呼 真是十张百两银票 一千两 足足一千两啊 顾老爷子发财了 这么多银子 顾老爷子就算瘫痪 也能继续做老太爷 百姓们是唏嘘不已 说 三爷爷三奶当真心善 又对顾老爷子道 顾老头 你如今有银子过好日子了 别再缠着顾大山一家了 他都快被你逼死了 怎么说都是你的儿子 你就放过他吧 哼 顾老爷子冷哼一声 一千两银票算什么 要是他能认回顾大山 能得到的 可不止一千两 张氏赶忙答应下来 哎哎哎 三伯娘您放心 拿了这银票后 我们不会再找大伯一家的麻烦 说着要抢过银票 三奶奶却不给 你们老实说话不算数 老婆子怕了你们了 你们写一份承诺书 摁了手印后再来拿银票 这一招是跟小鱼学的 白纸黑纸加手印 比说一大箩筐的承诺话要有用 张氏怒了 三伯娘您咋还把我们当骗子房呢 三奶奶冷笑 你们家的人我都信不过 想要银票就写承诺书 不然就别拿这银子 张氏没办法 只好同意 在场有人识字 帮着他们写了承诺书 张氏 顾老爷子 顾有福 顾城里四人都摁了手印后 三奶奶才把银票给他们 张氏拿了银票 心里还不得劲 推了推顾城里 顾城里立刻哭道 三奶奶 直酸多年 未见您跟三爷爷 你们如今住在哪里 直酸想要去看看你们 静静笑道 阿呸 你知道个屁的笑道 不就是见着三伯娘有钱 想要跟他套近乎 再抢了他们两老的银子吗 陈氏指着顾城里骂道 顾城里呀 顾城里 你还是不是人 连绝户老人的傍身银子都抢 也不怕天打雷劈 顾城里嘴巴本来就笨 被陈氏骂猛了 看着三奶奶 委屈地哭道 三奶奶 我知道爷奶做了很多错事 可我是无辜的 我没有坏心思 真的只是想 以后多去您老的住处 侍奉您跟三爷爷而已 三爷爷一直没有说话 听到这话是笑了 看着顾城里道 李哥 我们虽然老了 却还没有老糊涂 你说自己无辜 可当初大山家的那张卖身器 是咋回事 你爹冒充大山摁了手印 而你们一房人出来作证说 手印就是大山摁的 害得大山一家差点被卖 你还有脸来说 自己无辜 老姑家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就连最小的顾城志 跟顾戎都害过大山一家 李哥 侍奉我们二老就不必了 以后你好好做人就成 三爷爷说完这句 拉着三奶奶的手走了 陈氏临走前还喊了一嗓子 诸位父老乡亲 记住顾城里他们四人的嘴脸 他们一家就没一个好东西 莫要再被他们骗了 顾城里听罢 恨得不行 眼里冒出冷光 盯着陈氏 陈氏被吓了一哆嗦 急忙跑了 还不忘来上最后一句 张氏偷人啊 张氏快气疯了 要去追打陈氏 可他手里拽着银票 不敢乱跑 陈氏他们走后 宅子门前还继续热闹着 城里百姓是指着张氏他们大骂 张氏不需要再做西装可怜后 是立刻回骂道 你们最好对我们客气点 不然等我家女儿回来省庆 你们就完了 张三金快吐了 别说废话了 赶紧滚吧 还有脸提他家女儿 他家女儿已经被詹家处理掉了吧 张三金实在是受不了张氏他们 嫌弃他们动作太慢 直接带着牙翼赶人 把他们轰出了墨湘街 张氏他们有了银子后 是豪横的不行 去了府城最大的客栈 包下一座院子落脚 还去酒楼订了一桌子好菜 大吃大喝 大清他们 把张氏四人的动向 告知顾经理 顾经理冷笑出声 继续盯着 再派人把离他们住处 最近的两个院子包下来 今晚我要他们生不如死 以为闹了这一场 让他爹断了手指 不需要还吗 吃吧喝吧 过了今晚 你们是连干水都没得吃 是 大清带着人立刻去安排 顾经理则是给顾大山把脉 顾大山一直撑着 刚刚进家门 就吐血倒下了 他们急忙把他抬回正院 如今正在救治 小鱼 你爹咋样了 崔氏问着 心里担忧的不行 顾经理道 娘别担心 我爹就是欲结于心 给他扎针散血 行气就成 不多时 顾经理就给顾大山扎完针 开了药方 对崔氏道 娘 我爹天快亮才会醒 您别担心 也不用熬夜守着 可以放心睡觉 可崔氏哪里能放心 是一直守着顾大山 就怕他有个好歹 顾大山在老顾家的时候 受了很多苦 但这几年 时常吃顾经理配的药膳 身体养得不错 是半夜就醒了 不算明亮的屋子里 崔氏正蹲在地上 看着温在炉子上的肉粥 小鱼说了 要是大山醒来了 可以给他先喝点粥 顾大山看见崔氏 心下一安 喊了一声 敏娘 第923章 生不如死 当年带着崔氏 流浪的老妇人 曾经喊过崔氏敏姐 顾大山听了后 就喊他敏娘 一喊就喊了二十年 他爹 你醒了 崔氏听到顾大山的声音 欢喜得不行 跑了过来 问道 觉得咋样 心口可疼 今天进家门的时候 他是捂着心口吐了血的 当时整张脸 从惨白变成了精致 眼见着就要过去了 差点没把他们吓死 顾大山扯扯嘴角 笑道 不疼 就是有点累 你别担心 说着 抱住了崔氏 哽咽着道 敏娘 对不起 是我看清得太晚 要是早些年 就看清他的真面目 也不会让你 受了这么多苦 他不是个好丈夫 不是个好爹 让自己的妻儿 受了太多的苦 这个家 要不是有小一根安根 早就被老顾家害得没了 崔氏抱住他 轻轻拍着他的背 道 没事 如今咱们一家都好好的 日子也越过越好了 以前的事 不要再想了 他明白 顾大山对顾老爷子的感情 毕竟是亲父子 他心底总是存着点期望 想着 只要自己听话 好好给家里赚钱 孝敬顾老爷子 顾老爷子 就会看到他的好 可顾老爷子不是人 搏待了他一辈子 到如今都不悔改 只想继续缠着大山 吸他的血 顾大山没有在说话 屋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崔氏怕他难过 正想安慰他 却发觉自己的脖子湿了 顾大山哭了 在撑了这么久后 抱着崔氏 汹涌地掉着眼泪 但他没有嚎啕大哭 只是在控制不住的时候 一出几道哭声 崔氏知道他心里难受 需要大哭一场 他没有说话 只是抱着他 跟他一起默默流泪 顾大山哭了小半个时辰 终于哭泪了 也放下了 不好意思地对崔氏道 让你看笑话了 崔氏撑他一眼 拿过帕子给他擦眼泪 都老夫老妻了 还说这种话 你能好起来 你什么都好 他就怕他会闷在心里 又会郁节地再吐血 顾大山道 你放心 我不会再想了 不值得 或许他这辈子 就是个没有复原的人 既然如此 那他就不求了 只抱着媳妇孩子过日子 说完想起四个孩子 又问到 成哥他们呢 没有被吓到吧 成哥年纪小 秀姐胆子小 他怕自己突然吐血 会吓坏他们 崔氏摇头 他们都大了 哪里还那么容易 被吓到 你安心养着 别担心他们 顾大山听得放心了些 又问起顾经理 小鱼呢 晚上没乱跑出去吧 那丫头脾气大 我怕他跑去找张氏算账 崔氏道 没有 他晚上睡觉前 还过来了一趟 你就别担心他了 虽是这么说 可崔氏心里 却泛起嘀咕 小鱼不会 真的跑去 找张氏算账了吧 崔氏不愧是顾经理的亲娘 很是了解这个女儿 顾经理确实溜了出去 如今正坐在张氏屋里 看着大庆给张氏用刑 大庆按照顾经理的吩咐 用毫毛细小的长针 刺进张氏两边腋下的肋骨缝里 以及两边的腰间 这两个地方 都是人体最疼的地方 而掌针上还沾着药粉 痛感加倍 张氏是痛得差点晕死过去 可顾经理不会让他晕倒 行刑前给他吃了药丸 让他清醒着受刑 张氏是哑着嗓子惨叫着 被折磨了两个时辰后 才被拿开罩住他的布袋 看见了顾经理 是 是你 你个贱人怎么敢 啪啪两声 顾经理扇了张氏两巴掌 冷笑道 怎么敢这么对你是吧 你放心 我不但敢对你用刑 还敢杀了你 我今晚来 就是要收了你这条贱命的 严霸氏喷一声 对着张氏的脸踹了一脚 把张氏踹倒在地 是谁给你的胆子 到了今天 还敢算计我家 上次罗车翻车的时候 你没事就觉得自己命大事吗 顾经理笑了 笑声里带着阴冷雨残忍 道 你们一家的命都捏在我手里 我想要你们什么时候死都成 原本想着 你们这一房 只拿一个顾有福祭天就算了 可你偏偏要找死 那就怪不了我了 张氏大害 惊恐地道 害有福残废的人是你 顾经理点头 没错 就是我 张氏听后 是打着哆嗦质问顾经理 这 这可是杀人 你怎么敢这么做 顾经理笑了 我怎么不敢 我不但敢杀顾有福 我还敢杀你 他笑着从袖子里抽出一把匕首 直接刺了张氏一刀 不过没有刺中要害 直接刺穿他的手臂而已 可这就足够吓死张氏 张氏惊恐不已 彻底怕了 顾不上手上的伤 急忙求饶 小鱼 小鱼 我错了 我错了 你放过我 只要你放过我 我明天 就带着那老头子走 再也不帮着他 去找你家的麻烦 顾经理摇头 说出两个字 晚了 又笑道 你放心 你今晚不会死 你会继续活着 只是会活得生不如死 这话比直接杀了张氏还可怕 张氏快疯了 惊恐地问道 你 你啥意思 大庆道 扎你的长针里脆了毒 你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差 最后你会五脏六腑腐烂生虫而死 五脏六腑腐烂生虫而死 张氏听罢 浑身一寒 差点吐了 哆嗦了片刻后 又瞪着顾经理道 说谎 你在骗我对不对 世上哪有这样的毒药 顾经理笑了 笑得意味深长 你明天就知道了 说完对大庆使了个眼色 大庆一掌披晕张氏 收拾完张氏后 顾经理又去见了顾老爷子 给顾有福 他没跟他们客气 一来就狠狠打了他们一顿 拿着秦三郎递过来的木板子 朝着顾老爷子的老脸猛扇 把顾老爷子扇得哇哇叫 剑鬼般看着他 这 这是顾小鱼 顾大山的二闺女 这个剑丫头 怎么敢打他 他可是他的亲爷爷 顾经理删完后 通体舒畅 看着顾老爷子道 你个老王八 被顾老太戴了一辈子绿帽 都不敢吭声 就敢欺负我爹 以为我家还跟以前一样吗 既然你这么找死 那我只好毁了你们 让你们尝尝生不如死的滋味 顾老爷子被打还被骂 是边哭边瞪着顾经理 嘴里挤出两个字 你死 还没说完 嘴巴又被板子狠扇了一下 把老门牙都给扇没了 顾经理扇完后 对大庆道 大庆给他吃药 是 大庆拿出两枚亚药 给顾老爷子 跟吓得发抖的顾友福一人吃了一枚 顾友福快吓死了 见自己被喂药 以为是要命的毒药 直接吓得晕死过去 顾经理责了一声 真没用 顾老爷子从没见过这样凶残的顾经理 是看着他只打哆嗦 然而 顾经理还有更凶残的 解决掉他们之后 让人去隔壁收拾顾成理 对付顾成理就简单粗暴多了 直接让尤安他们 把顾成理给暴打一顿 再把三奶奶给他们的银票 以及老顾家的八十两银子 全部抢走 没了银子 对于顾老爷子他们来说 堪比天塌了 第924章 群男变扎实 顾经理看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顾成理 心里还不解气 拿出两包药丸递给大庆 红纸包的拿去给顾成理吃 黄纸包的拿去给顾有福吃 这两种毒药是不同的 所发的病症也不一样 但有一点是一样的 那就是 吃下去后不会立刻死 而是会损害身体 折磨他们到死去为止 是 大庆很听话 又拿着毒药去给顾有福 顾成理父子吃 旁边的尤安 则是看了秦三郎一眼 好担心 要是哪天竹子 被毒死了咋办 为啥小冬家 有这么多的毒药 他一天天除了赚钱以外 就是做毒药存起来吗 秦三郎察觉到尤安的目光 锐利的目光往他那边一瞥 尤安急忙低头 心中大喊 属下错了 别练我 再练会死的 主子经常把他们扔到深山 或者淮水里去训练 那训练的强度 就连他们这些 从水匪寨子里出来的人都顶不住 且训练的方式跟惩罚的方式很多 每次训练 他们都生不如死 尤安怕被罚 立刻带人去布置现场 把屋子里布置成土匪作案的模样 不多时 大庆回来了 对顾经理道 主子 毒药已经给他们吃了 顾经理点头 站着继续等着 秦三郎却道 剩下的交给尤安他们就成 我们先回去 天不早了 你该睡了 好 顾经理没有多待 跟着秦三郎回去了 临走前交代大庆他们 你们小心一些 莫要被人发现 弄好后就回梧桐街的宅子休息 不用再来家里禀报 大庆是秦三郎给他的人 还没有过名路 因此 不住在他家的宅子里 而是住在秦三郎买的宅子里 秦三郎在府城买的宅子有几个 除了梧桐街以外 在城西 城东 城南 城北都有宅子 方便手底下的人行事 大庆虽然喜欢冷着脸 但对顾经理的好意 是敏感于心 应道 是 小东家安心回家 我们弄好就走 秦三郎见他们说完话后 牵着顾经理的手走了 带着他抄近路 过小巷 躲开城中的巡逻 回到宅子里 两人没有敲门 直接翻墙进了家里 顾经理住的院子已经锁门 他只能跳窗回自己屋子 秦三郎跟着他回了屋 让顾经理皱起眉头 你跟进来做什么 赶紧回去睡觉啊 他这几天也没睡多少 一直帮着对付老顾家 离家 还去了府城守军大营一趟 见了郭将军跟蓝副将 见你不太高兴 心里不放心 秦三郎见他的手有些凉 倒了一杯热水给他喝 又问道 饿不饿 我去给你找些东西来吃 顾经理摇头 不用了 我不饿 等会儿就睡觉了 再吃东西不好 见他担心自己 又笑道 你不用担心 我只是想不明白 为什么顾老头能这么对我爹 我爹掏心掏肺地对他 任他奴役 到现在 也没能得他一句好话 明明是亲儿子 他怎么能这么对自己的亲儿子 上一世 他也见过不少恶心的父母 可都远逊于顾老爷子 顾老头对顾大山 真是连畜生都不如 秦三郎在京城的时候 见过一些跟顾老爷子 差不多的父亲 文言说道 看着是不可理喻 其实说来也简单 就是要面子 不愿意像做儿子的低头 且在大楚 儿子的东西就是老子的 要是做老子的 不能管着儿子 让儿子言听计从 那就是没本事 什么 顾经理听得猛了 京城还有这样的说法 秦三郎点头 嗯 听我爹说 在大楚刚刚建立的时候 那些靠着功劳翻身的 欣欣勋贵们 对自家的儿女就是这样 听话的就有好日子过 不听话的 害死了都不心疼 特别是对那些原配所生的孩子 下其手来更是狠毒 害死原配所生的孩子 顾经理经了 这是亲爹吗 这是一群畜生吧 连亲生儿子也要害死 秦三郎点头 跟他说起大楚建立时 欣欣勋贵的事 说起来很简单 就是发达了 看不上老家的糟糠之妻 被前朝的大家闺秀们迷了眼 一个个开始心缘一马地换媳妇 新媳妇皆是十几岁的大家闺秀 娘家得利 人年轻漂亮 又知书达理的 还会挑选貌美的丫鬟 给夫婿收用 他们皆是草莽出身 大字不识多少 见了这样的媳妇 哪有不喜欢呢 自然是对新媳妇言听计从 对从老家接回来的媳妇 是连看都不看一眼 还嫌弃他们 有些人听了闲话 以为妻子在乡里坏了清白 为了面子 就开始默许新媳妇 对自己的媳妇下手 最后很多人的媳妇妻子都死了 又以为媳妇没了清白 而不待见媳妇留下来的儿女 是把他们搓磨得不成人样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他们也知道 抛弃糟糠之妻不对 想要杀了媳妇的儿女 把自己的过错全部抹掉 且他们也不会心疼这些儿女 毕竟在外征战多年 对这些子女没有什么感情 而新媳妇年轻漂亮 又有通房丫头 他们是想要多少儿子都行 听我爹说 在大楚建立的前二十年 很多原配的儿女都过得很惨 是二十年后 有原配的儿子出席了 最后又出了商国公家的事 大楚才多了那条 若是取迹式 须另立户籍 跟原配子女的户籍分开的刑律 而顾经理家当初断亲 也得益于这条刑律 才能拿到自家的户籍纸 顾经理听完 气得发抖 他听了什么 简直就是听了一部群男便扎屎 靠 想把那些渣男全都挖坟便试 他忍不住骂娘了 这些种马怎么能这样 听信别人几句留言 就暗杀妻子 还搓磨自己的儿子 是不是轻生的自己不知道吗 气死他了 气死他了 男人果然有钱就变坏 秦三郎见他生气 有些后悔跟他说起这些事 抱住他道 别气 那是历朝之初的事 如今已经没有这样的事 顾经理冷笑 既是的儿子都当家做主 得到爵位了 自然没有这样的事了 又推着他道 你别碰我 我生气 不想看见男人 秦三郎听罢 觉得自己好冤 哄着他道 我不是他们 没想过要娶其他女人 我只要你 会永远信你 不会听信别人的谗言 只要是你生的孩子 我会拿命来疼他们 第925章 救命啊 爷爷说过 他是个信心坚定的人 而他也很确定 自己这辈子除了他以外 不会再对任何女人感兴趣 他抱紧他 抬手轻轻拍扶着他的背 轻声安慰着他 不生气 你只要记得 我会永远对你好就成 因着爹娘的影响 他从小就觉得 夫妻应该只有彼此 因此 当他知道叔父有通房丫头的时候 是震惊不已 觉得这样不对 还心疼过二婶一段时间 可二婶 却觉得这没什么 还说他爹娘这样的才不正常 世上哪有男人 只守着一个女人过日子的 而他爹因着 只有他娘一人 被京城的人笑话了十几年 不过他爹不是吃素的 谁敢笑话就揍谁 是把很多薰贵 大官给打得满地爪牙 被玉石台上折子公结 还因此被皇帝伸斥 也被送过美人 但他爹没收用 而是把那些美人扔去倒夜香 把那些想过好日子的美人 给气得差点上吊 最后 等那些美人的傲气被磨光后 就把他们佩挤自己的手下 让军中不少光棍汉都娶上了媳妇 顾经理也知道他是无辜的 自己不该对他生气 对不起 我就是替我爹不值 明明是原配长子 却被亲爹搓磨了一辈子 秦三郎笑道 不用道歉 咱们算是未婚夫妻了 以后是要在一起生活一辈子的 你要是心里有气就对我发 不要憋着 顾经理笑了 戳着他的脸道 无缘无故对你发火 你不生气吗 秦三郎摇头 不生气 你要是憋在心里不说 我会更担心 顾经理被他宠得很高兴 又瞅了瞅他 问道 你爹为什么只娶一个媳妇 他爷爷是开国薰贵 他爹就是薰贵子弟 按理说 应该三妻四妾才对 怎么就娶了一个媳妇 这在古代薰贵来说 真的不可思议 秦三郎没有瞒着他 把实话说了 我爷爷当年征战的时候 救过一个前朝归秀 娶坐了二房 可他不乐意屈居我奶奶之下 害了我奶奶的性命 我爹是受了这事的影响 觉得女人多了是祸事 又是真心喜欢我娘的 这才打死不要第二个女人 他爹也不是圣人 是受了血的教训 才只娶了一个媳妇 而因为这事 二他爹是时常瞪着眼睛教育他们 臭小子们都给老子听好了 谁敢胡乱救女人回来 老子夺了你们喂狗 顾锦理听得愣住了 没想到秦小哥的爷爷 也是个渣男 我不该问的 顾锦理后悔了 没想到会问出这样的答案 早知道他就不问了 秦三郎笑了 没事 这些事情原本就该告诉你的 所以你放心 无论将来如何 我都不会要其他女人 他的目标一直很明确 那就是他 他不会像二哥那样 为了妻族助力而娶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女人 他只想像自己的爹娘一样 互相守着彼此 恩恩爱爱地过一辈子 顾锦理高兴了 看着他道 我相信你 我也会跟你一样 认定了就是一辈子 会永远跟着你 不离不弃 秦三郎见他终于高兴了 放下心来 凑近他道 今天很辛苦 还被你怀疑 需要安慰 顾锦理 嗯 要什么安慰 秦三郎笑了 俯身倾上他 顾锦理 哦 哦 臭小子 你学坏了 还会趁机占便宜了 不行 不能老是让他占便宜 他也要占回来 所以他张嘴咬了他一下 没想到玩过火了 他很激动 凭一声轻响 抱着他 把他压在墙上 但他的手掌 一直扶着他的背 没有让他被撞到 顾锦理 你还会避咚 顾锦理一直晕乎乎的 直到片刻之后 他在他耳边有些着急的道 快吸气 呼 顾锦理听话地吸了一口气 又吐了出来 视线慢慢清晰 眼前是他着急中 带着无奈的脸 他眨眨眼 问他 清完了 秦三郎笑出声来 嗯 清完了 下次要记得吸气 不然你会晕倒 他发现他的一个毛病 只要他清他 他就会晕乎乎的 像是没睡醒的样子 可爱极了 顾锦理的脸瞬间红透 觉得很是丢脸 推开他道 我要睡觉了 你赶紧回去 他推得有些厉害 秦三郎一个亮枪 退后两步 又走了过来 低头看着他道 好 我回去了 你早点睡 明天还有好戏看 等张诗他们明天醒来 城里定要再热闹一番 顾锦理 知道了 你赶紧走吧 脸好烫 要丢脸死了 秦三郎很喜欢看他脸红害羞的模样 可知道自己再待下去 他会恼羞成怒 虽然舍不得 却还是走了 临走前交代他 不要贪量 记得把薄棉被盖上 虽然已经三月中旬 可晚上还是有些冷 顾锦理点点头 推着他的脑袋 把窗子给关上了 不多时 听见他的笑声 以及脚步渐渐远去的声音 直到脚步声听不到了 他才换衣服睡觉 晚上做梦了 梦见他们成亲生了孩子 孩子男女都有 一个个胖乎乎的 可爱得不行 他也对她很好 日子正过得美滋滋 有白莲花却看上了她 要来跟她抢人 被她一包毒药给毒死了 可白莲花姐妹众多 一个荷花池的莲花 都是她的姐妹 全都变成美女 来给白莲花报仇 她寡不敌众啊 再快招架不住 要被白莲花的姐妹 弄死的时候 她放了一把火 把这群白莲花的老家 荷花池给烧了 哈顾锦理抱着被子 笑出了声 嘀咕一句 让你们跟我抢男人 烧死你们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抢到抢劫了 天色刚亮 福家客栈最豪华的 金服院里 就发出一阵阵的呼救声 福家客栈的伙计听到呼救 急忙带着家伙 实敢去金服院 看见被打得浑身是血 正在惨叫的顾城里 伙计们吓坏了 急忙冲过去扶起顾城里 顾少爷别怕 这里没有强盗 是我们 顾城里早就被吓傻了 根本不听伙计们的话 还在惨叫着 来人啊 救命啊 强盗抢劫了 第926章 疯婆子 伙计们赶忙捂住她的嘴巴道 顾少爷别喊 客栈里没有强盗 我们是客栈的伙计 您别怕 娘的 你这么喊 让我们客栈怎么做生意 客栈里竟强盗啊 以后谁还敢来住 顾城里被捂住嘴巴 更加害怕 是嗯嗯叫着 不断挣扎 几个伙计是用了死力气 才把她给摁住 正在摁着顾城里的时候 门口又冲进来一个 劈头散发的疯婆子 冲他们喊道 救命 救命啊 顾经理给我下毒了 他要杀我了 福家客栈的伙计们 再次猛了 盯着来人看了一会儿 张氏顶着一头乱发 李仪的衣巾也敞开着 对他们哭喊道 就是我呀 你们快去请大夫救救我 顾经理给我下毒了 我肚子里长虫子了 要死了呀 张氏不断重复着 自己被下毒 肚子生虫子 要他们去请明依的话 福家客栈的伙计们 是安慰他 让他别吵别吵 可他们五个人的嗓门 都抵不过一个张氏的 是差点被他 给吼得耳聋 没办法 只好把张氏也给摁住 可已经晚了 有客人听到张氏的声音 跑过来问 这是出啥事了 一大清早的就喊救命 吓死人了 客栈掌柜听到声音也赶了过来 文言急忙解释道 客人放心 我们客栈绝对安全 有人守夜的 是老顾家的人发疯了在说胡话 我们这就去给他们请大夫 客人先回去 等会儿我们会给您送走饭 又加上一句 不要钱的 那客人听罢 生气的道 老顾家的人 这家人名声都臭了 你们也敢接 这不是给客栈找麻烦吗 掌柜也很后悔 可老顾家人出手大方啊 一来就要住最好的院子 这一晚的住宿费 可是三十两 他舍不得银子 就给接了 没想到住一晚就出事 那客人见掌柜的态度好 这才走人 临走前还提醒道 赶紧解决了吧 客栈里的客人可都起来了 要是传出去 你们客栈就完了 哎 多谢客人提醒 我们这就解决 掌柜的是把客人送出院子 看着客人走后 才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关上金服院的门 冲进屋里吼道 你们干啥吃的 赶紧堵住他的嘴巴 这破罗嗓子大得很 叫得我在前面都听到了 是 伙计们是急忙堵住张氏的嘴巴 又把张氏跟顾城里的话说了一遍 掌柜皱眉 强盗 顾警理 顾警理是谁 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句没听明白 又吩咐伙计 去请大夫 从后门去请 别让人知道 张氏说自己中毒了 人是在他们客栈里的 总不能不找大夫来看看 哎 伙计硬着 赶忙跑去请大夫 等大夫请来的时候 金服院的门前已经围满了人 客栈里的客人 还是知道了老顾家的事 跑来看热闹 掌柜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实在没办法 只好去通知东家傅老爷 傅老爷跟傅少爷 是连早饭都没吃就赶来了 一个劲地跟客人道歉 说会彻查这件事 又让掌柜的把门打开 让客人进来看 做出没有要瞒着的架势来 几十个客人一拥而入 看着大夫给张氏把卖 片刻的功夫后 大夫道 他好好的 没有中毒 傅老爷问道 真没中毒 可他一直嚷嚷着自己被下毒了 难道是疯了不成 要是自己疯的 就不关他们客栈的事 或者是想要趁机闹事 讹诈他们客栈的银子 大夫道 我是没把出来他有中毒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请柳大夫跟萧大夫来看看 傅家有钱 花点银子 请名医保住客栈的名声也值得 是立刻派人花重金 请了柳大夫跟萧大夫来给张氏看诊 两位大夫也没看出什么来 柳大夫还说了一句 估摸着是真的发了异症 发了异症 这话落在客人儿里 妥妥的就是张氏疯了呀 傅老爷听爸松了口气 没中毒就好 可张氏不干啊 一直喊着 我中毒了 真的中毒了 昨晚顾经理带着人来给我下毒 想要害死我 你们赶紧报官抓他 哼 剑丫头 看老娘这回不把你给弄死 不管他有没有中毒 只要能把顾经理弄去衙门就成 一个姑娘家家的进了衙门 上了公堂 那就是坏了名声 看以后谁敢娶她 张氏打着害死顾经理的主意 可傅少爷道 这只是 你的一面之词 你有何证据证明顾经理害了你 再说了 那个顾经理是谁啊 听都没听过 张氏道 顾经理就是顾大山的二女儿 他昨晚是来给他爹报仇的 傅少爷呕了一声 看着张氏的眼神不对劲起来 原来是顾大山的女儿啊 那我们更不能替你去报官 你这明显是怀恨在心 故意冤枉人 想要害了顾大山的女儿 这话一出 在场的客人是纷纷点头 傅少爷说得对 这老顾家的人还是不死心啊 闹着一出 顾摸着 是想冤枉顾大山的女儿 用这事来讹诈顾大山家的银子 毕竟姑娘家家的 不想上公堂 只能给银子解决 张氏真是打得好算盘啊 张氏吼道 我没有 顾经理昨晚真的带人来给我下毒了 千 你没有 你要不是 打着继续攀咬顾大山家好额钱的主意 怎么会说出这般荒谬的话 顾经理 那顾经理长得是原是贬 我们都不知道 你就开始 说他给你下毒了 自己又拿不出证据来 大夫也说了你 没有中毒 你这不是在冤枉人是什么 傅少爷指着张氏道 做人要有良心 你们把顾大山家害得还不够吗 还想继续害人 你们怎么那么坏 又对在场的客人道歉 诸位客人实在是对不住了 怪我们家掌柜舍不得银子 接待了老顾家 我们这就把他们赶出去 不让他们再来爱大家的眼 是趁机要把张氏他们赶走 张氏急了 起身撕打着傅少爷 你个狼仔子 你胡咧咧个啥 老娘都说了是顾经理那个贱丫头害的我 你凭啥不信 凭啥不信 老娘打死你 张氏这副要吃人的模样 落在在场的客人眼里 当真是疯了 傅老爷见自己儿子被打 急忙喊道 快去把这个疯婆子拉开 第927章 讹诈 客栈的伙计是急忙上去救主 可张氏的力气齐大 不断挣扎撕打着 一时间五个伙计愣是摁不住他 旁边的客人看了唏嘘道 就这身板 你说自己中毒了 到底是中毒了 还是撤了仙丹 呸 老娘就是中毒了 是顾经理害的我 张氏呸了那客人一口 把那客人恶心的直往后退 傅老爷见状是急得不行 最后没办法 只好带着掌柜上阵 七个人才把张氏给摁住 简直不可思议 张氏的力气 怎么会变得这么大 大家伙经历过顾诚挚的事情后 对疯子有了一定了解 有客人问柳大夫 柳大夫 疯子发疯 是不是力气会变大 柳大夫皱了皱眉 点了点头 嗯 客人听了立刻道 哎哟 你们听听 我就说张氏这婆娘是疯了 你们客栈还接待他们一家 赶紧扔出去啊 其他客人也纷纷说道 对啊 赶紧扔出去 我们可不敢跟疯子 住在一个客栈里 掌柜的赶忙道 客人们莫急 我们这就把他们赶出去 傅老爷则是扶起傅少爷 心疼的给他擦着脸上的血 我的儿 你没事吧 那疯女人有没有打伤你 儿子没事 只是他们不能再留了 得把他们赶紧赶走 这老顾家人都是疯子 太可怕了 傅少爷心里直骂晦气 没想到张氏这么猛 汗起来是把他都给抓伤了 他英俊非凡的脸啊 都被抓花了 让他怎么去参加文会 我放心 爹这就把他们赶出去 傅老爷也很生气 张氏竟然敢打他的毒苗 这可是他四十岁才得的唯一男丁 要是有个好歹 他老夫家可就绝后了 家产就要落入族人手里 张氏见大家都把他当成疯子 急忙回过神来 做出正常的样子 冲着大家笑道 诸位老少爷们 你们别误会 我不是疯子 是真的被顾经理给吓毒了 可在场的人 看着他争宁的笑容是齐齐一哆嗦 娘啊 太吓人了 他还刺着一口黄牙 瞪着眼睛冲他们笑 看着更像的疯子了 傅老爷恨死了张氏 文言是冲过来要删他 被傅少爷拦住了 爹 莫要打他 他家最会讹人 要是您打他一下 他讹咱家万两银子咋办 让他们把住宿废付了 再把屋里砸坏的东西 赔了就走人 至于打伤他的医药钱 他大放一点 不要了 傅老爷 成 看在我儿的份上 就便宜你们一回 老赵 你把他们砸坏的东西 粗略算算 不用算太清楚 算的大概就成 让他们赔了银子 赶紧滚蛋 赔钱 张氏是听得一猛 顾城里是直接哭了 喊道 我们家的银子 都被土匪给抢走了 啥 李根你说啥 咱家的银子 都被抢走了 你说真的 张氏最在乎银子 听到这话是快疯了 要不是有伙计摁着他 立时就要冲过来 撕打顾城里 左我说我来藏银子 你爹跟你爷非要给你藏 好了吧 哎呦 天老爷 银子没了 让我们还咋活啊 张氏是哭天枪地的 可掌柜的不信顾城里的话 只以为他们母子在做戏 想要不给银子 是带着两个伙计 在屋里搜了起来 可他们搜了许久 是把顾城里 顾老爷子父子 张氏住的屋子 都给搜遍了 连一粒银子屎都没发现 顿时急了 抹着额头上的冷汗 对付老爷道 东家 真没银子 没有 傅老爷听得一惊 莫不是客栈里 真的进了贼人 老顾家的人十分高调 得了顾三爷夫妻的 千两银票后 就开始摆出大爷模样 客栈来偷走银子 也是正常的 可这是不能认 要是认下了 他们客栈的名声就完了 傅老爷正为难着 张氏就哭喊起来 我们没有说谎 我们的银子真的被抢了 是顾锦里带着人来抢走的 你们赶紧报关抓他 不报关抓他 就是他的同伙 我们就要去衙门告你们 傅老爷听到这话 眸光一寒 也不跟张氏客气了 对在场的客人道 诸位客人也看见了 这个张氏就是个疯子 先说那个什么理的 给他下毒 结果见 冤枉不成后 又说银子被偷了 是怎么都要害死顾大山一家 才罢休 又道 我们福家客栈是看走眼了 不该为那三十两银子的住宿费 就收下他们 如今我们家也不要那住宿费了 这就把他们赶出去 还望诸位客人 给我们做个见证才好 我们不是故意 要把他们赶走 实在是他们心肠歹毒 一直在诬赖人 我们是受不了了 才把他们赶走的 傅老爷是做了一辈子生意的 人老成精 很会说话 这番话一说出来 立刻得了在场客人的可怜 纷纷道 傅老爷别说了 这老顾家是什么德性 我们都很清楚 赶紧把他们赶走吧 不然 他们可就要恶宁家银子了 哎呀 我这就赶走他们 傅老爷说着 立刻对伙计们道 来啊 把老顾家的人赶出去 可张是不干 没了银子 让他怎么活 他是哭喊着 拽住门扇不走 我们不走 我们是在你们客栈出事的 你们得赔偿我们一千八十两银子 不赔我们就不走 死给你们看 这话一出 客人们唏嘘不已 果然啊 这就开始讹诈福家客栈了 哼 什么抢到土匪的 我看是你们自己想要讹钱 所以谎称 银子被抢了 傅老爷听到这话 是高兴得不行 老顾家真是不作不死 名声都臭成这样了 还敢张狂 如今是说什么都没人信 顾城里哭道 我们没有说谎 银子真的被几个蒙面壮汉抢走了 张氏也跟着吼道 没错 银子就是被壮汉抢走的 福家客栈必须赔钱 不赔钱 我立马撞死在这里 让你们的客栈变成凶宅 看以后 谁还敢来你家客栈住宿 掌柜的听坝士气的发抖 娘的就没见过 这般虎脚蛮缠的泼妇 而这事儿是因他而起 要是解决不好 他这个掌柜做不成了不说 一家子还得被东家发卖 第928章 赶出和安府 他是立刻道 东家 报官吧 不能让老顾家的人 这么讹诈咱们 父老爷一顿 点头答应了 好 你赶紧去府衙报官 就说老顾家人谎称自己被打劫 用此 来讹诈咱们客栈千两银子 求大人为我们做主 张氏虽然怕官 但想着他 确实被顾经理下毒 家里的银子也被偷了 是理直气壮的道 好 报官就报官 把顾经理给抓了 看他还怎么嫁人 可张氏没想到 知府大人早就恶心死了老顾家 他们在外面怎么作死都好 要是还敢来麻烦府衙 那知府大人可不会跟他们客气 因此 当牙医来禀告 说福家客栈状告老顾家 谎称被抢劫 想讹诈客栈千两银子的时候 知府大人是冷笑出声 放了你们一条生路 你们不要 非要来本府这里找死 烦死了 这回不把你们全都清了 本府就不是人 古知府是雷厉风行 立刻询问了福家客栈的东家 掌柜 伙计 两名大夫 以及客人 得到的都是张氏没有重补 而他们身上的伤 极有可能是自己刺的 因为按照伤口的位置 与方向来说 皆是自己能刺到的位置 且都不是要害 要是土匪抢劫 还能跟你比划这地方 避过要害来刺你 知府大人得了这些人的供词后 是想直接判刑 但唐通判提醒他 大人 这些人要不得呀 两个瘫痪 一个疯子 一个受伤的瘸子 干不了活 盼他们坐牢 只会浪费粮食 大佬也不养闲人啊 是要拉去矿上 或者其他地方干活的 就老顾家这四个残废能干啥 一天天要粮食要喝药的 知府一个机灵 对啊 这老顾家的四个可都有病 不能干活 可不能盼他们坐牢 他想了想 给张氏两条路 一是把他们赶出和安府 不管他们去哪里都成 反正永氏不能踏入和安府境内 二是直接判他们死刑 三天后行刑 张氏吓猛了 哭喊着道 大人 大人 我们明明是被害的 您怎么这么对我们 应该去把顾经理给抓了 判他死刑才对 顾城里也一个劲地点头 对对对 应该把顾经理家的人都杀了 然后把他家的银生判给他们家 那他们家就发财了 他就能做大少爷 不过顾城里是个内里毒 只敢在心里想想 没敢把这话说出来 顾知府冷笑道 张氏 你这心肠可真够歹毒的 你可只把一个未出嫁的姑娘 叫到公堂上来 对他一辈子有何影响 网轻了说 那是一辈子嫁不出去 网中了说 可能会被组里直接沉堂 张氏自然是知道的 正因为知道 他才一个劲地要告顾经理 可张班头已经从顾经理家回来了 还带来了顾锦安跟小吉 小吉说 东家吐血了 我们家姑娘是一直待在家里 给东家熬药 府里的人都看见了 晚上也是奴婢陪着姑娘睡的 姑娘是连家门都没迈出过一步 顾锦安接着道 我家二妹妹昨天一直在家里 虽然听说了老顾家的事 可她是姑娘家 一般不出门 也就是在家里生气罢了 从来没有找过老顾家的麻烦 这话说的张氏快要吐血了 呸 顾锦理那间丫头不出门 那昨晚给我下毒的人是谁 你们全都在包庇她 快把她交出来 给她用刑 让她招供 啪一声 古知府一拍金堂木 呵斥道 罪负闭嘴 案件已经很清楚 一切都是你的诬告 如今给你两条路 要么赔偿福家客栈的银子 要么就判处斩首之刑 说着 不想再被老顾家的事情烦心 是立刻对牙役道 先用刑 一人打个三十大板 打不死再说 最好是打死了事 牙役们是立刻一拥而上 把张氏跟顾承李 给吓得不轻 张氏还想再死成片刻 可当板子打下来的时候 是再也撑不住了 哭喊道 大人 大人我们错了 假的 全都是假的 求求您饶了我们 我们这就走 永远也不回来了 呜呜呜 这些牙役是下了死手 想要活活打死他 才打了三板子 他就感觉骨头要裂开了 顾承李本就受了伤 如今又被打 是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在活命跟银子之间 他选了命 跟着哭喊道 大人 我们错了 求您放过我们吧 古之府冷笑 敬酒不吃吃罚酒 来人 给他们化鸭 赶出和安府 永世不得踏入和安府境内 又悄悄交代张班头 你亲自带人把他们赶走 赶远一点 莫要往临和府那边赶 各府的学子 要去哪里参加院士 相识的 得罪不得 张班头瞄懂 大人放心 卑职明白 言罢 等张氏他们化鸭认罪后 带着十名衙役 两两一对的架起 故老爷子四人 一路离开衙门 百姓们是一路从福家客栈 跟到府衙 见府衙判了案子 要把老顾家给赶出去 全都激动不已 喊道 判了 判了 府衙判了 是要把老顾家这群喜欢额钱的恶人 赶出河安府 其他百姓听了 跟着高喊道 老顾家被赶出河安府了 快来看啊 府城百姓是奔走相告 全都涌来看热闹 府城衙门所在的主街 被堵得水泄不通 张班头他们艰难地 驾着老顾家四人往城门口走去 小吉想要跑去看热闹 顾景安没同意 等张氏他们被驾走后 带着小吉 则子走人 古知府判完张氏四人的案子后 就回了后衙 全程都没有跟顾景安说过一句话 是一直在避嫌 眼见着府市就要开考了 不避嫌不行啊 顾景安跟小吉他们虽然回去了 可陈氏却拉着顾大贵来看热闹 把顾大贵推在前面 给自己开路 顾大贵被前面的人撞得不轻 捂着鼻子道 别推了 再推我就死了 陈氏听了骂道 呸 你就这点能耐 昨晚不是挺厉害的吗 如今让你开个路 你就抱怨 再敢废话 今晚别上老娘的床 顾大贵想死的心都有了 脸色仗红着骂道 你个臭婆娘 还有点廉耻没有 什么话都敢大喇喇地说出口 第929章 扔掉 哼 都睡了多少年了 你还来跟老娘装纯情 陈氏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 买对夫妻不说这事 还能光做不说 顾大贵服了 见旁边有人看来 急忙用袖子遮住脸 一边给陈氏开路 一边道 你给老子闭嘴 再说婚话我就回去 不给你帮忙了 陈氏翻了个白眼 道 行行行 我不说了 你赶紧的 还有不短的路呢 赶紧追上去 又小声地嘀咕一句 我这不是想再给你生个女儿吗 有儿有女 才是个好字 旺哥都快十三了 要是他们再不赶紧生 等过几年 旺哥开始说亲后 他们再生就不好看了 顾大贵听到了 想了想 对他道 不用再生了 有旺哥跟发哥就够了 陈氏应该是逃荒的时候给恶伤了 坏了身子 这辈子应该都怀不上了 顾大贵说这话 原本是想安慰陈氏 不想他难过 结果陈氏在后面踹了他一脚 骂道 呸 你是看不起老娘的肚皮是不是 给我等着 年底一定给你造出了胖娃娃来 顾大贵听罢 突然心疼起自己的老妖 生娃这事 累死的是他吧 他能不能不生 你磨蹭个啥呢 赶紧走啊 慢腾腾的 你蹲着孵蛋呢 陈氏又开骂了 顾大贵只能赶忙向前冲 快累死的时候 终于赶上了张班头他们 而此时已经到了城门口 道路开阔了 陈氏是立马跑到张氏面前 虚一下 拿出一个盒子 打开后往张氏 眼前一地 把张氏 金的眼睛都瞪大了 金子 全都是金子 天老呀 陈氏这个婆娘 是真的发了 陈氏见张氏看呆了 那时立马嚣张起来 喷一声 把盒子合上 抱着盒子 笑嘻嘻地道 丑贱墨 都是我的 这些只是零头 我家还有宅子 田地 银子 是一辈子都花不完 知道老娘现在多有钱了吧 是不是很嫉妒 很想过来撕了我 哎 可你被牙医压着 动不了啊 哈哈 陈氏嚣张地没边了 那笑声听得让人想揍他 张氏本就因为银子没了 心头滴血 听了陈氏的话后 立刻发疯 要冲过来撕咬他 两个牙医急忙拽住他 差点把他的手给拽得脱臼 才把他给拦住 陈氏也被吓了一跳 赶忙抱着盒子后退几步 跟张氏保持距离 可他是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 不多时 又扯扯自己身上的紧端裙子 笑道 看见没 这可是紧端衣服 可贵了 五两银子一匹呢 不是我买的 是小鱼家送来的 不要银子就白白给我穿 你说气不气人 又道 你们真是瞎了狗眼 干嘛搓磨小鱼一家 你们要是好好对他们 他们一家都是知恩图报的 谁对他们好 他们就对谁好 如今我家的日子是不用愁了 跟着小鱼家 拿着他家给的一成分红 就算是瘫了 也能躺在床上吃香喝辣 张氏原本就被刺激得不行 听到这话更加疯魔 咆哮着问道 你说啥 顾锦李家给了你家一成分红 一年上百万的银生啊 一成是多少 张氏疯了 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突然冲过来扑倒陈氏 撕打着他 见人 把那一成分红拿来 那是我家的银子 是我家的 顾大贵惊了 急忙冲了过来 一脚踹开张氏 把陈氏拉了起来 陈氏是啥人 能白白被打 是冲过去 对着张氏的脸一顿挠 哗哗哗哗几下 张氏的脸顿时血肉模糊 牙医们都梦了 老天爷 他们看到了啥 这两个真是女人 这是两头母老虎吧 顾大贵赶忙朝他们吼道 差彦 赶紧过来把张氏拉开啊 他要杀我媳妇 牙医们这才回过神来 急忙去拉开张氏 折腾了半刻钟 才把张氏彻底制服 张班头快疯了 朝着顾大贵吼道 管好你媳妇 听说张氏可是有义症的 要是你媳妇被张氏给弄死了 我们可不负责 顾大贵赶忙道歉 是是是 差爷放心 我一定看好他 对不住 给你们添麻烦了 陈氏闯了祸 也不敢骂人了 躲在顾大贵身后不说话 顾大贵被他气得是短命三年 想要骂他 见他受伤了 也不好再骂 其实是怕这婆娘伤好了 找他算账不敢骂 成了 该显摆的都显摆了 咱们回去吧 顾大贵没让陈氏再看热闹 拽着他走了 陈氏把张氏气得发疯 心里也舒坦了 美滋滋地回了城里 路过福泰楼的时候 还用顾锦理的名义 去蹭了一顿饭 府城外 张班头他们 是一直压着张氏他们走着 可见张氏越来越不正常 生怕赶得不够远 他会在河安府境内 发疯伤人 最后是让衙役会府城 架来一辆马车 用马车把他们载着 往下一个府城赶去 一路急迟 直到天色快黑了 才把他们赶出河安府境内 扔在一个路边的小镇里 张班头警告他们 不想死的 就不要再回河安府 只要你们敢踏入河安府一步 就等着被砍头吧 说完 不理会顾城里的枯球 带着牙医赶忙跑了 顾城里是哭得不行 问张氏 娘 咱们该咋吧 如今没了银子 又不能回河安府找大搏驾 咱们会死的 呜呜 张氏快疯了 是一直念叨着 银子 分红 天大的银盛 是咱们的 全都是咱们家的 是足足念叨了一个时辰 把顾城里给吓得不行 以为张氏疯了 拿着块石头躲在一边 只要张氏 发疯抱起伤人 他就准备拿着石头砸死张氏 可张氏也是逃过荒的 经历过大难 没那么容易疯 一个多时辰后就好了 不过 好了之后 张氏变得更加狠毒 是盯着顾老爷子跟顾友福 目入凶光 脸上挂着猙獰冷笑 顾老爷子跟顾友福下的不亲 知道张氏对他们起了杀心 想要喊救命 可他们 被顾经理吓了哑药 是连一个字也蹦不出来 最后 张氏对他们笑道 你们不用怕 我虽然在你们 老顾家过了很多苦日子 可我是个好人啊 是不会杀掉你们的 顾老爷子 跟顾友福是松了一口气 可这口气还没松多久 张氏就对顾城里道 成立 如今咱们 唯一的出路 就是你妹妹 咱们想要翻身 只能去找他 靠着他跟詹家出头 顾城里听得眼睛大亮 娘说得对 咱们去找妹妹 妹妹聪明 又有詹家撑腰 只要找到他 咱们就能把顾大山一家给弄死 再夺了他家的银上 可是 爹跟爷咋办 咱们带着他们 怎么走到金宁府 张氏笑了 笑得阴森可步 带着他们 自然是走不到金宁府的 所以我们只好 把他们扔掉了 第930章 最后的下场 扔掉 顾老爷子跟顾友福震惊了 惊恐地看着张氏 这个婆娘 竟然要把他们扔掉 他怎么敢 顾城里听到这话 是心下一松 可他没有表现出来 而是吊着眼泪道 娘 爹跟爷爷都瘫了 要是把他们扔了 岂不是在 杀死他们 不 是比直接杀死他们更惨 要是遇到野狗 或者山里下来的野兽 可是会被直接啃死的 即使没有遇到野兽 野狗 就这么扔掉 不能动 也会活活饿死 张氏握住顾城里的手 倾笑道 我的儿 娘知道 你心善 可咱们如今不是没办法吗 再说了 咱们又不是遗弃他们 只是暂时把他们放在这里而已 等咱们找到绒解 拿到詹家的银子后 就会回来接他们去享福 多好的事啊 顾城里确定 张氏是真的疯了 可他也不想带着顾老爷子 跟顾友福这两个累赘 是哭着默认了 顾老爷子跟顾友福快吓死了 急得直叫 可他们根本发不出声音来 只张着嘴巴 做出大叫的模样 顾城里跪在他们的面前 握着他们的手哭道 爷爷 爹 你们放心 等我们找到绒解 拿到银子后 就带着詹家的下人来接你们 你们就暂且在这里住一段时日 哈哈 顾老爷子跟顾友福在心中狂叫着 祝你娘 这也万事能助人的 他们想要顾城里带他们走 可顾城里掉完鳄鱼类 就松开他们的手走了 张氏笑了 眼睛在黑夜里 泛着阴彻彻的光 爹 友福 你们要乖啊 就在这里待着 千万别乱跑 不然等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找不到你们 你们就不能跟着我们去 詹家过好日子了 风云 风云 顾老爷子跟顾友福 恨不得生吃了张氏 这个贱人 怎么敢这么做 顾友福是瞪着张氏 用眼神威胁他 可张氏根本不怕顾友福 临走前是坐在顾友福身上 一下一下狠狠扇着他的脸 啪啪啪 狗东西 娄子里的女人好睡吗 老娘跟了你这么多年 没过上好日子就算了 你有点银子 就跑去楼子里 把钱送给那些贱货 你可怪不了我 要怪就怪你儿子 他就是个没良心的 要不是心毒 他能同意我 扔下你们 还是容姐靠得住 我要去找容姐做老风君了 你们就等着被野狗吃吧 张氏此刻说出来的话 又很正常了 而他心里已经信不顾顾城里 是看穿了他的本质 这小畜生 不愧是顾老爷子的亲孙子 跟顾老爷子一个德性 都是只为自己的自私鬼 张氏打完顾有福后 又看着顾老爷子 笑道 爹 您老别怪我 你落到这种地步 要怪只能怪你自己 这是报应 是你帮着黎十六 杀死废尸的报应 又盯着他问 别说你不知情的话 这话连鬼都骗不了 大夫可是说了 他喝药的时候 病情是渐渐加重的 病情都加重了 你还给他带回来吃 你这不是 想杀了他是什么 张氏氏冷笑道 你们这些狗男人的心思啊 我是最清楚不过的 不就是觉得自己 被人说是吃软饭 想杀了废氏 合理地占有他的嫁状吗 废氏的老娘是瞎了眼 才会把女儿嫁给你 所以 你如今的下场 都是你应得的报应 怪不了我 我是在帮废氏报仇 是在做好事 你就等着废氏 来向你索命吧 张氏氏一个劲地 骂着顾老爷子 说着因果报应的话 实则是想为自己脱罪 心里好没有负担 他把顾老爷子 吓得半死后 就走了 顾城里在远处等着他 见他来了 又道 娘在这里等着我 我去跟爹和爷爷说几句话 张氏笑着道 我儿就是善良 去吧 顾城里跑去找了顾老爷子 跟顾有福 两人看见他是喜出望外 以为他是良心发现 回来带他们一起走了 可惜顾城里 只对他们两人说了一句话 爷爷 爹 都是我娘出的主意 你们要是索命就去找他 我是无辜的 说完对着他们拜了几拜 拔腿跑了 顾老爷子跟顾有福 是气得吐血 想把顾城里给叫回来 可他们是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这一刻 顾老爷子才真正后悔了 报应 报应啊 早知如此 他就不该那么对费氏 可十里八乡的人都说 他是靠着费氏 才能住上青砖瓦房 有天有地 还能有银子去做生意的 他们凭什么这么说 他是费氏的男人 费氏家又是绝户 这辈子都得靠着他 他花他的嫁状怎么了 他没想过要害死他的 就是想娶个女人回来气气他 让他服软 可离石楼那个贱妇 把药材给换了 当他发现的时候 费氏早就痛得不行了 身上还有腐烂的臭味 都这样严重了 反正也治不好了对不对 那 那也只能这样了 总之 他没错 是离石楼的错 他是个好丈夫 是个好爹 起码没有让顾大山饿死 还给他娶了崔氏做媳妇 是顾大山不孝 心里只把顾老三当成爹 从来没把他这个亲爹 放在心里过 顾老爷子 是一个劲地在心里 说着自己无辜 让费氏别来找他索命的话 可非是还是来了 黑夜里 他长着好几双眼睛 那些眼睛泛着悠悠绿光 正在盯着他 好像在质问他 为什么要害我 为什么要虐待我的一双儿女 为什么拿着我父兄的抚恤银子 去养离石楼的孩子 顾城里跟张氏 扔掉顾老爷子跟顾友福后 趁着夜色进了镇子里 找了一户住的偏僻的人家 进了那家里偷钱 结果他们的动作太大 在翻床投降龙的时候被发现了 床上的老夫人醒了过来 看见他们后 大喊出声 来人 啊 字还没喊出来 就被顾城里一石头砸晕了 床上还有个老头子 听到声音刚刚醒来 也被顾城里给砸晕过去 这家似乎只住着两个老人 砸晕他们后 顾城里跟张氏 是立刻拿了找到的十几两岁银子 以及米面肉 还有笼子里的鸡跑了 顾城里捧着这十几两银子 是高兴得不行 没想到两个老货 还能有这么多银子 这家里的日子过得不错呀 而这十几两银子 也让顾城里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 跟着张氏 就这么一路偷着 往金陵府那边去 第九百三十一章 被抓 汪汪汪 啊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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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夜里 有流浪的野狼狗出来觅食 看见顾老爷子跟顾有福后 扑上去撕咬他们 不过片刻功夫 就把他们咬得浑身是伤 但他们命大 并没有被野狼狗吃掉 而是被下山卖药材 正要回山的道人给救了 邦邦邦 两名穿着粗麻衣的道人 一手拿着火把 一手握着木棍 打着一群野狼狗 混战一刻多钟后 那群野狼狗 不敌两名道人 只能呲牙嗷呜地叫着 瞪着绿悠悠的眼睛盯着两位道人 想要伺机而动 把他们给扑杀了 可两名道人会舞 手里又有火把 那群野狼狗攻击了几次 都被打得不轻 只能愤愤离开 两名道人击退野狼狗后 立刻去查看顾老爷子 跟顾有福的伤势 年轻的小道士惊喜得道 师父 他们还有气 年长的老道听罢 立刻吩咐道 你回药铺找人 让药童来把他们 抬回药铺救治 伤得太重了 得赶紧处理伤口 不然怕是性命不保 哎 小道士立刻奔回镇上 三课钟后 终于带着几个药童 抬着门板子赶来 尤师傅 我们来了 人呢 药铺的人跟尤师傅的交情很好 小道士一去喊他们就来了 尤师傅招呼着他们 在这里 当心一点 他们伤得很重 经不起颠簸 哎 我们明白 药童们都是做惯这种活计的 是避开顾老爷子 跟顾有福身上的伤口 把他们抬上门板 快速而稳健地往药铺行去 到了药铺后 尤师傅跟药铺大夫 是折腾了足足两个时辰 才彻底把顾老爷子 跟顾有福身上的伤口处理好 只是他们被啃得不成样子 而顾有福的脖子 还被咬了两口 那血虽然止住了 可他的喉咙却被咬烂了 正呼呼地发出难听的出气声 药铺大夫摇着头道 老尤 这人怕是不行了 尤师傅是清修之人 遇见了这样的事 只尽力救治 能不能救活并不强求 看他的命吧 又疑惑起来 这两个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会出现在镇子外 小道士自打遇上顾老爷子父子后 也一直在想这两个问题 此刻说道 师傅 他们两人都瘫痪了 不可能自己走到镇子外 估摸着是被家人抬来的 这家人真是狠心 见他们瘫痪了 就把他们扔掉 也不怕被天打雷劈 尤师傅倒是很淡然 文言说道 世上百样人 总有几个心思不善的 莫要理会 咱们只做自己的事 修自己的道便可 小道士听了道 是 徒儿谨遵教会 顾有福的脖子被咬烂了 没有撑多久就过去了 顾老爷子命大 快天亮的时候竟然醒了 不过只是醒了一会儿 又昏睡过去 药铺大夫道 成了 这老头子死不了了 只是 他看着尤师傅问道 你又要把他们带回山里去 尤师傅是清修之人 讲究个缘分 只要被他遇上的 无处可去之人 若是愿意 他都会收留他们去棺里过活 等厌倦山里的日子后 那些人随时能离开 尤师傅点头 不知道他们的家在哪里 看这模样 也是被家里人给扔掉的 无处可去 我既然遇上了 定是要把他带回山里的 起码能给他一口吃的 即使死了 也能帮他安葬 给他一个全尸 不至于瀑石荒野 药铺大夫道 成 等过两天 他的伤势好些后 我让药铺的人 帮你把他抬回山上去 至于顾有福 镇子后有个林子 尤师傅让小道士 去哪里挖了个坑 把顾有福给埋了 还给他念了一段咒 让他入土为安 除了尤师傅他们 救了顾老爷子以外 镇上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住在镇子最西边的老唐家 遭了贼 家里的十几两银子 都被偷了 两个老人还被砸破了脑袋 索性被人发现得早 没有闹出人命 唐家二老被抬到药铺的时候 药铺大夫是嘀咕着道 咱们镇子是咋回事 怎么出了这样的恶贼 谁知道呢 竟然世道不好 听说西北跟中州那边 是一直在闹腾 估摸着是那边的人日子过不下去 跑来咱们这边 没吃的了 就进屋里头 镇上司立方的牙医说着 又道 你们先给老唐叔 老唐沈包扎着 我去敲锣通知大家当心贼人 哎 可得赶紧通知 不然再有人家被偷了 可是不得了 老唐家的儿子 在府城里坐着掌柜 一个月有不少工钱 家里被偷了十几两银子 还能过得下去 要是那穷苦人家 被偷了这么多钱 可是要去跳井的 牙医点点头 跑去敲锣通知大家 又纠集了镇上的一些壮丁 在镇子里搜查着贼人的下落 可张氏跟顾城里早就跑了 他们是什么也没有搜到 最后只能把这事上报县牙 县牙听说 没有搜到贼人 也没有闹出人命 只是做了个登记就了事 由师父见镇上乱糟糟的 不愿意多待 等顾老爷子好了一些后 就带着小道士 把顾老爷子抬回山上养着 顾老爷子醒来后 得知顾有福被野狼狗给咬死了 是悲痛欲绝 这个长得最像他 他最疼爱的亲生儿子 还没到四十岁就去了 他是躺在床上 不断地流着泪 想着顾大山 发达了却不认他 顾老太给他戴了一辈子的绿帽 亲生的孙子顾城里 把他们给扔在路边 掏心掏肺对着的顾有文 顾有禄 却不是自己的种 当真是生不如死 可有些孽 造了就要还 他如今 落得这样凄凉的下场 全是罪有应得 顾城里跟张氏两人 偷了十几两银子后 过了几天逍遥日子 银子就花光了 他们又继续偷 可偷着偷着 那心就被养大了 觉得那几两十几两的 根本不能算是钱 又来到一个县城里的时候 顾城里买了刀 眼里蹦着寒光道 娘 儿子已经看好一户人家 那户人家里 就一个婆婆 带着两个妇人 和几个孩子 男人外出做买卖了 好几碗都没回来 咱们今晚去干上一票 就能拿到不少银子 让您吃香喝辣 第九百三十二章 陈江 张氏也是红了眼 心里早就没了善恶 是只要能弄来银子 享受就成 听了这话立刻同意 成 就听我儿的 当天半夜 大家都睡了之后 他们悄悄前进 那户人家抢东西 没错 他们已经不偷了 打算用抢的 几个妇孺罢了 他们手里有刀 还能怕他们不成 可他们这回事算了 刚刚前进屋里没多久 就跟一个汉子迎面撞上 那汉子先是一愣 看见顾成里手里的刀子后 立刻反应过来 两招就夺过顾成里手里的刀 再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 砰一声 顾成里被踹得直接跪在地上 咔嚓一声 膝盖骨都碎了 老二快起来 家里进贼了 那汉子朝着屋外喊着 手上的动作不停 一把扭过顾成里的手 再狠狠一拉 咔一声 直接把顾成里的手 给拉得脱臼 啊 顾成里惨叫着 痛得差点晕死过去 急忙喊张氏 娘快帮我打死他 张氏早就吓猛了 听到顾成里的话回过神来 是拔腿就跑 顾成里目入寒光 该死的张氏 他可是他的亲儿子 大难临头 他就扔下他自己跑 可张氏没能跑掉 是跟冲进屋子的 另一个男人撞在一起 砰一声 直接背山一样壮士的男人 给撞倒在地 那男人会舞 反应又快 立马把张氏压住 咔咔两声 先卸了他的两条胳膊 让他不能再动弹 张氏痛得差点晕死过去 却赶忙求饶 好汉饶命 饶命啊 我们只是路过 想要进屋里借宿一晚 不是来偷东西的 呸 你当我们老梁家的人是傻子吗 会信你这种鬼话 梁老二不跟他啰嗦 拿过家里的绳子 把张氏给捆了 张氏哭啊 一个劲地说 好汉误会 我们母子当真是路过来借宿的 你们抓错人了 梁老大听了道 别废话了 我们兄弟是走标的 啥样人都见过 就你们这点子伎俩 还想骗我们 省省吧 梁老大把顾城里给捆起来后 对梁老二道 老二去衙门喊人 说咱们抓到两个贼人 估摸着 就是这几天传得很凶的 雌雄双贼 哎 瞧瞧 张氏跟顾城里偷东西 还偷出名号来了 最近沿着关道的几个镇子 都有人家被偷了东西 有人见过 那两个人 说是一男一女 只是那女的年纪有点大 看着不像是夫妻 可不管 只要是男女一起合伙作案的 大家都叫雌雄啥啥啥的 哎 我这就去 梁老二是转身出了屋子 梁老大一边看着张氏母子 一边朝着屋外喊道 娘 媳妇 二弟妹 你们莫慌 贼人已经抓到了 老二去报官了 一会儿牙医就来 你们待在屋里就好 梁老太他们 早就听到外面的打抖声 是吓得不轻 文言终于放心不守 喊道 哎 我们知道了 你当心这点 听说这雌雄双贼可厉害得很 从不走空呢 雌雄双贼的名声 在附近几个镇子 是传得相当响亮 大家伙都怕得不行 他家又是富人孩子多 梁老太一直害怕家里出事 没想到 这两个恶贼真的来了 幸亏老大老二 听说了雌雄双贼的事 是提前赶来回来了 不然他们家就完了 小半个时辰后 梁老二终于把县牙的人带来了 牙医们是立刻把张氏母子抓走 又用了半个晚上的时间 对他们用刑 到了天亮的时候 顾城里终于受不住酷刑招供了 承认他们母子 偷了沿途几个镇子 十几户人家的银子 但顾城里招完后 又把所有过错 推到张氏身上 哭着道 是我娘强迫我做的 我要是不去偷 她就要死给我看 我是做儿子的 总不能看着自己的亲娘死掉吧 只能答应她 跟她一起偷东西 差爷 我是无辜的 都是我娘的错 顾城里在黎家的时候 跟着黎家的先生念过一些书 黎家的先生 跟他们讲过大处刑律 其中有一条是认罪者 被教唆行凶者 皆能减刑 而他犯的只是偷盗 虽然伤过人 却没有闹出人命 而他又年轻 朝廷的矿上需要人手 一定不会判他死刑 只会判他去矿上干活 只要他能去矿上 就有机会逃走 去投靠戎解 张氏听到这话是瑟瑟发抖 盯着顾城里 咬牙切齿地道 丧了良心的狗杂种 跟你言 你爹一个德性 有好处的时候就睁着 一看见出事 立马把错推到别人头上 顾城里你放心 你这回是逃不了了 老娘就算死 也要跟你一起死 张氏是个狠人 也把所有过错 推到顾城里的头上 还说了顾城里买刀子 打算杀人抢劫的事 顾城里的刀子 是在县城里买的 牙医去查了 还真的查到了 顾城里哭喊着 是我娘让我买刀子的 是他强迫我去偷抢的 我就是个从犯 他才是真正的恶人 张氏听得笑了 儿啊 你做了恶事就要偿命 不能为了自己活命 就把为娘的王死里推啊 张氏把一切过错 推到顾城里的身上后 又对牙医道 差爷 我没有伤人命 判不了死罪 在咱们大楚 只要不是犯了人命案的 都能用银子抵罪 又道 我女儿顾荣 是金明府 瞻家三少爷的妾室 瞻家乃是传承 几百年的世家大族 在江南江淮两地无人不知 您让我给金明瞻家送封信 只要瞻家收到信 一定会派人拿银子 来给我消罪 张氏跟顾荣一样 都是在危急之下 有极致的人 且顾荣跟他说过不少 瞻家的事 他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把牙医唬得一愣一愣的 牙医赶忙去禀告县令大人 县令大人也被唬到了 又想起河安府的传闻 说是瞻三老爷跟瞻三少爷 在河安府睡了两个姓故的姑娘 还把他们带回了金明府 估摸着传闻是真的 他生怕判了张氏母子 会被瞻家报复 毕竟世家大族罪要脸面 就算是个妾室的家人 也是不能入罪的 最终同意张氏写信送去给瞻家 只要瞻家人拿着银子 来给张氏和顾城里消罪 他们就能被释放 张氏见县令大人同意了 是得以得不行 口述让书立写信 送去金明府 张氏正坐着瞻家来人救他的美梦 殊不知顾荣 顾雅 顾小妹三人 已经快被瞻家书指沉浆 第933章 不容他们的事儿 对于瞻三老爷和瞻三公子来说 是莫大的耻辱 特别是瞻三公子 他因为这事儿被很多文人嘲笑 他们从和安府到临和府修整 准备登传过江回江南的时候 是被临和府的一群文人 围住自家别院 在他们家的别院门口大骂 各种嘲笑他们 把他们说的是畜生不如 还说 瞻家有他们这样的书职 不配世家之名 要写信给十大世家家主 要把他们瞻家去 世家名册里删掉 让他们 瞻家连三流世家都做不成 书先生们还很厉害 已经编出好几个话 本来说他们书职的事儿 其中还有他们书职 疑似喜欢仙君 碰了固有鹿他们 得了花柳病的版本 瞻家书职是又急又气 他们就是 睡了两个女人 没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 如今整个瞻家的脸都丢进不说 瞻家还极有可能被世家名册除名 瞻家事 传承了几百年 经过几代先祖的偶写拼搏 才有了世家之名 要是就这么 被除名了 那他们两个也不用活了 组里会把他们剁了祭祖 瞻三公子是受着赞扬长大的 哪里受得住这样的辱骂 是开门跟那些文人理论 结果被那些文人给对了回来 哈瞻三啊瞻三 你还想否认 你们书职 难道没有因为抢了两个姑娘 而被抓去衙吗 那么多人看见呢 你们以为那 他们作妾 就能当做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又道 那两个姑娘 还在你家别院里吧 要是事情是假的 你们为何把他们带着 不是应该立即把他们扔下 已是自身清白吗 旁边一个衣镜敞开 露出凶肌的狂事道 薛兄不是两个姑娘 是两个姑娘跟一个寡妇 那寡妇还是那两个姑娘的姑姑 听说他们书职还争抢那个寡妇 为了寡妇大打出手 则则则 某听了当真是好奇得很 那寡妇得是何等的天仙模样 才能引得詹家书职为他动手 那位薛兄听罢是长长蒂欧了一声 还有寡妇啊 还是孤职三人 詹三你们 还有没有点刚理论长 竟把人家孤职三人都给染指了 你们 你们简直是畜生不如 丢进我们文人狂事的脸 还有人趁机道 是孤职吗 难道不是书职 听说詹家书职根故有路他们也 闭嘴 我们没有 詹三是怒吼着解释着 可没人听他的 直指着他不断大骂着 詹三的嘴巴本来就不厉害 面对这么多人的怒骂 他根本没有还口之力 最后只能躲回别院里 被林和府的文人嘲笑得更厉害了 詹三是待不下去了 原本想要住两天 等家里的船准备好后再上路 可因着这事 是立刻收拾东西 匆匆登船 顾容一直担心 詹三公子晦气地把他们扔下不管 直到登上詹家大船后 他心里才安稳下来 晚上的时候 他精心打扮一番 还亲手做了一个鳖鱼汤 端去给詹三公子 扣扣扣 三公子 是奴婢 奴婢给您熬了鳖鱼汤 特意给您端来了 您开开舱门 让奴婢进去 顾容知道老顾家的事儿 快把詹三公子给气死了 所以 他很聪明地 没有在求什么窃位 而是自称奴婢 只求在詹三公子身边 做个丫鬟便可 以他的手段 做个几年丫鬟 就能被抬成窃室 他不急 只要给他时间 他一定能过上 荣华富贵的日子 可惜他没有时间了 詹三公子已经快要气死 见顾容还不怕死得来找自己 还给他喝啤鱼汤 就如今这情况 他就是喝死 都对他提不起兴趣 不过 詹三公子 还是让丫鬟小月开了门 进来吧 小月是别院里的通房丫头 只要詹三去别院 他就负责伺候 顾容看见这个小月 心里恨得要死 这世家大族的通房丫头 当真是长得貌美 身段也是魅德不行 不过不急 他顾容靠的是脑子 从来不是脸蛋 总有一天 他会把这些狐媚子 都给收拾了 小月姐 顾容对着小月 笑得很是憨厚 行了礼后 进了屋子 直接跪在地上 把鱼汤递给詹三公子 三公子 这是奴婢上船后就熬的 大补呢 您尝尝 喝完后再休息 詹三笑了 顾容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是不是 喝完后 让他怎么睡 还睡得着吗 顾容听得心下一惊 忙道 奴婢愚钝 不敢自作聪明 只是一心一意的 想要伺候三公子 还望三公子 别嫌弃奴婢 啪啪两声 詹三公子是狠狠扇了顾容两巴掌 再抬脚喷一声 把顾容踹倒 不敢自作聪明 你一直都在自作聪明 你把我詹三当成什么人 那些父户家里的蠢货公子哥吗 我詹三出身世家大族 尊贵无品 你一个贱臂 留着你腿子血脉的肮脏贱人 也敢跟我耍花招 我原本还想留你一段时间 等到了精明府后再动手 是你自己找死 那就怪不了我了 顾容文言大惊 看着詹三公子 泛着杀气的眼睛 知道他是动了杀心 顾容怕急了 却强装镇定的道 是奴婢错了 三公子息怒 奴婢这就滚 说着是急忙起身 向着舱门小跑而去 詹三公子看着顾容逃命的样子 冷笑出声 见人 以为自己逃得了吗 顾容果然没能逃脱 是刚刚迈出舱门 就被两个影子位给抓住了 顾容惊恐地看着 这两个突然冒出来的影子位 这就是世家大族吗 竟然能养出这样的吓人来 三公子 三公子 奴婢知错了 求您饶奴婢一命 只要您留着奴婢 奴婢一定能帮您对付顾经理家 您当初不是想要求娶他吗 我会让您如愿的 顾容为了活命 是连顾经理都给拉下水 我是顾经理的堂妹 只要我发话 您再让说书先生宣扬一番 坏了他的名声后 不怕他不就范 然而 詹三公子听罢 却只说了一句 把顾雅 顾小妹抓出来 给他们估值三人绑上铁块 沉浆 话落 船上又突然冒出几个影子位 那些影子位像是鬼妹一般 向着顾雅他们的船舱奔去 不多时 就把顾雅 顾小妹抓来 脚上绑上铁块 顾荣见詹三公子来真的 快下风了 哭求着他 三公子 三公子我错了 您想奴婢如何 告诉奴婢一声 奴婢一定照办 詹三公子听罢 从舱房里走了出来 居高临下的俯瞰着顾荣 一字一顿地道 我 要 你 死 第934章 鸣狼救我 我要你死 顾荣惊了 没想到詹三公子 会这么讨厌他 他为了他 可是连奴婢都愿意做的 顾荣的心里很是不服 想要质问詹三公子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他顾荣在他面前 还不够卑贱吗 可他知道自己 现在快要小命不保 不敢再说什么 惹怒詹三公子的话 直默默流泪 虔诚地看着詹三公子 哽咽地轻喊着 三公子 詹三公子看着他 满含热泪的哀求眼眸 笑了 做出有史以来最最粗鄙的事 对着顾荣的脸 吐了一口唾沫 顾荣猛了 詹三公子竟是吝啬的 连一句怒骂的话 都没有给他 直接这般羞辱他 他绝望了 当年逃荒的时候 日子再苦他都没有绝望过 可此时此刻 他是彻底绝望了 他放弃了心机 放弃了装可怜 只求这詹三公子 三公子 是奴婢下贱 奴婢知道错了 不会再缠着您 只求您别杀奴婢 您就当奴婢是屁 把奴婢给放了 奴婢保证 再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 只要能活下去 以他固容的本事 定能再傍上富户公子 用自己的聪明才智 换来荣华富贵 然而 詹三早就恶心死了他 要是时光能倒流 他绝对不会睡他 而是见到 他第一眼就把他给掐死 顾容正求着詹三公子 顾雅跟顾小妹 就被影子卫压来了 两人被绳子捆得结结实实 再砰砰两声 被影子卫扔到船板上 有三个影子卫 扛了三袋子铁块过来 绑在他们三人的脚上 顾小妹突然被绑 是又吓又猛 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还向詹三公子告状 三公子 这些狗奴才太无理了 竟然闯进仓房里 把我们给绑了 我们正在睡觉呢 再怎么说 我以后也是要伺候三公子的 是他们的女主子 他们这么对女主子 你一定要帮我做主啊 说着 还呜呜呜地哭 一边掉着眼泪 一边偷看詹三公子 想看看他有没有心疼自己 然而 詹三公子是仰天长笑 哈哈 女主人 就凭你也想做我詹家的女主人 啪啪啪 詹三公子快气疯了 接连扇了顾小妹好几个巴掌 掐着她的脖子 双眼突出 冒着星红木火骂道 你以为自己是谁 以为我詹三是谁 你一个寡妇 一个奇貌不扬 留着农人肮脏血脉的寡妇 也想做我詹家的女主人 我詹家是世家豪族 公卿之家 传承了数百年的忠名鼎师之族 会娶你这样的贱人 真要让你进了我詹家的门 詹家的列祖列宗 会直接降下雷来 把我们给全部劈死 不劈死也没用了 堂堂的世家子弟 去娶农家女 还留着做什么 顾小妹被骂猛了 没想到自己在詹三公子眼里 竟然这般的不堪 她哭了 这回是真的哭了 哭得很是伤心 三公子 奴家虽然是个寡妇 可也是识字的 懂得诗书礼仪 您怎么能这么贬定奴家 识字 懂得诗书礼仪 詹三快笑死了 你以为会写自己的名字 会念个三字经 就叫做识字 你可读过大学之文 可治过春秋 可做出过令人拜扶的名作 什么都没有你就敢说自己识字 我 我 砰砰砰 詹三公子是气疯了 直接上脚 猛踹着顾小妹 差点把她给踹死 顾小妹是惨叫连连 吐出鲜血来 詹三老爷听到动静 披着衣服出来查看 见到眼前这一幕是惊了 赶忙拽住詹三 问道 小三 你做什么 大晚上都不睡觉 把他们弄出来作合 看见顾小妹三人身上 被捆着绳子后 心下大害 又赶忙问道 小三你疯了 你这是要做什么 又是捆住他们 又是让影子喂在他们脚上绑铁块的 这臭小子 是想杀人了 做什么 詹三公子笑了 叔父 这几个贱人 把咱们害苦了 自然是要把他们沉浆 出了心中恶气 总不能真把他们带回精灵吧 说着 目光一转 看向顾小妹三人 那带着冷笑的眼睛 泛着忧光 把顾小妹他们 看得直打哆嗦 詹三老爷见他真要杀了顾小妹三人 急忙压低声音劝道 小三你别冲动 咱们不是说好了 先把他们带回去 等过几个月 再把他们并故吗 詹三笑了 等几个月 再把他们并故 叔父 他们闹出来的事情这么大 侄儿等不了了 今晚不是他们死 就是我死 他的名声 前程 全都回在老顾家的事情上 他已经没脸见人 如今还不知道 回家后会被怎么处置 在他死之前 他必须得弄死顾小妹三个出气 顾雅一直没说话 不是不想说 而是被吓得说不出来 看见詹三老爷帮他们说话后 心下疑定 历史喊道 明郎 舅舅妾身 妾身愿意委身于你 只求你舅舅妾身 别让三公子把我沉浆 詹三公子听见明郎两个字 是快吐了 指着顾雅对詹三老爷道 叔父 您看看这个贱人 以前瞧不上您 想要嫁给我 如今见我要杀他 他就亲热地喊您明郎了 叔父 这贱人不能留 您别管了 让侄儿帮你杀了他 免得他继续祸害你 顾雅听爸 立刻哭出声来 一声一声地喊着 明郎 明郎快救救妾身 詹三老爷不是愣头青 这辈子见识过的女人 没有一千也有几百了 还能不知道顾雅的心思 他并不心疼顾雅 也很恼火 他给詹家带来了麻烦 但是 今明是咱们詹家的底盘 到了哪里再动手比较稳妥 在这里 就动手 万一 詹三公子打断他的话 叔父放心 不会有万一的 就算有愚人不小心打捞到他们 那尸体泡久了就烂了 认不出来的 且还绑着铁块 很稳妥 顾雅 顾荣 顾小妹三人 听着詹家叔侄说着 怎么杀死他们的话 是吓得脸色惨白 不断哭叫着 可无论他们怎么哭叫 最终还是被詹家的影子 未绑上铁块 抬到船弦边 准备扔下淮水 顾荣见自己真的要死了 拭目刺欲裂 被扔下去之前 诅咒着詹三公子 詹三 你给我等着 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第935章 他早就定清了 顾荣很是不服 他这辈子活着 就是为了要过上 荣华富贵的好日子 要把老顾家 所有人踩在脚下的 可壮之未愁 身先死 他心里是怨气极重 瞪着血红的眼睛 诅咒着詹三公子 邦邦邦 詹三心里的怨恨 比他还重 是用棍子一下一下 狠打着他 把他给打进淮水里 你腿子健重 你就算投十次胎 也不可能有本事 收拾得了本公子 给本公子去死 顾荣是惨叫一声 掉进淮水里 顾小妹原本还想求情 可看见詹三公子 把顾荣打进淮水后 是熬叫一声 直接吓晕过去 詹三公子轻蔑一笑 废物 邦一声 把顾小妹也打进水里 动 顾小妹的身体 连同绑在脚下的铁块 一起下沉 很快就沉进水底 只留下几个水化 顾雅快疯了 他不信自己会是这样的下场 死死拽着詹三老爷的袖子哭道 明郎 奴家知错了 奴家先前说的是谎话 奴家很喜欢你 愿意给你生孩子 你别不要 邦邦邦 詹三是杀红了眼 对着顾雅的脑袋一直打着 把他打得说不出话来 直至扑通一声 掉进淮水里 詹三公子朝着淮水里呸了一口 哦 生孩子 哼 就你这样的残花败流 肮脏血脉 还想生下我詹家的种 你配吗 世家子弟可以随便睡女人 但女人想要进世家的门 那是男如登天 像顾雅这种没了清白的女子 即使怀孕 也不可能生下世家的孩子 因为世家不会相信他 只会以为 这个孩子是其他男人的种 会惯要给他打掉 詹三望着滚滚淮水 冷笑地说道 为何农家女总是喜欢 坐着嫁入世家的美梦 世家是你们家的猪圈吗 他们想进就进 世家的门 那是龙门 农家女没有天梯 根本进不去 就算你用计谋进去了 世家也有的是手段 把你给弄死 别跟他说什么顾经理 他同意去求取顾经理 是有原因的 一是顾经理的外祖家 能帮到詹家 二是顾经理很漂亮 听说姿色不逊色于顾锦绣 甚至有超过知识 且手底下还有些赚钱的产业 不然顾荣以为 他们殊职是疯了不成 会无缘无故跑来求取 而他也没有想过 要跟顾经理过一辈子 就是想按照吩咐 先把他给定下来 等以后詹家的地位提升了 他再用温水煮青蛙的法子 把他给病故 能做他沾三一辈子妻子的人 只能是父族母族 都血脉尊贵的世家女 不是顾经理这种 留着一半农人血脉的 肮脏土丫头 詹三杀了顾荣三人后 心里总算是舒坦多了 对詹三老爷道 叔父 您得写信通知那位贵人 咱们是听了他的话 才去求取顾经理 接触到老顾家 弄出这场货是来的 他必须救我们 詹三老爷皱眉道 那位贵人说过 让咱们无论事成与否 都不要跟他联系 他有办法知道咱们的事 若是咱们遇到麻烦 他自会出手就咱们 詹三冷笑道 等他出手的时候 咱们早就被弄死祭祖了 您要是不想死 就赶紧给他送信 让他立刻出手帮咱们 又说了一句 要是不帮咱们渡过这个难关 那咱们就跟他同归于尽 詹三不蠢 相反的他很聪明 又很冷血 为了保住自己 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他会在老顾家这里栽根头 是因为年轻气盛 自视甚高 如今吃了教训 他以后一定会谨慎行事 詹三说完 不再搭理詹三老爷 回仓房休息了 詹三老爷也是怕死的 想了想 最终是听了詹三的话 给那位贵人写信求助 淮水很深 谁底下不知道葬了多少亡魂 孤容孤直 不过是其中的三个而已 他们的死不足为道 没人关心 詹家的船只在淮水上走了六天 没有见到精灵 而是直接绕水而行 来到了金宁府的后方 登上金宁府的码头后 还没下船 就收到命令 要他们在船上待着 他们一直待到晚上 才被捆着押回詹家 一到詹家 就被扔去詹家私牢 詹二老爷换了衣服 手指金条 把他们两人狠狠打了一顿 最后把他们关在私牢里 大哥已经到家 过几天就能到家 届时 你们是生是死 自有定论 詹三老爷年纪大了 差点就被打死 听到这话是哭着道 二哥 我跟小三是被陷害的 您一定要在大哥面前 为我们说话 又道 小三是您的亲儿子 您不能看着他去死吧 詹二老爷冷笑道 小三已经长大了 男子汉大丈夫 做了错事就得担住 就算是死了 也怨不得别人 他是心疼小三这个儿子的 可这个儿子 如今闯下的祸事 足以毁了整个詹家 所有詹家豪族都惊动了 要是詹家不给詹家一个交代 詹家一定会联合起来 攻击詹家 若是死掉两个子弟 就能救回詹家的话 那也算是死的值得 詹三公子很了解自己的父亲 文言心下冷笑 说白了 就是儿子多 不少他这个 不过没关系 他从来没有想过 要靠詹二老爷救自己 那个贵人一定会出手 救他们输职的 不然 詹二老爷说完 看了詹三公子一眼 见他闭着眼睛趴在地上 一言不发的 似乎是晕过去了 没有再管他 提不走人 二哥 二哥你回来 救救弟弟 弟弟错了 弟弟不想死 詹三老爷在私牢里喊着 可詹二老爷恍若未闻 头也不回地走了 不过 没多久 私牢里就来了一个人 是詹二 詹二知道詹三老爷 他们回来了 很是高兴 身体虽然还没养好 却还是撑着病体 来看詹三老爷 叔父 詹二喊了一声 叔父 把詹三老爷给激动得不行 隔着牢房的门 握住詹二的手道 小二 叔父就知道 你是个好的 如今只有你来看叔父了 詹二道 叔父别这么说 祖母也是念着叔父的 只是叔父 这回出的事情太大 他老人家得护着整个詹家 不好来看您 祖老们都很生气 要是祖母来看您 他们又要来府里闹 消息传回来后 詹家的祖老们 已经来过几回 一个个是气得不轻 詹二说了一些 安慰詹三老爷的话后 又问起顾景秀 叔父 秀姐还好吗 他 他可有提起折 詹三老爷还没说话 詹三公子就笑了 二哥 你还想着顾景秀呢 别想了 他压根就不喜欢你 他已经定亲了 第936章 翻云覆于首 定亲了 你说什么 秀姐定亲了 詹二被这个消息砸猛了 把手伸进牢房里 拽住詹三公子怒问 小三 你在骗我对不对 秀姐没有定亲 他还在 等着我去娶他 詹三公子笑了 二哥 做弟弟的 怎么会骗你 顾景秀是真的定亲了 他的未婚夫婿是罗武 就是那个肮脏粗鄙的农家小子 如今在衙门里 坐着下酒流班头的罗武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你一定是在骗我 罗武的事 只是秀姐爹娘的一厢情愿 只是口头说说罢了 秀姐没有真的定亲对不对 他看了我给他的信 知道我已经改过之后 一定会心疼地原谅我 詹二哭了 哭得伤心不已 他是真的喜欢顾景秀 我回家这段时日 都没让通房丫鬟伺候 他为何还要跟别人定亲 詹三快吐了 心中骂道 你那是不想睡丫鬟吗 只不过是身体不行了 再养身子 不能进丫鬟的身罢了 不过 看着詹二痛哭流泪的模样 他心里很是畅快 这个被全家人 宠着的废物 也有惊天 詹三心里爽了 声音也轻柔起来 安慰着詹二 二哥别哭了 那个顾景秀有什么好的 他宁愿选个粗鄙的农家小子 也不要你 你就别再想着他了 这话看着是安慰 实则有毒 每一个字都在扎着詹二的心窝 詹二哭得更凶了 差点就晕过去 呜呜 秀姐不喜欢他 他是宁愿嫁给一个农家汉 也不愿意嫁给他 可是 为什么啊 他那么喜欢他 他家里还有钱有事 他怎么能不喜欢他 詹三老爷算是把詹二带大的 是真的心疼这个詹 见他哭得这么惨 赶忙安慰他 小二不哭 世上的美人多的是 没了顾景秀 你以后还能遇到其他貌美如仙的女子 詹二却摇头 詹不要 詹就要秀姐 我会好好戴他的 要是他不同意 我不会拿钱 要是实在忍不住了 就把人养在外面 绝对不会接近府里挨他的眼 詹三公子见詹三老爷这般心疼詹二 很是嫉妒 冷笑一声 对詹二道 二哥 你别哭 你要是真的喜欢他 弟弟可以帮你 詹二听得大喜 又过来握住詹三的手问道 小三 你有何妙计 快说出来 只要能帮哥哥达成所愿 哥哥把命都给你 詹三嗤之以鼻 这种蠢货 是怎么得到三叔 祖母的疼爱的 全家人都是瞎子 把詹二这个傻子当城堡 像这样的蠢货 就该扔进淮水里喂鱼 詹三在心里骂完詹二后 又笑道 二哥 你就是太宠着他了 一个农家女罢了 而你是世家子 何必对他卑躬屈膝 想要 直接绑了 把生米煮成熟饭 就成 啊 詹二惊了 他的女人虽然不守 却从来没有强迫过任何人 听到这话 是急忙摇头 不行不行 我乃是世家子 学的是先贤一风 守的是圣人古礼 怎能做出这等禽兽之事 詹三很是不屑 既然二哥不乐意 那就只能看着顾景秀 嫁给农家汉 被个粗笔汉子给祸害了 詹二听罢 又哭了起来 一想到秀姐 要跟个农家汉睡在一起 他就痛不欲生 侄儿该怎么办 詹三老爷安慰他 小二不哭 还有办法的 那位贵人一定会帮你 可詹二从小被家里人宠着长大 想要什么东西 是立刻就能得到的 如今在顾景秀这里 栽了数次跟头 是难过的不行 当晚回了院子后 就涂血运了过去 把整个詹家都惊动了 詹三得知詹二 为了女人吐血运倒了 是高兴的不行 活该 詹二不好过 而他比詹二更惨 詹二老爷为了詹家 是每天打他们一顿 都不带手软的 詹三叔侄 差点就被打死过去 詹家祖老得知 他们回来后 也来府里闹了 是一连闹了好几天 即使詹二老爷 差点把詹三叔侄给打死 都没能让他们离开 一直到詹大老爷回家 把其中三个老头喊进书房 跟他们说了半个时辰的话后 他们一出书房 就把其他祖老给带走了 之后 竟然神奇的 没有再来闹他 詹二老爷很是好奇 问道 大哥 您都跟他们说了啥 詹大老爷却摇头 如今还不能告诉你 又道 你放心 小三不会死 不仅不会死 那位贵人还觉得 他是个可造之才 詹二老爷听到这话 更加好奇 大哥是什么意思 这事 难道就这么过去了 莫不是十大世家里有人 出手就咱们 詹大老爷还是那句话 老二别问了 这事还不能让太多人知道 总之你放心 咱家没事 大哥也不会亏待你 詹二老爷有些不高兴 可他没敢表现出来 大哥是嫡长子 以后詹家的一切都是大房的 他这一房以后只是旁之 得靠着嫡之过活 不好跟大哥翻脸 也就忍下好奇 不再追问 而这件事 确实跟大哥说的一样 刚开始闹得很厉害 可突然间 就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各大世家并没有派人来结问他们 也没有联手对付詹家 只当做没有这事一般 日子就这么过去了 詹三老爷也被放了出来 是高兴得不行 做了好几手酸诗 来庆贺自己 重获新生 詹二老爷却是不寒而栗 闹得这么大的事 突然就没了下文 直觉告诉他 有一只翻云覆雨手 在背后操控着这件事 而这只手的主人很是厉害 厉害到能把愤怒的各大世家 全部摆平的地步 这个人是谁 詹二老爷想不通 去问詹大老爷 他也不说 没办法 只好去问詹三 詹三公子是扬眉吐气 摆足架子后 对着低声询问自己的亲爹笑道 父亲莫要再问了 那位贵人可是说了 他的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 不过父亲放心 有儿子在 咱们这一房 不会输给大房 我儿是什么意思 詹二老爷惊了 你莫不是要跟大房 詹三笑道 父亲拭目以待吧 说着 不理会震惊的詹二老爷 潇洒走人 而自那以后 詹二老爷开始善待詹三 二房室有啥好东西 都给他 还去求詹大老爷 说要给詹三某个小爵位 让他在外行走时 身份能贵重一点 詹大老爷没有推拒 竟然同意了 把詹二老爷给欢喜得不行 只有詹二悲痛欲绝 只因詹大老爷找到他 对他道 顾家女的事 先放放吧 第937章 哭死你算了 詹二听到这话都不想活了 哭着问詹大老爷 爹这是什么意思 他都跟裸武定亲了 您还要儿子先放放 再放放 他们可就要成亲了 您是要儿子 直接放弃绣剪吗 詹大老爷 看着他痛哭流涕的模样 皱皱眉头 道 既然你明白为父的意思 那就照办吧 詹二听得愣住 都忘记哭了 反应过来后 是抓着詹大老爷的手球道 爹 您帮帮儿子 儿子真的不能没有绣剪 呜呜 詹大老爷看着詹二哭得 快要晕厥过去的模样 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是气得一把推开他 再抬脚踹了他一脚 骂道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跟个深归怨妇 有何不同 你是男人 理应更读学问 科考入室做官 再不计 也应该成为一大家 在文人狂事里 占据一席之地 怎能为了个女子 要死要活 顾家女看不上你 你自己不会想法子吗 只知道哭哭哭 你哭死算了 詹大老爷 一直在京城做官 这个二儿子 是从小就跟着 老三到处游历 原本见他在 文人狂事里有些名气 只以为他是个 有出息的 怎知竟是这般的 这般的娘娘腔 你看看你 一张脸比女人还白 一副身体比女人 还要娇弱 连哭都比女人会哭 你这等模样 哪个姑娘看得上你 从今天起 你离你三叔父远些 等你的病养好后 卫父给你请个武师来 专门教导你拳脚 你踏踏实实地学上两年 把男子气概念出来后 家里自会为你 去求娶高门贵女 不会不管你 詹二是家里模样 长得最好的子弟 为人纯善 又很敬重孝顺长辈 詹大老爷 曾经也很是疼爱他 可如今看着他 这副哭哭啼 娇弱得跟个仙君式的模样 他是眼睛 都快要看瞎了 忍不住指着詹二问 小二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堂堂一个世家子 变得跟那些在娄子里 混饭吃的仙君似的 像话吗 要不是他一口一个说 要取顾锦绣 詹大老爷都要认为 他喜欢的是男人了 詹二听了詹大老爷的话 猛了 看着詹大老爷 正愣一会儿才问道 爹 您是在骂我吗 儿子一片痴心 您不帮忙就算了 怎么还能骂我 怎么还能骂他 詹大老爷看着他问的 一脸认真的模样 气得直接扇了 他一巴掌 你是我生的 我还骂不得你了 又道 顾家女的事就此打住 你先死心吧 如今家里乱糟糟的 没工夫管你这些破事 说完见詹二一副心灰意冷 要晕死过去的模样 詹大老爷又警告道 别私自做些蠢事 你的一举一动 都在詹家的掌控之中 你的那封酸尸式的信 在我这里 不用再写了 写多少封都没用 詹二曾经给过詹三一封信 让他带去给顾锦绣 可詹三知道詹二的脾气 生怕他在信里 写些冒犯顾家女的话 就先把信看了一遍 结果 詹二当真是写了一些 跟丫鬟嬉闹 才会用到的诗文 詹三吓到了 没敢把信送去给顾锦绣 而是押着不送 昨天把信给了詹大老爷 詹大老爷看过之后 是气得不轻 不是为顾锦绣生气 顾锦绣对于他来说 不过是个能抬高詹家的工具 他还不会为他鸣不平 他气的是詹二 你一个世家子 从小的礼仪规矩 学到哪里去了 那些诗文 分清正式原配跟暖床丫鬟的区别 詹二惊了 爹 您 您拿了 我给秀锦的信 又十分委屈地解释道 而子自然是分得清的 写那些诗文 只是想要秀锦知道 儿子对他的痴心情义 詹大老爷听罢 气的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等婚师浪文 是用来述说痴心情义的 他要是敢把这样的诗文 送去给京城闺秀 什么时候被人给打死都不知道 庆幸啊 庆幸他还有个长子 而老大不像詹二这样愚蠢 是个正常人 为了给家族谋虔诚 也能狠地下心耍手段 詹二见詹大老爷气得不轻 不想再去烦他的 可想到顾锦绣已经定亲的事 又大着胆子去求他 爹 秀锦的事 砰一声 詹大老爷是 直接踹了詹二一脚 怒道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顾家女的事情先放放 你是龙了听不见吗 詹二被踹了两脚 身上又有病 已经被踹得快晕过去 可还是拽着詹大老爷的手 求道 爹 您为什么不帮儿子 你们先前不是很支持儿子吗 说秀锦身份不一般 可取作正事 如今怎么就不同意了 您告诉儿子 告诉儿子 呜呜 詹二连连发问 说完又痛哭出声 詹大老爷最烦的 就是詹二哭哭啼啼的 见他又哭 气得一掌扇飞他 这事你没资格知道 总之你按照家里的吩咐 做就成 要是敢不听话 有你受的 说完不想再听詹二哭 立刻走人 詹二被打 又大哭了一场 是直接哭晕过去 詹家又忙得一阵鸡飞狗跳 詹家养的名医 是折腾了一天一夜 才把詹二给救醒 詹二醒来后 是不吃不喝 想要闹绝食 可闹腾到最后 他实在是太饿了 只能一边哭一边吃东西 吃完后 哽咽着问自己的丫鬟 冰儿 你说他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我 难道我还比不上一个农家汉 冰儿长得貌美 是詹二的贴身大丫鬟之一 虽然没有通房丫鬟的名分 却也是伺候过詹二许多次的 该做的都做过了 跟詹二的关系非同一般 冰儿抱着詹二安慰道 二公子莫要难过 您是个好的 秀姑娘也是个好的 可这婚姻大事 历来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秀姑娘做不得主 您自己也做不了主 只能这般错过了 冰儿很会说话 知道詹二喜欢顾锦绣 没有说顾锦绣的不好 只说是两家父母逼迫他们 才让他们这对有情人分离的 詹二觉得 逼儿说得太对了 他的仙女不是不喜欢他 是被父母逼着 跟罗武定亲的 秀姑娘 詹二很激动 想要奔赴千里 来个英雄救美 扬名大厨 第938章 没救了 冰儿的嘴角 是饥不可见的抽了抽 急忙劝道 二公子 您身上还有伤 可不能乱跑 再说了 秀姑娘只是定亲 又不是成亲 您好好养身子 等身子养好后再去救他 才能一次成功 詹二听罢 觉得冰儿说得实在是太对了 抱着他的脸一顿轻 冰儿 你真是聪慧 可是帮了我大忙了 要不然 他这一冲动跑去救人 结果人没救成 却晕死在路边那都丢人 詹二见冰儿这么为他着想 是心疼的不行 保证道 冰儿放心 我不会亏待你们的 家里的宅子多得很 等秀姐过门后 我就把你们养到外面去 隔几天就去看你们 不会让你们受委屈的 冰儿听罢是嗤之以鼻 可面上却是吊着眼泪 抽抽气气的道 冰儿知道 二公子不会负了我们 只是守着那冷冰冰的宅子 冰儿心里没底 冰儿说着说着 竟然开始脱衣服 求着詹二 二公子 冰儿知道您对秀姐情深 这辈子都绝了 要给您做妾的念头 只求您行行好 给冰儿一个孩子 让冰儿在以后的日子里 能有个孩子陪伴 也算全了咱们的这场缘分 冰儿不愧是伺候 詹二多年的人 一字一句都说到了 詹二的心坎上 詹二立刻心软了 抱住冰儿道 好冰儿 是我对不起你们 既是你最后的要求 我自然是要答应的 詹二当真是个不怕死的 刚刚被救活过来 就敢吃药行事 折腾了一回后 就不行了 第二天是趴在床上起步来 把詹家老夫人给急得不行 又让大夫来给他看诊 结果说是防势过度 詹家老夫人气得不轻 想要处着冰儿 可詹二死活不让 而詹家老夫人 也害怕詹二熬不过这一劫 想着要是冰儿能给他 生下一儿半女的 给他留个种也不错 因此 冰儿非但没有受罚 还被供了起来 天天好伤好犯地养着 詹大老爷气得掀了桌子 小二真是屡教不改 没救了 可他也懒得去骂詹二 把詹三老爷 跟詹三公子的事情解决后 匆匆赶回京城去 他在京城还有官职 可不能耽误了前程 詹三老爷跟詹三 虽然没有被詹家 跟各大世家给处死 可他们两人的名声 算是彻底坏了 文人狂事都看不起他们 举办文会的时候 不会再邀请他们 是把他们当成过街老鼠 詹三老爷气得 做诗文大骂文人狂事 可会做诗文骂人的 不止他一个 有许多文人狂事做诗骂他 把他骂得笔下先生还不如 詹三老爷骂不过他们 是气得吐血 大病了一场 詹三也很生气 关门把自己锁在屋里摸牙 你们给本公子等着 等本公子成了詹家家主 让你们跪着来恭维我 詹三见文人狂事排挤自己之后 就开始全心全意地 要跟那位贵人联系 可那位贵人根本不搭理他 只在某一天他睡醒的时候 在他的屋里 给他留了一封信 信上写着莫要找死 想要得偿所愿 就老实听话 否则你会成为一个弃子 詹三看见这封信 吃了一惊 又高兴起来 哈哈 这位贵人果然是首眼通天 詹家有影子为暗中把守 而那位贵人 还能把信送来 可见本事之大 成 那他就老实等着 不再弄些惹贵人不快的事 詹三说的这位贵人 不是别人 正是在岛屿生活的鲁二老太爷 鲁二老太爷人不在内陆 却对内陆的事情 知之甚多 二老太爷 名当真是英明 及时拒了詹家的轻视 这个詹二确实配不上秀锦 就是一个有些文采 却没有多大本事的顽固子弟 对咱们帮助不大 屋子里 鲁管家一边捎着鲁二老太爷看过的信 一边说道 鲁二老太爷知道 鲁管家一直觉得 他把顾锦秀 顾锦理说给詹家很是不妥 是委屈了他们 听到鲁管家的话 说道 虽说本事不大 却是个心思纯善的 比詹三要有良心的多 适合秀锦 秀锦太软和了 得配个心善之人 不过 他倒是很喜欢詹三 詹三的狠毒能为他所用 又叹道 也是咱们的身份 还不能见光 不然我也不会把秀锦 跟小玉配给詹家 鲁管家听了点头 在身份不能曝光的情况下 詹家却是不错的人家 毕竟是世家 鲁管家又骂起个大世家来 他们皆是一群贪生怕死之徒 但凡他们的胆子大些 你也不用如此委屈 各大世家明明知道 大楚皇朝不稳了 却还是不敢彻底投靠到 他们这边来 若不是他们胆小 不敢接下两位小小姐 两位小小姐 也不用跟农家汉定亲 农家汉子 哪里配得上两位小小姐 他们的血脉 可不只是第一世家的外女儿 这般简单 鲁二老太爷 一边看着信 一边道 默契 我自会补偿他们 不会让他们跟农家汉过一辈子 等能见光后 那两个农家汉及其他们的家族 会从世上消失 不会有人知道 两个丫头 曾经跟这样的人家定过亲 却管家听得笑了起来 二老太爷说的是 自古就有世家女在嫁的事 大周时期的宗正家的大小姐 就是二嫁给了周皇 两位小小姐身份尊贵 就算在嫁 也能嫁进世家 做世家妇 却二老太爷笑了笑 没说什么 一会之后 盯着手里的信道 这个二丫头很聪明 被老顾家跟离家这般围堵 也还能赢了名声 不可小觑啊 而那个顾大山 这回也像的男人了 没有被老顾家给骗了去 真是可惜 却管家听罢 笑道 小二小姐确实很聪慧 不然手底下 也不会经营着那么多的银盛 那些银盛不但新奇 还很是赚钱 一年赚到的银子海了去了 要是再给他十年时间 不知道会发展成什么气候 小二小姐有先祖之志 能帮到您 却管家说道 潜在的意思 就是在提醒却二老太爷 可以适时出手帮帮他 要是他发展起来了 对他们有好处 却二老太爷却摇头 不急 得先摸摸他们 把他们磨锋利了 以后才能用 不过 要是中途被摸死了 那可就怪不了他了 却管家听罢 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点头道 是 老奴遵命 却二老太爷在屋子里 看了很久的信 时不时会笑上一声 一副慈爱长辈的模样 只是最后他说了一句 安哥跟二丫头一样聪明 只是不知道他担不担得起大任 第939章 收拾着泼妇 却管家笑道 大郎君是二老太爷的亲外孙 自然是担得起这个责任的 只可惜信了故 要记顾家的香火 不然当真是过季的好人选 可二老太爷比较属于二郎君 说二郎君年纪小 好叫化 到时候跟他们这边比较轻 只是计划被下顾那个蠢货给搞砸了 如今他们正在想法子 要如何才能接近二郎君 却二老太爷倒是不急 咱们的人在陆地盯着 不必着急 二郎是个好孩子 以后定会站在咱们这边 顾家那边不会不答应的 都是心善的好孩子 岂知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却管家听罢 笑容越发明亮 这一日子算是有盼头的 当年小姐失踪 而二老太爷又多年没有生出新的子嗣来 他们是急得团团转 几乎以为鲁家要就此灭亡了 有些本来忠心于鲁家的能人 开始动了出走的心思 好在大小姐可能还活着的消息传来 这才稳住了人心 而这也是卢二老太爷最忌讳的地方 这回拒绝詹二跟顾锦绣的婚事 也是这个原因 世家需要继承人 那四个孩子可以受苦 但不能出事 而他身为亲外祖父 可以用魔力他们的借口 让四个孩子受苦 却不能坐见他们 让顾锦绣配给詹二那样的废物 下面的属下都看着呢 他要是做得太过 大家会有怨言 觉得他心毒 卢二老太爷呼出一口气 把心里的玉器给吐掉后 吩咐卢管家交代下去 让他们好好盯着 事无巨细 一律上报 他们没有在我身边长大 我总是想要知道他们的所有事 卢管家鼻子一酸 赶忙安慰道 二老太爷莫要伤怀 京城那边很顺利 再过不久 您就能光明正大的 把大小姐跟四位小主子 接到身边来教养 天天享受天伦之乐 至于顾大山 留着肮脏的农人血脉 不配做第一世家的女婿 到时候 他会被病故 他们手里可是有不少密钥的 想要把顾大山 翘无声息地弄死 一如反掌 卢二老太爷听爸 叹道 希望如此 严爸摆摆手 把卢管家打发走了 卢管家走后 屋子里只剩下他一人 他坐在紧闭的窗子前 冷哼一声 甩掉手里的信纸 命真硬 张氏氏写完信后 就在如山县的县衙里 等着詹家派人来救他 一天天是要吃白米饭跟肉的 把如山县县令气得不轻 可他派人去河安府打听过了 虽然老顾家各种不堪 可顾戎确实是被詹家人给带走了 且说的还不是作妾 而是说有婚约的 简直惊掉如山县县令的下巴 对着师爷叹道 那詹家子是没有见过女人吗 好歹是世家 莫不是世家被皇上给打压疯了 竟然要给子弟求娶老顾家的女儿 师爷也很是不解 跟着探道 自打大汉之后 世道就不太好 大家或许都变了吧 乱世出妖人 自打西北大汉跟魏国公家出事后 大楚就开始不稳 三年前的兵货 就出了很多不正常的人 谁知道 以后会变成何等光景 师爷劝着如山县县令 大人 这种时期自保最好 您先忍忍吧 如山县县令听罢 只得点头 答应先忍下来 因此 张氏虽然恶心 可他在县压市 顿顿有肉菜吃 县令还给顾城里找了大夫看伤 生怕他们死了 詹家来人会对付他 张氏见县令大人这般对他们母子 是更加嚣张起来 在县压里 摆起富家夫人的谱来 把县压里的人气得够呛 可他的好日子没过多久 去给詹家送信的人就回来说 大人 詹家人说了 他们家不认识什么老顾家 还把小的给打了一顿 警告我们 再敢去詹家说老顾家的事儿 就让小的小命 还要上折子 告大人一撞 说大人诋毁詹家名声 给詹家胡乱按亲戚 如山县县令听罢 差点激动地蹦起来 赶忙拉住牙医的手问道 你说的可是真的 詹家人真这么说 说这话的是谁 可是詹家的主子 牙医道 千真万确牙大人 这话是詹家大老爷亲自说的 让管家转告小人的 如山县县令惊了 什么 詹大老爷回来了 牙医点头 嗯 回来了 听说是回来处置詹三老爷 跟詹三公子的 说完又拿出一封信来 是詹大老爷的亲笔信 信上就一句话 张氏跟顾城里 乃是假冒詹家亲戚的骗子 此乃大罪 应立即判处斩首 如山县县令看了信后 是彻底信了 哈哈大笑 连说三个好字 好好好 做得好 给你放三天假 好好休息 再去领食粮赏钱 好好吃上几顿 牙医猛了 看看县令 再看看师爷 用眼神询问着 大人 这是受啥刺激了 没封吧 那可是十两赏钱啊 师爷道 大人体恤你奔波辛劳 下去领赏吧 牙医见状 这才欢喜地走了 县令大人可能会封 但师爷总不能也一起封了吧 如山县县令 是忍张氏 忍得快要去投胎 得了詹大老爷的信后 是咬牙切齿地道 看张氏这个泼妇 还如何在县衙里摆架子 又立刻对师爷道 准备升堂 本官要让张氏 跟顾城里上天 娘的 报仇的时候来了 看他怎么收拾这泼妇 师爷急忙去安排 不多时 就把正在吃着鸡腿 喝着小酒的张氏 以及正在威胁牙医 给自己找女人的顾城里 给拖到公堂上来 张氏叫道 做什么 你们做什么 我可是詹三公子的岳母 呸 县令大人是在心里 呸了张氏一口 拍着金堂木道 大胆顾张氏 先是伙同顾城里犯下 累累大案 又冒充詹家亲戚 行骗县衙 恕罪并罚 暗律当判斩首 自己要被斩首 是急忙吼道 没有 我没有骗你们 我真是詹三公子的岳母 去詹家送信的牙医 领了赏钱 后来到公堂上 听到这话是骂道 呸 你这罪负还在狡辩 詹家可是说了 根本没有固容这好人 也没有你这样的亲切 你是冒充的 要我们判你死刑 以证詹家名声呢 建顾城里要说话 又指着他道 还有你 别再说啥 你是詹家大舅子话 詹家说了 你们母子就是骗子 等死吧 第九百四十章 我是来救你们的 张氏认得这牙医 确实是接了信 送去给詹家的那个 可是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这才过了不到十天 你是能飞天 还是能遁地 一个来回能这么快 张氏像是 发现了县牙的大把柄斑 盯着县令大人冷笑道 大人 我可提醒您一句 这执法犯法 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如山县县令 差点气炸了 张氏这个泼妇 是在说他 为了对付他 而假冒了詹家人的话 啪一声 如山县县令一拍金堂木 怒道 来人 给本官用刑 打死个虎脚蛮缠的泼妇 用刑 张氏惊了 大吼着道 你敢 你要是敢动我一下 我家女婿 砰一声 牙翼斑头是受够了张氏 一脚踹翻他 骂道 女婿 你女儿都不知道 在哪个角落里 你还有女婿 还詹三公子的岳母 也不照照水缸 瞅瞅你那饿死鬼头胎的模样配吗 你要真是詹三公子的岳母 那詹家不得集体上 调来向祖宗谢罪 骂完张氏又招呼牙医们 赶紧上 给这泼妇行刑 是 牙医们这段时间 也是被张氏 给指使得怒火沸腾 早就想打这狗杖人士的泼妇 是立刻一拥而上 笨住张氏就打 砰砰砰 十几下下去 把张氏打得皮开肉绽 嚣张气焰全没了 立刻求饶 饶命 饶命啊 别打 可牙医们根本不听 县令大人没喊听他们 就继续打 张氏见状真的怕了 丧命的恐惧笼罩着他 知道詹家那边是靠不住了 又把所有过错 往顾城里身上推 是顾城里 是他让我这么说的 啊 牙医们不听 照打 砰砰砰 一下一下 直接把张氏给打晕过去 顾城里早就吓傻了 哆嗦着身子 像是一只被吓傻的鸡 瞪着两个眼珠子 看着牙医们 牙医们没有跟他客气 把他抓过来 也打了一顿 打完后 大家伙心里的恶气 总算是出了 如山献献令 直接让书立给他们母子化鸭 扔回牢房 上报俯城牙门后 就问斩 张氏两人醒来得知自己 要被问斩后 是哭天枪地的 可他们能用的招数已经用尽 不会有人来救他们 他们的下场 就是砍头示众 张氏跟顾城里的事情 传回顾经理家 顾经理他们并不在意 张氏跟顾城里死了 比活着 对他们有好处 顾大山始终是个心善的 听了探道 可惜了 要是好好教 也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他记得顾城里小时候 并没有那么狠毒 可想起逃荒的时候 顾有福一家五口算计他们家 他们家因此差点被卖掉的事 又把这份可惜给压了下去 或许正如安根说的那样 顾城里是个自私阴狠的 没有看起来那么憨厚 顾大山知道 顾老爷子 是跟张氏他们一起被赶走的 如今张氏跟顾城里作案 被判了死刑 那顾老爷子跟顾有福呢 他想问 又知道自己不好再问 可是 顾经理见他想问又不敢问的模样 干脆把顾老爷子的事情说了 顾老爷子没死 他被两个道人救了 如今跟着道人在山里过活 又解释道 是逢静他们在一个镇子里查到的 接着把顾老爷子父子 被张氏扔下 顾有福被野狼狗咬死的事情说了 但他只是粗粗说了一遍 连镇子名都没有告诉顾大山 顾大山知道 顾经理很讨厌老顾家 得知顾老爷子没有惨死 放下心来 此后再也没有问过顾老爷子的事 顾经理并没有生气 毕竟顾老爷子是顾大山的亲爹 顾老爷子可以畜生不如 但顾大山做不到这样 不过 只要顾老爷子没有扑狮荒野 有人赡养的 过完剩下的日子 顾大山也就能问心无愧地过自己的日子了 三奶奶见屋子里的气氛有些不好 又说起顾经安快考腐士的事 再过八天 安哥就要考腐士 可得好好准备 别再为其他事情烦心 腐士的日子早在半个月前就出来了 四月初九 跟二月县世一样 取的都是九这个吉祥日子 顾大山笑道 是呢 咱们安哥就要考腐士了 不说别的了 免得影响安哥 要看着顾经安道 安哥最近好好读书 家里人都在府城陪着你 放心着 我儿这般聪明 一定能考上 崔氏听得笑了 哪里有这样当众夸自己儿子的 也不害骚 顾大山被说得脸红了 他就是觉得 以前让顾经安他们受苦了 想要多夸夸他们 顾经安则是笑道 娘没事 爹夸我 我这心里高兴 文章才能写得好 崔氏笑了 看看顾经安四个 又看看顾大山 想着老顾家这个祸患已经除了 心里更加欢喜 说道 今儿天气有些凉 凉给你们做羊肉锅子吃吧 现在不吃 过段时间天气热了 再吃就不香了 顾经理听得点头 好啊 娘就给我们做羊肉锅子吃 让小吉他们帮忙 您别一个人 坐 他不太喜欢吃羊肉 说完又点了两个菜 娘 再炖个松菇鸡汤 做个香煎鱼饼吧 吃起来先 陈根笑话他 二姐你就会吃 吃羊肉锅子还不够 还要点菜 顾经理揪住他 把推到顾经安那边 大哥 他功课太少了 给他加点 陈根赶忙认错 二姐我错了 别加功课 好无趣的 嗯 顾经安听得皱皱眉头 恍然大悟道 原来你觉得 如今的功课很无趣 那我给你出些有趣的功课 陈根听吧 当真是快哭了 大哥说的有趣的功课 那绝对是地府级别的 崔氏看着几个孩子 打的闹闹的模样 心里高兴 带着顾经秀 去厨房忙活了 顾经理家的日子 过得适合乐融融 而离家的日子 就过得很是冰了 李二少爷 一直想不明白 自己的继母 为何会上公堂作证 帮着别人 把父亲给定罪了 夫人虽然不是我亲娘 年纪也就比我大个几岁 可这十几年来 她对咱们是极好的 为何突然做出这样的事 把咱们都给害苦了 李二少爷问着自家媳妇 李二少爷的媳妇道 相公莫要乱想 夫人这么做 一定是有原因的 她不是跟那里读的 可咱们落得如今的下场 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李二少爷带着怨气说道 刚说完 就有牙役来拍着院门喊道 李二 陶氏来看你们了 赶紧开门 院门里外都有锁 牙役只能打开外面的锁 陶氏 是夫人来了 她怎么会来 李二少爷有些震惊 她以为 李陶氏跟自家父亲和李后 就离开了呢 没想到还会再来 又生气得道 她还有脸来 我们都被她害死了 李夫人是跟着牙役一起来的 而李二少爷的声音不朽 她听到了 却没有生气 只对着院子喊道 二少爷 我是来救你们的 第941章 安排 李二少爷的媳妇听得大喜 握住李二少爷的手道 相公你听见了吗 夫人说是来救我们的 我们有救了 关在府邸里十来天 他们是度日如年 一是怕死 二是怕两个女儿 以后要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 李二少爷听到李夫人的话也很高兴 可他心里还有气 不乐意去开门 他媳妇见了笑道 相公先整整衣冠 我去给夫人开门 说着离开屋子 欢喜地去给李夫人开门 见到李夫人的那一刻 忍不住掉下泪来 夫人 李夫人 见她就是憔悴了些 其他都吼 放下心来 道 不必如此 你们会没事的 又转头看向牙役 给了她一张银票 劳烦差爷在这里等着 我去跟他们说说话 很快就出来 李夫人的嫁妆虽然不多 但这十几年来 也是经营得当 手头有些银子 不缺这张银票 牙役不是别人 正是张三金 张三金聪明 知道李二少爷他们跑不了 而李夫人又是见过知府大人 拿了探视文书的 因此 张三金收了银票后 就站在院门看着 没有迈进院子一步 李夫人跟着李二少爷的媳妇 进了正屋 李二少爷已经坐在正屋里 看见李夫人进来了 也不起身迎接 冷着脸别过脑袋 显然还在生气 李夫人没有跟李二少爷废话 直接说道 你不用恨我 我这么做 是在救你们 救我吗 李二少爷气得站起身 指着李夫人道 别说得这么好听 卓哥去了后 你就不想活了 你这么做 只是想给卓哥报仇 根本没有想过我们 李夫人的脸色一冷 问道 卓哥是我的儿子 他怎么死的 你不知道吗 难道还不许我报仇 李二少爷听罢 想起卓哥病死的事 突然垂下头来 不再说话 说起这件事 不仅是父亲 连他都欠着李夫人 他是卓哥的亲哥哥 要是当时能跟父亲降到底 或许能救卓哥一命 可他没有 在被父亲打了一巴掌后 他放弃了 结果卓哥的病情被耽误 就这么死在了路上 李二少爷不是个多坚强的人 这段时间过得很是煎熬 又想起因为自己的软弱 让卓哥病死的事 忍不住哭了起来 李二少爷的媳妇见了 急忙安慰他 相公别哭了 会好起来的 李夫人没空看李二少爷哭 直到 二少爷 你也快三十的人了 李家败了 以后就得靠你称门户 你这般哭哭啼啼的 以后让两个劫儿怎么办 不等李二少爷收起眼泪 又继续道 我来是要告诉你们 我没有害死你们 相反的 我上公堂告发李治是在救你们 你应该很清楚 李治自打当官以来 做过多少能抄家灭族的事 谋害原家满的事 是他所有罪责中最轻的 你们虽然会被连坐 但这样的罪责 能用银子消罪 李二少爷知道 李夫人说得对 他爹自打搭上那位贵人后 可是冲着从龙之宫去的 要是被楚皇发现 他爹头靠了大皇子 正在谋夺皇位的事 他们别说一族被灭 而是九族不保 可是 谋害人命也是大罪 且皇帝缺钱 我们家可是有五口人 每人少说 也要万两银子 这就是五万两 家里的财产都被超没了 哪来的五万两银子给我们消罪 他看向李夫人 夫人的嫁妆 即使全部变卖 估计也没有这个数 李夫人只是商骨庶女 就算娘家再有钱 也不可能赔送一个庶女太多的嫁妆 李夫人道 我的嫁妆确实没有这么多 但加上你娘的嫁妆 跟大少爷媳妇的嫁妆后 却是绰绰有余 还能让你们继续过这富家子的日子 你说什么 李二少爷惊朗 我娘跟大嫂的嫁妆 不是也被超没了吗 怎么还能用 李夫人听得摇头 李夫人是出身尊贵 不理数五 不懂得未雨绸缪 早在我得知 你父亲得到那位贵人的赏识之时 就开始悄悄把那些嫁妆运走 根本没在这座宅子里 知府大人抄家 自然抄不到那些嫁妆 不过 你娘跟李治没有合理 你大嫂也还是李家媳妇 他们的那些嫁妆见不得光 我会都变卖了 换成银子救你们 你们别怪我 不怪不怪 李二少爷的媳妇 几乎要喜极而泣 能消罪 能有银子继续过日子 他们感激李夫人还来不及 怎么可能还会怪他 李二少爷没说话 但他原本觉得 天塌下来的世界 突然又被人给撑了起来 李夫人继续道 京城往来和安府需要时间 你们可能还要在这里待上一段时日 不过你们放心 我都打点好了 你们不会受苦 严格也不会 会有大夫来给他看病 李二少爷先前说的一家五口 就包括了李延 等京城大理寺 复审过你爹的案子后 我就能拿银子给你们消罪 我在江南玉湖府 给你们买了一座宅子 一个庄 你们消罪后 就到哪里去定居 我有了个故人在哪里 能照顾你们 又交代道 先别回西北老家了 中州往西的路上 一直不太平 多了不少抢匪 你们夫妻带着两个姑娘 最好还是在江南过日子 李二少爷的媳妇大喜 夫人这是把所有事情 都帮他们安排好了 是把李夫人说的一一记下 夫人放心 我们都记住了 又问她 夫人最近住在哪里 届时跟着我们一起 去玉湖府吧 她听李夫人的意思 似乎没有要跟着 他们过日子的打算 可她一个和离的妇人 唯一的亲儿子又死了 不跟着他们过日子 还能去哪里 李夫人摇头 不了 我有住的地方 就在城里的小清明关 哪里皆是女修 不少和离或者无子的夫人 都在哪里清修 我很喜欢哪里 等你们的事情了结后 就会落发入关 落发 李二少爷听到这话 终于站起身道 夫人不必这样 您虽然跟父亲和离了 却是救了我们一家的命 赡养您也是应该的 一个人孤零零地去到关清修 光是想想 就觉得凄凉 李夫人依然摇头 不必 在冠里挺好的 能给着根祈福 你们自己 把日子过好 就成 要是念着我 有空的时候 就带着两个景来看看 我就成 第942章 膝盖都快跪碎了 夫人 李二少爷还想再劝 却被李夫人打断 问道 两个景呢 许久没见他们了 可还好 让他们出来见见我吧 李夫人很喜欢 李二少爷的两个女儿 对他们极好 还给他们留了一份 不错的嫁妆 李二少爷夫妻是知道 李夫人这几年 过的是什么日子的 在李家 她就像是死了一样 也就是见到 两个女娃的时候 脸上能有点笑容 自然是立刻点头同意 昨晚打雷被惊到了 在隔壁屋子补教 我去喊他们 夫人在这里等着 李二少爷 去了两个女儿的屋子 把两个小姑娘 给叫了起来 两个小姑娘听说 李夫人来了 是立刻穿上鞋子 跑了过来 看见她后立刻扑过来大哭 呜呜呜 祖母 祖母您去哪里了 我们好害怕 家里被牙医占了 他们很坏 不许我们出院子 李夫人心疼的不行 抱住他们安慰道 不哭不哭 他们不是坏人 是来保护你们的 你们乖乖听话 再过个把月 你们就能离开这里 祖母给你们买了新宅子 种了你们喜欢的花跟果子树 到时候 你们开窗子 就能看到花 等秋天的时候 两个小姑娘听罢 害怕没了 开心地跟李夫人 说起吃果子的事 李夫人跟他们 说了一会儿话 就离开了 两个小姑娘舍不得她 抱着她 不让她走 李夫人笑道 祖母是去看颜歌 还会回来的 你们乖乖听话 不要闹 两个小姑娘闻言 这才松开李夫人 那祖母先去看颜歌 看完了再回来 我们一块吃午饭 李夫人笑笑 没有回答 他们就走了 李夫人去了李妍的院子 见她眼睛红肿 似乎是哭过了 可看见她来了 还是震惊了一会儿 李夫人问了 李妍身边的老嬷嬷 颜歌最近如何 老嬷嬷 把李妍进来的状况说了 李妍听了点点头 对李妍道 你的身子是越来越好了 家里出了变故 病情也没有加重 你如今可知道了 你的身体 并没有你祖父以为的 那般雷弱 是年纪越大 身体就会越好的 离智 只有李妍一个 名正言顺的孙子 又是嫡出 因此很是在意 是李妍有点头疼脑热 就紧张兮兮的 把孩子弄得也很敏感 总以为自己随时会死掉 李妍没说话 只是掉着眼泪 李妍夫人也不需要她开口 而是自己 把离智的事情告诉了她 跟她详细说了 李大人的案子 李妍不知道听没听懂 总之李妍夫人 细细说完后 就停了下来 对她道 你不必为你祖父难过 人造了孽 就是要还的 她想的福够多了 如今是还债的时候了 又告诉她 你也不必自苦 只要自己有本事 以后想过 什么样的好日子 都行 何况你还有你娘的嫁妆 等这案子结束后 你就跟你二叔父 去江南的玉湖府过日子 哪里没人认识你们 你可以过得很轻松 李妍听吧 没有丝毫开心的模样 眼泪反而越掉越厉害 问她 祖母是讨厌我们吗 李妍夫人摇头 我不讨厌你们 我只是讨厌你祖父 她是个自私的人 不仅不顾及亲儿子的性命 连你们的命都不顾及 这回是运气好 一个不算大的罪名 就把她给弄进牢里去了 不然等她做的其他事情败露 李家九族都要死 那些可都是不能用银子 抵消的大罪 丛隆之功 是那么好力的 多少人家死在了这条路上 又道 你如今还不懂 等你长大了 就会明白了 可李妍却是个聪明的 他道 我懂的 这是岳师爷说的 汽车宝帅吗 李妇人想了想 道 差不多 不过正确来说 应该叫做舍小宝大 或者断尾求生 说完又觉得自己太过冷冰冰 对孩子影响不好 是轻轻摸摸她的脑袋 夸道 瞧 我们言歌是很聪明的 小小年纪就知道汽车宝帅了 以后会更出息 李妍原本是死气沉沉的 听了李妇人的话 感受着李妇人掌心的温度 终于笑了起来 李妇人放心了 说完这句 看了看屋子 对李妍道 搬去跟你二叔父一起住吧 你以后是要跟着你二叔父过日子的 快住着 这感情看得深厚 李妍是愿意的 家里斗生变故 她院子里的下人 很多都不在了 只有一个嬷嬷 她很害怕 可是 牙抑叔叔们不许我离开 李妇人道 不必担心 我来解决 李妇人手里有银子 想要张三金把李妍搬去 李二少爷的院子 住着很容易 不过两颗中的功夫 李妍就住进了李二少爷夫妻 所在院子的幼乡房 陶氏 你已经在府里待了许久 该走了 张三金收了李妇人不少银票 是想多给李妇人一些时间的 可她原本 是在墨湘街守着老顾家的 被古之府赏识 才调来守着同之府 眼见着升迁有望 可不能出差错 让人抓到把柄 只能说到 待得太久 我们不好办 李妇人点头 我这就走 说着 最后抱了抱两个小姑娘 转身走了 李二少爷犹豫许久 在她出院门的那一刻 终于跪了道 多谢母亲的救命之恩 我们不恨您 李二少爷只比李妇人小几岁 李夫人又是继母 她虽然敬重她 却从来没有喊过她母亲 实在是叫不出口 可如今她觉得自己 应该尊称她一生母亲 李二少爷的媳妇见状 也急忙带着两个女儿跪下 快谢过你们祖母 多谢祖母救我们 两个小姑娘懵懂地说着 又求李夫人 祖母留下来 跟我们一起住好不好 李夫人红了眼眶 却没有走过来 只是转身说道 祖母要去外面 给你们布置新家 不跟你们一块住了 你们好好的 说完没有再多言 快不离开 迈出铜之府那一刻 他是一身轻松 等京城大理寺 附审过离治的案子 二少爷他们全都能花钱消罪后 他就算真正自由了 他这一生 年轻时被娘家绑着 嫁人后被李家绑着 也就这一刻最轻松 李家的案子 在河安府闹得是费反迎天 可在京城却是一桩小案子 官员年轻时候 跟熟身的丫鬟私通 合伙谋害其亲夫 简直不值一提 啪一声 明少卿看过卷宗 跟古之府呈上来的证据后 很快就盖了印章 跟着许多卷宗一起 一并送去给大理寺卿盖大印 第943章 出大事 大理寺卿年事已高 而明少卿出身尊贵 办案能力强 要是不出意外 以后会掌管大理寺 因此 只要是他这边呈上来的卷宗 大理寺卿都是随便看看 然后盖上大印的 顾老太根离大人 合伙谋害原家满的案子 不到十天就批复了 送还和安府 江盛 也就是以前的邹江 是看着大理寺的御兵 骑着快马离开 直到看不见人影后才 松了一口气 回了大理寺 总算是尘埃落定了 许重锋见他回来了 把一碟卷宗扔给他 江老 就那案子 有啥好紧张的 您老赶紧帮我 把这些案子看了 丑丑 都有啥问题没有 我都快累死了 许重锋自打来到大理寺任之后 室内的跟狗差不多 许多同榜或者同窗 还很羡慕他走了大运 能高升进京当关 可许重锋却是嗤之以鼻 啊呸 羡慕个屁羡慕 老子快累死不说 一天天的 还得装孙子 出去逛个街 不是遇上皇亲国妻 就是遇见高官勋贵的 膝盖都快跪碎了 还是坐县令吼 起码在县里老子最大 都是别人跪他 他从来不用跪别人 就是长舌夫太多了 他拉的膝 都能被他们传得满县城皆知 江圣听着许重锋的抱怨 提醒道 大人慎言 这里可是京城 不是最怕死吗 你这么说话 是不想活了吗 还有 大人 你这口音 什么时候能改改 一会儿老子 一会儿傻傻的 这里是京城 讲的是雅言 你说这样的乡下话 是会被耻笑的 笑个屁 许重锋道 我就是农家人 说乡下话怎么了 虽然是抱怨的话 但他还是改了 没有用咋了 而是用怎么了 江圣见他改了 又说起黎大人案子的事 那个案子不简单 还会出事 我紧张 是怕会牵连到顾家 许重锋是大理四城 有一个小院子办公 因此 江圣在这里说话 还算放心 顾家 顾锦安家 许重锋还记得顾锦安一家 文言说道 这个案子 跟他家有啥关系 不得不说 这就是秦三郎 顾锦李 顾锦安的聪明之处 他们很巧妙地 把顾老太和黎大人 谋害原家满的案子 跟顾老太谋害废事的案子 给隔开了 即使卷宗到了京城 在万份卷宗里 出现两个顾潘氏 也不会很奇怪 还有一点就是 黎大人背后的主子 要是不细查 也不会查到顾锦李家 只会把黎家跟老顾家给剁了 则 江圣则了一声 怎么三年过去 还是这么没长进 他看着许重锋 说了 许重锋听罢 吓得不轻 天老爷 那他们不是完了 他拽着江圣 小小声地道 听说黎大人是大皇子的人 大皇子可不是好惹的 是跟楚皇一个德性 说堕了你就堕了你 都不带商量的 江圣倒是没有多紧张 逃荒的时候 两家已经断亲了 且明少卿会护着顾锦安家 明少卿是见过顾锦安的 水匪案的时候 顾锦安 秦家兄弟 包括罗武 都出了大力气的 而明少卿是文人 很欣赏顾锦安 又得知顾锦安考上线暗首 做出班纠叶豆腐 跟抹育豆腐后 更觉得是个可造之材 所以 故意把废氏案 原家满案 给分开拿去给大力四清盖印 不让京城的人 把这两桩案子联系到一起 除此之外 就是大皇子威夷 就算查到顾锦安家 也没功夫对他们下手了 许重锋听罢 放下心来 本官还以为他家要完蛋了呢 有名阎王护着就好 名阎王是许重锋私下 给明少卿起的绰号 实在是明少卿太恐怖了 别看他长得好看 平时一副神仙模样 美得不行不行的 可他堕起人来 都不带眨眼的 是笑着笑着 就把一个三品金官给办了 那可是三品金官啊 他是做一辈子 都不可能做到三品官 江圣提醒道 大人说话小心点 要是让明少卿的人听到 您又要被收拾 明少卿的人遍布大理寺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冒出来一个 提醒完后 把那堆卷宗 又给许重锋推了回来 大人 老夫要出城调查司徒家的案子 没空给您看卷宗 您自己看吧 说完走人 许重锋猛了 喊道 你回来啊 这么多呢 本官要看到什么时候 江圣可不管这些 司徒家的案子 可比看这些卷宗重要 做好了 是能立刻立功的 许重锋没办法 只好把这些卷宗 分给手底下的两个小官 让他们一起看 可即使如此 也是忙活到半夜才看完 许重锋是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回到家后 又精神百倍的跟自家夫人 说起离大人跟离十六的八卦 把许夫人听得是震惊不已 连说顾老太是神人 又叹道 听说顾锦安考了心案手 真是个有才华的好后生 要是家事能再好些 倒是良配 顾锦安为人不错 家风清明 又有赚钱的银圣 许夫人一度想把自己的女儿配给他 不过书姐儿如今也配人了 是个金官家的公子 乃是将老爷子过过眼的 说是个可靠的 嫁得不亏 今年八月就要完婚了 许重锋是跟自家夫人 说了大半个时辰的八卦 而第二天去大理寺的时候 他却听到一个更大的八卦 说是宫中昨晚出了大事 圣上昨晚大发雷霆 宫里仗毙了不少人 大皇子府连夜被围了 啥 刀兄你说啥 大 太皇子府 昨晚被围了 许重锋吓得身子都抖了 这京城就不能太平点 皇上他老人家 怎么动不动就砍人 砍得他三年来 没有睡一个好觉 生怕那天睡着睡着 就被俯虎军给冲进府里咔嚓了 俯虎军是皇上的三大禁军之一 专门杀人 杀的不是当官的 就是世家 或者是勋贵 这些年来 不少官员 勋贵 世家 甚至是皇亲国妻 都死在他们手上 许 许兄你小声点 告诉你是让你最近小心一些的 不是让你嚷嚷出来的 高大人也是大理四成之一 办公的小院子 就在许重锋的隔壁 他看看四周 见周围没有外人后 小声的道 你也知道 我家廉金是俯虎军的 他是天不亮 就给我们送来消息 让我们最近都规矩点 别犯错 出了圣上的眉头 第944章 全部杀光 高大人说完见许重锋 还是震惊脸 以为他还是不幸 又道 千真万确的事 我家廉金 说是发了好大一通火气 是连天亮都等不及了 立刻派人为了太皇子府 又扯扯许重锋的衣袖 问道 你知道昨晚宫里 被仗毙的人是谁吗 谁 谁啊 许重锋最怕自己会死在京城 问这话的时候 声音都是抖的 高大人道 是大皇子的亲娘 梅菲 什么 许重锋是两眼一番 差点就吓晕过去 高大人急忙扶住他 周梅道 许兄 你这是身体不舒服 许重锋点着头道 嗯 这几天太累了 又淋了雨 身体有些不好 总不能说自己是被皇上 打死梅菲的事情 给吓得翻白眼吧 又抓着高大人的手道 高兄 梅菲真的死了 梅菲的出身并不好 只是一个中州小官之女 可她好歹是 生了大皇子的 还是个公妃 就这样仗毙 也太可怕了 高大人点头 我还能骗你不成 要不是出的事情太大 我家连金 也不会天不亮就送消息来 最近小心点吧 肯定又要死上一拨人 许重锋是连连点头 多谢高兄提醒 又问道 高兄可知是为了何事而杀人 高大人笑了 提醒他 许兄 这事可问不得 且我也不知道 说完不再理会许重锋 回了隔壁的小院子办公 许重锋则是惶恐了一天一夜 而这一天一夜里 出了很多事情 不但太皇子府被围了 梅家在京城的府邸 也被围了 大皇子的岳家 以及两位侧妃的娘家 也被围了 甚至连大皇子 所有生下孩子的 侍妾的娘家 也被围了 这些侍妾里的娘家 就有一个是豹家 豹家是梨二少爷的姨母家 黎大人能搭上大皇子 就是豹家姨母签的县 至于梨二少爷的外祖家 并没有被围 因为不在京城 而被围只是一个开始 第二天 新的命令下来了 俯虎军开始杀人 除了大皇子的岳家以外 其他女人的娘家 是全部杀光了 一整天 只要路过那几家府邸的 都能听到惨叫声 以及浓重的血腥味 许重锋得知这事 是直接吓晕了 醒来后一直打哆嗦 不断地说着 都杀了 都杀了 竟然都杀了 吓死人了 他现在辞官还来不来得及 然而 他没空辞官 明少卿跟江盛回来了 给了他新命令 这是大皇子几个 侍妾娘家的案子 不需要查 你走个过场就行 走 走个过场 许重锋看着桌子上的 一堆案卷道 不 不查吗 明少卿眸光一寒 狭长的丹凤眼 如利刃般刺向许重锋 声音幽冷四双 不想活了 本官可以帮你 以为他有功夫 跟他开玩笑吗 这是皇上要杀的人 理由都是找好的 他们照办就成 还能给这些侍妾的娘家 翻案不成 许重锋是直接吓得 扑通一声跪下 吓 下官不敢 他不想当官了 想回家种地 江盛简直是没眼看 把他拽起来道 明大人放心 许大人会照办的 明少卿知道许重锋胆子小 也不想吓死他 收起冷脸 交代道 照办就会没事 还有最近观景文护 府上除了采买以外 不要让其他人出门 也不要烂好心地收留人 一个收留错 你全族都要死 明少卿对许重锋 还是很不错的 因此提醒了他一句 是是是 下官谢过大人 许重锋哆哆嗦嗦地硬着 整个人都趴得跟斗筛子似的 明少卿也没空里会许重锋 说完后 立刻带着大理寺的御兵离开 许重锋知道 明少卿一定是去抓人 或者砍人了 吓得身子抖得更厉害 啪一声 江盛一掌摁在许重锋的肩头 对他笑道 大人 您抖什么 要是害怕就记住一点 这些都是功劳 能让你升官的 这么一想 是不是就很开心了 许重锋快哭了 拽着江盛的手道 叔 我辞官成吗 京城太恐怖了 江盛摇头 以后京城会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要是辞官回乡 弄不好会全家死绝 老头你心肠也太坏了 竟然诅咒我全家 许重锋很生气啊 他可是把他当亲爹供着的 他竟然说他全家会死绝 江盛嫌弃地看了他一眼 道 自己用脑子好好想想 老夫是为你一家好 有些话不能明说 江盛只能这么提醒他 许重锋也不是蠢货 想了半天终于明白过来 江盛这老头子是在暗示他 大厨以后会不太平啊 皇上这么个杀人法 大厨想要太平都难 而要是大厨不太平 定会引起冰灾 这个冰灾时间可能会很长 十年起步 那待在京城里 确实比待在外面要好得多 许重锋想明白后 又去问江盛 德贤还可考不 江盛像看傻子般看着他 自然是要科考的 许重锋 可是 您老不是说 江盛笑了 那都不知道是多久以后的事 且就算再怎么变 跟贤哥考科举 都没啥关系 大不了等 换了再考一回 许重锋震惊地看着江盛 还能这样 江盛点头 当然可以 朝代更替 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那些跨越两朝的名臣 不都是这样 在前朝考过后 又在新朝出力之时再考一次 德中后 入新朝为官 许重锋听罢 看着江盛 后退一步 害怕又敬畏地道 您老是神人 什么大事在他眼里 都跟一根鸡毛似的 不值一提 就算是在地府 他都能把日子给过起来 服了服了 不敢惹不敢惹 今晚回去就吩咐管家 给老头的院子加奋力 加双倍 江盛见许重锋冷静下来了 拽住他道 别磨叽了 赶紧干活 大皇子的士气多 生了孩子的有好几个 许重锋他们 是忙了三天才忙完 而他们忙完的时候 大皇子的岳家 也被定了罪 男丁全部杀光 女的送入道馆清修 至于大皇子 皇上的意思 竟然是要杀了他 可大臣们不同意 说 就算大皇子想要谋反 皇上也不能杀了自己的亲子 这有为人伦 可人伦在皇上眼里 根本比不上皇位 大皇子用岳家 以及侧妃娘家 在大楚各府布局 想要夺他皇位的事 是彻底激怒了他 楚皇就像是一头 被踩了尾巴的猛虎 一转头就把亲儿子给咬死了 第945章 府事 大皇子死了 楚皇不顾朝臣反对 是派服虎君 直接溺毙了大皇子 且不许他葬入皇陵 还把大皇子 从御碟上除名 是彻底当作没有这个儿子 大皇子的两个 刚刚会走路的儿子也死了 大皇子府 是一个男丁都没留 不过 有女儿活了下来 被接近宫里养着 而这还是太后求来的结果 楚皇因这大皇子的事 是又在京城大开杀戒 闹得人心惶惶 那几天 大家都是绕着刑场走的 根本不敢靠近刑场 皇子们 朝臣 世家 勋贵 甚至是公妃 都因这这事 心寒恐惧不已 楚皇这次的残暴 超乎了他们的想象 是连亲儿子 亲孙子都杀了 其一身为天子静臣 对于楚皇此举 也是心寒不已 他跪在宫门外 足足跪了两天 想求楚皇留大皇子 一命都没有成功 最后晕倒 被家里吓人抬了回来 醒来后 看着自家妻子 流泪担忧的脸 是心疼不已 强撑着坐起身 抱住他道 阿叔 让你担心了 是我的不是 齐大少奶奶道 湘公别说话 你好好养着 我跟孩子们都没事 又是这句话 这些年来 因这楚皇脾气暴力 是杀了不少人 超了不少薰贵之家 他跪求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每次晕倒回来 阿叔虽然担心难过 却都说没事 让他不要担心家里 可他是他的妻 是他心里喜欢的人 怎么能让他 一年又一年地担心着他 齐义终于松了口 承诺道 阿叔 我会着手安排 调任京城的事 以后做事 也不会再冲动 不是小年轻了 他有家有事的 就算想做纯臣 想为大楚肝脑涂地 可主子不行 他也不能拉着全家去陪葬 齐大少奶奶听罢事 喜极而泣 相公终于想通了 可他又摇摇头 道 相公不必这样 我知道你心里的志向 你不用担心家里 好好去实现你的宏图大志 齐义这回没有点头 而是坚持 要给自家留一条后路 京城已经血流成河 何安府近来却很热闹 只因俯视到了 何安府各县的考生 是永路何安府 准备俯视 顾德兴跟顾庆良 顾庆田也来了 他们是跟着徐家的马车来的 徐老爷子想要跟顾家交好 是亲自赶着马车去接他们 让他们跟着徐家来俯城 原本是想邀请他们 去徐家的宅子住的 但顾经理家在俯城有宅子 徐老爷子只好把他们送去顾家 徐昭明虽然是个贵公子 但被自家爷爷教训一顿后 也明白过来 有些人不是你想打压 就能打压得了的 既然比不过人家 那交好对方 就是最明智的办法 所以徐昭明听了自家爷爷的话 去顾家道了歉 这回也跟着来了顾家见顾景安 顾景安是个很懂人情事故的人 知道徐昭明现世的时候找茬 也是被人窜多的 并没有为难他 而是真心与他交好 徐兄 你可有与人解保 我跟明表哥 还少一人解保 你要是还没跟人解保 不如就跟我们一起吧 辅士的规矩跟现世差不多 考生要三三解保 徐老爷子听爸师立刻道 可真是巧了 我家正愁找不到解保的学子呢 安哥你可是解了 我家的燃眉之急 这是客气话 以徐家的本事 想要找到解保的人很容易 徐昭明见自家爷爷 把话说出来了 便点了点头 好 徐老爷子是恨铁不成当地瞪着他 你是聚嘴葫芦吗 还是养在深闺里的大姑娘 就不能多说几句话 这样腼腆 怎么能教到童年 劫到乡党 顾锦安倒是很主动 跟着徐昭明说了一会儿话 约定明天一起温书后 就送徐家人离开 陈氏看见顾德鑫 冲过来问道 新歌 最近学问可有长进 你可得考上啊 要是考不上 可不好说清 不等顾德鑫回答 又想到徐家 问道 最近徐家小子 是不是跟你们一块读书 你有去过徐家吗 可见到徐家的小姐们 好看不 有喜欢的没有 要是 二婶 您快别说了 徐家人还没走远呢 被人听到可怎么办 顾德鑫是急得不行 回头看着徐家的马车 只看到马车尾后 才放心地呼出一口气来 陈氏给了他一个白眼 道 切 你还跟老娘害羞 你年纪不小了 那徐家不错 又有适龄的姑娘 要是能求娶到 也你的福气 又觉得这么说 很吊自家的架 补上一句 也是徐家小姐的福气 你以后可是要当官的 这身份不比徐家小姐差 顾大贵真想踹陈氏一脚 赶忙过来道 别说了 赶紧进屋 让新哥他们好好休息 就知道说说说 没看见新哥 脑袋都快埋到地下了 陈氏被骂 只好压下话头 让顾德鑫先进宅子休息 可他又不服气 骂着顾大贵 你是亲叔叔吗 新哥都多大了 亲娘不在了 大哥又不知道各家闺女的情况 我做沈娘的 不给她张罗谁 给她张罗 顾玉没死后 陈氏觉得自己 没有照顾好他们兄妹 怕自己死后 大嫂子会找她算总账 所以对顾德鑫的事情 很尽心 是把整个田福县 临近县城 甚至是府城的附护 官家姑娘们 都给打听了几遍 只要是跟顾德鑫合适的 都给记了起来 顾大贵心里骂娘 他怎么每次 都炒不赢这婆娘 不过见陈氏对顾德鑫好 他还是很高兴的 他大哥就一个娃 可得善待着 不能出差错 顾德鑫三人来了后 当晚大家伙 是好好地吃了一顿 肉菜管饱 还把府城几家酒楼的 名菜点了几个回来 让顾德鑫他们吃 其中有一道夹心点心 顾经理看了后 突然问顾景安 大哥 你们考线试的时候 有没有把衙门 发给你们的吃食 掰碎了来看过 顾景安点头 我掰开看过 但很多人都不会掰碎 那碎的东西 不好下口 顾卿梁道 我没掰 领了后就装起来 饿了就拿出来吃 他考线试 就是去练练手的 根本没想过能考过 所以很随心 不会很仔细地检查吃食 顾景理听后 提醒道 吃食是最能装家带东西的 你们以后进考场 一定要把官府 发给你们的吃食 当场掰碎了 确定里面没东西才行 又道 这关系到你们一辈子的前程 甚至是性命的大事 宁愿吃碎东西 也不能就这么忽略了 顾景安几人听罢 立刻点头 小鱼放心 我们记下了 而顾景理的这个提醒 当真算是救了他们一命 第946章 有法子 顾德兴他们是提前五天来的 休息一晚后 第二天开始问书 若是有不懂的 就请教上秀才 上秀才进来是天天来顾驾 却不是时时刻刻 跟着顾景安他们念书 更多的时候 是给成哥充当临时先生 教他功课 上秀才这么做 一来是人在这里 顾景安他们 要是有不懂的 可以立刻找到人询问 二是 他知道 学生都害怕先生 特别是顾德兴 他紧张得不行 为了能让他放松点 上秀才不会主动去找他们 都是等他们不懂了来找自己 顾德兴因此轻松不少 而大家伙也看出了顾德兴的紧张 他是连着失眠两天 那眼圈比黑碳还黑 陈氏急得不行 揪住他问 你咋回事 大晚上为啥不睡觉 想媳妇吗 都跟你说了 要好好考 考上了就给你说个千金小姐 回来做媳妇 你咋就不听 这么整法 你能考得上 就有鬼了 说完又觉得不吉利 急忙呸呸呸了好几声 对着东边白白 老天爷 我就是胡乱说的 您老人家 可得保佑新根考上啊 他年纪都老大了 考不上说不了亲 是要被村里的妇人 给笑话死的 顾德兴听到这话 都不想活了 二婶做啥啊 他没有想媳妇 不出所料的 陈氏又被顾大贵 给骂了一顿 你会不会说话 不会说话就闭嘴 你把新根 整得脸都快没了 陈氏跳起来骂回去 你吼个屁 我这不是着急吗 你厉害 那你说说咋办 你能封住他的眼睛 让他睡觉不成 顾大夫只能劝他们 你们别吵了 可陈氏跟顾大贵不听 两人正在气头上 是如起袖子 一副要干架的姿势 顾德兴急了 急忙拦在他们中间 我没事 就是太紧张了 怕自己考不上 所以睡不着 他也想睡啊 可真的睡不着 如今脑子跟江湖似的 晕乎乎的 啊 是因为这个 陈氏跟顾大贵犯了仇 要是因为太紧张了 睡不着 那他们也没办法 三奶奶瞪了他们夫妻一眼 道 就知道吵吵 赶紧滚蛋 别在这里影响孩子 又道 小余会配药 我去找他给新根 配点安神药吃 新根晚上一定能睡着 陈氏听罢 急忙拽住三奶奶的手道 哎呦 还是您老有法子 走 知习父跟您一块去找小余 顾景里听了两人的来意后道 德兴哥这是紧张害的 光吃安神药没用 那咋办 哎呦 难道我家新根 就是个不能当官的命 陈氏差点哭了 巴巴地等了这么多年 眼见着家里祖坟就要冒青烟了 要是这回那青烟冒不出来 扑一下就给灭了 他这秀才沈娘 不就当不成了 你好什么好 小余一定还有办法 听他说 三奶奶捶了陈氏的背部一下 指住他要哭天抹泪的架势 顾景里道 除了吃药以外 确实还有别的法子 就是要放弃晚上温书的时间 陈氏算是聪明的 知道轻重缓急 立刻点头硬下来 如今是要新根能睡觉 晚上温不温书都可以 顾景里把法子说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顾德兴吃了晚饭一个时辰后 开始做体能训练 练上一个时辰 把你累得没空胡思乱想 晚上就睡得着了 顾景安听说后 也带着七康明他们一块加入 你还别说 当晚他们几个是睡得跟死猪似的 而第二天起来的时候 很是神清气爽 状态比先前好了很多 顾德兴没空胡思乱想后 书本也能看进去了 脑子清醒后 文章的思路比之前清晰了 开考前两天写出的文章 都比之前写得要好 而他们一直这样 坚持到了府市开考的前一晚 四月初九黎明 他们就起来了 一个个是十分精神 跟着家里 大人祭拜过祖先后 吃了吉地面 带上东西 坐着家里的罗车去了府城礼房 府城礼房 就在府城衙门边上 是一座相对清幽的大宅子 如今主大街上已经人满为患 全是举着火把 灯笼 驾着罗车 或者是被家人簇拥着 来考试的学子 能来参加府市的 皆是通过县市的考生 几个县的考生聚在一起 人数是十分壮观 而从府市开始 考场的规则就变了 虽然跟县市一样 还是考三场 可这三天里 是不能出礼房的 四月初九天亮检查进考场 必须得等到四月十一的下午有时 才能离开 这么做是为了省市 不用每天都检查一遍考生 且到时候 考院市 乡市 都是要考几天几夜的 从府市开始 就让考生们知道 科考的辛苦也不错 顾经理也来给顾锦安他们送行 是交代道 府衙发给你们的东西 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 都要检查清楚 要是给的东西太容易夹带 而你们 又无法检查清楚的话 宁愿不要 你们吃了我给的药丸 这几天就算淋雨 也不会伤风 抽到臭号也不怕 挤得袖袖你们的袖子 就成 考场不能随便 带这些东西进去 所以 他做了一种提神去意味的药水 给他们 撒在衣服的袖子上 那味道很轻很轻 需要捂在鼻子上 才能嗅到味道 不过那药效却很厉害 嗅上几下 就能让人脑子清醒 不受意味侵扰 顾锦安他们纷纷点头 嗯 我们知道了 你放心 咚咚咚 说话间 礼房的鼓声响了 牙一听到鼓声 开始高喊 诸位考生注意了 再过半个时辰就要入场 把你们的解保书准备好 再把不必要的东西扔掉 不许夹带 夹带者 抚牙暗律论罪 又提醒到 夹带可是大罪啊 重则可判死刑 大储用的是重点 而科考一事 会瓜分世家薰贵 以及官家子弟的官职 因此 为了卡下考生 给自己的子弟疼地方 朝臣跟薰贵世家们 是给科举加了很多刑罚 每一样都能判你死罪 考生们都是知道的 是赶忙检查自己的衣服 袖子那带 有人连头发都剪下来检查了 确定没有夹带后 才开始排队 半个时辰很快就过去 顾锦安他们 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 是又等了半个时候 就进了场 进了礼房后 又开始像县市一样搜身 第947章 福将啊 不过这回顾锦安他们 倒是不害羞了 县市的时候 大家都是有过经验的 是大大方方地脱了衣服 决定检查 牙医们也很不情愿啊 因此检查这一项的时候 是很快就给过了 走走走 下一个 诸位都快着点啊 慢得抽到臭号 可怪不了我们 牙医们嗓子都快喊破了 可人数太多 就算再快 也要忙活一上午 顾锦安他们检查完后 握着牌子 跟着牙医去拿笔墨纸验 领取今天的干粮跟水 干粮很普通 就是两个大饼子 顾锦安他们记着顾锦理的交代 领到大饼后 要掰碎了检查 顾锦安如今跟徐昭明交好 见他拿到饼子后 就放进篮子里 是提醒他 徐兄 把饼子拿出来 掰碎了 看过后再装进去 他这话是光明正大的说的 牙医们 听了 只是皱皱眉头 有一个最不满的 也只是说了一句 还要掰碎 你们也太磨叽了 赶紧掰 后面还有考生等着呢 诶 差爷大哥 我们很快的 顾锦安人长得好看 说话的语气又好 那牙医原本是嫌弃他们 没事找事的 听到这话 看见他的态度 心里的气也没了 倒是一个穿着火腹衣服的男人 一把拿过顾锦安手里的饼子 笑道 公子 这两个饼子有些娇了 吃了胃苦 小人给您换两个好的 说着 就要把两个饼子 扔进地上的桶里 顾锦安却一把拽住他的手臂 用力一捏关节 那火腹啊一声 手一软一松 饼子就被顾锦安夺了过去 顾锦安笑了 也想来做恶事 没有老虎胆 就不要想着发横财 旁边的牙医不是蠢货 见状起了疑心 看着那名火腹 可又不敢相信 他有胆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这个火腹以前也是牙医 可受伤后腿脚瘸了 只能去做杂役 给当差的牙医们做做饭 打打杂的 这回也是见他老实可信 才把他给弄来地方帮忙 那火腹见牙医盯着他 急忙解释道 小马 咱们是同时进牙门的 我是啥人 你还不知道吗 哪里有胆子做坏事 又指着顾锦安道 我就是见他是不是多的 而他的饼子又焦了 生怕他烤上后会对付我 这才想着给他把饼子换了 提前拍拍他的马屁 小马牙医是马班头的足弟 听到火腹的话 念着他们是一起 敬牙门的感情 心里也偏向了他 可顾锦安却对小马牙医 拱手心里道 差爷 晚生并没有嫌弃腐牙干粮的意思 我喜欢吃烤焦的饼 想要把饼掰碎 只是想谨慎一点 毕竟科考是大事儿 还望您莫要介意 又看向那名火夫 冲他一一到底 道 这位大叔给我们考生做饭辛苦了 多谢 多谢 火夫的冷汗都要下来了 多谢个屁 赶紧把饼子给我才是正经 火夫想要去夺饼子 可徐昭明已经当着牙医们的面 把自己的饼子给掰碎了 结果在里面发现一张纸片 上面写着几个字 好像是签字文 徐昭明猛了 实在没有想到 牙门发的干粮里真的有夹带 而更猛的是 这夹带者还是个文盲 写的竟然是签字文 那个府城的府室 是考签字文的 有病吗 看不起他们这些寒窗苦读的学子是不是 徐昭明是气的手抖 小马牙医见了 立刻摁住火夫 冲着身边的牙医吼道 关门 去通知知府大人过来 出大事了 哎 牙医们知道大事不妙 立刻分成几路 有的去关门 有的跑去通知古知府 有的则是冲去厨房 把厨房院子给封了 有的是巨爪已经拿到干粮的考生 把他们的干粮全都拿走 收集起来 一会儿要全部掰碎了检查 古知府最近快忙疯了 又碰上府室 一天天累的想杀人 今天早上起来 还摆了香案拜天地 求老天爷保佑 让这回的府室能顺利过去 结果这还没开考呢 就出事了 哐当一声 古知府室砸了周晚 怒道 给本府查 厨房所有人都给我抓了用刑 要是问不出来 大家都别想活 这可是属于科考舞弊 而问题还不是出在考生 而是出在府衙的人身上 要是被上面知道 他就算有天大的功劳 也别想升官 弄不好还会被处死 是 马班头 张班头 他们是急忙去办 唐通判也是被惊得不轻 不过又安慰古知府 大人 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要不是那个顾锦安发现得早 等考完之后再发现的话 咱们都得掉脑袋 古知府一听 也是庆幸不已 听政县令说 这是他的习惯 先前考县室的时候 也是把县衙给的吃食掰碎了检查的 没想到这回倒是救了咱们一命 福将 当真是福将啊 走 咱们赶紧去看看 古知府是立刻整理医官 带着唐通判 来到分发干粮的院子里 小马牙一见状 立刻迎了上来道 大人 所有的饼子都收起来了 只要大人下令 我们可以当场掰碎检查 又指着那明火夫道 古长发有异样 估摸着这事 跟他的关系很大 古知府已经听说了古长发的事 文言看向古长发 冷笑道 不知安的狗东西 来啊 给本府打 打到他说为止 古长发是 一直吃着府衙饭的 就连变成瘸子后 府衙也没有赶他走 而是给他安排了 清赏安全的活计 可这白眼狼 却这般歹毒 一招 就差点把他们全都害死了 是 小马牙一硬着 立刻把古长发 拖到院子中间 让两名牙医摁住他后 自己行行 砰砰砰 包着铁皮的棍子 狠狠打在古长发的身上 把古长发打得惨叫连连 晕死过去 颇醒他 继续打 古长发是怒火滔天 古长发要是不招 他就不罢休 是 小马扳头又继续打 可古长发是 除了惨叫以外 愣是一个自媒说 顾锦安皱眉 这个古长发看着 不像是个硬骨头啊 这么死撑着 定是有原因 他站在原地 对着古长发拱手道 大人 他不招供 应该是家里 得了大好处 第948章 招刃 能让一个软弹 变成硬骨头的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他的家里得了好处 这个好处还很大 大到他宁愿死 也不愿意说的地步 古之府听罢是 瞬间明白了 对唐通叛道 唐大人 你亲自带人去古长发家 把他全家都投入大牢 又看向古长发 冷笑道 你以为自己死撑着不说 就行了 大厨可是连坐置 你犯了这么大的罪 以为你家人能逃脱吗 古长发听罢 差点晕死过去 可他还是降着道 大人 不是小人做的 小人就是看 那位公子的饼子被烤焦了 想要给他换一个 大人 小人冤枉啊 不是小人做的 可能是厨房 其他人做的 这饼子 又不是只有小人经手 呜 呜 呜个屁 你还有脸哭 这事要是没个结果 耽误了俯视 被上面知道了 他的官帽可就不保了 还想冤枉厨房 其他的人 心肠真是歹毒 不给你 来个很招不行啊 古之府道 不认识吧 那本官告诉你 大厨还有一条刑律 是关于科考舞弊的 若是一方出错 无人认罪 全方连坐 包括房里 办差人员的家人 大厨第一任 皇帝立下的重点 不是闹着玩的 这重点杀了很多 被连坐的人 为的就是 要所有人都不敢作恶 古长发文言 这才怕了 要是这样 即使他不认罪 他的家人也会被连坐 过不上好日子 古长发哭了 想要跟古之府谈条件 大 大人 要是小人说了 你能放过我家里人吗 这一刻 古之府想问候 古长发的祖宗 可想着自己也信古 是郁闷得不行 脚下发痒 想上去踹古长发 脊脚泻粉 可古之府知道 府事不能耽搁 为了府事 为了把这事压下去 他同意了 只要你供出背后的主谋 本府可饶了你的家人 古长发听罢 终于放心 把主谋给供了出来 是顾成贤 是他给了银子给林老八 让我们 在府事的时候 把家带的干粮 分给顾景安跟所有信顾的人 要是没有分给信顾的 分给其他人也行 只要能闹出事儿来 把顾景安 信顾的考生 以及府衙的大人们 全部弄死就成 林老八说 顾成贤要给自己报仇 说府衙害了他 城里那些看热闹的百姓 也害了他 他不会让大家好过 这话一出 在场的人是惊了 古之府是气得发抖 怎么会有这么狠毒的人 你说你要是想害死 顾景安那就算了 还想害死府衙的大人们 逮毒 果然是顾老太的孙子 这心肠简直是一脉相承 毒的人发虑 唐通判听到这里 是立刻道 大人 下官立刻带大夫 去墨湘街老顾家 审问顾成贤 顾成贤有花柳病 不能带来公堂 只能他去审 古之府同意了 唐通判立刻带人 去了墨湘街的老顾家 刚到宅子 就让两个包的厚实的牙医进去 用长长的棍子 把顾成贤给打了一顿 顾成贤差点被打死 可他心里恨极了所有人 觉得所有人都偏帮顾景安 因此还想去撕咬牙医 把花柳病传给他们 两个牙医是眼疾手快 用长棍子交叉插住顾成贤 让他动弹不得 唐通判问道 顾成贤 让林老八跟顾长发 王府市的干粮礼塞 夹带的主谋 是不是你 别想否认 顾长发已经招供了 顾成贤看看天色 见已经过了五十 以为顾景安他们已经开口 他的谋划成功了 因此没有否认 是咧嘴笑道 呵呵 就是本少爷做的 如何 这招一出 是不是把你们所有人都害死了 他瞪着眼睛 嘴巴里喷着血墨子 咬牙切齿地道 让你们这些狗官害本少爷 让本少爷落难 做不成官家少爷 那就别怪本少爷 让你们丢官丢命 哈哈 可考舞弊啊 这可是能诛连九族的大罪 你们全都死定了 又炫耀扳道 而本少爷让你们九族竞灭 只是用了一张五百两的银票 五百两就能买你们两个 无品以上官员九族的命 还能买顾景安全家的命 当真是值了 太值了 林老八是个干瘦干瘦的老光棍 因着穷 想要在死前 取上媳妇留各种 冒险来给有花柳病的顾承贤他们送饭 认识了顾承贤 帮他做了这事 而他也是个贪心的 只给了古长发两百两银子 自己则是留了三百两 唐通盼听着顾承贤的话 看着他猙獰的模样 是恶心的不行 等顾承贤张狂地说完话后 他才冷笑道 你以为所有人都像你一样蠢吗 顾景安比你聪明多了 他考现试的时候 就有把牙门给的干粮掰碎了来看的习惯 因此 他是干粮刚到手就要掰开检查 古长发害怕 事情当场败露 俯视也因此没有开口 我们都没事 有事的只会是你 顾承贤听罢 是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问道 你说什么 顾景安竟然有掰碎干粮检查的习惯 这个狗东西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习惯 他的计划这般天衣无缝 竟然就这样失败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个狗官骗我 骗我 顾承贤是不断嘶吼着 像是一头疯狗般 死都不愿意 相信自己的谋划没有成功 被顾景安轻松击溃了 唐通判是懒得跟顾承贤废话 问旁边的习惯 他先前招供的话可记下了 习惯点头 禀大人 全都记下了 唐通判听的点头 并没有让顾承贤摁手印 只是让两名跟来的大夫作证后 自己把顾承贤的名字写在供词上 娘的花柳病 要是让他摁手印 全府衙都得中招 唐通判收起供词后 从窗子里看着顾承贤 冷声说道 顾承贤 你心思歹毒 屡教不改 这辈子是没救了 下辈子好好做人吧 可能下辈子做不了人 要堕入畜生道 呸 本少爷才不会死 该死的是你们 你们全都吓了 为什么偏帮顾景安 顾景安就是个奴才 他在老顾家的时候 是给我们当奴才的 顾承贤是不断嘶吼着 说着辱骂顾景安的话 说到最后 太过激动 把自己说得吐出一口血来 晕了过去 唐通判嘴角抽搐 神经病 言罢 拿上供词 带着疏利走人 两名行行的牙役 则是跟着大夫去抛药走 免得染上花柳病 第949章 府城买地 唐通判回到衙门的时候 林老八也被抓了 牙役们是在娄子里 把他给拽出来的 好家伙 得了银子后就开始祸祸 这几天都是睡在娄子里 就没回过家 是把分到的三百两银子 花得只剩下一百两 唐通判冷笑 就这样的老魂求 你就是给他一万两塌 也不可能真的好好安分过日子 林老八见自己被抓 还一个劲地嚷嚷着 没有 大人 小的没有做这样的恶事 小的是无辜的 呸 你无辜 你要是无辜 那睡花娘的银子 是哪里来的 粪坑里掏的 顾成贤都招了 你还敢嘴硬 来啊 给我打 唐通判懒得跟这样的老无赖废话 立刻对林老八用刑 牙役们没有客气 摁住林老八就打 砰砰砰 不过几下 林老八就疼得受不了 说 大人 小的错了 小的招 全都招 接着他把顾成贤给了他赢票 让他找给府市做饭的人 往顾锦安 顾姓考生的干粮里 放夹带的事情说了 还喊冤 大人 都是顾成贤让小的做的 小的是无辜的 求大人 看在小的年老的份上 把小的放了吧 唐通判笑了 冷哼一声 对牙役道 继续打 打足三十大板为止 三十大板 林老八差点下晕过去 大人饶命啊 饶命啊 打三十大板 小的会死的 可唐通判恶心死了林老八 根本不松口 给了他一句话 莫慌 把你打死了 牙们会负责埋的 言罢 带着林老八 跟顾成贤的口供去了礼方 把事情告诉古知府 古知府听罢 总算是松了口气 招了就好 这事可耽误不起 要是误了府市 整个府衙的人讨不了好 唐通判问道 大人这边如何了 古知府道 所有的饼子都掰碎了 检查了一遍 除了徐昭明 顾锦安的饼子里有夹带以外 还有十六个饼子里 夹带着写字的纸条 全都给拿出来了 只是饼子都掰碎了 这次府市 所有的考生 都要吃掰碎的饼渣子 而说起那些夹带的纸条 古知府就生气 不是写着签字文 就是百家姓 三字经的 最最本事的 就是写了两首诗词 真不知道 那个顾成贤的书 都读到哪里去了 想要弄夹带陷害人 也不下点功夫 就这点学问还出来害人 简直是丢人 唐通判厅的放心了 又问道 大人 何时才能开口 府市可是耽误不得 三天三场 都是安排好的 古知府道 估摸着的晚上才能开口 如今礼房不干净 所有杂役跟考生 以及分发给考生的东西 都要重新检查一遍 这是一个费时间的事 可这事不能省 必须得办 唐通判厅的点头 大人思虑周全 下官佩服 您有何需要下官做的 请尽管吩咐 古知府满意点头 立刻吩咐唐通判干活 整个府衙的衙役 再加上百名守军大营的士兵 是忙活到下午有时 才把所有的东西 杂役 考生给全部检查完 这才开始发卷开口 古知府把这场变故的消息 封得死死的 可许多考生的家人 还是察觉到了不对劲 一直守在理房门外 问着衙役 差爷 理房里出了啥事 咋看着不太对头 又看像站在理房门前的一排士兵 更加害怕 知道理房里肯定是出了什么大事 而这事肯定跟五臂有关 五臂啊 这可是全家都要连坐的大罪 然而他们并没有看见 考生被押解出来啊 难道不是五臂 衙役们早就得了古知府的吩咐 对他们道 诸位放心 理房里没出什么大事 就是厨房的干粮有些问题 怕考生们吃了拉肚子 重新给考生们做了一批 这才耽误了时间 又对着围过来的 考生家人喊道 没事 没事啊 诸位都别担心 所有考生都好好的 大家伙听吧 这才放下心来 等理房门前挂起灯笼后 大家便慢慢散去 等开龙门的时候 再来接人 顾大山 顾大富 七盘子 上秀才 跟徐老爷子 是一直等到天色黑透才离开 嘴里还不放心地嘀咕着 希望没出大事 几家的孩子都在里面考试 要是真的 出了舞弊答案 即使考上了 这功名也可能不算数 徐老爷子年纪最大 是安慰他们 莫要想了 出事是一定的 可估摸着出的事情不大 不然不可能没有人被压出来 可他心里也是怕得不行 努力了几代人啊 就盼着明根高中好改换门庭 让徐家踏入士族之列 要真的出事 他徐家几代人的努力就白费了 徐家 江家 跟顾大山家不同路 一起出了主大街后 就散开了 顾经理已经知道里方里发生的事 等顾大山回了家 把事情告诉他 顾大山听罢 吓得不轻 忙到 顾成贤咋这么狠毒 他自己毁了 还想来害安哥 那安哥不会受这事影响 被知府大人嫌弃吧 府市的主考官 就是周府主官 要是安哥被古知府嫌弃 可是会落榜的 顾大夫跟七盘子也很担心 他们俩的儿子 一个跟安哥是同族兄弟 一个跟安哥是表兄弟 要是安哥被知府大人嫌弃 他们的儿子一样会受牵连 顾经理看着他们紧张的脸 笑道 没事的 我哥把斑鸠叶豆腐 跟抹鱼豆腐献给了衙门 能帮知府大人拿到功劳 也只会弃顾承贤 不会怪我哥 更不会怪德心哥 或者明表哥 三人听罢 这才放心 陈氏在旁边骂道 老娘早就看出顾承贤 不对 是黎承贤从小就是个心毒的 瞧瞧他是连这样的恶事都做得出来 要是真让他做成了 这得死多少人 真是丧了良心了 骂完又羡慕起来 黎家真是有钱 黎承贤都这样了 还拿得出五百两银票 来收买林老爸 则则则 那可是五百两啊 能在县城买一座宅子了 买宅子的事儿 陈氏就很郁闷 你们说 这府城的宅子 咋就这么难买 我这十几天一直跑牙刑 那牙子都说 没有宅子卖 就算是有 也是几千两一座 真真是气死人了 我这是有钱都花不出去啊 第九百五十章 黎家 陈氏说完 那眼睛是直往顾经理的身上瞄 眼神是酸得冒泡 还是小于聪明 早两年就要安根来府城 把宅子给买好了 不像我们 如今是想买都买不到 说完又生怕顾经理会骂自己 赶忙岔开话头 骂起那些逃荒的富户来 你说那些王八高子 咋就这么贪心 以前在西北老家的时候 他们就住在府城里 把府城的宅子都买光了 逃到南边来后 又在和安府府城买宅子 把和安府的宅子买光了不说 还把价钱给抬高了 是巴巴巴地骂了一大堆 总之就是 他不能在府城买到便宜宅子 心里不爽 必须要骂了 顾经理是瞅瞅他 没有说话 跟顾大山崔氏他们打了声招呼后 回了居住的院子 院子正屋 大庆 二庆 小吉都在 三人眼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图 是秦三郎画的和安府府城图 秦三郎学过赤后的本领 会绘制这些图纸 而这张和安府府城图 除了有府内的道路跟标志物以外 还画着城郊的山林 湖泊 山路跟关道 一眼望去是一目了然 顾经理指着城西最尾端 靠近城门的一片地道 连着城门这一片都要买下来 把右边的这块地空出来 给小随他们 建五座前铺后家的宅子 安置那些小乞丐 小随是城西的乞丐头子 在游安他们的帮助载 从一个小乞丐 成了城里的大乞丐头 手底下有两百多名乞丐 成了名副其实的丐帮帮主 又问道 城北的周家 跟穆家那边怎么样了 他们答应没有 顾经理除了想要买下城西的废墟以外 还看上了城北的一片荒地 那片荒地战地有个几十亩 是前朝一位勋贵的祖宅 可那位前朝勋贵 是忠于前朝的 宁死不详 在大楚军队攻入河安府的时候 他全家都被杀了 除此之外 大楚军队还把哪里当作刑场 砍了不少不肯归降的 前朝富户的脑袋 虽说大楚已经建立了 大几十年 可大楚姓鬼神 那个地方死了那么多人 又传言闹鬼 是一直空到现在 变成了长着茅草的荒地 不过那片荒地的前面 还有两座老宅子 他想要一条直通北城门的大道 就必须把那两座老宅买下 大庆道 周家的儿子出席 在中州一家豪族里做门客 得主家重用 那座宅子是老母所居 倒是愿意卖 就是周家的儿子太忙 而中州的路上不太平 短时间内不能回来 把老母接去团聚 顾经理道 不用周家儿子派人来接 只要周家愿意卖宅子 我们负责护送周老太过去 宅子里的东西 只要是周老太想要的 就算是一只破脚凳子 我们也给他们运过去 小吉听了笑道 小东家 要是周老太想要运一把茅草过去咋办 二庆冰冷的目光 立刻刺向小吉 把小吉吓得不轻 赶忙道 我 我错了 我会改的 二庆跟大庆一样 出身水匪寨子 又是跟着尤安他们 在秦三郎手底下训练过的 一个个都带着杀气 二庆还学过薰贵世家的规矩 对于小吉整天嘻嘻哈哈的模样 很是不喜 最近是把小吉拎着学规矩 学不好就要受罚 顾锦李虽然心疼小吉 可他如今生活在大处 有些规矩是不能坏的 不然下人会造反 因此没有呵斥二庆 只是对小吉道 咱们的生意越做越大了 有时候得用点手段 你好好跟着二庆学 这些还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 他跟秦小哥要定亲了 以后两人就是夫妻 秦家的仇会变成他的仇 想要抱这个仇 就得养人 养出一批 能在尸山血海里生存的人 小吉他是很满意的 不想换掉这个忠心的丫鬟 可如今的情况变了 小吉不能再只做一个小丫鬟 要开始跟着二庆 学些其他厉害的本事跟手段 只有小吉厉害了 他的身边才能安全 秦小哥才能放心 嗯 奴婢知道了 小吉硬着 有点想哭 可又不敢哭 穆家是怎么回事 顾锦李问 大庆道 人多 镜像少 想要宰我们一比较大钱 穆家是四世同堂 还一代比一代能生 如今光是穆老祖的重孙辈 就有二十一人 这二十一个孙辈里 只有一个是姑娘 其他二十个 都是嗷嗷叫着 要娶媳妇的小子 最大的一个已经二十有三 可因着家里穷 人又多 被俯成的姑娘嫌弃 是至今没有娶上媳妇 要是十八岁就成亲生子 第五代玄孙都能生出两个了 穆家要多少钱 谁说要这个银子的 顾锦李问 大庆道 地家上宅子 要咱们五千两银子 跟咱们谈的人是穆老太爷 他急着给孙子们娶媳妇 我们跟他说太贵 就那宅子是一千两都不值 可他哭着说 俯成啥都贵 这五千两银子 要在俯成买四座前铺后家的宅子 余下的银子 还要给穆家的二十个孙子娶媳妇 是一文钱都剩不下的 是咬死了不松口 小吉听了道 穆家也挺可怜的 结果又被二亲瞪了 就因为他们家可怜 咱们就得做冤大头 拿出比先前贵了五倍的价钱 去买他家的宅子 那宅子 你是没有去看过 都快塌了 小吉听罢 没敢再说话 小冬家那么喜欢钱 让他花这么多钱 买一座块他的宅子 他晦气得吃不下肉的 顾经理对二亲道 你明天去穆家 把穆老祖接来 就说我要见他 亲自跟他谈宅子的事 穆老太爷耍无赖 那就不跟他谈 直接越过他 找他老娘 二亲听得眼睛一亮 道 小冬家聪明 奴婢明天一定 把穆老祖接来 顾经理又跟大庆 二亲说了不少事 再算了一笔账 觉得很划算 甚至是占了大便宜后 开开心心地睡觉去了 第二天 二亲是早早就起来 带上礼物 晨时就坐着罗车 去了城北穆家 穆家的大众孙政 坐在大门外的台阶上 想着城北代家的唐娘 看见二亲来后 是欢喜得不行 急忙冲进宅子里喊道 爷 爷快出来 买宅子的又来了 唐娘家要一百两银子的彩礼钱 他家是连十两银子都拿不出来 要是宅子能卖到五千两 那一百两银子的彩礼钱 就有着落了 第951章 原地涨价 穆家人听到这话是兴奋得不行 都不用穆老太爷自己出来 是奔进穆老太爷的屋子 把他给嫁了出来 穆家的大众孙 是赶忙去接 爷 您老快着点 一副生怕穆老太爷太慢 五千两飞掉的样子 二亲看着他们 正想告诉他们 别折腾了 今天是来请穆老祖的 可穆老太爷是还没站稳就说道 小丫鬟 回去告诉你主子 这宅子的价钱涨了 得要八千两 二亲冷笑道 穆老太爷 您家这刮个大风都能摇摆起来的老宅子 要五千两银子 已经是不懂规矩 如今还想要八千两 这是拿我们当傻子呢 他是连屋子都不进了 站在大门口道 我今天是来请穆老祖去做客的 至于宅子的事 你家想卖就卖 不卖拉倒 反正周家的宅子 我们已经买到了 您家这宅子 留着给五代玄孙住吧 重孙媳妇都没钱娶 哪里来的五代玄孙 二亲的脾气 已经比大亲好很多 却也被穆家给气得不轻 这已经不是做地起嫁 而是明晃晃地拿刀子割肉 穆老祖已经是八十岁的人 能活到这个年纪 很多人都羡慕他 可如今他却是生不如死 家里的日子是一代不如一代 早年他嫁到穆家的时候 穆家还有三个铺子 乡下老家 还有一百多亩地 在城北算是很不错的人家 可分家后 乡下的地势给了二房那边 他男人是掌房 得了府城里的宅子跟铺子 二房那边不想回乡下 想要用地跟他们换府城的一个铺子 可他男人不答应 是闹腾过一段时日 他男人当时还说了狠话 老二你给我听好了 我这一只 就算是再落魄 也是府城人 不像你要滚回乡下种地 可如今这府城 他家是住不起了 日子过得还不如乡下二房那一只 人家的玄孙都能帮着下地干活了 他家大孙子 是连媳妇都没有娶到 穆老祖是越想越伤心 抹起眼泪来 听三孙媳妇说了前面院子的事 说道 老三媳妇 你去告诉那丫鬟 让他等等 我收拾收拾就跟他过去 穆家三孙媳妇听罢 是高兴得不行 哎 孙媳妇这就去说 刚刚跑出去几步 又回头交代穆老祖 老祖奶 您老可不能松口 便宜他们太多银子 得涨价 这可是关系着 您重孙子们娶媳妇的大事 要是不涨价 那银子可是不够分 穆老祖听罢 更加难过 大家都说 他多子多孙 是个有福气的 可这福气吃人啊 二十个重孙 都把穆家给吃空了 穆老祖如今没功夫哭 是抹干眼泪后 让四孙媳妇 给自己换了一身 没有补丁的衣裳 重新梳了头 跟着二亲去了顾家 穆老太爷想要跟着来 却被二亲拦住 您老要是去了 这事就别谈了 二亲刚才发了狠话 穆老太爷不敢再纠缠 却还是要穆家大重孙跟着去 二亲冷笑一声 还是不同意 穆家大重孙 一个想媳妇都快想疯的人 能让他进顾家的门 别做梦了 最多能跟两个妇人去 二亲道 穆家不答应 可穆老祖发话了 让四孙媳妇跟着去旧城 其他人留在家里 穆家三孙媳妇急了 老祖奶 可以跟两个妇人呢 孙媳妇跟着去照顾您吧 免得您老被人给骗了去 二亲笑了 能说出这话来的 要是穆老祖同意他去 这事也不用谈了 好在穆老祖没答应 带着四孙媳妇 坐着顾家的罗车走了 把其他穆家人给气得不轻 是在罗车后喊着 老祖奶 您记得要涨价啊 顾经理听说穆老祖来了 亲自去脚门迎接 见他不但驼背的厉害 还很瘦 瞧着 就是常年吃不饱的 且生了白内障 眼里蒙着一层白皮 都快瞎了 他知道 这是个日子过得艰难的人 因此对穆老祖不错 让小吉去厨房 做了些软和的肉糜 跟鸡蛋羹来 又做了一大碗肉面一起端来 让穆老祖跟穆家四孙媳妇吃 等他们吃饱后 才说到 穆老祖奶 您家的情况不用晚辈多说 这没有银圣 一大家子几十口人在府城住着 就是死路一条 唯一的出路 就是回乡下去 重新开始 要是穆家在府城还有铺子 他绝对不会说这种话 可穆家的三个铺子早就没了 又没有耕地 只在府城打小工 再有这么多重孙要娶媳妇 那日子根本过不下去 您家的宅子有多老旧 不用晚辈多说 晚辈也不会压您家的价格 一口价 给您家三千两银子 要是穆老太爷 顾经理是一千两 都不想给 可见到穆老祖后 他愿意给到三千两银子 顾经理又道 您老家那边的水田 比这边的便宜 八两银子就能买到一亩 您老二十个重孙子 一人买上五亩水田 再买上十亩汉地 建一座房子跟娶媳妇 两千五百两就差不多了 剩下的五百两可以分了 给他们一点傍身银子 要是真的有本事 用这点家底 努力个一代人 或许就能搬回府城 这比账顾经理是算过的 除了买水田贵以外 其他的在乡下都很便宜 宅子三十两就成 娶媳妇一般是十两左右 汉地就更便宜了 用两千五百两银子 安置穆家二十个重孙子 是绰绰有余 穆老祖肯来 就是想要卖宅子的 听了顾经理的话 又让四孙媳妇 一笔一笔地算了账 当真是能安置好二十个重孙的 是喜极而泣 摸索着握住顾经理的手道 小姑娘 老婆子谢谢你了 你这是救了穆家一命啊 她是仇众孙们的出路 愁得差点就上吊 顾经理笑道 宁老严重啊 咱们这是双赢 不过 这事想要做成 还得靠宁老 穆老祖知道顾经理的意思 是保证到 小姑娘你放心着 不管他们怎么闹腾 我都不会再让他们 往死路上走 这是穆家唯一的活路了 谁敢拦着不许他办 他就把谁轰出穆家 反正房气地气 是他拿着的 穆老祖像是抓住救命稻草班 是一刻不等了 回家去后 不理会儿子 孙子 重孙们的围堵 回屋子 找出自己藏起来的房气地气 跟户籍后 直接去了府城衙门 跟顾家把宅子的事情 给办妥了 第952章 分银子 二庆是全程陪着的 把房气地气交接办妥后 又把穆老祖给 送回穆家去 路上 罗车里 二庆拿出一张 五十两的银票给穆老祖 这是小冬家给您的红风 您老收着吧 穆老祖的眼睛看不太清 却依稀知道这是一张银票 是白手道 不行不行 顾家姑娘已经帮了老婆子大忙 让老婆子死了 都能明目了 这银票 我不能再收 顾家姑娘 能给三千两银子 已经是好心 再多拿五十两 她心里过意不去 家里的宅子她很清楚 就是一座二十年 都没休息的老宅子 每次刮风下雨 都跟坐船似的摇摇晃晃 随时都要她 根本不值啥钱 穆家四孙媳妇也在 是一直低着头 不敢看那张银票 心里想要劝老祖乃收下 可又觉得 这么占顾家便宜不好 二庆笑道 您老就收下吧 我们小冬家说了 人生古稀已经是难得 可您是冒蝶老人 乃是有福之人 这银票就全当 是给我们小冬家的爹娘祈福了 希望他们 也能活到冒蝶之年 穆老祖听罢 终于摸索着 把银票收下 老婆子多谢过姑娘了 丫头 你回去告诉顾家姑娘 就说 老婆子一定会为她 为她爹娘祈福的 二庆只是笑着 应了一声 并没有多话 其实这五十两银子 是小冬家给穆老祖帮申用的 穆家子孙太多 一大家子乱糟糟的 穆老祖的日子过得艰难 有点银子在身上 日子能好过一点 罗车哐当哐当地 跑了小半个时辰 终于跑到城北的穆家门前 穆家人是全都在大门口等着 看见罗车又来了 是急忙围了过来 穆老太爷 也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此刻却气得不轻 指着二庆 敲着拐杖骂道 你个臭丫头 你把我娘接去做啥了 老头子告诉你 别想着打我娘的主意 我家这宅子是祖宅 祖宅 没有一万两不会卖 二庆笑了 要是小冬家在这里 一定会说 老头 你家的宅子既然这么值钱 那你直接拿这宅子 去跟皇上换个皇位啊 从五千到八千 再到一万 没见过这么涨价的 穆家其他人嚷嚷的道 对 我家这宅子是祖宅 你们休想蛊惑我老祖奶 把宅子便宜卖给你们 穆家的大仲孙也是急得跳脚 冲过来扶住穆老祖 哭道 老祖奶 宁可不能把宅子便宜卖给他们 不卖个八千两 我们堂兄弟二十个 可是不够分的 连娶媳妇的银子都不够 戴家沈娘说了 一百两只是彩礼钱 咱们还得多给一百两的暖娘钱 跟五十两的出隔九息钱 戴家也住在城北 一直混迹市井之中 消息很是灵通 得知有人要买穆家的宅子后 是把穆家大重孙叫去 说了 要多给银子 才会把堂娘嫁给他的事 他见二亲来了几回 今天又把老祖奶接去做客 想来那个小冬家 是不会放弃他家宅子的 便一口答应下来 穆老祖一直很心疼这个大重孙 也想给他娶个好媳妇 可戴家就是个无底洞 那个戴堂娘模样虽好 却不是个好个 早两年在吴老爷家做过丫鬟 可后来却被退了回来 听说是跟吴家的大管家有了首尾 虽然戴家一直否认 可吴家就在城里 吴家采买的下人还说过这事 说戴堂娘想要调到少爷的屋里 做丫鬟 去给管家送好处 结果偷鸡不成十把米 栽在了管家手里 穆老祖听着自家大重孙的话 抬手摸索着道 太哥 你站好了 穆家大重孙不知道穆老祖要干嘛 以为自己听话 就能拿到银子娶媳妇 是呗了一声站好 可他刚刚站好 穆老祖就啪一声 扇了他一巴掌 骂道 你要是敢娶戴堂娘 就立刻滚出穆家 其他十九个能多分一笔银子 穆家大重孙是被打猛了 从小到大 老祖乃最是疼他 从来没有打过他 如今他不过想要娶堂娘 老祖乃竟然打他 老祖乃 你把宅子卖了 那就是有钱了 为啥还不让我娶堂娘 堂娘等了我两年 再等下去 就成老姑娘了 穆老祖不理会穆家大重孙 只对他最后说了一句 我还是那句话 想要娶代堂娘 你就滚出穆家 穆家虽然穷 却不要做乌龟王八蛋的孙子 这话是明晃晃地告诉穆家大重孙 代堂娘已经不是闺女 是坏了身子的人 穆家大重孙 也是听说过一些风言风语的 可堂娘哭着对他说 那些都是假的 他是清白的 是想要跟他过穷苦日子的人 就是家里的爹娘不答应 得要厚厚地聘礼 穆家四孙媳看不下去了 对穆家大重孙道 大侄子 代堂娘的事 你去城北问问 有多少人知道的 也就只有你傻才会信他 他那般心高气傲 代堂娘那般很前 要是代堂娘还是个清白的 他能看得上你 早就去潘复家少爷了 城北到夜乡的刘家六 倒是个不错的 就是模样一般 比不得代堂娘 可泰哥看不上人家 还嫌弃刘家是掏粪坑的 把刘六气得差点哭死过去 最后 刘六也想通了 去年嫁了人 是个城里的小摊贩 如今小日子过得很是红火 只有泰哥 还死在代堂娘的身上 打着光棍 穆家大重孙听罢 脸上是火辣辣的 比被穆老祖山巴掌还要难堪 可他就是喜欢代堂娘 堂娘长得多好看啊 可是城北的一只花 穆老太爷回过神来 问道 娘 您说分银子 这是真把宅子卖了 卖了多少 可是八千两 怎么着 也得有五千吧 穆老祖气笑了 呸了他一口 道 八千两 你是做梦吗 又冲着穆家所有人到 宅子卖了 卖了三千两 银子已经给你们分好了 想要这笔银子 就跟我回乡下去 不回去的一文钱也分不到 三千两 穆老太爷是惊呼出声 竟然意外地没有冒腾 虽然没有卖到五千两 可三千两也比先前的多了不少 再回头看看 自家快塌了的宅子 是接受了这个价格 第953章 报酬 不过 他看向四二席 总觉得卖的不止三千两 应该还有多的 可是被四二席 这个毒妇给搜刮去了 啪一声 穆老祖是一掌 拍在穆老太爷身上 骂道 老大 你别怀疑这怀疑那的 就卖了三千两 买宅子的小东家多 给了五十两给我 那时给我的养老钱 就这么多了 说到养老 穆老祖道 家里四十同堂 你也老了 再让你 给我养老不合适 以后我就跟着四孙子一家过了 穆家三孙席 听说穆老祖白得了五十两银子 是立马挤过来献殷勤 老祖奶 老四家玩多 您老不如跟着我家过 穆老祖冷笑一声 都不稀罕搭理他 是由四孙席扶着进了宅子 开始说分家分银子的事 穆家是忙活到傍晚 才把家和银子分清楚 银子虽然分好了 却是被穆老祖藏了起来 说是等回了乡下后 才会把银子给他们 为了银子 穆家人没有拖拉 第二天就早早起来收拾东西 准备回乡下 代家听说穆家的宅子卖了 还卖了大几千两 那眼睛都兴奋红了 代老娘亲自登门说 穆太跟代堂娘的亲事 却被穆老祖让人给轰了出去 穆太是伤心难过的不行 偷偷跑去找代堂娘 却被代家动了手脚 跟代堂娘有了手尾 代家是立刻哭天枪地的来穆家闹 开口就要一千两 把穆太经的目瞪口呆 傻傻地说 代婶娘 您不是说乐意把堂娘嫁给我 那 那个也是早晚的事吗 咋突然变卦 要我家那么多银子 穆太也不是蠢货 他喜欢代堂娘 花个两三百两曲他觉得值得 可如今却要一千两 这分明是讹诈 代老娘圆脸上的肥肉 是一抖一抖的 插着腰道 哼 我家堂娘黄花大闺女的 被你给碰了 要你一千两都是少的 赶紧给银子 给了银子 堂娘就是你媳妇 要是不给 咱们就衙门见 穆太听罢 是确信代家想要额钱了 难过得直哭 可他对代堂娘还抱有幻想 对代老娘道 堂娘说了 乐意嫁给我过苦日子 他不图银子 代老娘笑了 不图银子 还图你个憨子不成 别跟老娘废话 你要是真的 喜欢堂娘 就拿银子来 让他风风光光地出门子 穆老祖是让代老娘 猖狂够了才开口 问穆太 太哥 你看清楚了吗 代家就这个德行 这娶妻不嫌毁三代 你本来就不聪明 要是再结了这样的轻事 三代子孙就毁了呀 穆老祖是苦口婆心地说着 可穆太是个不壮 难强不回头的 觉得堂娘一定不是这样的 只是代老娘贪钱罢了 他哭着道 我要见堂娘 堂娘开口问我要银子 我才会信 不然我不会答应你 代老娘听罢 以为穆太是松口了 只要见到堂娘就给钱 是立刻道 撑 你跟我回去见堂娘 听他亲口说 穆老祖还是心疼 这个大重孙的 跟着一起去了 代堂娘见到穆太是一直哭 说着 穆大哥 不是堂娘想要为难你 实在是爹娘的意思不好违背 且我的人已经给你了 咱们算是夫妻了 银子罢了 以后堂娘会陪着你赚回来的 你 你就先按照我娘说的做 穆太也哭了 说道 我家的宅子虽然卖了 可我家的堂兄弟多 二十人分三千两 一人也就能分到一百多两 哪里有一千两银子给我 我要是把一千两给你了 家里的其他堂兄弟咋办 代堂娘不接这话 就是哭 哭得梨花带雨 一副快要哭晕过去的样子 穆大哥 堂娘是真心想跟你过日子 你就应了我娘吧 穆太是一直听代堂娘说这句话 不知道说了多少遍后 他终于扶着穆老祖走了 代老娘惊了 赶忙冲过来拦住他们 别走 你坏了我家堂娘的清白就想走 不给银子我就报关 代老爹带着两个儿子 拿着棍子堵在院子里 道 姓穆的 别欺人太甚 今天不拿出一千两银子 你们休想走 穆太的脑子胀痛得厉害 回头看着屋里的代堂娘 最后问道 堂娘 要是我家不给这一千两银子 你是不是要看着你爹娘兄弟打死我 代堂娘还是没有正面回答 只是哭 穆大哥 你家是有银子的 就把这银子给了吧 以后堂娘会帮你转回来的 转回来 怎么转 那可是一千两银子 多少人家几辈子赚不到的钱 穆太听罢 终于死心了 松开穆老祖 像一具死尸般走向代老爹他们 臭小子 你这是想白睡了 代老爹很是生气 原本想靠着漂亮女儿过好日子的 可堂娘这八字不行 先前在吴家的时候 没能勾搭上吴家少爷就算了 如今连穆家的憨子也想着吃白食 简直气死他了 代老爹没跟穆太客气 招呼着两个儿子打着穆太 砰砰砰 十几棍子下去 把穆太打得不轻 别打了 别打了 穆老祖哭喊着 摸索着要去护着穆太 还没摸到穆太身边 二亲就带着丘狼冲了进来 一脚把代家的老木门踹倒 谁 哪来的不长眼的狗东西 知道这是谁家吗 你们就敢踹 踹大门可是极其打脸的事 代老爹气得不轻 带着两个儿子去打二亲 结果不过几下就被丘狼给打倒在地 动弹不得 代老娘见状是扯开嗓子大喊 来人 来人 啊字还没喊出来 就被二亲冲过来 扇了两巴掌 二亲警告道 再喊一句 割了你舌头 又道 想要上衙门也成 你家代堂娘的事 可不止是一两个人知道 城北都传遍了 要是上了公堂 他们都能证明 你家女儿早在吴家的时候 就没了清白 你家壮告木态 这是诬告跟讹诈 众判死刑 代老娘猛了 这臭丫头是谁 怎么知道这么多 代老娘知道自家女儿的事 见有人替穆家出头 告官是不行了的 只得坐到地上哭 哎呦 我苦命的堂娘又 就这么白白 被穆家小子给睡了 穆老祖知道二亲来了 是喜极而泣 谢过二亲后 摸索着进了屋子 把那张五十两的银票 扔给了代堂娘 我家大重孙不会娶你 但也不会白白睡你 这五十两银票 就当做你教我大重孙 做人的报酬 你好自为之吧 第954章 晕了一片 穆老祖这话说的霸气 把代堂娘跟代老娘 都给震住了 代老娘回过未来后 是熬叫一声 扑上来要打穆老祖 却被二亲一脚踹倒 警告道 穆老祖可是冒蝶老人 代表着福气 你要是把他扑出个好歹来 看衙门会不会放过你 代老娘原本还想再闹 听到这话 是不敢动他了 穆太也后怕地跑过来 挡在穆老祖面前 够了 你代家的姑娘 我穆家 穆太想要说几句狠话的 可他终究是喜欢代堂娘的 虽然已经看清楚 他的真面目 却还是做不到 说出有损他的话来 最后 跪在穆老祖面前哭道 老祖乃 是虫孙子不孝 让您受累了 穆老祖很是欣慰 没有责怪穆太 也没有心疼那五十两银子 只要大众孙能醒悟过来 他就觉得值得 他是把穆太扶起 哦 啥都别说了 咱们回家 哎 穆太这回没有犹豫 扶着穆老祖走了 代堂娘追出来 想喊住穆太 可他又不甘心 跟着穆太去乡下过日子 想要再搏一搏 是转身回了屋 穆太跨出代家大门那一刻 回头看了代堂娘一眼 没有见他追出来 是笑了笑 彻底彻底地死心了 他没有怪代堂娘 他想要过少奶奶的日子 没有啥错 只是他不会再傻傻地被他骗了 穆老祖他们 刚回到家里 就碰到来送一城的刘家人 刘六跟他男人也在 是挺着大肚子 给穆老祖行礼 老祖乃 听说您家的宅子卖了 很快就会回乡 我们来送你们一城 大家都是住在城北的 穆老祖是看着刘六这些孩子长大的 大家伙都很敬重他 知道他家要回乡 这一去就是一辈子 也见不到了 都来送一城 穆老祖看见刘六很高兴 抹着他鼓起的肚子道 像是个男娃 咱们六有福气 第一胎就是男丁 以后在婆家的日子就好过了 刘六笑了 没有待多久 只在门前陪着穆老祖说了几句话 见天色不早了 就跟自家男人回家去了 穆太是一直低着脑袋 没敢看刘六 以前刘六喜欢他的时候 他是嫌弃死了他 说了很多伤人的话 二亲跟丘狼没有多待 说好了 最迟大后天来收宅子后 就驾着罗车走了 如今已经是傍晚 当有时最后一刻走完的时候 府城礼房里 响起了开龙门的鼓声 咚咚咚 一阵沉闷而肃目的鼓声过后 礼房的龙门大开 守门崖意识高呼三声 龙门开 考生归家咯 声音一出 所有来接考生的家人都激动不已 全都往龙门这边涌来 站住 都别过来 让考生先出去 府城守军大营的将士们 急忙筑起人墙拦住他们 是十个考生十个考生的 给放出人墙外 不然非得踩死人不可 而来接考生的家人们 只能等在人墙外 眺望着人墙内还没出来的考生 少爷 少爷 我们在这里呢 有父户人家的小厮 拿着一块红筹不断挥舞着 喊着自家少爷 可他家少爷在考棚里关了三天 吃了三天的碎饼渣子 晚上又睡不好 是头重脚轻的 刚出将士们筑起的人墙 就扑冬一声栽倒在地 紧接着 喷喷喷 一阵倒地声响起 有不少考生都立节倒地 哎哟 他爹快来啊 咱家老三晕倒了 老大 老大赶紧去给你三弟请大夫 乖孙 爷的乖孙 你快醒醒啊 可莫要吓唬爷 爷还等着 你给咱们张家改换门庭呢 爹 爹您撑住啊 考了十多年了 您说 这回是一定能考上的 可不能还没放榜就过去了呀 礼房大门前是一阵乱糟糟的 那些晕倒的考生家人是急得不行 有的抬着考生离开 往医馆冲去 有的则是把考生抬到一边 让家人去请大夫 那些没有晕倒的考生也是脚步虚浮 一个个跟熬夜去离地似的 走路都打摆子 大哥 是大哥 我看见大哥了 成哥被泽子抱着 远远就看见顾景安 是急忙下来 向着顾景安冲去 顾景安也看见了他 赶忙向他这边奔来 喊道 别跑 人太多了 小心踩到你 周围全是大人 你一个小不点跑什么 不要命了 成哥身上有功夫 是像条小泥丘似的 又是转弯 又是猫身子躲过前方的大人 很快就来到顾景安面前 跳起来抱住他 大哥 顾景安被他撞得往后退了一步 是一边教训他 一边把他抱起来 往顾大山他们那边走去 下次再敢这样往人堆里跑 小心我揍你 还有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你是大孩子了 不能再抱了 这不是太高兴了吗 二姐说过的 要是太高兴了 兄弟间抱抱也没啥 成哥说着 把手里的红筹花往顾景安的脖子上一挂 哈哈笑道 挂红筹 登高楼 祝大哥俯视高中 说完吉祥话 又笑出声来 大哥如今这副模样 太好笑了 顾景安看着小家伙嘲笑他的模样 以及挂在身前的大红筹花 是脸色一黑 真想把那大红筹花给扯下来 可这是大储的风俗 是预祝考生高中的 周围的考生有一个算一个 身上都带着一朵红花 或是红筹锦段做的 或是红不做的 再不计也是红纸扎的 顾德兴 七康明 顾庆良 顾庆田 徐昭明几个 也被自家大人给挂上了红筹 得 大家都一样丑 顾景安心里平衡了 安哥儿 我们在这里 顾大山他们迎了上来 看见顾景安后 问道 觉得咋样 头晕不晕 饿不饿 要是有不舒坦的 要赶紧说啊 看看这周围都到了不少人了 顾景安笑道 爹放心 我们都没事 这三天在烤棚里 我们是天天抽出半个时辰 来做体能训练 能吃能睡的 很是精神 顾庆良 顾庆田两兄弟 也点头负荷道 嗯嗯 我们一点都不累 徐老爷子很是担心 徐昭明这个宝贝疙瘩 是带了大夫来的 立刻吩咐大夫 给徐昭明把卖 大夫给徐昭明把卖后 惊讶得道 徐少爷的身体并无大碍 回去后只需 进补几天就能恢复 瞧着徐少爷 一副小白脸的样子 想来是应该晕上一场 病个十天半个月才对 可他竟然没事 眼睛看着还挺亲民 第955章 你是老鼠吗 徐老爷子听了很是惊喜 夸道 不容易啊 考县试的时候 可是回到家里就倒了 在床上躺了两天才好 而这回俯试是三天 都不能出来 他一直担心 明哥会晕倒在烤棚里 结果他竟然没事 长进了 长进了呀 徐昭明笑道 多亏了顾兄的提醒 不然孙儿也是要晕倒的 不仅如此 在排队等着进礼房的时候 安哥还给他的袖子 洒了一种药水 他在礼房里 忍不住气闷想晕想吐的时候 闻闻自己的袖子就好了 脑子是清醒得不得了 徐老爷子听罢 是拉着安哥的手道 安哥 多亏你了 以后你们还要一起上京赶口 可得互相照看着 实在是自家孙子就是个大少爷 这人情世故 跟处理变故的能力手段 是没有一样比得上顾锦安的 要是没有顾锦安照应着 光是让下人陪着他进京赶口 顾锦安笑了笑 正要说话 旁边就冒出一个酸溜溜的声音 哼 进京赶口 府市能不能过还不知道呢 就想着进京赶口了 这美梦做的也不怕磕到脑袋 徐老爷子听到这话是气得不轻 刚出礼房大门就被人这么诅咒 要是在田福县 他一定抡起拐杖 打着说话的考生 可这里是府城 徐老爷子生怕打到什么藏龙卧虎的人物 因此很是克制自己 徐昭明听到这话 脸色也不好 可经过顾锦安的事后 他学会了克制 没有以前那么冲动了 顾锦安也不想理会那人 是对着上秀才作医 让师父担心了 徒儿此次府是一切顺利 那人听到这话 又开始冷嘲热讽起来 顺利 要不是因为你们 我们能大晚上地点着油灯做铁 你还敢说顺利 城哥听得很生气 问那人 你是谁啊 我大哥认识你吗 你怎么就跟老鼠啃木柱子似的 一直在我们耳边滋滋地叫 那人听到这话 是气得倒痒 指着城哥道 小屁孩 你说谁是老鼠 城哥 谁一直在我们耳边滋滋滋 谁就是老鼠 你 那人气得差点说不出话来 冷静过后又冷笑道 果然是逃荒来的 一家子粗鄙之人 某乃是读书人 不于而等计较 城哥是个小腹黑啊 瞅了瞅那人的穿着 很是虚心地问道 这位大哥哥 听你说话这般豪气冲天的 请问您家是那户柜门 那人被问得愣住了 脸色有些不太自然 旁边有人笑出声来 说道 什么贵门 吕伯就是玉江县的一个穷考生 家里在集市 摆摊卖枣时的 这话一出 周围听到的考生 是哄堂大笑 有看热闹不嫌失大的考生说道 还以为是什么名门出身 原来是市井流名啊 吕伯听罢 脸色战红不已 指着把自己牢底 抖出来的考生道 姚有钱 你一个大男人 还学起长蛇腹来了 你嘲笑某家门地不好 可你家呢 在玉江县里到夜香呢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某 又道 你家人还想钱想疯了 给你起个有钱做名字 你这名字 真真是剁了读书人的气节 姚有钱笑了 气节你娘 老子这名字 是我爷爷给气的 气得响亮大气 怎么的 你觉得刺耳 那你把耳朵扎聋了呀 我家是到夜香的 又咋样 我自豪啊 我还会帮着爷爷 跟爹到夜香 不像你 自打八岁后 就开始装柜公子 不去帮着爹娘摆摊 还瞧不起自己的家门 在外从来不提自己 是市井人家出身 唯恐别人知道 你家是摆摊卖早食的 吕伯听罢 更加愤怒 却不敢再骂姚有钱 两家都是世代 住在玉江县里的 他们打小就认识 姚有钱知道 他家一个月到几桶夜香 要是他再敢跟姚有钱枪声 姚有钱能把他来考俯事前 因为紧张拉肚子的事 公之于众 他指着姚有钱道 某不跟你计较 又看向顾景安道 别以为你家有几个臭钱 就看不起人 俯事就是被你给耽误的 你别想否认 我家什么时候 有钱就看不起人了 不是你一直在叭叭叭 顾景安也是个有脾气的 脾气还不小 原本不想跟这人计较 可见他还继续说 是冷笑道 我家确实有钱 你要是不服气 就自己去赚钱啊 别花你爹娘的银子 等你赚到的银子超过我家后 我一定恭恭敬敬地 喊你一声大老爷 又道 关于府市的事 你别来跟我说 要是有种的话 你现在就去找知府大人哭诉 成哥还在旁边点头点头 嗯嗯 这位大哥哥一直说着 对府市不满的话 可见对府市是 真的不满意了 府市的主考官是知府大人 那大哥哥 就去找知府大人理论好了 去啊 你倒是去啊 你要是敢去 我敬你是一条汉子 吕伯怎么敢去找知府大人理论 要是去了 他可是会前程近毁的 吕伯见自己讨不到好 只能放下狠话 信顾的 你给某等着 某一定会成为府案手 不会让你这种不孝之人的儿子 成为代表 我们和安府这颗考生的人物 顾大山听到这话是脸色一白 老顾家的事 还是影响到了安根 顾锦安的脸色也是一寒 一把拽住要走的吕伯 道 既然你这么厉害 那咱们就打个赌如何 打赌 吕伯听说过顾锦安的财名 是有些怕的 可他如今骑虎难下 只能耿着脖子问 打什么赌 输赢如何论处 顾锦安道 赌谁能成为府案手 你要是赢了 随便你提什么条件都成 要是你输了 就站在府衙大门前高喊一天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既然吕伯看不起自己的出身 那他就让他直面自己 最不愿意面对的东西 吕伯听罢 果然是脸色一白 可顾锦安说了 要是自己能赢 就随便他提条件 这个吸引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他根本拒绝不了 好 就这么办 说完是狠狠扯回自己的手 顾锦安心黑啊 在吕伯狠狠扯回手的时候 用了一股子巧劲 吕伯是砰一声 直接跌坐在地 脸色是战红如猪血 咬牙横横地走了 徐昭明看着吕伯的背影 突然很同情他 真可怜 为什么要跟顾锦安打赌 会输得很惨很惨的 他就是前车之剑啊 第956章 很会赚钱 姚有钱 徐老爷子见自家孙子 是真的改过了 很是欣慰 他家不是啥是家豪族 也不是熏贵三英之家 还没卖入士族呢 子孙可不能猖狂 顾大山则是很内疚 看着顾锦安道 安哥 对 爹 不必多说 没事的 顾锦安打断顾大山的话 不想他向自己道歉 可顾大山还是很愧疚 无论他们做得再好 无论顾老爷子再坏 可顾老爷子占了名分 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被人说嘴 顾锦安不想看见顾大山内疚 又笑道 爹 他上当了 他没听清楚我的话 我说的是 只有他成为府案手 才能向我提任何条件 可他的文章我看过 华丽却欠缺务实 甚至有些策论写得很是天方夜谭 跟实际操作起来差太多 而古之府能因为班鸠叶豆腐 和魔鱼豆腐兴奋不已 就足以证明是个务实的 对于华而不实的文章不太看好 所以 吕伯就算能考上 也不会成为府案手 顾大山听罢 心里总算是好过了一些 成哥高兴得道 还是大哥聪明 那个老鼠笨死了 连打赌都没有把话听清楚 顾锦安教训成哥 不许给人起绰号 成哥哼唧一声 嘀咕道 谁让他无缘无故地骂大哥 顾锦安听到了 没有再训他 而是摁住他的脑袋 把他转了个个 松开手作衣 对着姚友谦道 多谢姚兄仗义之言 成哥也乖巧地道 多谢姚大哥帮我们说话 姚友谦哈哈笑道 没啥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又问顾锦安 顾锦安 你刚说吕博的文章滑而不实 那他会不会落榜 顾锦安摇头 应当不会 我拜读过各县才子的文章 其中有姚兄跟吕博的 他是有些才气的 不然也不会成为 玉江县的县案手 没错 吕博正是玉江县的县案手 正因如此 吕博才会关注 其他县案手的情况 才敢张狂地公开骂顾锦安 不过吕博能考上县案手 是多亏玉江县县令 是个爱华丽诗文的 可古知府不爱啊 比起华丽诗文 古知府更爱功劳 姚有钱听罢 松了一口气 如此就好 吕博虽然不咋样 可他爹娘爷奶 皆是不错的人 盼了一辈子 就等着他高中 要是落榜 苦的不是他 而是供养 他的一大家子 吕博家本就不赋予 家里还有兄弟姊妹 一大家子 起早摸黑地干活 省吃俭用地供他念书 这次为了让他能来府城考试 家里还借了债 要是不忠 真真是会苦思吕家人 顾锦安听罢 更加想要结交姚有钱 这是个洒脱大气 又粗中有戏的人 且他也拜读过他的文章 是个务实的 写的文章很大胆 就是用词比较粗犷 没有什么华丽可言 因此 现实指得了的第四 姚兄住在哪个客栈 不如我送你一程 顾锦安见没人来接姚有钱 想着现在天快黑了 而家里有罗车 可以送送他 姚有钱笑道 不必了 我不住在客栈 住客栈太费银子 来了府城后 我找了个活计 帮着城北留家到夜乡 虽然没工钱 却是包吃包住的 他家有个女婿是摆摊的 做些吃食 伙食还不错 徐昭明听的梦啊 还 还能这样的 他以为身为过了县市的考生 都是要脸面的 就算不住客栈 也会自己租个院子住 没想到姚有钱另辟西径 竟然在打工 干的还是到夜乡的活计 顾锦安听罢 更加佩服 又做一一 道 姚兄是个会过日子了 这法子甚好 能替家里省下不少银子 姚有钱颇为认同的点头 顾兄说的对 我也觉得自己这法子想的推好 就是城北有些远 我原先 还想着找城中牛家的 那牛家是负责给城中 附户到夜乡的 每天都能得到赏钱 要是能跟着他家干活 不说吃住 还能拿到不少工钱 可牛家也倒衙门的夜乡 我想着自己 考试的避嫌 就没去牛家干活 顾锦安 姚兄思虑的很对 确实应该避嫌 徐昭明快疯了 看着他们像是见鬼一般 实在是受不了了 说道 顾兄 姚兄 天快黑了 咱们还是先回家吧 到夜乡这事 能不能别再说了 他都快吐了好吗 姚有钱笑道 徐兄说的对 天色不早了 我先走了 放榜实践 说着 朝着顾锦安他们拱了拱手 又对着顾大山他们 行了一里后 迈步走了 走出机密 挤出人群后 又开始拔腿狂奔 城北他真的不进了 城哥看得大笑 这个姚大哥真有趣 大哥去看他的时候 记得带上我 以大哥的脾气 这样大气正直 又有意思的人 一定是会结交的 顾锦安点头 嗯 等放榜那天 去接人的时候带上你 又对着顾大山他们道 爹 师父 咱们回去吧 哎 顾大山点头 一行人坐着罗车回家去了 家里人已经做好饭菜 在等着了 看见他们回来 没有多问 只让他们赶紧洗澡吃饭 吃完饭后 才问他们考得咋样 顾锦安 顾德鑫 七康明 都说考得不错 只有顾庆田跟顾庆梁说 估摸着不太行 辅士的提比现实难多了 顾大牧家 如今只有老言士在这里 听后笑道 没事 原本就只是想让你们下场练练 连现实都没指望你们过 如今都来考辅士了 算是对得起祖宗了 顾庆梁跟顾庆田听罢 笑了 乃不怪 我们就好 大家伙说了一会儿话后 就让顾锦安他们去休息 那考棚又小 又矮还潮湿的 就算他们 看着精神不错 也一定没有在家里睡得舒坦 顾锦安他们 窝在考棚里三天三夜 也是真累了 纷纷回房睡觉 顾锦里听成哥说了吕伯的事 回屋后就吩咐二庆 告诉大庆他们 让他们查查这个吕伯 城里肯定有些人 想要利用他来对付大哥 盯紧他 看这段时间 都有什么人找他 再去找说书先生 让他们继续说老顾家的事 顾锦里真是反死了古代的孝道 明明是老顾家不对 可就因为顾老爷子 是顾大山的亲爹 是他们的亲爷爷 他大哥就要被人攻劫 还有那个吕伯 要是那么喜欢顾老头 你就去认顾老头当爷爷好了 第957章 要见他 是 二庆领命去了 小吉也很不喜欢老顾家 觉得老顾家太坏了 那个吕伯也不好 帮着老顾家 在旁边说道 小冬家别生气 等奴婢变厉害了 会帮你对付那些人的 顾锦里看向他 笑着点头夸一句 小吉果然是个好丫鬟 小吉听得很高兴 以为自己今晚能早点睡觉了 怎知顾锦里话风一转 笑道 既然想要变得厉害 那今晚的刀法训练加倍 不 加两倍 小吉猛了 求道 小冬家 李姐说 我的刀法很有长进了 我真的没偷懒 最近也没有犯错 您就别罚我了 顾锦里摇摇头 笑得像春风般温柔 让小吉打了个哆嗦 顾锦里道 小吉啊 虽说你的刀法是进步了 可你打得过二庆吗 打不过吧 既然打不过 那就要好好练啊 不练就要被二庆打一辈子 老是被打 你就不心疼 你自己吗 所以听话 还是赶紧去练吧 小吉快憋屈哭了 想要说些有出息的话 可他发现 自己似乎什么都比不上二庆 苦思冥想许久 终于说道 小冬家 我很会算账 陶嬷嬷教过我的 小吉是一脸骄傲 总算是找到一样 能拿得出手的本事来了 可惜 顾锦里笑了 啪一声 扔出一本账本 道 翻翻 这是啥 小吉皱皱眉头 拿起桌上的账本 看了起来 承熙废墟重建 前铺后家样式宅子七座 每座占地四亩 每座建造所需银子四百二十两 上下浮动不可超过三十两 库房一座 三进宅院两座 小吉念得晕呼起来 问道 小冬家这是 是二庆座的承熙废墟重建账本 上面一条条的账目 都写得很清楚 顾锦里看着小吉道 陶嬷嬷是很厉害 你跟陶嬷嬷学的也不错 可跟二庆比起来 还是差了不少 二庆懂得 在府城建造一座宅子 需要什么材料跟人工钱 而你只会算死账目 根本不会像他这样 把账本从无到有地做起来 你现在还觉得 自己会算账吗 顾锦里对于大庆二庆三庆 这几个庆姑娘是很佩服的 他们都被秦三郎训练得很好 且各个分工明确 大庆就是行走在黑暗里的 替他去办些暗地里事情的丫鬟 二庆是专门帮他处理数物的 不但有身手 还会算账 会管人 会经营铺子 会谈判 三庆则是向大庆 身手很好 秦三郎说是 专门留着保护他的 不会像大庆那样 时常离开去办事 嗯 这是觉得小吉不行 要给他找个拳脚更厉害的跟着 四庆这些年纪比较小的 则是在学医术 秦三郎说 他虽然会医术 会配药 可身边还是要有个 会医术的丫鬟才妥当 毕竟他们成亲后 他要是怀孕 就必须有个会医术的 自己人照料着 顾经理不知道 秦三郎为什么会想得 这么长远 嗯 估摸着是真的想当爹了 看看这几个庆 再看看小吉 顾经理想无脸 为什么秦三郎 能把人教得这么好 他却把小吉 教得这么傻乎乎 其实小吉也不算傻 就是年纪小 跟着顾经理 又有吃又喝的 傻也不用愁 有些天真 要是他也像秦三郎那样 把小吉当成影子 未来训练 小吉不会太差 小吉看完账本 觉得自己没脸见人了 小冬家 对不起 奴婢给您丢脸了 呜呜 陶嬷嬷可是说了 身为小冬家 最得宠的丫鬟 他就是小冬家的脸面 他这么废物 等小冬家 嫁到秦家去的时候 可是会被秦家人嘲笑的 秦三郎要是在 一定会给小吉一个冷眼 你想多了 小鱼是我媳妇 秦家谁敢嘲笑他 顾经理没有说话 只是坐在椅子里 看着小吉 迟到 小吉道 小冬家放心 奴婢一定会好好练 一定会比二亲他们厉害 顾经理听了 终于说到 不用比他们厉害 但你要记住 如今跟以前不同了 你必须跟他们比肩 否则 就算他再舍不得小吉 也得换掉他 全部用几个庆 小吉点头 奴婢一定会跟他们一样厉害 扣扣扣 窗子被人敲响了 小冬家 奴婢来接小吉了 声音还有些孩子的软糯 是四亲的声音 顾经理打开窗子 看见一个十岁左右 脸蛋圆圆的可爱小丫头 正是四亲 别看四亲小 却已经能背下好几本医书 认识上千重要材 等府释放榜后 还会跟着他们回家 跟吴老大夫学医术 学个几年 也就能用了 无必拜见小冬家 四亲很是恭敬的 给顾经理行礼 主子说 小冬家是他们的女主子 必须听小冬家的 对小冬家恭敬在恭敬 谁敢给小冬家气首 山里喂狼 谁里喂鱼 随便选一个 总之就是别想活 顾经理笑道 四亲真可爱 又喊小吉 赶紧地跟着四亲去 练上两个时辰 回来睡个回笼觉 足够了 一点也不够啊 会困死的 小吉在心里喊上一声 却不敢说出来 而是跟着四亲走了 临走前四亲道 小冬家放心休息 三亲来了 在屋顶呢 他会守着您的 顾经理点头 嗯 我知道了 你们去吧 四亲带着小吉离开 他们没走多久 二亲就回来了 说 小冬家 大庆已经带人去盯着了 顾经理点了点头 打了个哈欠 让二亲去了 小吉的屋里睡觉 自己关门关窗 钻进被窝里休息了 第二天起来 顾经理坐着罗车 去了城北的周家 周老太很是感激 他能派人 护送自己去中州 投奔儿子 觉得他是个不错的 思量几天后 最终决定 把成交的一片的卖给他 不过 提出要见他一面 顾经理本来是不想出门的 可他得知 那遍地的位置后 就决定去见周老太一面 周老太跟他想象的不一样 是个慈眉善目 且通身气派的老夫人 周家奶奶好 顾经理给周老太行了礼 周老太看见他 惊讶地笑道 原来是个长得欲破式的姑娘 难怪不乐意出门 这样好看的姑娘 还是少出门为妙 免得给家里招货 顾经理笑道 您老过誉了 又问道 您老为何要见我 第958章 俯式放榜 地他买得多了 一般都是交给缝进去办 很少自己出面 周老太道 是因为地的事 那块地不是周家的 是我昌家的 哪里有我也奶 爹娘的坟墓在 老婆子想着 你要是想买那块地 就得帮着老婆子 照看着点家人的坟墓 怕你不乐意 想见你一面 说说这事 周老太是独女 可周老爷子不乐意 做上门女婿 而周老太的爹 跟周府是顾娇 也不想让顾娇之子 做坠婿 就提出 要是生了两个儿子 就过计一个给昌家 周老爷子答应了 可他短命啊 第二个儿子还没冒出来 他就死了 死的时候留下一言 说是让周老大长大后 回中州去 中州才是他们的祖地 因此 周老大是放弃了 和安府的一切 按照周老爷子的遗愿 去了中州 周老太很生气 因着这事 是跟着自家儿子 闹了十几年的别扭 如今年纪大了 去年病了一场后 也想通了 这才乐意 把宅子卖给顾经理 去中州投奔儿子 卖宅子 卖地 算是周老太对儿子的示好 可自家也乃 爹娘的坟墓 不可能这么快就迁走 得选日子 才能起骸骨 所以要顾经理帮着照看 周老太说到这里 已经哭出声来 老婆子不笑 委屈了自家也乃 爹娘 可活人总不能为死人活着 他已经跟儿子 降了十几年 再降下去 他怕是连死 都见不到儿子一面 顾经理听罢 对周老太的儿子 很是恼怒 这人为了自己的爹 却这般博待自己的老娘 也不是个孝顺的 可周老太 已经决定去投奔儿子了 他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好答应下来 您老放心 以后逢年过节 我都会让人去 祭拜昌家的几位老人 直到您家千坟为止 您老放心去中州 还有一点 顾经理很不明白 周家奶奶 中州那边并不太平 您把河安府的家业都卖了 万一将来有个变故 想要再回河安府 就比较难了 周老太听罢 很是欣慰 丫头 你能提醒老婆子这一句 可见是个有良心的 可你年轻 不知道那些世家豪族在想什么 我爷 我爹都是前朝人 他们是知道的 那些世家豪族啊 是巴不得乱的 他们早就准备好了 你不用担心老婆子 他儿子是得豪族做门客的 早在三年前就跟他说过 要是真的乱起来 靠着世家豪族的庇护 才能活下来 自己待在这里 就算有家业 那家业也保不住 顾经理听罢 没有再多说 该提醒的他已经提醒了 周家在城郊的地 位置很不错 前方通着大道 后方有一座小山 翻过小山就能进入深山 是前有去路 后有后路 要是再见个物宝 就算乱起来 短时间内人 待在物宝里也不怕 只要抗住了 就能往深山里逃 周家的这片地不小 连着小山 一共有个八百亩 可因着是汉帝跟山地居多 江淮江南的豪族 又喜欢水田 因此没有被豪族抢去 周老太感激顾经理 给他的价格很是公道 只要三两银子一亩 八百亩地 两千四百两就拿下了 顾经理高兴得不行了 给了银子后 立刻让二庆去把地气给过户了 五十之前就高高兴兴地 把地气揣回了家 可他刚高兴没多久 大庆就来报 小东家 城里有四拨人找了吕伯 想让他继续用孝道 来攻劫大少爷 这四拨人里 有一位是智氏的老汉林 很是迂腐 觉得顾老爷子 跟顾老太虽然有错 可顾大山因此不认他 也是大不孝 顾锦安身为孙子 却看着顾老爷子 被赶出和安府 而不救人 更是要遭天打雷劈 一位是史先生 自诩名门狂逝 看不起顾锦安这等逃荒来的泥腿子 不想让顾锦安 拿到小三元的财名 还有两拨人 是府城薛家跟葛家的人 他们两家都有考生参加了府市 也是奔着府安手去的 得知顾锦安学问好 想在私德上 把他给拉下来 顾锦里很是无语 不过就是个府市 又不是春围 至于吗 顾锦安得知后 却是孝道 你可还记得 邹江家当年为何招货 不就是申友才名遭了邹县城的嫉妒 科考一试 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很重要 谁家都想抢个名额 自然是用尽各种手段的 每次科考 都会有考生无缘无故的遭灾 或是病了 或是被人打断手脚 而这些很多都是人为的 就是为了干掉 那些有才名的考生 让他们无法参加科考 让自己能多个机会 毕竟科举录取的人数有限 你干掉一个 自己就有可能上榜 顾锦里听罢 冷笑道 既然如此 那就不要怪我们了 想要用笑道压人是吧 他就不信 那四拨人的家里 个个都是大笑子 顾锦里从来不是个好说话的人 是立刻让大庆他们 查这四家人后宅里的阿渣事 不到三天就查出来一大堆 那位老汉林宠妾灭妻 在京城做汉林的时候 还因为小妾动了胎气 而没有回来看望病重的岳父 结果不但连岳父的最后一面没有见到 还错过岳父出病 简直是大不孝啊 岳父虽然不是亲爹 女婿却也要孝顺的 这事经过说书先生一说 满府城的人都知道了 都在骂老汉林被小妾迷了心窍 连岳父的死活都不管了 是道貌岸然的败德之徒 那位史先生则是仗着自己出身好 又爱做些狂事行径 在江南的时候 抢了一个黄花闺女 虽然用银子摆平了 可不耽误说书先生说书啊 是把史先生的这些孽债 给轮着说了好几天 薛家跟葛家也没好到哪里去 薛少爷是弄大了表妹的肚子 还在跟府城的余家一亲 一亲的对象 还是于老大人的孙女 是把于老大人气坏了 直接跟薛家退亲 薛家是哭着上门求和 却被于家给打了出去 葛家则是兄弟多 一个个都想着多分些家产 各房市生怕自己吃亏 死命的搂宫中的银子 把葛家老太爷都给气病了 葛家不笑的事 也被说书先生拿来说了 四家轮换着说 把四家人给说得生不如死 是直到4月19放榜当天 还在说着四家的事 顾景里是津津有味地 听了几天八卦 不过4月19这天没空听了 是早早起来等着放榜 第959章 拿来的银子 崔氏跟顾大山比他起得更早 天不亮就起来杀鸡炖肉 准备祭品 忙活大半个时辰 等顾景安他们起来后 让他们赶紧沐浴更衣 给天地上香求保佑 三奶奶则是交代着家里人 今天谁都不许说不吉利的字 都给老婆子记住了 简那好听的话说 知道了三奶奶 顾景秀应着 开始准备赏钱 她已经在管账目 手里除了自己绣活得来的银子外 还经手着其他大钱 虽然学这些挺麻烦的 但有处事跟李姐帮忙 也不算累 顾景李就轻松多了 起床刷牙洗脸后 练了半个时辰的拳脚 就开始端着豆浆喝 看着顾景安他们 打扮得俊逸帅气地跪在地上 跟着三奶奶 一句一句说着求保佑的话 听到精彩处 她还笑了 被三奶奶给狠狠瞪了一眼 要不是正在祭拜 顾景李一定会被臭骂一顿 拜完天地后 顾景安他们祭拜完后 顾景李他们也要去拜拜 总之 顾景李是对着东边拜了不下二十拜 脑子都有点晕 行了 赶紧去吃早饭 吃完了就去等榜吧 三奶奶催促着顾景安他们 把家里给他们准备的早饭端了上来 早饭很不错 都是石会果腹的好东西 顾景安见牛肉饼好吃 装了一盘放进石盒里 想着去接姚有钱的时候 给他尝尝 不多时 顾景安他们吃完早饭 坐着罗车离开去等榜 顾大山这些大人没有跟着去 是由着顾景安他们去交友 大人们则是待在家里等着 顾景李很想去看热闹 可他已经急急 而顾景安他们 今天是要跟许多年轻考生打交道 秦三郎又不在 他只能在家里等着 诚哥很贴心啊 冲着他道 二姐别不高兴 我回来后会学给你听的 让你也感受感受腐蚀放榜的热闹 顾景李笑了 好啊 但你得学得像一点 学得不像 听起来不热闹 诚哥点头 嗯呐 一定会学得很像的 保管二姐听了开心 顾景安摁着他的脑袋道 学什么学 你又不是说书先生 再这样下去 你都快成小八卦了 嘿嘿 诚哥笑着保证 才不会 我一定会比说书先生厉害 成了 别平嘴了 赶紧走了 不然就不带你 顾景安说着 把诚哥给滴流到罗车上 跟家里大人打过招呼后 坐着罗车离开 他们先去了城北刘家 到了刘家的时候 姚有钱还在干活 是在砰砰砰地帮刘家匹柴 刘老娘把顾景安他们带进来的时候 他只是愣了愣 就哈哈笑道 顾兄 你们来了 可真早 四十府市才会放榜呢 顾景安道 你倒是一点不急 想来是胸有成竹了 言罢 把带来的四色礼 递给刘老娘 刘大娘 叨扰了 刘老娘也是个豁达的 没有推拒 收了四色礼后 让家里的孙子们 给他们端茶 倒水搬凳子 七康明跟顾德心四个也进来了 跟姚有钱问了好 姚有钱看见他们很是高兴 回了礼后 回答着顾景安先前的话 机会是一半一半 可要是落榜 我天不亮 就去礼方大门 等着也没用啊 姚大哥好 成哥凑了过来 蹲在旁边对姚有钱道 三奶奶说了 今天不能说不吉利的话 落榜是万万不能说的 姚有钱哈哈笑道 确实不该说不吉利的话 可要是自己考得好 即使说了不吉利的话也没关系 照样会中的 姚兄果然豁达 顾景安更加喜欢姚有钱 对成哥道 好好跟着你姚大哥学 如此秉性才是好的 成哥点点头 嗯 知道了 又帮着姚有钱 把批好的干柴 一块一块地垒叠起来 姚有钱看了惊讶道 你还会嫁柴 瞧着是个玉面小郎君 贵气得不行 还会做这些农家活计 成哥点头 嗯啊 我还会匹柴 会摸豆子 种地 割药材 会做不少农活 大哥说 就算家里有钱了 他也得继续干活 家里可不养废物 姚有钱听了道 不错 很有本事 言罢 又一边匹柴 一边出了大学里的张剧 见成哥都能接得上来后 是惊喜不已 改而出了春秋里的典故 见成哥依然听得懂后 是大喜 对顾锦安道 你家小弟不得了啊 小小年纪就读了春秋 这小家伙 刚有他的肚子高 最多八岁吧 竟是这般本事了 顾锦安道 姚兄别夸他 他越大脸皮 就越厚 夸多了 可是要飞起来的 成哥哈哈笑着 帮着姚有钱做完活计 又等他梳洗过后 一起坐罗车去了福泰楼 福泰楼的胡东家 跟我们家有救 在福泰楼 给我们留了一雅间 咱们可以在哪里登榜 顾锦安道 姚有钱笑道 多谢顾兄了 要不是顾兄相邀 我怕是要挤破脑袋 才能进主大街看榜 顾锦安摇头 反问道 姚兄会去看榜吗 只会等衙门的人上门报喜 好省出时间来赚银子吧 看姚有钱今天这干活的驾驶 顾锦安就知道 他根本没有想过 要去看榜 就等着府衙送消息 要是没有喜报传来 傍晚人少后会去看看 要是不忠 估计也不会太难过 姚有钱被顾锦安说得不好意思 毛头笑道 顾兄果然隐物绝伦 其实我心里也是很想早点知道自己 有没有考上的 可人太多了 知道去了也是要等 就没费这个时间 几人是说说笑笑 吃着牛肉饼 等把牛肉饼吃完后 罗车也来到了福泰楼 胡掌柜早就等着了 看见顾锦安他们来了 立刻迎了上来 几位顾公子 你们可算是来了 请跟我上三楼雅间 旁边有人来福泰楼等榜 听到三楼雅间四个字后 是惊了 指着顾锦安他们说道 胡掌柜 他们是何人 竟然能上三楼雅间 福泰楼的三楼雅间 一般是不开放的 只会留给真正的贵客 胡掌柜笑而不语 只做出请的姿势 让顾锦安他们进酒楼 田福县顾锦安可在 一个穿着布衣的脚夫 高声喊着 顾锦安听得皱眉 转头问道 在下就是田福县顾锦安 那脚夫给他行了一礼道 小的是来给您传话的 玉江县县暗手 吕公子在高声楼 定了一个雅间 请您去雅间一起等榜 还说了福泰楼的菜品 虽然好吃 可要是论个好字 高声楼 才是府城的第一酒楼 第960章 倒数第一 姚有钱听得皱眉 吕伯家有多穷 他是知道的 哪来的银子 在高声楼包下雅间 周围的考生听罢 脸色也是很惊讶 胡掌柜则是冷笑起来 敢问这位吕公子 是哪家世家豪族出身 紧张狂成这样 在福泰楼的门前 贬低福泰楼 捧着高声楼 做出这样 明晃晃打脸的事 以为他们福泰楼 是好欺负的吗 姚有钱是头疼不已 福娥探道 蠢货 什么脑子 就算在府城 认识了一些富贵子弟 也不能做出这样的蠢事来 吕千金到底想要得罪多少人 吕千金是吕伯的绰号 因着小时候长得白嫩 家里人又疼他 把他藏在家里读书 不怎么要他干活 街坊邻居 觉得他被养得 跟个千金小姐似的 有那嘴碎的 就给他起了这个绰号 脚夫的话还没说完 不接胡掌柜的话 是继续说道 吕公子说了 顾公子怎么说 都是一线暗手 自然是要去 最好的酒楼里等绑的 雅间钱 饭菜钱 报喜的打赏钱 他都出了 只要顾公子人去就成 不用担心银子 顾锦安笑了 月底的时候 他才算过家里的账 他家是真的不穷 顾锦安对脚夫道 继续 他很想看看 吕伯还能说出什么 一笑大方的话来 脚夫道 吕公子还说了 你们两人正在打赌 他想着 大家在同一家酒楼 等绑比较好 免得有人输了会跑掉 毕竟很多人都不知道 顾家宅邸在哪里 顾锦安家的宅子在哪里 确实很少有人知道 主要是防着老顾家 顾锦安听爸问脚夫 可说完了 脚夫点头道 请顾公子随小的去高升楼 顾锦安摇头 高升楼我不会去 胡家跟我家交好 我们就在福太楼等榜 你回去告诉吕伯 我不担心他输了会跑掉 我能找到他 又道 再给吕伯带句话 问问他 可有听明白 我当初跟他打赌时说的话 他可是没有考好 吕伯一考完 俯士就急吼吼的当众骂他 一看就是遇到糟心事 急着发火出气的样子 估摸着应该没有考好 脚夫听爸 又问了一遍 把话彻底记住后 道 公子真的不去 姚友谦道 都说不去了 你赶紧走吧 告诉吕伯 让他老实登榜 别再做些犯蠢的事 否则后果可不是他承担得起的 姚友谦毕竟是跟吕伯从小就认识的 不想他一错再错 赢的机会本来就不大了 要是再被人利用着做出蠢事 前程就要毁了 脚夫听爸 没有多呆 拱了拱手 去高升楼找了吕伯 把顾锦安跟姚友谦的话告诉他 吕伯很生气 冷着脸道 既然顾锦安喜欢再次等酒楼里 吃次等饭菜 那本公子也不勉强 还本公子了 要是姚友谦在这里 一定会对他 吕小妹 你配成本公子吗 家里摆摊一天 进账多少啊 买得起下人吗 又骂姚友谦 吃里扒外的东西 自己是哪里人都分不清了 去救那顾锦安 以后要是被乡党们嫌弃 可别怪乡党们不念乡情 要是姚友谦 再能扇他几巴掌 乡党乡党 指的范围可是很大的 到了京城 是整个河安府出身的官员 或者是整个江淮出身的官员 都叫做乡党 同在雅间的其他考生听了笑道 吕兄不必动气 姚友谦一个到夜乡的 不配跟吕兄同桌 又道 也不必搭理那顾锦安 等吕兄赢了 便可向顾锦安提条件 到时候 把他家的银盛都拿过来 让他家去喝西北风 有个看起来吊儿郎当的人道 听说顾锦安家里有长成的姐妹 到时候吕兄就说 要拿他的两个姐妹为妾 狠狠打顾锦安的脸 看他还怎么张狂 说话的人叫苗千文 是史先生的弟子之一 乃是江南人士 是奉了史先生之命 来穿多吕伯彩顾家面子的 其实史先生跟顾锦安家 也没什么仇 最大的仇恨 就是顾锦安大骂狂士的那些话 以及那篇论狂士 与明世之别的文章 那篇文章 是把九成九的狂士都骂进去了 只有那些没有做出过 放浪行径的狂士得以幸免 而史先生 是特别推崇狂士的张狂行径的 因此想要教训顾锦安 让顾锦安知道 明世永远比不上狂士 可史先生竟然运气不好 以前的旧事 被人给翻了出来 被俯城的说书先生们拿来说书 城里很多人都在骂史先生 还有人说 要把他抓去蹲大牢 蹲什么蹲啊 不就是抢了一个姑娘吗 银子都赔了 还想咋地 苗千文对于那些义愤填膺 想要去抓史先生的人很是不屑 觉得狂士吗 行径就该与众不同 有什么好抓的 吕伯听了苗千文的话 嫌弃地道 顾家可是逃荒来的 西北那地方 钻出虎背熊腰的丑女 要是他的姐妹 长得奇丑无比 如何能进我吕家的门 脚夫听到这话是负匪一句 你瞎了吧 顾锦安长得那般俊逸 他的姐妹能是丑女 不过他是受雇于吕伯的 自然是要拍吕伯马屁 文言恭维一声后 又问道 公子 您还有何吩咐 要是没有 小的就告辞了 他还得去抢个报喜的活计呢 今天可是忙得很 吕伯很是大爷的摆摆手 道 退下吧 阿佩 我又不是你家的下人 还退下吧 哎 小的多谢公子 给活 脚夫谢过吕伯后 又把顾锦安的两句话 重复了一遍 这才走人 吕伯是脚夫走后 才有空袭品顾锦安的话 顾锦安当天说的是 只有自己考上府按手 才能向他提任何条件 并不是顾锦安 没有考上府按手 自己就能赢的 圈套 圈套啊 这个贼子 吕伯气得砸了酒杯 可愤怒过后 脸色又惨白起来 要是自己考不上府按手 那顾家的银盛跟姐妹 不都泡汤了 他也就不能打脸顾锦安了 吕兄这是怎么了 苗千文问道 吕伯强制镇定地笑道 没什么 就是觉得顾锦安不来高升楼 是下了我的面子 苗千文笑道 哈哈 吕兄不必动怒 等你高中府按手后 就能把他的面子 扔在地上踩 吕伯听罢 勉强地笑了笑 接下来就是紧张的等待 等听到自己 竟然只是考中第五十名的时候 是眼前一黑 栽一倒在地 俯视比现实要激烈得多 每科只会取五十名 吕伯是考了的倒数第一啊 第961章 副按手 吕兄 吕兄 雅监里的考生是急忙喊着 把他从地上抬了起来 放在雅监的软榻上 让他躺着 苗千文震惊地 看着来报信的牙役 问道 你可看清楚了 真是第五十名 牙役笑呵呵地道 自然是看清楚了 从后往前开始数 第一个就是 玉江县的吕伯吕公子 恭喜吕公子得忠同生 说着很不客气地伸出手 赶紧的呀 衙门衙一来报喜 可是要洗钱的 坐在这么大的雅间里吃饭 连报喜的钱都不给 就不太像话了 苗千文很是恼怒 眼睛带着笔试 瞪着晕倒的吕伯 真是个废物 原本以为他能考上 副按手跟顾锦安一针高低的 结果却是个草包 竟然考了个倒数第一 那你 还不如直接落榜 说来和安府辖下的 几个县里的 县案手学问都还行 就是其他人 没有吕伯这么蠢 敢当众大骂顾锦安 史先生听了吕伯做的事 就在几个县案手里 选了他来对付顾锦安 这才有苗千文 故意解释吕伯的事 苗千文是个狠人 见吕伯只考了倒数第一 是直接甩手走人 临走还说了一句 市井出身就是市井出身 不配踏入仕途 做士族观人 言罢 大步离开 走得决绝 把雅监里的考生 都给震惊的梦了 来报喜的牙医也梦了 这是咋回事 菊叶大事 好不容易得中同生 对待来报喜的衙门之人 竟然是这种态度 牙医很不高兴 心里直骂晦气 雅监里的考生 有八成是吕伯 请来给自己捧场的 为了不让自己的地位 显得太低 他请的大多是寒门考生 家里也没多少银子的 唯一一个有银子的 是玉江县的维圣林 维家是地主 最有钱的 为了不给玉江县丢人 为圣林让小四给报喜的牙医 递了二两银子的报喜钱 牙医结过后 脸上才有了笑脸 把恭贺的词再说了一遍 恭喜玉江县吕伯吕公子 高中府市第五十名 给封同生 明日五十前 请前往府衙 领取举页文书 六月好去 林河府参加院士 过了府市后 就是同生了 府衙会给同生们一份举页文书 算是一个凭证 维家的小四笑道 多谢差爷报喜 您辛苦了 又问道 可有我家少爷的喜报 牙医都是有眼力见的人 见维家设得给银子 便道 维姓考生 似乎是中了两个 想来其中一个就是维公子 报喜的牙医应该快到了 我先给维公子道喜了 维圣林很是高兴 立刻起身道 借您吉言 又对小四十眼色 小四十立刻拿出五两银子 给了牙医 牙医高兴不已 果然是有钱人 是高高兴兴地走了 这名牙医走了没多久 又有牙医来报喜 报得正是维圣林的 乃是高中辅士第三十三名 维圣林对这个名字很是满意 给了报喜的牙医十两银子 把牙医给欢喜的 恨不得再来报一次 除了这名牙医外 还有几个脚夫跑来报喜 维圣林都一一给了银子 雅间里的其他考生则是急了 抓住脚夫问道 如今报到多少名了 脚夫笑道 回公子的话 已经报到第二十名 报到二十名了 完了完了 这次是没希望了 雅间里不少考生都沮丧不已 俯饰真是太难了 为何不多取几个 只取五十名 这是砍掉了九成半的人 维圣林高中后 心情很好 出手也大放了 没有看着吕伯去死 而是留下一张百两银票 对在场的考生道 诸位同科 谋要回宅子 给家里人写信报喜 就不多呆了 诸位慢用 谋改天在作东 宴请诸位 雅间里的考生 大多是御江县的 见他要走 急忙道 为兄 那吕伯咋办 他们不想管他 为圣林也不想管啊 要不是瞧着吕伯 结识了府城贵人 包下这第一酒楼最好的雅间 他才不会来赴宴 如今贵人都走了 他真不想再搭理吕伯 可他中了铜声 名声比以前金贵了 要是做出抛下铜箱 不管的事 会被人戳着几两鼓骂的 为圣林想了想 道 诸位不必担心 某会让家中小厮去找姚有钱 让他把吕伯弄走 姚家跟吕家住得近 姚有钱又是个讲义气的 为了吕家的老人们 他不会不管吕板 雅间里的考生们听罢 松了一口气 不用他们管就好 维家小厮找到姚有钱的时候 喜报已经报到第三名 而第三名正是七康明 此刻的福泰楼是人声鼎沸 围满了人 不怪大家伙这么激动 实在是福泰楼今年的运到好啊 不但七康明中了第三 姚有钱中了第五 顾德兴还中了个第十二 那喜报的人是连着来的 差点就把福泰楼给踏平了 维家的小厮还没有挤进去 就听到一阵阵敲锣打鼓的声音 大街上被一对十人 牙抑清了道路 有牙抑骑马奔来 边跑边高声喊道 河安府市登科报喜 田福县顾景安高中榜首第一名 是一路高呼着奔来 连连喊了好几声 声音洪亮如中 却还是淹没在大家伙的惊呼声里 顾景安 田福县的顾景安 从西北逃荒来的那个 高中府市暗首了 整个主大街都炸开了锅 得知顾景安在福泰楼等榜后 全都往福泰楼涌来 胡掌柜是惊喜不已 中了福岸首 真的中了福岸首 好好好 这下他们福泰楼 能把高声楼给压下去了 高声楼不就是仗着 自己酒楼里出过福岸首吗 他们福泰楼也出了福岸首 谁又比谁差 快点 快点把洗钱搬来 赶紧撒钱 胡掌柜高喊着 福泰楼的六个伙计 立刻抬着三楼筐的铜钱过来撒 福泰楼贵客高中府市暗首 特发洗钱 与大家同享福气了 伙计们是一边撒钱 一边高喊着 是趁机给福泰楼打鸣气 维加小厮站的位置好 是跟着 抢了几把洗钱 把自己的钱袋子塞得半满后 挤进福泰楼里 对伙计道 兄弟 请问顾案首在哪个雅间 小的是来给他报信的 第962章 顾承嫌死 顾锦安如今可是福泰楼的宝贝疙瘩 哪里是来个人就能见的 伙计不答应 挥着手道 走走 谁都能见案首老爷吗 别来这里套近乎 想着去摸案首老爷的头啊 摸案首脑袋天福气 是大楚的习俗 要是不拦着 顾案首那舒得溜光水滑的头发 非得被摸成杂草不可 维加小厮也不生气 是把吕伯的事情说了一遍 伙计听罢 把维加小厮带去见了胡掌柜 胡掌柜知道 吕伯大骂顾锦安 还跟顾锦安打赌的事 听说吕伯在高升楼晕倒没人管 要找姚有钱帮忙 就把维加小厮带去了三楼雅间 雅间里 牙役正在给顾锦安报喜 说了很多恭喜的话 顾锦安一脸笑容 时不时地回着牙役的话 还给了三十两银子的洗钱给牙役 让来报喜的牙役高兴得不行 兄弟们来给府案首报喜 可是要轻到的 人多 要是拿到的洗钱太少 可是不够分的 牙役欢喜地收下洗钱后 又道 顾案首 明天五十钱请到府城衙门 领取举页文书 知府大人还摆了宴 给诸位贺喜 顾锦安笑 马大哥放心 我一定准时到 您辛苦了 马牙役是拱拱手 拿着洗钱欢欢喜喜地离开了 胡掌柜也代表福太楼 给了马牙役一份报喜钱 让马牙役更加高兴 马牙役走后 胡掌柜才把维加小厮带到顾锦安 跟姚有钱面前 说了吕博的事 姚有钱气地骂道 这个蠢货 真是丢死人了 你们说说他文章写得也不差 怎么脑子就这么笨 被人恭维几句 就想升天 这回好了 别人见他考得不好 是直接把他扔下不管了 顾锦安对吕博倒是不感兴趣 他上心的是那个苗千文跟史先生 那个史先生 这几天都快被说书先生给骂死了 还要找人给他使绊子 这是不知悔改呀 不过小鱼说了 让他不要担心 他有法子对付史先生 不会让史先生给他添堵的 姚有钱道 顾兄 吕博虽然有诸多不是 可我跟他 毕竟是从小一起长大 他的爷奶 爹娘十分疼我 来的时候是求了我的 让我多照顾照顾吕博 让他全须全意地回去 我得去高声楼一趟 你别介意 顾锦安笑道 姚兄有情有义 乃是可骄之人 我自然不会因为吕博而生你的气 谁是谁非他还分得清楚 顾锦安生怕姚有钱自己搞不定 还跟着他一块去了 而他带着姚有钱去高声楼救吕博 把吕博送去医馆的事 比他高中府按手还要轰动 是引了一大批人跟着去医馆看热闹 这个顾锦安当真是个心善的 吕博当众骂他 他非但不计较 吕博有难后还出手相助 真真是个难得的 此子秉性纯善 可骄 可骄啊 大家都在夸着顾锦安 可承哥却知道自家大哥有多黑心 大哥跟来帮忙 不过就是利用吕博罢了 二姐管这个叫做 刷身旺 不过 承哥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大哥说过 他不是圣人 也不屑做圣人 不会费心去做吃力不讨好的事 只要他费心做了的 就得拿点好处 承哥最崇拜自家大哥 觉得大哥说得太对了 只要他们没有害人 用些手段也没什么 反正是吕博先骂的大哥 吕博被萧大夫扎了几针后 就醒了过来 看见顾锦安那一刻 以为见鬼了 是啊 还得惊叫连连 姚友谦踹了他一脚 骂道 你鬼叫什么 你在高升楼晕倒了 是我跟顾兄 把你给送来医馆的 不然你早就死了 死是不可能的 但姚友谦想要吕博念这点顾锦安的吼 因此把话往众里说 吕博被踹了一脚 停止惊叫 可是 不可能 就算我在高升楼里晕倒了 把我送来医馆的 也会是苗兄 又道 你们可知道 苗兄是谁 他可是江南人士 还是秀才工 在大楚 江南人是仅次于 京城人尊贵的存在 因此你只要说 一句江南人士 那就是妥妥的高人一等 肩负的流油 姚友谦笑了 那个姓苗的早就走了 连饭钱都没给 是为圣灵替你付的饭钱 你的事儿也是他派小四通知我的 实在是除了我 府城里不会再有人管你 可得老子省心点吧 再犯蠢 老子也不管你了 吕博震惊了 不敢置信地道 你撒谎 苗兄那般 欣赏我的财学 怎么可能会不告而别 啪一声 姚友谦是一掌 拍向吕博的后脑勺 道 欣赏你 欣赏你考了的倒数第一 吕博 你能不能醒醒 你虽然有些才华 可真的不是大楚第一啊 你家还穷 就不要冲大少爷了 姚友谦的话 是把吕博给说得没眼见人 发火要把姚友谦赶走 结果被姚友谦给揍了一顿 揍得大哭不止 不敢再闹腾 姚友谦道 别给老子调马尿 赶紧去衙门口 高喊一天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别想赖掉啊 你跟顾兄打赌的事儿 可是全程皆知 给老子活得像的男人点 别娘们唧唧的 吕博听罢 看看顾景安 再看看围住医馆大门 指着他嘲笑的百姓们 是受不住打击 又晕了过去 真没用 姚友谦很是嫌弃吕博 可见他晕倒了 只能对顾景安道 顾兄 吕博又晕了 瞧他的情况不太好 估摸着 今天是不能去衙门口喊了 顾景安是相当的善解人意 笑道 姚兄不必着急 明天再去喊 也是一样的 瞧瞧 他多善良 还给吕博延后了一天 成哥听罢 缩了缩脖子 大哥的心又黑了一分 他可得听话 不然会被大哥整死的 吕博算是运气好 有姚友谦看着 总算不会没命 但顾承贤得知顾景安考上辅暗手后 却是不想活了 辅暗手 顾景安那奴才 真的考上了辅暗手 要是院士在考上暗手 那就能凑个小三元 小三元啊 不说和安抚 就是大厨 也没有出过多少个 而他 顾承贤看着自己的身体 因着煤银子请大夫 他的恶症是越来越重了 身上开始发出臭味 都烂了 顾承贤也是个自命清高的人 尤其看不起顾景安 觉得顾景安只不过是个老顾家的奴才罢了 可如今这个奴才 却连重两元 成了辅暗手 顾承贤是生不如死 想着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 是谋光一寒 想要跟看守他的牙医同归于尽 第963章 庄的 前院课堂 守着老顾家的牙医们正在吃喝 马牙医是一边喝酒吃肉一边到 你们是不知道那顾景安有多会做人 是给了兄弟们三十两银子的洗钱 等兄弟们回到衙门后 他家下人 还带着福泰楼的伙计给我们送了三桌酒席来 一桌给了三位班头们 一桌给了青道的兄弟们 一桌就给了咱们 这个马牙医就是小马牙医 是马班头的足弟 俯士的时候在礼房帮过忙的 俯士结束后又回来守着老顾家 他先前不是守着老顾家的 而是守着童知府 可张三金进来立了功 知府大人对他是刮目相看 把守着童知府的好伙计给了张三金 他就被调来守着老顾家了 因此得了洗钱后 马牙医是嘲笑张三金 张三金那小子可是羡慕死老子了 还偷偷派了小强子 来打听老子得了多少洗钱 哼 老子 直接把银子拍到桌子上 三十两 看清楚没 把小强子给惊得 眼睛都瞪大了 哈哈 还是马哥运到好 跑一趟 顶得上一年的俸禄了 跟着马牙医守宅子的牙医们说着 恭维着马牙医 马牙医心里是极舒服的 不过足兄跟他说了 最近张三金得知府大人看重 让他别做得太过 马牙医就拿出二两银子 让人去订了一桌普通的酒席 送去同知府给张三金他们 让他们也沾沾喜气 别说我老马抠门 马牙医道 哎 我这就去办 一名小牙医拿上银子后 离开宅子去订酒席 马哥豪爽仗义 是个大方的 同桌的牙医们说着 马牙医心情好 听了好话更加高兴 可他还没高兴多久 就有婆子匆匆跑来道 差爷 差爷不好了 马牙医皱眉 道 慌什么慌 柴油好得很 出啥事了 可是老顾家那群神经病 又闹腾了 婆子道 是 是顾承贤 他踏踏撞墙了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估摸着是死了 婆子是负责盯着顾承贤 顾有路 钱光宗父子 这几个得了花柳病的囚犯的 他转悠到顾承贤的院子时 刚刚朝屋子里喊了两声 就听见砰一声 有什么东西撞在墙上了 婆子吓了一跳 以为顾承贤摔倒了 又继续朝屋子里喊着 可顾承贤一直没有回话 婆子觉得不对劲 急忙把窗子打开 从窗子里看去 就见顾承贤倒在血泊里 那个血多得又 都快躺成河了 婆子后怕地说着 催促着马牙医他们 各位差爷赶紧去看看吧 老婆子去找个醋麻袋 给你们收尸 婆子是认定顾承贤死了 说完去找醋麻袋去了 晦气 这老顾家的人 就不能消停点 老子酒席才吃一半呢 马牙医是气得骂人 可顾承贤要是死了 他们也不能不管 只能起身 招呼着牙医们 咱们去看看 要是死了 就上报知府大人 要是没死 就由着他多活几天 像是顾承贤这种 得了恶症的重犯 都是在混日子罢了 是死是活都不打紧 因此牙医们并不紧张 可他们不知道 这全都是顾承贤装的 顾承贤得了恶症 又买通林老八跟古长发 让他们王府市的干粮里塞夹带 知道古知府是不会放过他的 既然是必死无疑了 这段时间以来 他可是受了牙医们不少的恶气 这口气必须得出 马牙医他们来到 关押着顾承贤的院子后 并没有贸然进去 而是让一个牙医 穿上旧衣服 再套上麻袋 裹得严严实实的 进去查看顾承贤死了没有 时期 小心着点 用棍子戳戳他 看他死了没有就成 千万别摸他 他这几天都臭了 那恶症可见是严重了 马牙医交代着刘十七 哎 马叔放心 小子明白 刘十七年纪不大 是去年刚进来的小牙医 一些苦活累活 都是他做 他进了屋子后 并没有靠近顾承贤 用棍子戳了戳他 见他不动后 又咬咬牙 伸手往顾承贤的鼻前一探 又害怕被传染 很快就收回手道 马叔 他 他好像是真的死了 什么叫做好像 马牙医皱眉 不满得道 再探探 可刘十七怕啊 他才刚成亲 儿子都还没有一个呢 要是染上花柳病 可怎么是好 但刘十七更怕丢了差事 只好再次用手去探 顾承贤的鼻息 见没有气息出来后 喜道 马叔 探清楚了 真死了 可以进来收尸了 然而 刘十七不知道 顾承贤根本没死 只是凭住呼吸 做出煤气的样子罢了 马牙医听罢 放心了 差爷 差爷麻袋来了 婆子找了个很大的大麻袋 递给马牙医 马牙医把麻袋 给了旁边的一名牙医 你拿着麻袋进去 跟十七把顾承贤 弄到院子里来 估摸着要在院子里烧了它 花柳并不能搬到别的地方去 最好是就地烧了 是 牙医穿上旧衣服 把自己裹得跟个粽子似的后 拿过麻袋进了屋子 跟刘十七折腾了片刻 才把顾承贤给抬到麻袋上 再拉着麻袋的四个脚 把他从屋子里拖了出来 放在院子里 可顾承贤刚刚被拖到院子里 就突然抱起 口中不断朝着牙医们吐着唾沫 先前那婆子 见了是连滚带爬的往院门冲 快逃啊 这王八高子没死 他是装的 想要害 咱们得花柳病啊 马牙医急忙喊道 后退 后退 别让他的口水吐到咱们身上 是伸手拽住靠的顾承贤 最近的刘十七跟另一个牙医 把他们直往后拖 顾承贤的脸上全是血 目光猙獰的盯着牙医们 继续朝着他们吐口水 见口水喷不到他们身上后 干脆朝着马牙医冲来 哈哈笑道 你们这群下九流的狗奴才 让你们看不起本少爷 让你们嘲笑本少爷得了花柳病 今天本少爷就要你们尝尝这花柳病的滋味 顾承贤这副同归于尽的疯癫模样 把所有牙医都吓到了 马牙医被吓得不轻 可他算是 这群牙医的老大 关键时刻 虚一下 抽出刀子 朝着冲来的顾承贤砍去 咔嚓一声 一刀把顾承贤给砍倒在地 第九百六十四章 卖都没人买啊 马牙医的长刀是直接砍在顾承贤的正脸上 差点把他的半个脑袋给削下来 顾承贤是立刻倒地 这回是彻底死透了 刘十七快下疯了 不断拍打着自己的身体 哭喊着 我要的花柳病了 我要的花柳病了 救命 救他 刘十七是个小年轻 在见识过花柳病的可怕后 根本受不了这种打击 其他牙医也是怕得不行 跟他一样不断拍打着自己的身子 想要把花柳病给拍走 马牙医没空害怕 是立刻吩咐婆子 赶紧去把萧大夫跟柳大夫请来 快去 我出银子 婆子早就被顾承贤的死 吓得跌倒在地 文言急忙爬起来道 是是是 老婆子这就去 是冲出宅子 直奔到大街上 猛了片刻后 才找对青山医馆的方向 冲去找萧大夫 院子里 马牙医是冲到刘十七面前 啪啪扇了他两巴掌 吼道 冷静点 别自己吓自己 萧大夫说过 花柳并不是那么容易染上的 除非睡过 又没睡过 顾承贤就是朝他们吐了几口唾沫 那些唾沫还不知道 有没有吐到他们身上呢 不会那么倒霉染上的 马牙医打完刘十七 又冲着其他牙医吼道 都给老子冷静点 先别碰自己的身体 等大夫来了再说 又安抚刘十七 跟另一个牙医 十七 承子 你们两个虽然离顾承贤最近 可身上裹了一层又一层 就算被口水吐到 也是粘在衣服上 没事的 都别吓唬自己 马说 我真的会没事吗 刘十七哭着问道 马牙医道 当然会没事 你看看孔婆子跟林老八 他们两个是天天跟顾承贤他们送饭菜 送破旧衣服 处理夜香的 他们都没事 你肯定也不会有事 马牙医是好说歹说 才把刘十七给说得不再掉眼泪 马牙医又道 你们在这里看着 我回衙门一趟 顾承贤死了 得立刻上报 牙医们道 马哥赶紧去 我们会在这里看着 不会再出纰漏的 马牙医点点头 匆匆回了府衙 府释放榜 知府大人今天是十分高兴 正在陪着林河府来的一名教育喝酒 林河府是江淮的首府 在前朝 林河府是有刺使府在的 而前朝的刺使府 有监管辖下各府的权利 宛如一个小朝廷 每次科考 都会派五名学奸大人过来监考 可大楚皇帝认为 刺使府乃是反贼之府 生怕大楚皇朝被刺使们推翻 建立大楚后 就取消了刺使制度 因此 林河府虽然是江淮首府 有着举办院士的资格 却被消掉了很多权利 连专门养来监考府市的学见一直也没了 每次府市 只会派一名教育 陪着一副主官 一块监考 反正府市过了之后 只是个童生 想要成为秀才 得考过院士 而院士的时候 京城会从汉林院选派学政来主持大考 只要在院士这里设下大卡 就足够了 古之府正高高兴兴的待客 就听张班头说 马牙医来了 马牙医是马班头的足弟 接替自己位置的人 在讲究宗族势力的大处 这并没有什么 是个人出息了 都会扶持自己的家人 族人 可最近马班头这边的人有点烦 老是出错 古之府一听说马牙医来了是 皱眉问道 又出了何事 张班头道 是勘押的连作案犯出了些事 请大人一步去见见小马牙医 古之府知道 张班头是个办事老练的 要不是真出了大事或者急事 不可能来饭桌上喊他 古之府道 沈教育 本府有些公务要处理 你先吃着 本府稍后就来 林河府的沈教育笑道 大人请便 下官不是客人 有马教育跟汤师爷陪着就成 一个教育 确实不值得古之府来做陪 可这位沈教育 却是出身林河府旺族 家中姑姑还高嫁到了精灵孙家 孙家虽然比不得郑家跟上官家 但在精灵也是排得上号的名门旺族 古之府置在江南 是不放弃任何一个 能给自己调刃铺路的机会 这才想要陪着沈教育吃饭 把沈家跟孙家的关系给搭上 可如今不得不离开 古之府听了马牙医的话后 是气得差点掀了桌子 遭温的狗东西 心肠咋这么毒 被砍死活该 要是顾成贤没死 他此刻都想去劈了顾成贤 太不是个东西了 竟然做出这种 要跟牙医同归于尽的事 这等狠毒的泼皮 真该千刀万剐了 古之府道 用斧牙的银子 去清柳大夫跟萧大夫 让他们给你们看看 等看过之后 你们所有人就先住在老顾家 一个月内不得离开 马牙医知道 这就是要把他们关起来 看看他们有没有被染上花柳病的意思了 马牙医有些委屈 可也只能照办 是 卑职遵命 古之府道 你们放心 无论结果如何 斧牙都不会亏待你们 愤怒照发 医药钱斧牙全包 至于顾成贤 烧了吧 烧完了 直接把骨灰扔河里就成 这样的畜生 不值得挖坟下葬 是 马牙医又问道 大人 那顾有鹿他们呢 他们近来的病情也加重了 一天到晚的在宅子里惨叫 卑职担心 他们会像顾成贤那样 突然发狂 马牙医心里 是把顾有鹿他们骂惨了 娘的 一群狗东西 自己得病就算了 眼见着自己 快要活不成后 还想要把他们给害死 他去看守老顾家 真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好羡慕张三金 古知府是恨不得 直接把老顾家 那群人给毒死了事 可他们是顾老太根离大人 谋害原家马岸的连做饭 想要他们死 必须得等到 京城大理寺的批复文书 古知府想了想 给他们的吃食里放些药 让他们吃了就睡 再撑上几天 大理寺的人就到了 到时候都给他们咔嚓了 看这群妖魔鬼怪 还怎么造念 是 马牙一听罢 赶回墨湘街宅子 正好跟萧大夫遇上 墨湘街的住户 看见他们 是忧心忡忡地问道 马牙一 萧大夫 这老顾家又闹事了 他们到底啥时候 才会走 咱们墨湘街的宅子都降价了 卖都没人买啊 第965章 暴怒的孔婆子 自打老顾家出事后 墨湘街的名声也被连累了 是什么难听的话都传出来了 老顾家隔壁的方家 是苦不堪言 家里有两个姑娘到了年纪 可愣是没人敢来提亲 都怕那花柳病 会穿墙传染到方家去 方家的两个姑娘 是天天在家里哭 差点就上吊了 方老太气地让下人一天三顿地 朝着老顾家的围墙大骂 骂老顾家不要脸 如今正寻思着卖宅子搬家 可谁来买啊 根本就卖不出去 马牙医已经快要烦死了 对问话的人道 别问了 知府大人说了 再撑几天 等京城大理寺的批复文书到了后 老顾家就会离开这里 或是处展 或是流放 总之大家再撑几天 马牙医说完 带着萧大夫进了宅子 刘大夫已经在院子里 给牙医们做检查了 先查看牙医们的身上 有没有唾沫 又吩咐药童 把牙医们的衣服给剪下来 扔到一边烧了 此刻牙医们是光着身子 身上还抹着一种药汁 看起来黑漆漆地 总之丑死了 刘大夫看见萧大夫后 冷哼一声道 有些人仗着年纪大 出生好就摆架子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还敢慢悠悠地来 萧大夫给了柳大夫 一个拧有病的眼神 详细问了牙医们事情经过后 说道 没事 花柳病虽然是无法治愈的恶症 可这个恶症想要染上不容易 一般除了行夫妻之理会染上以外 也只有摸到病处 或者是摸到病人的贴身衣物 才会被传染 吐几口口水 一般是传染不了的 放心放心 刘十七听到萧大夫的话 哭着问道 萧大夫说的可是真的 萧大夫还没说话 刘大夫就道 自然是真的 花柳病是大恶症 却也没有外面传得那么邪乎 你们放心着 又道 你们看孔婆子跟林老八就知道 他们都没染上 你们怕个啥 刘十七跟牙医们听罢 这才放心 可马牙医 还是把古知府的话告诉了他们 刘十七他们没有意义 毕竟这么做 也是为了他们好 要是他们不幸染上 不老实待在这座宅子里 而是回家去了 家里人可就要遭殃了 这事对外会保密 不会让你们跟家人 受外人的指指点点 你们放心 马牙医又保证道 大家听罢 是彻底放心了 刘大夫只指马牙医道 你站着别动 我给你把衣物剪掉 把药汁涂上 一会儿去抛药草 萧大夫怕马牙医多想 又说了一句 给你们涂药汁跟抛药草 只是预防 并不是说你们得病了 放心 我知道 多谢您老了 马牙医站着 由着柳大夫去掉身上的衣物 不多时 马牙医他们就去抛药草 而顾承贤的尸体 则是被烧了 烧一具尸体很是费时 动静闹得不小 古氏看见顾承贤院子里的浓烟后 觉得不对劲 想去看看 又怕自己染上花柳病 就找了正式跟顾大姑 一块去院子里看情况 怎知看见的是顾承贤 被烧了一半的尸体 哎呀 古氏三人都是没用的 被吓得惨叫连连 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晕死过去 马牙医他们泡好药草后 得知古氏他们吓晕了 很是高兴 该 这几个最能闹腾的娘们终于晕了 我们算是能清静片刻了 可马牙医他们小看了 古氏三人能闹腾的本事 他们醒来后 是又哭又闹 说马牙医他们谋害顾承贤 要告马牙医他们 马牙医他们听得快吐了 把事情经过告诉他们 还说道 顾承贤破坏腐士 本来就是重犯 今天还想害我们 难道我们站着不反抗 被他害吗 古氏他们不管 只扯着嗓子喊道 就算承贤是重犯又咋了 你们就能砍死他 我告诉你们 我古氏可是秀才之女 我家牙脚 还是詹三老爷的平气 你们这么杀了承贤 詹家不会放过你们 马牙医笑了 他要不要把张氏 跟顾承李的事情告诉你们 让你们知道知道 詹家根本不认 你们这门亲 古氏以为马牙医是怕了 话锋一转 道 你们想要不被我们告也承 赶紧把我们给放了 只要你们放了我们 承贤的事就算了 又道 反正我们只是连做饭 又不是主犯 知府大人有离十六交差就成 救人一命 可是大功德 马牙医听罢 愣了一息的功夫 才反应过来 古氏想做什么 差点没笑死 原来你打的是 这个主意 我还以为 你有多舍不得顾承贤呢 说到底 还是为了自己 老子告诉你 别做梦了 你们不可能被无罪释放 想要脱罪可以 只要你们的夫主 同意跟你们合离 你们就能离开 古氏 正是 为难的正是这个 顾有文跟顾有路 是打死不跟他们合离 而顾有文跟顾有路 只是连做饭 并不是主犯 因此 他们想要合离 必须得到夫主同意 不然就得让娘家人来出头 或者是用五两银子 强制合离 可他们的娘家人 早就不知道死到哪里去了 他们也没有五两银子 而就算 他们有银子和离 古之府也不会让他们如愿 这群妖魔士的老娘们 太能折腾了 不把他们一起弄死 古之府怕 他们再造孽 把自己给连累死 这管辖的府城 出了太多败德的案子 他身为一副主官 是要被同僚嘲笑的 而老顾家 这群人是一个赛一个的无德 怕了怕了 干脆让老顾家的人 一块死了吧 古氏他们见马牙一不答应 又开始扯着嗓子大喊大闹 郑氏比较猛 最后竟然扯开一副高喊 强占名副啊 牙一强占梁家名副啊 竟是想要污蔑马牙一他们 马牙一他们猛了 没想到郑氏还敢使出这一招 把他们当什么了 只见过母猪 没见过女人的种猪吗 天老爷啊 这一家都是什么人 能不能放过他们 马牙一他们 快被老顾家这群人 给弄得不想活了 好在孔婆子很是厉害 在马牙一 他们还愣着的时候 抄起棍子 砰砰几下 直接把郑氏给打晕了 还跑上来踩了两脚 骂道 什么狗东西 竟然有脸说出这样污蔑人的话 也不瞅瞅自己长得那尖嘴猴腮的畜生样 谁会看得上你 又转头怒瞪古氏 喷着口水骂道 喊啊 你再敢给老娘喊一声试试 一天天没个消停的时候 你们是犯人啊 不老实等着判法 还想上天不成 第九百六十六章 死不明目 孔婆子也被老顾家 这群人折磨得不轻 一个个是太能闹腾 要是这群玩意儿是他的宰 他早就把他们给摁进尿筒里淹死了 古氏见孔婆子暴怒 是吓得不轻 急忙躲回屋里抽气着 不敢再闹腾 可他还是嘴硬地说了一句 你们别猖狂 我是不会死的 我家雅姐最是孝顺 会回来救我的 詹三公子把顾雅三人沉浆的事 只有詹家人知道 古氏还坐着顾雅风光大龟 救他于水火的美梦 啊呸 救你 詹家是啥意思 你不清楚吗 就凭你们让詹家 叔侄丢脸丢的满府城都知道的事 你家女儿就不可能还活着 孔婆子知道 大户人家家里 悄悄处置人的手段 那些手段是既残忍又利落 从来不会让害了 富家子弟的姑娘好过 孔婆子是压抑久了 今天不但打骂了古氏跟正氏 还跑去把顾大姑也给打了一顿 打完后是舒坦了 问马牙翼 马爷 你们前院课堂里的酒席还吃不 不吃就给老婆子吧 都是些好菜 扔了怪可惜的 马牙翼 您老拿去吃 不够明天再给您点一桌 太猛了 泼妇还得泼妇来治 孔婆子是一点不客气 笑道 成 明天老婆子可就不吃早食了 等着马爷您的酒席 说完 颠颠地跑去前院课堂 把马牙翼他们吃剩下的肉菜 全都给装走了 顾承贤死掉的事 也传到了府衙的牢房里 李大人听了后 一点也不心痛 他如今是巴布的顾老太生的子孙 全部惨死 而顾老太听说顾承贤死了 是愣了愣 并没有任何悲伤 只对老头道 见 智 狼 老头是听得脑子都疼了 又来了又来了 都跟你说过了 黎智不想见你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顾老太对李大人很上心 自己都快死了 可在牢里等死的这段时间 还是天天喊着要见智狼 老头把他的话转告给李大人 可李大人却是愤怒不已 大骂顾老太不要脸 让老头转告他 自己是死也不会见他 让顾老太死了这条心 可顾老太不啊 他对李大人是爱的不行 就要见他 不见他一面 他死不瞑目 而李大人 要的就是他死不瞑目 老头见他太执着 干脆把李大人的目的说了 李大人是不会见你的 他恨死你了 要的就是你抱哈死 顾老太也知道李智的目的 正因如此 他才更要见他 想要感动李智 让他在临死前原谅自己 而顾老太是天真的以为 他跟李智是有感情的 只要自己继续求见他 一定能打动他 两人一起死 一起投胎 下辈子做对恩爱夫妻 然而 顾老太已经没有时间等下去 当天傍晚 大理寺的御兵 就骑着快马 奔进何安府 来到何安府府补衙 宣读大理寺对李大人 谋害原家满岸的最终批复 何安府同之李智 知法犯法 案律当诸 其子孙无辜 可用淫赎罪 李十六心肠歹毒 应判凌迟之行 念他年老 赦免其凌迟之行 改判消守 其所生之子女 皆是心肠歹毒之辈 同判消守之行 已谨示天下庶民 大理寺御兵一身重甲 把批复文书宣读完后 递给古知府 古知府 明少卿说您为官公正 有断案之谋 他心甚喜 古知府听罢 吓了一哆嗦 明少卿夸他了 那个所有官员都害怕的 明言望夸他了 他是不是在做梦 这么说 他调任江南的事 妥了 明少卿 出身十大世家之一 大楚建立之时 明少卿的祖父 有献喜之功 得封爵位 是大楚不多的出身世家豪族 又有爵位 且还能掌握实权的人物之一 只要是明家看重的人 定能在仕途上一帆风顺 而明少卿比之父祖 更加强势精明 搭上了明少卿 就是搭上了一艘 铜铁打造的尖石大船 即使遇上再大的风浪 只要在这艘大船上 就不会有事 御兵见多了 被明少卿夸上一句 就欣喜若狂的人 因此只是笑笑 又补上一句 明少卿让小人告知古知府一生 不要让黎智他们活到批复文书 送到的第二天 古知府听得大惊 果然是明言望的作风 杀人从来不等 是立刻就看 不过 他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问道 为何这般急切 可是京城出了什么变故 御兵道 明少卿说 让您想想黎智背后的靠山是谁 大皇子 古知府是脸色发白 明少卿这意思是说 大皇子要倒了 大皇子不仅倒了 还被自己亲爹杀了 子嗣不留那种 只不过 消息还没有传到和安府罢了 古知府是不敢再等 立刻道 请明少卿放心 黎智等人 绝对活不到明天 御兵听罢 满意地点点头 又问道 古知府 明少卿想要知道 此次府市的暗首 可是顾锦安 古知府再次愣住 点头道 正是 明少卿问这个做什么 御兵是明家尹子卫出身 是为了明少卿办案方便 被明家安排进大理寺的 因此 明少卿可以放心地让御兵传话 明少卿说了 这是个人才 他要了 明家从来没有放弃过 招揽天下人才的行动 这些年来 是网罗了许多能人 而只要这些人能入朝为官 那以后就是明家党 能为明家所用 古知府咽了咽口水 这位明少卿 当真是够狂的 竟然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招揽人才 就不怕楚皇 不过明家势大 而楚皇五年前 才犯蠢灭了魏国公家 如今西北还不安宁 是轻易不敢再动明家的 古知府道 请转告明少卿 他的意思下官明白 一定会让顾锦安平安地去京城烤春围 护个人罢了 他能做到 只要明言望 别对他动刀子就成 玉冰把话说完后 去了府衙的客院休息 等黎智跟顾老太他们死了 他艳明正身后 就能回京 古知府的行动很快 玉冰一离开 就让衙役给黎智 顾老太 老顾家的人 准备丰盛的饭菜 让他们做个饱死鬼 顾老太是个有些见识的 看见这些有肉有菜 还有酒水的晚饭 知道 是断头饭了 是哭叫着 要见黎大人 见 智 狼 他要见智狼 一定要见智狼 他不能死不瞑目 第967章 吐血 见什么剑 赶紧给老子吃饭 吃完好上路 顾老太瘫痪了 必须要狱卒 把饭菜用石充充碎了 才能喂食 顾老太不吃 一个劲地喊着 智 狼 见 智 狼 喊了起码有一克多钟的功夫 那眼睛还像是脆了毒药一般盯着喂饭的狱卒 把狱卒盯得浑身发寒 骂道 你看啥看 赶紧吃饭上路 呸 顾老太是个恶人 如今死到临头 也没什么好害怕的 是豁出去了 诅咒狱卒 你 家 不 得 好 死 狱卒见顾老太 竟然诅咒他家 不得好死 气得踹了顾老太一脚 骂道 老前婆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这里可是府衙死牢 你是死刑犯 你还敢诅咒我家人 这么伤疾无辜 还有没有良心了 可顾老太根本不怕 任由狱卒踹着自己 一张老脸是争鸣带笑 继续诅咒着狱卒一家 狱卒顶不住了 像是见鬼般跑了 去找牢头 把顾老太的要求说了 牢头骂道 你就这点出现 他一个就要被行刑的死囚 你还怕他的几句屁话 狱卒哭丧着脸道 老大 那老前婆不是个好惹的 小的怕他变鬼后 真的会去我家造孽啊 大楚人姓这个 顾老太又难缠 狱卒是真怕 老头也知道 狱卒的不容易 想着顾老太自打蹲大牢开始 就喊着要见黎智 干脆道 成 老子就成全他 让他去跟黎智纠缠去 别再来折磨我们 真是怕了 他们就没见过这么难缠的老太太 牢头直接让两名狱卒 抬着顾老太 去了关押黎大人的牢房 黎大人住的牢房比较干净 古知府没让他睡到草窝 是给了他一席一辈 让他这个大牢能蹲得体面一点 黎智此刻正红着眼眶喝着酒 悔不当初 就听见一声呼唤 智 狼 哐当一声 黎大人吓得酒壶掉到地上 抬头看见被狱卒抬着 正冲着他甜笑的顾老太 示压地惨叫一声 直往牢房深处 快速退去 顾老太见黎大人被吓到了 是心疼得不行 也知道自己坐牢的模样不好看 为了不吓到黎大人 他放柔声音 冲着黎大人继续甜笑道 智 狼 不 怕 是 刘 在黎家的时候 智狼嫌弃 他黎石六的名字不好听 就喊他刘 说这样听起来有骨子柔弱感 像是那娇弱的大家闺秀 立于晚上红秀天香 再后来 把他弄出府邸 为了给他个身份 就给他起名叫做潘双娘 黎智最喜欢的 应该就是双娘这个名字 因为这名字听起来更加娇弱 可顾老太 却更喜欢黎大人喊他刘 他被称为刘那些年 是他这辈子 过得最好的一段时光 那时候 他跟智狼就像夫妻一样 过得是红秀天香的日子 智狼的那些通房丫头 一个个的都被他踩在脚下 再后来 智狼定轻了 他的日子就难过起来 少爷的娘开始对付他 他苦撑一段时日后 最终被赶出离家 离大人看见顾老太的笑容 没有丝毫惊喜 反而生出一股子恶心感 指着顾老太对老头吼道 滚 赶紧给我把这个丑妇给弄走 我不要见到他 说完还往旁边的地上吐了一口唾沫 一副嫌弃至极的模样 顾老太猛了 他求了这么久 好不容易敢动老头 让老头抬着他来见他 他竟是这个态度 他是在嫌弃他吗 他怎么敢嫌弃他 他可是 给他生了两两女的 是离家的大功臣 顾老太不相信 离大人会厌弃自己 是对着他继续笑道 致 呗 致什么致 赶紧给老子滚 离大人受不了了 知道不把话说明 白骨老太是不会罢休 干脆指着他骂道 离石了 你还不明白吗 我根本就不喜欢你 你不过是我离职 众多丫鬟里的一个 因着运气好生下儿子 我才对你比较上心罢了 你看看 你这副鬼样子 看一眼都让人恶心想吐 还在我面前装温柔 你个为老不尊的糟老婆子 你还要不要脸 你是娄子里卖身的娼妇吗 娼妇到了你这把年纪 也早就从良了 顾老太猛了 看着离大人 是一脸的不敢置信 致 了 我们 年轻时 喜欢的 年轻时喜欢你 离大人笑了 你不过 是我用来跟家里人 谈条件的工具 真以为我会喜欢你 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出身 你就问问自己配吗 离职是毫不留情地说着 把顾老太给说得双眼含泪 一副肝肠寸断 就要死过去的模样 老头真想戳瞎自己的眼睛 再扇自己几个巴掌 娘的 让你多时把顾老太 给抬来见离大人 这回好了吧 这老年人的痴心情爱 就像刑房里的烙铁 能活活把你给烫瞎了 把顾老太抬来的狱卒也受不了了 这顾老太的爱情太上头 他们快顶不住了 为了不把自己给恶心死 他们赶忙对顾老太道 离大人你见到了 心愿意了 回去吧 不 顾老太爆喝一声 盯着离职道 智 狼 你真的 住口 别再说了 赶紧给我滚 多看你一眼 我都觉得恶心 离大人被顾老太逼得彻底爆发了 冲到牢门 抓着牢门的木柱子吼道 离石料 你给老子听好了 我离之不喜欢你 你在我眼里 就是个恶心的剑壁 你生的那些子孙 也是些猪狗不如的东西 一个个比畜生都不如 你再瞧瞧顾大山的儿子 如今已经考上了府按手 先是先按手 再是府按手 已经连中两元 要是院士在中 那就能得个小三元 是能被寄入和安府复制的 再看看顾承贤 学问没有不说 还喜好颜色 得了花柳病 离大人说起花柳病 还做出呕吐的模样 之后继续骂道 你生出这样丢脸的子孙 还沾沾自喜 你就是个疯子 还想我喜欢你 我离之是疯了 才会喜欢你这样的恶服 滚 赶紧给老子滚 再不滚 老子就煞血咒你 咒你永世不得超生 离大人气坏了 是不断骂着顾老太 顾老太听罢 只觉得脑子晕乎乎的 智狼 他最喜欢的智狼 竟然这么嫌弃他 他为了他 可是什么都愿意做的 结果他却 噗 顾老太受不住离大人的谩骂 是直接气得吐血了 第968章 顾老太被气死 离大人看见顾老太吐血了 是一点不心疼 反而冷笑一声 说出两个杀人字 活该 活该两个字 是要了顾老太的命 他吐血的时候 还抱着一点期望 觉得离智对他 起码是有一点点真感情的 可听到活该两个字 在看见离大人那不屑中 带着幸灾乐祸的脸后 彻底绝望了 啊 顾老太哭嚎出声 真真是肝肠寸断 可离大人不理他 而是开始拿起筷子 吃断头饭 吃的是津津有味 顾老太吼得更加厉害 别吼了 人你见到了 话也说完了 该走了 老头招呼两个狱卒 你们赶紧把他抬回去 哎 两名狱卒硬着 过去抬顾老太 可顾老太又吐出一口血来 接着就挺着不动了 咋 咋回事 狱卒惊了 看着顾老太睁开的眼睛 不敢相信地推推他 喊道 离石榴 离石榴 然而 顾老太已经没了气息 瞳孔慢慢放大 真的死不瞑目 死了 狱卒查看过顾老太的 瞳孔跟鼻息后 惊恐地对老头道 老大他死了 老头一惊 急忙起身过来查看 发现顾老太真的死了 这 老大 如今咋办 狱卒害怕地问道 不是害怕尸体 而是害怕知府大人追究 毕竟人是他们抬来见 黎大人才被气死的 这还没行刑呢 老头道 你们在这里守着 我去禀告知府大人 说完是狠狠瞪了 黎大人一眼 指着顾老太道 死不瞑目 你满意了 黎大人本来就震惊 听到牢头的话 看向顾老太 见他瞪着一双瞳孔放大的死眼 看着自己 是吓得惨叫一声 用手遮住自己的眼睛 喊道 抬走 赶紧把他抬走 这么盯着他 是想要向他索命吗 老头冷笑 抬什么抬 反正再过几个时辰你 也要上路了 刚好把他留在这里等你 等时辰到了一起上路 阴阳路上好有个伴 黎大人听了牢头的话 更加惊恐 吓得差点就绝过去 老头没空理会黎大人 是赶忙去见古之府 把顾老太被黎大人气死的事说了 又请罪道 大人 是卑职的错 不该把黎十六抬去见黎智 黎大人听说顾老太死了 只是皱皱眉头 无妨 既然死了就放在那里吧 等黎智行刑的时候 再把黎十六的尸体带上 一起去刑场 废氏案 原家满案 说到底 还是黎大人造的孽 要是当初他没有把黎十六 老头嫁给原家满 也不会有后来的事 都是因果报应 所以 让黎大人看着顾老太的尸体 害怕上几个时辰 惩罚惩罚他也不错 老头听罢是欢喜不已 忙道 是 卑职这就去办 太好了 没有被罚 不过老头回来后 不敢在私底下做些什么 生怕再出事 黎大人则是盯着顾老太的尸体一整晚 直到饮食末客 也就是黎明时分 才被狱族们压接到刑场行刑 正是母子 古氏 顾有文 顾大姑等人也被押到刑场 跪在地上 准备行刑 正是他们 昨晚吃了一顿好饭菜 还挺高兴 可如今看见这架势也回过未来 是哭喊着道 大人 大人冤枉 别杀我们 我们是无辜的 顾大姑也哭得不行 一直喊冤 可狱族们根本不搭理他们 任由他们哭喊着 刽子手在磨着大刀 刷刷刷的磨刀声 让人听了脖子直冒寒气 顾大姑真的快疯了 黎大人后是像看见救星般 冲他喊道 爹 爹救命啊 您是官 是无品大官 赶紧想办法救救我们 我们不想死啊 爹 黎大人目光阴寒地瞪向顾大姑 冷笑道 一个奸生子 生下来就该弄死的祸 有何资格喊本官爹 黎大人当初以为顾大姑是个儿子 又想着自己娶的媳妇 是个官家小姐 不能太给他脸 免得他对自己摆官家小姐的架子 得让他知道 什么是夫尊七倍 因此故意宠着黎十六 护下黎十六肚子里的孩子 好让自己的官家小姐 媳妇在自己面前卑躬屈膝 怎知黎十六 却生下袁金芝这么个东西 粗鄙不堪不说 嫁的夫君还是钱光宗 生下的儿子还是钱成才 三个人是一个比一个的恶心 黎大人恨不得没有生过袁金芝 顾大姑猛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黎大人 等回过神来后 大骂道 你个狗官 你还敢不认我 要不是因为你 我们能落到这等地步 顾大姑不知道是什么脑回路 突发奇想地问着张班头 差爷 黎智不认我 我也不认他 我要跟他断绝关系 那就不是他的女儿了 不用被连坐 你们赶紧放了我 正式听罢 急忙喊道 差爷 差爷 我要跟顾有路和黎 不做他的媳妇了 你们不能杀我 顾承之这个小疯子 还在旁边哈哈笑道 给肉吃 给媳妇睡觉 就让你杀我们 张班头活了快四十年 就没见过像老顾家 这样奇葩的人家 是诚心发问 你们疯了吗 以为跟黎智断绝关系 就不用被砍头 袁金芝 就算黎智不认你 可你是顾老太生的吧 是他生的你 就得死 又指着正式道 还有你 大理寺的批肤文书都下来了 你们老顾家 所有人都要砍头 你这个时候 抖肌灵要合理 你问问衙门的刀 答不答应 至于顾承之 张班头是没眼看 老顾家 就是一群神经病 赶紧砍了 再不砍 他都快被他们折磨疯了 顾氏还在旁边 因侧侧的威胁 我家雅姐乃是詹家父 是詹三老爷的平妻 你们不过是些下酒流 要是敢杀本夫人 詹家不会放过你们 又来了又来了 还有完没完了 张班头是砰一声 一脚踹翻股市 给老子闭嘴 不然等会儿 第一个就砍你 黎大人看着老顾家 这群人的丑相 心里是恶心不已 他怎么就生了 这么一群玩意儿 幸好 幸好还有老二根严格 有他们在 黎家不会绝后 黎大人前段时间 是恨不得剁了黎陶氏 可此时此刻 他感激他 感激他 救了自己的儿孙 他定是 还对自己有感情 黎大人欣慰啊 脑子里想的 都是黎陶氏的好 可他想多了 黎陶氏会救黎二少爷他们 只是因为跟他们 相处了十几年 有了感情 且他们没有作恶 他不想 看着无辜的继子 继孙惨死 第969章 我家是小摊贩 明少卿吩咐了 黎智跟老顾家的人 不能活到太阳升起 因此 谷知府 唐通判 汤氏爷 是卯十三刻就来到刑场 又折腾了两刻钟 雁明正身后 下令 行行 一声令下 柜子手们一人 喝下一碗烈酒后 高举大刀 咔嚓咔嚓几声 把黎智等人全部砍头 谷知府见老顾家 这群人终于死了 是松了一口大气 老天爷啊 这群疯子终于死了 他想着这段时日 被老顾家折磨得 恼人疼的事 又在心里 把老顾家的人 给痛骂了一遍 唐通判也是一样 在心里把老顾家 骂得是狗血淋头 不必急着收尸 就把他们的尸体 放在这里 大理寺的御兵 还要来验身对数 谷知府说完 就先回府了 得赶紧回去洗洗 继续会计 是 汤氏爷硬着 留下来跟张班头 劳头他们一起善后 至于顾友路 前功宗父子有花柳病 不能来刑场 是直接震杀了 而顾友路三人 是直到毒发 才知道自己 被判了死刑 他们是瞪大眼睛 根本不敢相信 他们只是连做饭 就要被震杀 然而 这是明少卿的意思 明少卿看上了顾景安的才能 想要把这个新秀 招揽到明家党里 为明家所用 因此 干脆帮着顾景安 解决了老顾家 让这群麻烦全部死掉 要不是有这个原因 老顾家的人 还不会这么快就死 最起码顾大姑 他们会被物尽其用 扔去做累活 或者被卖掉换银子 大理寺的御兵 在沉食前就去验尸 见黎智 顾老太 以及老顾家的人 全都死掉后 这才满意地离开 不过 他问起了周氏的情况 那个周氏 当真恨透了老顾家 他的儿子宝哥 身体可健康 明少卿做事 历来是斩草除根 所以 老顾家的人 最好是全都杀光 古知府道 周氏在宅子 被封钱就带着儿子去了道观 已经在小清明灌灌主 跟与老夫人的坐宝下 跟前程才合理 古知府看出御兵的担忧 又道 周氏深恨老顾家跟前家 发过毒誓 不会让自己的儿子知道 老顾家跟前家的存在 而他已经给自己的儿子改姓周 他儿子不再是前家人 小清明灌灌主 跟与老夫人 都是在河安府有名望的人 他们出面帮周氏 古知府是很快就盼了周氏和前程才合理 并给他们母子办了新户籍 御兵听罢 点头道 如此就好 以顾锦安的本事 不用惧怕周氏的儿子长大后 找他报仇 要是连这点自保的本事都没有 那当真是辜负了明少卿的期望 河安府百姓 是直到黎二少爷去给黎大人收尸的时候 才知道 黎大人跟老顾家的人已经被斩首 整个府城都炸开了锅 听说没有 顾老太跟黎大人被砍头了 啥 他们被砍头了 真的假的 自然是真的 黎二少爷都抬着棺材去刑场收尸了 还能有假 旁边有人凑过来说道 听早起倒夜香的说 顾老太跟黎大人是抱在一起被砍头的 哎呦呦 那感情叫一个好啊 砍头的徒老大都被感动得哭了 啊呸 你从哪里听来的谣言 听说黎大人可是恨透了顾老太 怎么可能还抱着他一起死 再说了 行刑的人都是被捆住的 哪来的手抱 哎 你还不信啊 那可是刘夜香亲眼看见的 假不了 刘夜香就是城北倒夜香的刘老爹 应着做了刀夜香的活计 城里百姓给他起了个刘夜香的绰号 姚友谦觉得刘老爹很冤 他是跟着刘老爹去到夜香的 他们收的是城北的夜香 根本没有去过刑场那边 怎么可能看见黎大人 他们被砍头 不过姚友谦没空去解释这些 而是拽着吕伯 把他往府衙大门拖 你快点 别磨磨叽叽的 要是耽误了时辰 就让你 明天再来喊上半天补回来 吕伯师又怒又羞 掉着眼泪道 你别拽我 我 我 你什么你 你还想赖账不成 男子汉大丈夫 就要敢做敢当 输了就是输了 你怕丢人 就别跟顾兄打赌啊 姚友谦长得高大 又是从小帮着家里干活的 身板子结实 一路拖着吕伯到衙门前 但他没有太靠近衙门 而是在距离衙门口 还有三丈远的空地上停了下来 指着自己旁边的位置道 站好 喊吧 又从袖带里 拿出一张小纸条来 照着上面写的念道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就这么喊 吕伯师无脸抽气 根本就不敢念 太丢脸了 要是在这里念上一天 他的脸就丢尽了 今天知府大人 还要宴请高中的同生们 我 我要是在这里念 这辈子还怎么做人 吕伯师越想越绝望 差点就嚎啕大哭 可姚友谦不会可怜他 是拿出一根赶面杖 直接打在吕伯的背上 怒道 赶紧给老子念 赶赖账 老子废了你 他也不想吕伯这么丢脸 可顾兄说了 要是不给吕伯下一剂猛药 他永远摸不开面子 会继续忌讳 提起自己的出身 不破不立 趁着府城百姓 都跑去刑场看收尸 你麻溜的念 不然等府城的百姓 看完刑场的热闹 就该来看你的热闹了 姚友谦提醒着吕伯 和安府府城的百姓 有多八卦 你是知道的 不赶紧念完 你就等着被荡城猴看 再给你传出点 吓人的八卦来吧 姚友谦上下 打量着吕伯 不怀好意的邪笑道 就你这样的白面狼 娘娘腔 到时候定会被百姓们 传出你是个仙君 姚友谦还是 顾忌着吕伯名声的 仙君两个字说的不大 可吕伯像是 被人踩到尾巴似的 蹦起来道 住口 我不是 我是 姚友谦 是喜欢姑娘的对吧 我知道 可府城的百姓不知道啊 吕伯也怕自己 被传出什么难听的八卦来 见姚友谦拿着擀面杖守着自己 知道这一劫是逃不过去了 只能闭着眼睛道 我是市井出身 家里是小摊贩 砰一声 姚友谦一棍子 打在吕伯的腿上 骂道 给老子好好喊 没吃饭是咋地 喊的声音 跟快断气似的 第970章 打一顿就好了 吕伯吃痛 差点就跳起来骂人 可姚友谦比他狠 抡起擀面杖 就打 砰砰砰几声 把吕伯给打得嗷嗷叫 只能道 别打了 别打了 我好好念 是喊 别想着给老子蒙混过关啊 姚友谦今天跟着来 就是要治了吕伯这矫情病的 不可能让吕伯 再继续这么在乎脸面 吕伯在心里 把姚友谦给骂了个半死 这个魂球 仗着自己长得高大 就这么欺负人 他也是同生 虽然考了个倒数第一 可院士的时候 他一定会好好考 等他考上院按手 看姚友谦 还敢不敢打他 砰砰砰 姚友谦的赶面杖又打下来了 骂道 你看什么看 斗鸡眼呢 还不赶紧给老子喊 又警告道 告诉你 要是尘时过了 就给你多加一个时辰 让你天黑都回不去 吕伯气得发抖啊 指着姚友谦质问道 姓姚的 你跟我到底有什么仇 为何要这般针对我 你我怎么说 都是从小就认识的 你为了顾景安 就要把我置于死地 你 你 砰一声 吕伯又被打了 姚友谦道 你个屁 别说得这么肉麻 老子听得都恶心 你我虽然是从小认识 也在一条街上长大 可你爱装啊 我姚友谦 跟你可不是一路人 今天也没有要害你 而是心疼六爷爷跟六奶奶 帮他们教教你这个蠢货罢了 又吼道 赶紧给老子喊 再这么磨磨叽叽的 我找个铜锣来 让你一边敲锣一边喊 再把你的小名告诉大家 羞死你个爱面狼 吕伯气得浑身发抖 指着姚友谦正要开骂 旁边已经有看热闹的人围了过来 后生 你说他小名叫啥啊 说出来听听 一个大娘跨着菜篮子 背上背着一个两岁多的孩子 一脸好奇又期待地看着他们 那孩子听了自家奶奶的话 跟着学舌 小名小名 吕伯见有人来看热闹了 急忙抬手用袖子捂住自己的脸 怒道 哪里来的无知庶民 赶紧走开 某可是同生老爷 庶民是个啥 老婆子只知道淑米 你这个傻啊 丑你长得挺俊的 小名一定很好听 来来来 快告诉大娘 你小名叫啥 那大娘问得很是真诚 姚友谦看了 都以为她不是来看热闹的了 淑米淑米 哈哈 小淑米 叔叔是小淑米那孩子 在背上瞅着他们学舌 把吕伯给气得不轻 怒道 淑米说的就是你 赶紧走开 一群不识字的市井流民 姚友谦这回不打他了 只是冷笑地 看着吕伯继续作死 果然 吕伯跟大娘祖孙两个 瞪眼没多久 就有一群穿着锦衣的 富家子弟围了过来 笑哈哈地道 哟 本公子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是吕伯呀 你来衙门口做啥呢 有人回道 还能做啥 自然是打赌输了 要来这里喊一天 我家是小摊发 哈哈 这话一出 那群富家子是大笑出声 有人冲着吕伯洋洋下巴 幸灾乐祸地道 那就快点喊啊 我们可是特别想听 同生老爷卖艺呢 说完又冲着大街上喊道 快来看看 新鲜出炉的同生老爷 卖艺咯 一脸喊了好几遍 引来许多围观的路人 把偌大的街面都堵住了 同生老爷 可是那个刚考完试 就跟顾锦安打赌说 谁能考上府岸首 结果却考了个 倒数第一的 玉江县吕伯吕同生 那群富家子听罢 更是笑得不行 对吕伯道 吕伯 瞧瞧你多出名啊 这人尽皆知的程度 都快赶上老顾家了 吕伯被他们嘲笑得 差点想要一头撞死 是吊着眼泪要逃跑 却被姚有钱拽住 道 吕伯 你要是逃了 那你这辈子都是个懦夫 吕伯打不过姚有钱 可如今实在是太丢脸了 指着围住他的那群 富家子弟 朝着姚有钱吼道 懦夫 就算不是懦夫 那也会被人嘲笑一辈子 姚有钱 嘲笑就嘲笑 有什么大不了的 本来就是 你赌输了 再说了 只有无知愚蠢的人 才会去嘲笑一个真心改过的人 滚蛋 你说得轻松 出丑的又不是你 吕伯是怒红了眼 像是一直发怒的野狗般 想要撕姚有钱 姚有钱看见吕伯 一副要生吃自己的模样 冷笑道 姓吕的 我说过了 我管你只是不想 你也乃伤心 你要是再不识好歹 我姚有钱可以放你走 但你要记住 人无信不利 你打赌输了 要是不履行诺言 不但会被人嘲笑一辈子 还会背上无信的名声 读书人若是无信 你这辈子就完了 可你要是能抛下自傲 履行诺言 就算一时被人嘲笑 以后得到的 也只会是美名 姚有钱说完 松开拽着吕伯的手 等着他自己决定 吕伯听罢 有些犹豫 可那群富家子 又开始嘲笑他 呦 这是被说动吗 那就赶紧喊啊 让我们看看同生老爷的把戏 看完了 还得去副史先生的文会呢 又嚣张地问道 知道史先生是谁不 那可是有名的狂事 名声响亮得很 你这等出身示警的是下酒流 一辈子也别想去参加他的文会 吕伯本来就爱面子 原本被姚有钱骂了之后 想要留下来的 可听到这话 立刻拔腿就跑 哈哈 跑了 吕伯这个懦夫跑了 那群富家子 跟其他看热闹的人见状 是大笑出声 还喊道 快看 同生老爷出尔反尔了 他就是个没信用的人 大家伙以后可别跟他相交 免得被他骗了去 姚有钱见吕伯真的跑了 很是失望 没救了 吕伯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不远处的一辆罗车内 乘哥掀着车窗帘子 看着府衙大门道 大哥 你说了 那个吕伯跑了 没有吕伯 昨晚他问大哥 说吕伯那么爱面子 要是没有履行承诺 去衙门口喊话咋办 大哥说 那就打个赌吧 大哥赌的是吕伯会来 他赌吕伯不会吕伯 而只要他赢了 从今天开始到大哥考完院士 都没有晚课 他晚上就能自己玩 或者跟着二姐做毒药 顾锦安听罢 并不着急 而是透过车窗 看着主大街 道 急什么 刚到晨时呢 这一天还早着 诚哥皱眉看着自家大哥 难道吕伯还会回来 顾锦安点点头 会的 第971章 我们虎王帮 会的 为啥 诚哥不解地问道 顾锦安对他笑笑 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因为大哥不会输 诚哥听得小眉头皱起 邪腻着自家大哥 问道 大哥是安排了后招 顾锦安没有否认 而是点头道 没错 诚哥很生气 怒道 那大哥昨晚还跟我打赌 要是赌输了 他晚上的课业 可是要增加三倍的 三倍啊 都没时间睡觉了 顾锦安笑得如春风般温暖 你又没说不允许用手段 只是跟我赌结果 可怪不了我 诚哥气得咬牙 感受到了自家大哥深深的恶意 大哥太坏了 我不 不赌了三个字 他没敢说出来 因为大哥最讨厌出尔反尔的人 说出尔反尔是人品问题 这样的人不可教 诚哥没办法 只好先放下 自己可能会输掉的事 转而问道 大哥的后手是什么 怎么样才能让吕伯回来 姚大哥也很聪明 把该说的话都说过了 那个吕伯还是扛不住丢脸跑掉了 大哥就算再聪明 还能用什么法子 让吕伯回来 难道真像二姐说的那样 能说就说 不能说就打 打一顿就好了 顾锦安听罢 竟然意外地合手 嗯 你说对了 就是打一顿 嗯 也可以打两顿 啊 成根猛了 真是用打的 顾锦安看向他 抬手把他张开的嘴巴合上 不然呢 我不是姚兄 跟吕伯可没有自小的情分 不直接打 还跟他浪费口舌吗 成根 嗯 大哥说的对 吕伯是哭着跑掉的 可他还没跑多久 就被一伙人给拖进巷子里 砰一声 甩到巷子的墙根下 吕伯吓得不轻 指着把自己甩掉的尤安道 你是何人 朗朗乾坤就感兴凶 你可知某是谁 吕伯跟尤安咬文嚼字 想要讲大道理 可尤安是那听他废话的人 根本不听 直接像是拎小鸡一般 把吕伯给拎起来 道 打劫 赶紧把银子交出来 最少十两 少于十两 给你剁了喂狗 打劫 还一下劫十两 他看着 像是会有十两银子的人吗 吕伯惊了 大白天的在府城里就敢打劫 这 这 还有王法吗 砰一声 尤安直接给了吕伯一拳 读书读傻了吧 哪个抢劫的会怕王法 吕伯 说的竟然很有道理 可是 某乃是新科同生老爷 你们要是敢打劫我 我立刻去衙门告你们 尤安笑了 直指自己萌的只剩下一双眼睛的脸 去告啊 看衙门能不能抓到我 再说了 你一个倒数第一 还打赌赌输了的全程笑柄 以为自己有多吃香 你要是敢去报官 信不信知府大人 就敢把你的功名给夺了 新科同生老爷 这是造了什么孽才会被人给抢了 还被扒光衣服暴打一顿 这样的同生老爷 知府大人不得赶紧踢了 免得去了林河府 给和安府丢脸 扒光了衣服 吕伯惊了 抖着声音道 妮妮你们想要扒光某的衣服 你们这些粗鲁莽夫 劫道的规矩都没有了 路上劫道只劫才劫色 从来没听说过要扒光的 尤安听罢 看着吕伯 只觉得牙酸 干脆吓唬他 你有钱没钱 没钱我们就劫色 这劫色不就得扒衣服 说完还黑黑斜笑了几声 把吕伯给吓得眼白一番 差点就绝过去 劫 劫色 吕伯快疯了 侯道 老子可是男的 尤安瞅了瞅他 道 虽说是个男的 但老子们在山上一年多了 看见头母牛都觉得恶娜多姿 你长得比母牛俊美 我们勉强也能劫 勉强能劫 他真的要被劫色了 吕伯快疯了 想要呼救 却被尤安给捂住嘴巴 尤安回头看向这边 道 大哥 有钱没有 没有就劫色 总之不能走空 吕伯听罢 见这群歹人要来真的 吓哭了 用尽死力掰着尤安捂住 自己嘴巴的手道 好汉饶命 饶命啊 某虽然没钱 可只要好汉放过某 某一定会赚钱给你们 不要劫色 不要劫色 他真的不香的 想要劫色 他给他们银子 去娄子里找姑娘 尤安冷笑道 你一个打赌赌输了 都能当众赖掉的人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 打赌输了 当众赖掉 吕伯一愣 惊道 你 你们认识我 尤安 你跟顾锦安打赌的事 整个府城都知道 还能不认识你 尤安又来催了 老大 赶紧动手 你完事了 还要我跟老三呢 时间紧了 吕伯快吓尿了 忙道 好汉请一定相信某 某绝对不会耍赖 说了 赚银子给你们 就会赚银子给你们 呸 大哥别信他 他这是把咱们当成顾锦安呢 别上当 赶紧办事 先得了好处再说 尤安安心累啊 为啥他们要来做这种事 非礼一个男人 他们会吐的呀 可这是女主子的吩咐 主子说过了 他们要听女主子的 不能抗命 不然就把他们扔进山里的 鬼吼钩斗老虎 鬼吼钩可是有个老虎窝的 里面有两只猛虎 要斗他们 得搏命 尤安听罢 一手拽住吕伯 一手开始解腰带 差点就把吕伯给吓得晕死过去 你们怎样才能信我 别 千万别啊 不然我就活不成了 我 一个大男人 遇到这样的事 还怎么活 尤安也有点想吐 忍着恶心道 我们虎王帮的兄弟 也是讲道义的 这样吧 先让我们看看 你是个守信之人 再在五天之内 赚到十两银子给我们 这事就算过去了 又冷笑道 别想赖账 也别以为逃过这一次后 我们就找不到你 告诉你 我们虎王帮遍布江淮各府 就算你逃到了今天 我们也能找到 你老家遇江县 把你给办了 为了完成任务 他们还得献边个虎王帮出来 真是 小东家一定是说书听多了 吕伯是点头如半算 是是是 猛明白 一定不敢赖账 只要清白能保住 让他做什么都成 尤安满意地点点头 不过 砰砰砰 尤安的拳头 毫无预兆地 打在吕伯的脸上 把他那张小白脸给 打得鼻青脸肿 第972章 脱胎换骨 吕伯被打得惨叫不已 哭着质问 呜呜 某已经答应好汉的条件 好汉为何还要 对某拳打脚踢 尤安 这是帮规 对于你们这种 不能立刻交出银子的肉票 都要打一顿杀威犬 不然岂不是 多罗虎王帮的威名 这是主子大舅子的吩咐 他们不能不做呀 不然回去后会吃挂腊的 你就忍忍 让我们揍一顿吧 砰砰砰 尤安是对着吕伯 一顿拳打脚踢 把吕伯打得青娘 都快不认识后才停手 又脱下他一只鞋子道 行了 赶紧滚 记得五天内把银子准备好 第五天的晚上 我们回去你的住处拿银子 这鞋子我们留着 要是你敢赖账 我们就把鞋子拿去圣河楼 再把你是个仙君的事儿 告诉说书先生 让说书先生给你扬名 吕伯哭得气不成声 趴在地上道 我不是仙君 尤安泽一声 有点服了这个吕伯 脑子有点不会拐弯 仙君这事儿 明显是危险你的呀 也不会去说书先生面前 造谣你是仙君 尤安听罢 又催促道 大哥 赶紧让他滚 别跟他浪费时间 娘们唧唧的 还不是仙君 就该把他卖去江南做仙君 瞅他这模样 起码能卖个三十两 比十两银子多多了 尤安做出恍然大悟的模样 哦 二弟说的对呀 不如直接把他给卖到江南去吧 吕伯听到这话 生怕自己真的会被卖去做仙君 是连滚带爬的跑了 他一路冲到府衙大门外 高声喊着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声音 喊得堪笔打雷 把姚友谦给惊得不轻 看着吕伯 见他浑身是伤 忙问道 你 你这是被人给打伤了 吕伯听罢 看向姚友谦 突然觉得 这个发小侦探娘的可亲 是呜呜呜哭道 童秀 我错了 我应该一开始就听你的 呜呜呜 要是听了姚友谦的话 一早就在这里履行赌约的话 他也不会被抢劫 还差点 差点清白不保 哭完又继续喊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喊得相当嘹亮 一点也不怕丢人现眼了 把姚友谦给惊得打哆嗦 小心翼翼地问道 吕千金 你是 疯了 肯定是疯了 完了完了 疯癫可是重症 得花多少银子才能治好啊 吕家很穷的 家里还欠着债呢 更惨的是 欠的是他家的债 足足有六两三百钱 要是吕伯疯了 吕家这钱铁定是还不上的 估摸着 还得再问他家借钱看病 那他家就亏大了 吕伯被打了一顿 总算是知道姚友谦的好了 是抽空回复姚友谦 我没疯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吕伯眉头皱得死井 根本不敢相信 吕伯这铁水胶住的脑袋 还有开窍的一天 真的觉得他疯了 是一步不敢走开地守着他 吕伯的高喊声 也引来很多看热闹的百姓 那群富家子弟 听到风声后 也跑回来看热闹 继续羞辱吕伯 哟 吕伯你这是想通了 不怕丢脸了 赶紧停下 别喊了 要是再喊 你脸面就要丢尽了 同声老爷 你不要脸了 堂堂同声 竟然做出此等有辱斯文的事 简直是丢人 还有人威胁道 赶紧住口 再敢喊下去 给我们读书人丢人 我们就连名状告你 让知府大人 夺了你的同声资格 这些人骂了很多难听的话 可吕伯就像是听不见般 只一个劲地喊着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那群富家子弟 是气得不轻 见吕伯竟然敢对顾锦安投降 立刻进了府衙 状告吕伯 马班头把事情告诉知府大人后 古知府是皱眉道 告吕伯在衙门口喧哗 有辱斯文 要本府夺了吕伯的同声资格 简直是不知所谓 给本府打出去 今天可是个好日子 别来给本府找晦气 是 马班头硬着 领命去了 汤师爷在旁边问道 大人 那个吕伯怎么处置 由着他在衙门口喊吗 可是 会有损衙门威仪的 古知府道 江南文风极重 除了世家豪族以外 还要看文人脸色 那些文人狂逝 最爱这等与众不同的行径 再说了 那个吕伯敢抛却脸面 履行赌约 也算是个大丈夫 会被文人称颂 本府此时网开一面 或许能在江南那个美名 汤师爷知道 古知府置在江南 文言觉得很有理 点头道 大人所言甚是 某定会把这事办得 尽善尽美 既然古知府 想要用吕伯的事情 来给自己博个美名 那他就得再做点什么 给这个美名添点华彩 古知府满意点头 嗯 有劳汤师爷了 那群状告吕伯的 富家子弟 没能告成 反而被衙医们 打出衙门 之后还有一位 姓汤的师爷 出来指着他们骂道 吕伯站的是衙门口 又不是你们的家门口 知府大人还没说话 轮得到你们在这里张狂 又道 知府大人说了 吕伯虽然有错 可他愿赌服输 有胆量来这里履行赌约 比你们这些 只会告私状的顽固强 这话一出 看热闹的百姓 是纷纷夸道 知府大人 不愧是咱们的父母官 瞧瞧这话 真真是说到咱们心坎里了 知府大人是个好官啊 总之是把古知府 给夸了一波 而远处的罗车里 成哥是惊呆了 问自家大哥 大哥 你做了什么 不会是把吕伯的脑子 给打坏了吧 一定不止打一顿那么简单 大哥肯定还做了些别的 不然以吕伯那样的死顽固 不可能在短短不到 三课中的功夫里 就改了秉姓 顾景安看向成哥 微微一笑 成哥打了个哆嗦 搓着手臂道 大哥别这么笑 很吓人的 鸡皮疙瘩都出来了 顾景安的笑容不减 回答着他的话 确实还做了点别的 成哥经常跟在顾景里的身后跑 跟着顾景里 听了很多八卦 闻眼眼睛亮晶晶的 一脸八卦地问道 做了什么 快说快说 很好奇啊 顾景安没有立刻告诉成哥打案 而是趁机教导他 你觉得一个极其爱面子的人 在什么危难的情况下 会彻底丢掉脸面 脱胎换骨 给你三天时间 想出来了 晚上的课业减半 第973章 复验 只是减半 来还是比以前多了一倍有余 成哥求道 大哥 要是我三天内猜出来了 课业全免成吗 顾景安很好说话 笑着道 成 成 答应得这么轻松 成哥很意外 总觉得有什么圈套 顾景安敲了他脑袋一下 怎么变笨了 我会答应得这么轻松 是你再没有猜出答案来之前 功课还是三倍 依然要吃苦 成哥的脸垮了下来 就知道 大哥不会这么容易放过他 顾景安看着小家伙沮丧的脸 笑意更浓 看了看衙门口的吕博 知道他不会再跑后 对责责道 回吧 他会这么早跑来这里 就是为了防止吕博逃跑 如今吕博已经被教训过 他可以回去准备领取举页文书 跟赋宴的事 成哥还想再看热闹 可要是留下来看热闹 大哥就会迟到 想了想 只能点头道 好吧 顾景安见他有些不得尽 突然说道 成哥 要不要跟着大哥 一起去府城衙门赋宴 成哥瞪大眼睛 能去吗 会不会被赶出来 这可是知府大人 宴请各位同生的宴会 他一个小孩子 真的能去 顾景安点头 并没有说不能带人去 且带着你去 对咱家有好处 今天是老顾家被处斩的日子 他家跟老顾家的恩怨 难免又会被人提起 有些迂腐的人 定要再骂一骂 他家对顾老爷子的不孝 说几句 他家是新郎人家 不值得深交的话 既然不可能让别人看到 他家对老顾家的孝顺 那就让别人看看 他们胸有地公的模样 且他最近还听到一个风声 有人说 成哥从小被打得多了 脑子有问题 是个吃傻的 而传出这话的人已经查到 正是史先生家 小鱼已经安排人对付史家 但关于成哥 他得让别人亲眼 见到自家弟弟的聪明之处 绝不能让他背上吃傻的名声 好 我跟大哥一起去 成哥很高兴 跟着顾锦安高高兴兴地回了家 一回到家 成哥就跑去找顾经理 跟他说吕博的事 二姐 你说的没错 那个吕博果然欠打 他逃跑后 被大哥派人打了一顿 又哭着跑回来了 如今还在衙门口 喊着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接着又跟顾经理 说了一段衙门口的热闹 见顾经理听得兴致缺缺 问道 二姐 我在给你说八卦 你怎么一点也不兴奋 以往二姐一听到八卦 就会很兴奋的 哦 你是想三郎哥了对不对 成哥很是委屈地道 大哥说 你们这些白菜 就是靠不住 我们那么辛苦地看菜地 你们都不会想想我们 只会想别人家的男人 三郎哥有差事要办 早在大哥 还没有考府市的时候就离开了 说是府市放榜后会回来 可到现在也没看到人影 东一声 顾经理给了成哥一个暴力 怎么说话的 再敢说些乱七八糟的话 我给你下毒 成哥气得脸都白了 二姐 你越来越坏了 以前都是打一顿 现在还威胁下毒 我可是你弟弟 要是把我给毒出了好歹来 你就没弟弟了 顾经理黑黑一笑 大姐就快嫁人了 到时候他会生小外甥 我有小外甥了 还要你这个弟弟干嘛 小外甥小小的 不知道多可爱 比你好玩多了 成哥听罢 看着顾经理 愣住不说话 顾经理一愣 以为他是年纪小 被自家大姐 要嫁人生孩子的事情 给吓到了 给他解释道 姑娘家嫁人后 就会怀孕生小孩 这很正常 你不用大惊小怪的 成哥哼记一声 扬着下巴道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自然知道 大姐嫁人后 会生小外甥 不生小外甥 我怎么做舅舅 他瞅瞅顾经理 我是在想二姐 要是二姐成亲 有了小外甥 那小外甥的多可怜啊 一闹腾 就要被你吓毒 说完脚下一旋 已经逃到门口 冲着顾经理 呲牙一笑 可惜他高兴得太早 顾经理微微一笑 喊了一声 二庆 抓住他 搜一声 二庆不知道 从哪里冲了过来 一把扭住成哥 却没敢下手太重 毕竟是小冬家的弟弟 成哥生气啊 控诉道 二姐你耍赖 我是凭着自己的本事逃跑的 你却让二庆来抓我 还是偷袭 二庆已经过了名路 跟小吉一样 成了顾经理 光明正大的丫鬟 家里人都认识他 顾经理笑道 你也可以让大团小团 来帮你啊 成哥听得惊呆了 二姐怎么能说出这种话 大团小团在大风村啊 让他们飞过来救他吗 顾经秀听到声音 从另一边的厢房出来道 小鱼 成哥 你们两个又在闹什么 成哥看见顾经秀 立马求救 大姐快救我 二姐 要给我下毒 顾经秀笑了 你又惹你二姐了 跟你说过了 你打不过他 不要去惹他 不然吃亏的是你自己 顾经秀带着李姐儿走了过来 道 二庆 松手吧 成哥的手该疼了 二庆闻言 看向顾经理 见他点点头后 这才松开成哥的手 顾经理道 本来想给你下个小毒的 既然大姐 给你求情 就饶了你这一回 顾经秀听罢 推推成哥 还不快谢谢你二姐 成哥听话地道一句 谢谢二姐 顾经秀笑了 给成哥整了整乱掉的衣服 对他道 你的东西要开始整理了 过几天 咱们就要回村去 因着老顾家的事 他们家已经在府城 逗留了一个多月 该回家了 成哥道 我的东西都整理好了 一直放在箱子里 直接拎着箱子就能走人 不过 箱子比来的时候 要多了不少 他们来的时候匆忙 衣服就带了一套 后来又买了些衣服跟鞋子 还有府城里好玩的东西 香笼就变多了 成哥知道自家大姐不常出门 待在家里闷得慌 又对顾经秀说起吕伯的事 把顾经秀给逗笑了 顾经秀道 能改过就好 那个吕同生不算坏人 成哥听得直点头 大哥也是这么说的 就是欠打 第974章 到底谁傻 吕伯很清楚 自己的出身不好 因此很自卑 故而假装清高 总是想要摆出架子 来表示自己的不同 俯瞰所有人 大哥说 对于这样的人 不用跟他废话 直接上去踩几脚 把他给踩到地上 吸几口泥水 沾染凡尘气息后 他自然就好了 顾经理倒是没说话 只因他并不觉得 吕伯不是坏人 这样的蠢货 无意间坐下的恶事 才是最令人恶心的 比如史先生 要不是吕伯 无缘无故的大骂顾经安 让消息传到史先生里 史先生也不会用他 来对付顾经安 如今间对付不了顾经安 又把矛头对上成哥 说他打小就被老顾家欺负 已经被欺负傻了 是个脑子不正常的傻孩子 顾经理听到这个传闻的时候 差点没把桌子给掀了 立刻让说书先生们 不得传播成哥吃傻的谣言 再让大庆把第一个 传扬这话的说书先生 给教训了一顿 这才把谣言控制住 要不然 如今成哥是吃傻的谣言 早已传得满城皆知 成哥小时候 确实被老顾家 打骂得不愿意说话 可那是心理问题 经过四年的教养 成哥早就已经好了 成了一个健康的孩子 没有傻 还聪明得很 二姐 二姐你没事吧 成哥有些担心地 看着自家二姐 二姐 你看起来想要吃人的样子 顾锦李瞪着他道 别乱说 我只是生气 你三郎哥还没回来 这个理由成哥相信 二姐总是很在意 三郎哥的事 他安慰顾锦李 二姐别生气 三郎哥一定很快 就会回来的 到时候会给你带果子 回来吃 太凶了 要是把三郎哥给吓跑了 你可就嫁不出去了 成哥安慰完顾锦李 没多久就跑去找崔氏 说了顾锦安要带他 去府衙赴宴的事 顾锦安已经把这事 跟崔氏和顾大山说了 两人很是高兴 觉得自家大儿子是出息了 都能带着小儿子 去府衙赴宴了 可见 是个在府衙里 能说得上话的 崔氏拿出一套新衣服 给成哥儿换上 还给他带了一块小玉佩 看着像个贵公子 成哥儿很喜欢这身打扮 吃了一点东西垫肚子后 跟着自家大哥去了府衙 府衙大门前 吕伯还在大门 不远处喊着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声音都喊得哑了 看热闹的人 是走了一波又一波 可此刻府衙大门外 还是聚集着 不少看热闹的人 有的人还是新科同生 指着吕伯哈哈笑道 吕伯 听说你要站在这里 喊上一天 那岂不是不能进府衙 去领取举业文书 则则则 没有举业文书 就不能去参加院士 那你这不是白考了 吕伯像是听不到般 继续喊着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 那些看热闹的同生们 见了更加高兴 大笑着 哈哈哈哈 傻子 姚友前妻不过 想要大骂这些 看热闹的同生 顾锦安先开口了 吕伯 你敢做敢当 令人佩服 你我的赌约到此为此 你自由了 吕伯听到这个声音一愣 抬头看向顾锦安 一时间竟是没有反应过来 姚友前推着他道 你傻了 这是顾锦安 他说了赌约到此为止 你可以不用念了 说完 来到顾锦安面前 笑道 顾兄 我一猜你就会来这一招 果不其然啊 顾锦安是个做事 很有分寸的人 他会让吕伯履行赌约 是为了改掉吕伯爱面子 永远不会认错的臭毛病 但绝对不会为了一个赌约 而让吕伯错过领取举业文书 失去同生功名 吕伯已经回过神来 很是羞愧 不敢看顾锦安 顾锦安倒是很大方 邀请他们 你们的举业文书还没领吧 咱们一起去领吧 又向吕伯介绍成哥 这是我弟弟 顾锦诚 成哥 喊人 成哥哼唧一声 心里是一点也不想喊吕伯 可为了自家大哥 还是喊道 吕大哥好 吕伯看向成哥 见是那个在理房门口 骂自己的孩子 是愣了愣 想要说话 可他的嗓子很疼 最终只是点了点头 行了 别磨叽了 咱们赶紧进去吧 姚友谦拍了拍一摆上的灰尘 整了整一关后 率先进了府衙 吕伯赶忙跟上 顾锦安带着成哥走在最后 他们兄弟的身后 还跟着先前看热闹的同生们 府衙里已经来了很多人 全是这一刻的同生 他们都认识顾锦安 知道他是府衙手 有不少过来跟他打招呼 不过也有一些 自诩出身高贵的同生没有过来 觉得主动跟一个泥腿子打招呼 是降了他们的身份 成哥很生气 这些什么公子少爷的太可恶了 凭什么看不起大哥 大哥可是府衙手 比他们考得好 顾锦安倒是没生气 他根本不会把这些手下 败将的高傲放在眼里 是牵着成哥的手排队等着 等牙役念到自己名字的时候 就跟着牙役 去了办公的立房 领取举页文书 古知府看见顾锦安很是高兴 这可是名言望看重的人 不出意外 以后就是名家党 少说也能是个无品官 顾锦安看着古知府兴奋的模样 挑了挑眉 知府大人兴奋得有点不同寻常 他趁机说了 带着成哥一块赋宴的事 古知府倒是无所谓 小孩子家家的 来了就让他好好玩 不必太古拘束 顾锦安笑着道谢 学生多谢知府大人 府室的主考官是知府大人 只要过了府室 再见到知府大人 就可以自称学生 古知府很喜欢顾锦安 是要用他去博取院按手的 要是顾锦安能考上院按手 可就是小三元 不说和安府 整个江淮都没出过几个 因此是留下顾锦安 跟他说了不少话 正说得高兴的时候 外面的院子 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你个小屁孩 耍我们是不是 怎么可能会是个秋字 成哥笑眯眯的道 怎么就不是秋字了 秋是和与火 和字在左边 和字在右边 不就是一边喜欢发绿 一边就爱发红 一个喜欢下雨 一个讨厌瓜风 先前那人又怒道 胡说八道 简直是狡辩 秋字就是秋字 怎么可能会跟喜欢下雨 和讨厌瓜风扯到一起 又冷笑道 传言果然不虚 傻子就是傻子 不懂字迷还乱出 闹了笑话还不认 不愧是乡下你腿子出身 血液里流着下里巴人的无赖剂 第975章 一个比一个猛 顾锦安跟古知府出来的时候 听到的正是这样羞辱人的话 旁边还有一群长得比成根 高大一辈的童笙 围住成根 指着他道 对呀 血兄说得没错 你个乡下小屁孩 根本不懂字迷 你出的字迷有问题 这回不算 顾锦安很愤怒 他自己被人骂不会生气 只会想办法把对方给摁死 可被这么指着鼻子辱骂的人成了成根 他就难过地想哭 他一手带大的弟弟 自小就受够了大苦的 如今家里的日子好了 他不希望成根再受一点点苦 可是人就是这样 自打有世家豪族开始 农人就被人看不起 你腿子 乡下人 下里巴人 全都是对农人的灭称 这样的灭称 从农人生下来就被定在了身上 即使你考上功名 也只是在农人或者普通富户 地主面前有面子 在那些真正的世家豪族 熏贵子弟面前 依然是泥土一般的存在 而更让顾锦安难过的是 成根会被这么多人围住责难 是他早就预料到的 可顾锦安不能发火 他必须得压住怒气 让成根自己取胜 只有他自己用才华赢了这些人 他是吃傻的流言 才会被攻破 遥有钱见这些人想要耍无赖 气得指着那些童声道 你们别仗着人多就欺负人 输不起是不是 输不起 就别跟那孩子比试啊 又指着薛德道 你一把年纪了 还欺负一个孩子 还要不要脸 吕博喊了一上午 嗓子干疼得要命 也在旁边小声说道 这个字迷出得确实没错 薛德听罢是直接推了吕博一把 诺道 滚开 你个倒数第一 有何资格在这里说话 薛家竟然很是倒霉 薛德即使考上了童声 心里也很是恼火 他失去了一门好亲 还被与老大人厌恶 以后围观 是不能再用与老大人的人脉了 薛德你做什么 还敢动手了不成 姚有钱站到吕博面前 指着薛德道 你个考了倒数第二的 有何资格来说吕博 薛德见姚有钱 敢指着他的鼻子骂 气得不轻 开始骂起姚有钱 你个滚粪坑的下酒流 离本少爷远点 一股子的臭味 古知府看着眼前乱糟糟的情景 脸色发沉 这都是帮什么玩意儿 等去了灵和府 要是还这么闹 他的老脸可就丢光了 会被江淮各府的知府 给笑话死的 都住口 你们为了何事在院里喧哗 可还有一点文师的规矩 古知府沉声喝问 带着顾景安走下台阶 扫视着在场的同生们 先前那些围住成根的同生们 见到古知府 一个个都跟安城似的 姚有钱对着古知府作医 回到 启禀知府大人 是薛德 史非鹏 谢金他们 欺负顾兄的右弟 嘲笑他是吃傻 顾兄右弟不服气 解释过后见他们不听 就提出跟他们比字迷 可薛德猜不出来 便污蔑顾兄右弟不懂字迷 出的字迷是假的 薛德他们也不知道 从哪里听说 顾兄右弟 被老顾家的人给打傻了 是顾兄一进去 领取举业文书 就开始嘲笑顾兄右弟 顾兄右弟是个聪明的 见解释不听 就干脆跟他们比试 可薛德这些人输了之后 却恼羞成怒 开始耍无赖 古知府听罢 看向薛德 问道 姚同声说的 可是真的 古知府本来对姚有钱 没什么印象的 可他跟吕伯在衙门口 喊了一上午 古知府想不认得姚有钱都难 薛德不想认输 继续狡辩 大人 是顾锦城出的字迷有问题 邱子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 姚有钱冷笑道 世上有一物 左右各不同 一边爱发绿 一边爱发红 一个喜雨水 一个燕瓜风 这明明就是左边和字 右边和字 加一起不就是个秋字 这样的字迷出的有何不对 你自己猜不出来就耍赖 把问题推到一个孩子身上 算什么大丈夫 又气得指着薛德道 我家是到夜乡的 可我这个到夜乡的 看不起你这个伪君子 薛德听罢 气得发抖 怒道 姚有钱 你个下酒流 你凭什么骂本少爷 顾锦安笑了 看着薛德道 要是姚兄真想骂你就不会说 你是伪君子 而是会拿你的婚事嘲笑你 真以为你的名声很好吗 自己身上出了败德的事 不想着躲在家里好好待着 反而出来丢人找骂 真不愧是崇拜史先生的人 已经狂浪到这等地步 薛德因为弄大表妹的肚子 被与老大人家退了清 这事被说书先生们拿来说了几天 薛德成了全程的笑柄 骨枝抚摸了 不愧是明少卿看重的人 这不开口则已 一开口就直接要害 把薛德的脸都给撕下来了 然而 顾锦安这话 只是个开胃菜 还有更猛的 陈哥从一群 比自己大十几岁的年轻人里挤了出来 冲着古知府坐一行礼 知府大人好 古知府看见说话的是个白白嫩嫩 欲学可爱 还带着俏皮镜的小孩子 脸上扬起笑容 点点头道 你就是顾锦承 无需多礼 起身吧 瞧着挺机灵的 不像是留言里说的 被打得吃傻的样子 想到这里 古知府心下一惊 总算明白顾锦安带顾锦承来这里的目的 应该是顾家听到了留言 想要带着顾锦承出来见人 攻破他是吃啥的话 古知府有点要冒冷汗了 这个顾锦安的心机不浅啊 还没到二十呢 等再历练个十年 定会成为搅弄风云的人物 难怪明少卿 早早地就要把顾锦安 拉入明家党 陈哥收回手 笑道 知府大人 既然薛家大哥说 之前的字迷不算数 那小子就再给他出一个 您来做评判 可好 自然可以 古知府想要巴结明少卿 乐得给顾家一个面子 你出题吧 陈哥冲古知府笑了笑 道 院中有一人 左手执人翼 又握三尺剑 一招破四方 误杀一颗心 猜一个字 至于时间限定 请知府大人做主 古知府听罢这个字迷 皱了皱眉头 问道 这个字迷是谁教你的 陈哥 没人叫啊 就是在家里跟家人玩字迷 自己想出来的 二姐说 字迷这个东西 其实很简单 端看你怎么编 只要你编得合情合理 没有破绽 那就成了 第976章 独不死你 古知府听罢 夸道 你这个字迷出得很好 当真是讽刺极了 左手执人翼 又握三尺剑 一招破四方 误杀一颗心 他似乎看见了一个寒窗苦毒的人 最后为了攻击 却杀死自己初心的画面 古知府 死 怎么觉得有点脸疼 好像被人给兜头扇了一巴掌 他绝对不会承认他变坏了 他还是那个寒窗苦毒 想要做好官的善良书生 古知府压下着骨子被打脸的感觉 对薛德道 现实一刻钟 开始猜吧 一刻钟不短 一般文会上猜字迷 也就是这个时间 又看着在场的其他同声道 你们要是想帮薛德 也可以作答 这 先前帮着薛德的同声们为难了 他们看得出来 知府大人明显是动怒了 气他们不懂规矩 敢在府衙闹事 听到这话 哪里还敢帮薛德 急忙摇头道 李氏乃是一对一 且以薛兄的才华 一字弥尔 难不倒他 薛德气得脸都绿了 指着那些人想要大骂 却碍于古知府在场 只能压下怒火 道 一个小小字迷 某能应付 无需诸兄帮忙 成哥听得笑咪咪 对他道 那你猜啊 薛德一咽 恨不得扭断成根脑袋 这小屁还太坦娘的可恶了 到底是怎么想的 想出来的字迷都这么古怪 不用你催 还有一颗中功夫 某道时间说出答案便可 可薛德的话说的硬气 脑子里却丝毫头绪也没有 左手执人翼 又握三尺剑 一招破四方 误杀一颗心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根本就狗屁不通啊 姚有钱在旁边笑道 怎么样薛德 猜不出来吧 那就认输吧 薛德怒道 住口 你个下酒流 莫要在这里 打断本少爷的思路 姚有钱冷笑道 文会上 元宵灯会上那么多人 比这里还要嘈杂 怎么别人就能猜出字迷 而你不行 说完不得薛德说话 又问古知府 请问知府大人 学生已经是领了举业文书 上了官府公民册的同生 堂堂同生也是下酒流吗 骂农人是泥腿子 骂他们出身市井的下酒流 真以为是这么好骂的 薛德脸色一白 这才醒过神来 姚有钱已经是同生 骂他等同骂给他同生资格的古知府 盲对古知府道 知府大人 学生方才是无心之师 请您原谅则个 薛家是府城附户 这些年也是给过府衙不少好处的 古知府不想跟薛家翻脸 便道 猜你的字迷 只剩下半课钟了 薛德听罢 更加着急 背上已经冒出冷汗 看向四周的同生们 向那些交好的同生求助 可那些人根本没听过这个字迷 一时半会也猜不出来 而成哥似乎是等得饿了 从腰间的小布袋里 拿出一块点心 一边吃着 一边看着薛德 薛德被他看得想打人 饿狠狠地瞪着他 成哥却是咧嘴 呲牙 弯眼 冲着薛德微微一笑 嗯 薛德一愣 气得跳脚 可他没办法当着古知府的面 打一个孩子 只能生闷气 可他越气越想不出谜底 时间一点点过去 终于 时间到了 古知府看着薛德道 你输了 薛德愣住 大惊 输了 不可能的 这个字迷有问题 姚有钱骂道 阿呸 薛德你能换个理由吗 每次猜不出来 就说字迷有问题 当真是不要脸了 薛德又气又急 总之就是不想认输 古知府虽然不想 跟薛家撕破脸 可教训薛德一顿 他还是能做到的 沉着脸对薛德道 你猜不出来 本府却猜出来了 这个字迷的谜底 乃是一个得字 言罢 看向成哥 问道 可对 成哥笑眯眯的点头 嗯那 知府大人猜对了 就是得字呢 又嘀咕一句 梦里的老爷爷 果然说的没错 只有有得之人 才能猜到 这个字迷的谜底 古知府一愣 笑了 这是在骂薛德无德呢 古知府上前几步 摸摸成哥的脑袋 夸道 你是个聪慧的孩子 以后要好好读书 将来像你大哥一样 考上功名 这话算是为成哥 证了名 说他是个正常且聪明的孩子 不是留言里 说的吃傻 成哥乖巧地点点头 保证道 嗯 晚辈一定会好好念书 将来考上功名 给知府大人办差 这话说的 古知府是哈哈大笑出声 这孩子小小年纪 就这么会拍马屁 是在恭维他以后 会当大官呢 顾锦安却有些心酸 对于成哥这个小了 自己十一岁的弟弟 他只希望他能活得简单快乐 可现实不允许 他只能把成哥 往精明懂事里交 让成哥能有自保的本事 古知府看向薛德 哦 你已若惯 乃是大人了 把心思放在院士上 别跟个孩子较劲 丢人 薛德被说得面红耳赤 心里恨死了顾锦城 这个小傻子 竟然赶出自谜讽刺他无德 他 他 给他等着 别给你等着了 应该是你要等着被报复才对 顾锦安对古知府拱手作医 谢道 学生多谢知府大人 为右弟做评判 古知府道 不过是举手之劳 不必沿险 又问道 你表兄跟足兄他们 怎么还没到 就他们几个 没领举叶文书了 七康明等人 早就在院门外等着了 文言赶忙进来 道 知府大人恕罪 学生们来迟了 古知府看向他们 道 无妨 进来吧 把你们的举叶文书拿走 说着 转头向着先前的立访走去 七康明他们急忙跟上 而顾锦安 则是对他们点了点头 这也是他安排好的 他早就料到 会有人找成根的茶 为了历练成根 是故意跟七康明 他们错开来到府衙 并让七康明他们来了后 若是看见成根被为难 就先等等 等成根自己把事情 解决了再进来 不要怕他被欺负 而出来帮他 七康明他们 很快就领取了举叶文书 接着跟着古知府 去吃宴席 府衙这边在吃宴席的时候 史先生也在举办宴会 宴请那些落榜 却有才气的考生 一副要跟知府大人 分庭抗礼的模样 可史先生运气不好啊 吃了一道囤鱼块后 就中毒倒地 宴席上的人吓猛了 还是史家的人率先反应过来 高声喊道 快去请大夫 十三足书晕倒了 第九百七十七章 大难不死 史先生的小四厅罢 急忙跑去韩府上 供养的大夫 而宴席也乱了起来 许多落榜的考生 跟富家公子围了过来 看着晕倒的史先生道 先生 先生这是怎么了 史先生的足迟郁闷不已 朝着他们吼道 都围过来做什么 赶紧让开 再这么围着 足书没事 都要被你们给闷出个好歹来了 这些落榜的考生们 本就自命清高 听到这话是气炸了 指着史先生的足迟骂道 你狂什么狂 不过是史家庞之罢了 凭什么对我们吼叫 我们可是读书人 将来是要考公民做官的 史先生的足迟冷笑 即使谋只是个庞之子弟 那也是姓史 是上了史家足谱的 你们 主委公子请息怒 请息怒啊 史家的管事 急忙打断史先生足迟的话 奔过来对着那些落榜考生道 还请诸位公子 先退后几步 实在是二老爷突然晕倒 不好被太多人围着 还请诸位公子见谅 史家管事比较会说话 那些落榜考生 听了 这才没有发火 可史先生的情况 却突然恶化 那民族直惊恐地喊道 不好 十三族输土了 这话一出 那些落榜考生 跟富家公子 是急忙往后退去 生怕史先生死了 他们要被怀疑 史家管事听罢 急忙冲了过来 看见史先生是闭着眼睛 嘴巴里正呕出酸臭的东西 鼻子还像是被塞住了一般 呼吸困难 是急得不轻 护院 护院在那 赶紧去请萧大夫跟柳大夫 家里供养的大夫 医术没有那两位好 是 两名护院听罢 立刻直接奔出史家 往两家医馆跑去 小思也带着家里供养的大夫来了 那大夫 一看史先生这症状 脸都下白了 这 这是中了豚鱼毒 豚鱼毒 管事听得惊了 竟然是中了豚鱼毒 二老爷爱鱼快 每次摆宴都要准备一道鱼快 今天就有这道菜 可这豚鱼快 也是吃过不少回的 怎么这回却出事了 赶紧施救 要是二老爷有个好歹 老夫人可是要活管了咱们的 二老爷的救世 虽然被人翻了出来 可老夫人依然疼爱这个儿子 要是二老爷吃豚鱼快吃死了 他们准备宴席的人都不会好过 哎哎 小的这就解毒 大夫急忙施救 可大厨解豚鱼毒的法子很奇葩 是要灌粪青催吐的 何为粪青 说白了就是粪水 因此大夫道 快拿粪青来 越多越好 越多越好 快呀 管事没有犹豫 急忙带人去府上茅房弄粪青 不多时就把一桶粪青给弄来了 黄灯灯的粪青 散发着令人作呕的味道 可管事跟大夫没有手软 是掰开史先生的嘴巴 就给他灌 等萧大夫跟柳大夫到的时候 一桶粪青都快灌完了 萧大夫 哎 造孽啊 能洗干净 再去给他救治部 柳大夫是直接翻了个白眼 嫌弃的道 怎么用了愤青 不会用催吐的药吗 史家公养的大夫 是脸色一白 这 二老爷要是不死 会不会把他给剁了喂狗 别说了 赶紧的 救人要紧 萧大夫已经得知 史先生中的是囤鱼毒 这囤鱼毒最是要命 可是耽误不得 也顾不上嫌弃史先生浑身臭味了 立刻动手施救 他们这里是还没有皇帝的时候 就有十余快的风俗 以前也有很多人吃过囤鱼快 不过死了不少人后 吃囤鱼快的人就少了 可前朝的时候 狂誓之风盛行 那些狂誓为了标榜自己的与众不同 就故意去吃囤鱼快 又吃死了不少 到了大楚 一些文人狂誓也会故意吃囤鱼快 不过出事的少了 即使出事 一千个里也可能有一个能被救回来 而史先生就是这样的信任 不过 史先生虽然没有死 可囤鱼毒却伤了他的脑子 他是全身麻痹 再也动弹不了了 史先生醒来后 得知自己中了囤鱼毒 以后都不能动了 是绝望不已 想要自杀都不成 史老太听到这个消息 是抱着史先生哭天枪地 吩咐史家官家 去把做囤鱼快的厨子一家 都给仗毙了 这群害主的东西 连个囤鱼快都做不好 是把我的二给害苦了呀 史家大老爷文言皱眉 对于史老太的处罚 很是不认同 他早就跟老二说过了 那囤鱼吃不得 古往今来吃囤鱼死了多少人 可老二就是不听 非要去学前朝狂事 一旦百宴 必定要弄一道鱼快 还是囤鱼快 这不是找死吗 吃了这么多年 到如今才出事 老天爷够保佑老二的了 因此史家大老爷觉得 不是厨子的错 是老二不懂轻重的错 劝道 母亲 二弟如今病重 最是不能杀生 不如饶了厨子一家的命 让他们去冠礼 给师父们做菜九年 算是给老二祈福了 老天爷见了 也会保佑老二早点好起来 大主人信这个 史老太文言同意了 老大你说得对 那就饶他们一命 让他们全家去冠礼 给师父们做菜 给你二弟祈福 说完又抱着史先生痛哭 娘大 你放心 娘派人去京城 给你请御医 一定把你给治好 又立刻转头 对史家大老爷道 老大你听见没有 赶紧拿你的明铁派人去京城 给你弟弟请御医回来 多少银子咱们都出 只要你二弟能好起来 史家大老爷的脸色很不好 很想说 娘 中了豚鱼毒的 不死 就算万幸了 哪里还能治好的 可史家大老爷 不想跟史老太闹腾 是恭敬的道 是 儿子 这就派人去京城请御医 快去快去 史老太说着 又继续哭史先生 儿啊 你这是要了为娘的命啊 呜呜 史先生脑子都是木的 耳边全是史老太的哭声 最后不知道是鱼毒未消 还是怎么的 他又晕死过去 史家在史老太的惊叫下 又忙乱了一通 史先生中了豚鱼毒 被灌粪青 又在消 留两位大夫的合力救治下 大难不死的事 是不到傍晚 就在府城传开了 府城的百姓们都在感慨 哎呦 史先生命可真大 中了豚鱼毒竟然没死 可见是个福泽深厚的 第978章 做死 夸完史先生命大后 又说起他被灌粪青的事 听说是喝了几桶粪水 才活下来的 嘖嘖嘖 这以后可咋吃得下饭啊 不得一上饭桌就吐 就算不吐 每次吃饭 也得想上一回粪水 这辈子是别想好过了 可怜啊 府城百姓虽然八卦 可他们是好人啊 既然是好人 他们觉得 这种时候 应该同情同情史先生 毕竟是被灌了粪水的 对不对 得可怜一下 不过也有人冷笑着道 史老二可是狂事 狂事最得意的 就是做出惊世骇俗的事 没准史老二这会儿 正在家里得意着呢 这名气可又高了不少 值得再吃一回囤鱼快庆贺 哈哈 林先生 您还是这么讨厌狂事 一说起狂事就不留情 林先生是私塾先生 在城南开了一家私塾虎口 早年的时候去参加文会 被几个狂事戏弄 导致出丑后名声被影响 当年没有考上秀才 之后似乎是想明白了 要是你家不是名门望族出身 就算你考上功名 做上大官也没用 就干脆不考了 在家教书育人 侍奉老母 因此 林先生很是讨厌狂事 特别讨厌跟他同科考过辅士 还出身望族的史先生 哼 狂事有什么好的 某就是看不起他们 特别是史老二 堂堂一个读书人 竟然在江南抢了一个姑娘 毁了人家一辈子 如今 就是被人翻出来 却不知道悔改 在知府大人宴请新科同生的时候 去宴请那些落榜的考生 他想做什么 可是在暗示知府大人 这个主考官不公语 再为那些落榜考生鸣不平 林先生越说越激动 身旁聚集了不少看热闹的百姓 等林先生骂完史先生后 他们又问起林先生 关于史先生年轻时的八卦 你还别说 真问出来两个 都是关于私德方面的 说史先生年轻的时候 跟出身农家的书生交好 去了书生家里做客 住了一段时间后 把人家妹子给遭见了 结果没有娶 是连那妾都不乐意 还反过来骂 那个姑娘下贱 明知道自己是泥腿子出身 还想嫁入高门 活该被白睡 那姑娘出生乡下 见识有限 以为史先生对他的承诺 都是真的 一定会娶自己 结果却被史先生这般辱骂 最后受不了 跳紧死了 后来史家是赔钱了事 第二个跟这个差不多 也是跟穷书生称兄道弟 之后糟蹋了人家的姐妹 总之 史老二跟所有的 名门望族子弟一样 看不起出身不好的人 把遭见他们当作乐趣 不过 那些穷书生也不傻 听说他做过的事情后 即使跟他结交 也不会再把他带回家中做客 在场的百姓听得惊呆了 还 还有这样的事儿 真是造孽啊 那史先生落得如今的下场 当真是活该 其实像这种富家少爷 跟农家子弟交好 去乡下住几天 结果跟农家姑娘 生出事儿来的事情并不少 他们都是听说过的 只不过以前大家都是 骂那些农家女下贱 不知自爱 而这回应着林先生 跟说书先生的影响 却骂起史先生来罢了 顾锦安听说过很多这样的事儿 也很清楚出了事儿后 被骂被沉堂的是姑娘家 因此 他虽然认识不少精灵学子 也跟田福县县城的 一些富家子弟交好 却从来不会把那些人 带回家来住 即使那些人说 想去他家做客 他也是拒绝的 说家里有长成的姐妹 不好招待外男 他也深知 名门望族 有多看不起农家人 因此 再给顾锦绣 顾锦里选序的时候 皆是往知根知底里看 不会为了巴结名门望族 而害了家里的两个姐妹 史先生的事儿 让傍晚的府城又热闹起来 总之 今天的府城是热闹非凡 天刚亮 就被老顾家被砍头的消息 搅得兴奋不已 接着又看了一波吕博 在府衙大门高喊 我是市井出身 我家是小摊贩的热闹 到了傍晚 还听了一回史先生的八卦 当真是满足得不行啊 很多跨着篮子 背着孩子 挑着担子的百姓 都不想回家做饭 想要继续听史先生 被灌粪水的事儿 还有好事者 跑去史家大门看热闹 竟然看见一群乞丐 去敲史家大门 问史家人 听说你家急需粪青 还要不 我们这里有粪青 一旦只要十文钱 竟是卖起粪水来了 把史家人气得够呛 怒道 滚滚滚 哪里来的臭乞丐 再敢在史府门前放肆 打断你们的腿 再把你们扔出城去 说着 当真让几名护院 拿着棍子 去追打那些乞丐 想要教训教训他们 小乞丐们腿脚好 跑得快 在逃跑中 还踢到了带来的一袋粪水 喷喷两声 两桶粪水立刻倒地 哗啦啦 倾斜而出 泼满史府门口 一时间 史府门口是臭气冲天 管士气的不清 跳着脚大骂 一群死了爹娘的臭乞丐 遭温的狗东西 敢在史府门前捣乱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赶紧追上去 打死他们 乞丐在大楚 是没有户籍的流明 被抓住了 是可以直接打死的 是 史家护院们 是急忙追上去 大骂道 站住 给老子站住 你们死定了 然而 小乞丐们 对城里的道路熟悉得很 是穿街入巷 一会儿就没了人意 史家的护院追了半个时辰 最后只能信心而归 史先生中了囤鱼毒 被灌粪水的事 也传到知府衙门 古知府高兴极了 就是这事有点倒胃口 幸亏宴席已经吃完了 不然 他非得吐上一场不可 古知府没有避讳 把史先生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并趁机说道 你们是读书人 应该引以为戒 不要布史先生的后尘 史家是名门望族 出了事还能摆平 可在座的诸位 有多少是能跟史家比拼的 没有那个本事 就要老实做人 真想做死 等他离任了再说 他可不想被他们连累 在场的童声听罢 是纷纷拱手回道 是学生们谨记知府大人的教诲 不过 像薛德这些早就私得败坏 且出身不错的傅家子 却没把知府大人的话放在心上 在他们眼里 强了个把两个农家女 根本不算什么 摆两银子就能摆平的事 可史先生出事 对薛德他们的打击 还是很大的 史先生倒下 他们去哪里找个更大的靠山 来对付顾锦安 第979章 田家宋女 古知府知道薛德他们的心思 心下冷笑 按道 顾锦安可是明少卿看上的人 你们千万别做 不然会死得很惨 古知府跟在座的人 交代了院士的规矩 以及院士举办的时间后 就让他们离开了 在场的同生们起身 对着古知府拱手作医 学生拜别知府大人 言霸 三三两两的鱼贯而出 古知府还给他们准备了回礼 一人一份 连成根都有 由送客的牙医递给他们 成根拿到回礼很高兴 对顾锦安道 大哥 知府大人真好 还丢回礼了 不知道里面是啥 啥啥啥 哼 果然是下里巴人 张口闭口 都是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礼语 不会说雅言吗 薛德又来做死了 顾锦安眸光一寒 目光刺向薛德 冷冷一笑 薛德从未见过这样的顾锦安 被吓了一跳 回过神来后 怒道 你个泥腿子 看什么看 小心本少爷 挖了你的眼睛去喂狗 顾锦安笑了 笑得如沐春风 对在场的同声 以及牙医道 诸位同科 各位插大哥 你们都听到了 薛德说 要挖了我的眼睛 这可是触犯刑律的 等某状告薛德谋害的时候 还请诸位能做个证人 薛德脸色一白 怒道 你胡说什么 我不过是随口说说罢了 顾锦安笑了 我也只是随便告告而已 话落 收起脸上的笑容 一张俊脸冰冷异常 盯着薛德道 别以为我不跟你计较你 就能放肆 想要毁了你很容易 只要一纸撞纸 就能让你入狱 即使你家里人 能把你救出来 我也还能请身有官职的人 帮忙上折子 猜你死得不休 夺了你的功名 让你这辈子 都别想苛举入室 所以 你最好放聪明点 别做死 薛德听罢 脸色惨白 说话都打哆嗦了 可他镇定下来后 又怒道 还请身有官职的人 上折子 顾锦安笑意更浓 一个一个给他数了起来 田福县的郑仙灵算一个 精灵郑家的郑老大人算一个 上官阁老算一个 你 你还认识上官阁老 在场的同声都听梦了 有人惊呼道 传言是真的 顾锦安真的跟郑家 上官家的嫡长孙交好 还认识郑大人 跟上官阁老 喷一声 薛德吓得腿软 一屁股坐到地上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顾锦安居高临下地 俯视着薛德 是连对付他的兴趣都没有了 真没用 还没对付你就吓倒了 就这点胆子 你还敢狂 也就是在河安府 要是去了江南或者京城 你这样的蠢货不出一刻钟 就会被世家豪族 高官薰贵子弟给摁死 顾锦安骂完薛德 牵着成根的手走了 薛德这才回过神来 在顾锦安身后求道 顾 顾兄 千万别写信给郑大人 和上官阁老啊 别夺了我的功名 我是好不容易才考上的 要是功名没了 我会被家里人给打死的 倒数第二也是考上了 且这是他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万万不能没有了吧 顾锦安不搭理薛德 带着成根 齐康明等人走了 薛德是在地上做了片刻 才被其他人给搀扶着离开 牙医回去后 把这事告诉了谷知府 又问了一句 大人 顾案首真的会写信 让上官阁老上折子 夺了薛少爷的功名吗 谷知府摇头 不会 顾锦安没有那么蠢 为了这点小事 就动用这么大的人脉 郑家跟上官家 都是留着救命用的 顾锦安除非遇到生死大事 不然不可能去求正家 上官家 牙医听罢 心下高兴极了 薛家定会派人来找他探听消息 到时候 他把谷知府的话一说 少说能拿到十两银子 谷知府正在跟大理寺的御兵说着 今天分发举页文书时的事 没空搭理牙医 听完这事后 把他给打发走了 大理寺的御兵 对于顾锦安的表现很满意 是个聪明有心机的 不错 主子不喜欢那些天真书生 只要这种有心机会办事的 顾兄 我们先告辞了 明天再一起去你家论会 徐昭明对着顾锦安说道 他是跟着徐亮一起来的 跟顾锦安他们不顺路 屈少爷也在旁边道 某也先告辞了 明天再跟着叔父和尚叔叔 一起去找顾兄 屈少爷的叔父屈秀才 跟尚秀才交好 屈秀才在现世的时候 曾经做过顾锦安的宝人 而这回屈少爷考府市 屈秀才也陪着来了 顾锦安笑道 朱兄 明天见 言罢 各自上了自家的罗车 回家去了 家里来了客人 乃是袁家贵跟田喜旺两家人 说是来感谢顾家的 要不是有顾家出手帮忙 他们如今还在给人做下人 不会过上有宅子有地的好日子 顾锦安看见他们 有些意外 如今天都快黑了 就算是来道谢的 也没有带到现在的道理 田喜旺看见他是高兴得不行 急忙带着儿子上来跟他说话 这就是星科暗手吧 长得可真是俊俏 听说还没定亲事吧 田喜旺的媳妇 则是急忙离开 往后摘花听方向去了 顾锦安眉头微皱 看向田喜旺 道 田博好 田喜旺更加高兴 忙道 哎哎哎 好好好 又继续说道 都十九了吧 可是大小伙子了 那婚事得抓紧啊 又说起顾锦安的婚事来 顾锦安笑了 田喜旺这目的 有点太明显啊 可他并不喜欢田家姑娘 便道 不急 我曾经立誓 要考上举人才会说清 啥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 就算你一次就考上 也过了二十了 咱们农人哪里有成亲这么晚的 田喜旺对着顾大山道 大山啊 你可不能由着安根胡来 得赶紧给他说门亲事 说门当户对的 别往父户里挑 那些富家小姐 最是看不起咱们农人 要是娶回来了 你全家都要受他的气 田喜旺很激动 田喜旺的媳妇 比他还激动 是拉着田华就过来了 华 赶紧见过你顾家哥哥 田华看见顾景安 心里欢喜 是个俊俏有本事的郎君 是扶身行李 柔柔地喊了一声 顾哥哥好 顾景李听到这声顾哥哥 差点笑出声来 顾景安很是不喜 沉着声音道 喊我顾家大郎就好 什么顾哥哥 听得肉麻 且大家都是大人了 这么喊着 让人听了误会 第九百八十章 留下 顾景安的脸色发沉 声音发冷 说完还往后推开两步 只要是正常人见了 都知道他不高兴 实际的就应该到此为止 可田华是个做事 很有目的 也很有野心的人 他之所以不乐意 给代老爷做妾 是因着代家家到中落 已经靠着投奔亲戚过日子 代老爷年纪又大了 成年的儿子不少 就算他一嫁给代老爷 就能生下儿子 也分不到什么家产 但顾家不同 家里可是有着大营生的 一年就能赚到上百万两银子 且顾景安年轻俊美 还是府岸首 连知府大人都看好他 六月院是一定能考上 成为秀才老爷 十九岁的秀才老爷 这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到的才俊 他既然遇上了 岂有错过的道理 田华把自己的打算 给自家爹娘说了后 就有了今天的事 而顾景安冷淡的反应 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毕竟他家条件不好 只要有点报复的后生 都不可能一下就乐意娶他 因此田华没有着急 只是微微一愣 委屈了那么一下下 便再次行礼 道 华给顾家大郎哥请安 又看向成哥 笑道 你就是成哥吧 长得真是有福气 像是年华里的散财童子似的 我是你田家姐姐 今天跟着爹娘来道谢的 你喊我田姐姐就成 成哥眨眨眼 看看自家大哥 笑了 对着田华呲咫压笑道 田家姐姐好 田家姐姐 天快黑了 再不回家就晚了 若是路上遇到巡逻的兵士 被冲撞到 对名声可不好呢 开口就赶人 把田华气得不轻 但田华是什么人 今天可是有备而来 文言笑道 成哥说的是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言罢 真的跟顾家人告辞 对三爷爷 顾大山 顾大父 顾大贵等人道 顾三爷爷 顾大叔 今天太晚了 我们先告辞了 顾大山是松了一口气 忙道 哎 慢走 我送送你们 他不太喜欢田家 总觉得田家人 今天来家里是有目的的 而那个目的 似乎是想跟他家结亲 老实说 他虽然不指望安哥 成为豪族贵婿 但安哥这么有学问 娶的姑娘起码得识字 看得懂文章 不然安哥写了个文章 可娶的媳妇却看不懂 那岂不是没话说 袁家贵也是松了一口气 这田家的胆子真大 竟然借着上门道谢的机会 想要撮合田贵 跟顾家安哥 顾家安哥可是俯按手 将来前途无量 田家想要做梦可以 可做梦之前 能不能先掂量掂量 自家的分量 好在田家愿意离开 没有继续闹腾 袁家贵也放下心来 带着自己的孙子 跟着三爷爷走向大门 可他们都低估了田贵的脸皮 是还没走到顾家大门 田贵就突然晕倒了 喷一声 结结实实地砸在院子地上 贵 贵你咋了 快醒醒 别吓唬娘啊 田喜望媳妇 是抱着田贵就哭 你的风寒还没好 又被带家的事情给吓到了 娘就说 让你待在家里 不用跟来顾家道谢 可你偏不听 说顾家对咱们有恩 眼见着恩人要回乡下了 你怎么着 也得亲自来道谢 如今好了 身子撑不住晕倒了 田喜望媳妇 是唱大戏一般把田贵会晕倒的原因 给解释了一遍 是说得有理有据 根本不能怀疑 原家贵的脸色很不好 这田家想做什么 田贵又想做什么 可千万别是他想的那样 不然可就太不要脸了 三爷爷也很不高兴 他们这些年纪大的 经历过的事多 知道田贵突然晕得不简单 在场的都是男人 不好去动田贵 三爷爷正要喊小吉他们 田喜望媳妇 就嫁起田贵 往顾家课堂去了 田喜望媳妇长得壮实 被顾家熟生后又得了一笔银子 竟然吃得不错 很是有把子力气 架着田贵一口气就回到课堂 冲着还在课堂里 站着的顾景安道 安哥快来搭把手 你贵妹子晕倒了 说着脚下一个亮呛 竟然往顾景安身上倒去 顾景安冷笑一声 拽着橙根身子一转 两个胯部就来到课堂门外 紧接着喷一声 田喜望媳妇跟田贵是砸到地上 疼得脸都扭曲了 顾景李一直躲在课堂小门后看着 见状生怕田家赖上顾景安 急忙出来道 田家伯娘 您这是咋了 咋摔得这么厉害 赶紧起来 我扶您 结果顾景李脚上一滑 又拽着田喜望媳妇 跟田贵一起倒地 不过顾景李会滚啊 是巧妙地滚了一圈 躲开田喜望媳妇的身体 让田喜望媳妇 砸到桌脚上 咚一声 头上起了个包 田喜望媳妇的眼泪都下来了 带着哭腔道 顾家丫头 你会不会扶人 看把我们母女两个给撞的 头都要破了 田家伯娘 对不住了 要不我再扶您一把 顾景李道 田喜望媳妇忙道 不用不用 你站着就好 我自己来 你是个不会干活的 要是再让你扶着 我们母女俩 还得再摔一脚 顾景李冷笑 既然知道 那你们还不快滚 再不滚 等会儿可就不是摔上一脚这么简单了 喜望媳妇 你们没事吧 咋跑得这么快 我们都快追不上你们了 袁家贵跟顾大山率先跑了进来 看着田喜望媳妇 不满得道 三爷爷也跟着小跑进来 看见田喜望媳妇跟田画 以及站在门外 不敢进客堂的顾景安后 脸色很不好看 对田喜望媳妇道 你们在这里等一等 老头子已经吩咐下人背车了 一会儿就把你们送回去 田喜望媳妇听了哭了 哎哟 还送什么送啊 我家画都晕倒了 您别让罗车送我们了 赶紧让罗车去请大夫吧 还很大方地加上一句 说完不等三爷爷说话 又道 这里是客堂 霍尔是大姑娘了 不好在这里看诊 我先把霍尔扶去后宅 您家后宅屋子多 我去让大山弟妹给准备一间 顾大山先前就觉得田家不太对劲 此刻是彻底厌恶田家 这是想干嘛 强行塞人吗 第981章 病发了 顾大山生气了 开口阻拦 田嫂子 我家里这几天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村 家里乱糟糟的 不好留人 田喜望媳妇能听她的 是根本不听 没等她说完就直接架着田话 往后宅冲 可惜被二庆拦住 二庆盯着田喜望媳妇 冷冷道 后宅重地 外人不可乱境 田喜望媳妇惊了 看看四周 再看看二庆 这丫头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动作也太快了吧 她都没看清她就到了自己面前 田喜望媳妇很快就镇定下来 问道 你是谁 二庆淡定 顾家丫鬟 田喜望媳妇眉眼一飞 嘴角一扬 冷笑道 原来是个丫鬟 那别愣着了 赶紧过来搭把手 我家话晕倒了 大山弟妹可是很喜欢我家话的 要是她有个好歹 你就得被大山弟妹提脚卖了 这话说的 二庆都想笑 东家夫人可不喜欢你们 是暗示了 你们两次天色不早了 让你们早点回去 你们都当作没听见 田喜望媳妇呵斥完二庆 又生怕被三爷爷他们追上 回头看了田喜望哥儿儿子一眼 让他们赶紧拦着三爷爷他们 田喜望哥儿儿子也这么做了 是拽住三爷爷跟顾大山求道 顾家三爷 大山兄弟 你们帮帮忙 派罗车去请大夫来给伙儿看病吧 他真是病得不轻 顾经理笑了 说道 田姑娘晕倒了 我们家自然会派罗车去请大夫 你们放心 泽子听到这话 立刻去准备罗车 田家人见了很是高兴 特别是田喜望媳妇 以为这事儿有门了 只要顾家派车去请大夫 那大夫就得天黑才能到顾家 再把麦看病 熬药 今晚肯定就回不去了 只要第一天能住下来了 往后就可以有借口 留在顾家养病 住上几天 他们家就能放出风声 说些两家要结儿女亲家的话 这三人成虎 只要传出流言 顾家就不好不负责 那他们家会儿 就能名正言顺地嫁进顾家来 只要结了顾家这门亲 他们一家就能靠着顾家吃香喝辣 呼奴换臂 不用守着一座宅子 一点地过火 田喜望媳妇想得很美 又招呼二亲 你赶紧过来帮忙手啊 怎么当差的 没点眼力尽 他们家在代家坐下人的时候 可是听见主子咳嗽一声 不要上前询问伺候的 这顾家的丫鬟 真是不懂规矩 不过没关系 等会儿嫁过来后 会好好训斥这些丫鬟 教他们怎么当差的 二亲当作没听见 就拦在他们身前不动 田喜望媳妇怒了 你跟丫鬟是怎么回事 还有没有点规矩了 行行行 我不用你帮 你赶紧让开 让开 做什么美梦呢 二亲不让 田喜望媳妇气得不轻 顾经理走了过来 握住田慧儿的手 一边悄悄给他把脉 一边道 田家伯娘别急 二亲也是按照规矩办事 啥 他拦着二门 不让我们进去 还是按照规矩办事 我们再怎么说 也是你家的客人 哪有客人在主人家晕倒 主人家的下人 却不出手帮忙的 田喜望媳妇很生气 想要发火 却又顾及着田慧儿的交代 慧儿说了 他们家是要跟顾家结亲 不是结仇 小算计可以 但不能撕破脸 顾经理道 咱们都是逃过慌的 知道有些人病了不是小病症 而是瘟疫 我家怕这个 就定了一条规矩 在没有确定 客人得的是什么病之前 不能往后宅里带 要是瘟疫 这全家都得遭殃 所以 你还是等等吧 田喜望媳妇猛了 没想到顾经理会拿瘟疫说事 是气笑了 顾家丫头 你咋能这么说 我家话儿好好的 就是个小病 怎么到你嘴里 就成瘟疫 顾经理笑得很甜呀 对田喜望媳妇道 这病没确诊之前 都说自己是小病 老顾家那几个 也不相信自己 得了花柳病 结果呢 所以 您还是耐心等等 这样大家都好 说完 藏在手掌里的 真是直接扎进田花的手腕里 田花吃痛 却忍住没有睁眼 他得撑住 只要撑过去 就能留在顾家过夜 只要能住进顾家 那一切就都好办了 可泽子已经带着 三奶奶和崔氏来了 臣氏爱八卦 能错过这等好戏 也跟来了 他一看见 被田喜望媳妇 嫁住的田花 就嚷嚷起来 哎呦 田嫂子 你家伙咋晕倒了 莫不是得了什么恶症 现在病发了 那可不得了啊 得赶紧送他去医馆看诊 免得送完了就完了 我帮你把他抬上罗车吧 来来来 你嚷嚷 说着是屁股东一声 撞向田喜望媳妇 把田喜望媳妇给撞开 在双手拽住田花 手一翻 直接把田花转到自己背上 背起田花就跑 田喜望媳妇梦了 发生了什么 他家花怎么不见了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陈氏已经背着田花 冲到大门口 田喜望媳妇 急忙招呼自家男人 跟儿子追上去 大跪弟妹 你站住啊 我家花就是小病 不用去医馆 等大夫来就好 陈氏和 根本不打理田家人 把田花背出大门后 直接砸进车厢里 对泽泽道 田家丫头得了重症 等不得的 你赶紧送他去柳家医馆 柳大夫爱钱 医药费都是往柜里收的 这田家太会做梦 得让他们破财冷静冷静 唉 泽子硬着 正要驾车离开 却被陈氏给拽了下来 你不能去 你是安根的小厮 要是把田家丫头 送去医馆 定会传出闲话来 赶紧下来 陈氏冲着追出来的 顾大贵道 你 驾车送田家丫头 去柳家医馆 是把泽子拽下 把顾大贵 给推上罗车的前车板子 再一拍罗子屁股 罗子撒开蹄子就跑 顾大贵差点就吓死了 赶忙拽住绳子控制罗车 而田喜望他们 则是在后面追 等追上的时候 罗车已经出了 顾家宅子的接口 田喜望媳妇气疯了 大骂顾大贵 顾大贵 你想做啥 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是不是 带着我家闺女就跑 你什么居心 顾大贵自己都猛着 是对他们道 我儿子过几年 都能娶媳妇了 还能有啥居心 你们这么说 也不怕坏了 自家姑娘的名声 赶紧上来 我送你们去医馆 田喜望媳妇不服 不想去 是钻进罗车里 想问田贵拿主意 可田贵这回是真的晕了 顾经理给他扎的 那一针里有毒 他是想醒来 挽救这场混乱都不行 第982章 女就男 田喜望媳妇 想要招呼自家男人 儿子把田贵给搬下罗车 可他发现 田贵是真的晕死过去后 急得大叫 他爹 他爹你赶紧过来看看 咱们贵真的晕倒了 顾大贵 敢请你家田贵 先前是假晕的 田喜望父子听罢 也开始怕了 生怕田贵有个好歹 不能嫁进顾家帮衬娘家 是想了想 对顾大贵道 赶紧送我们去医馆 先给贵看病再说 反正顾家是跑不掉的 等贵好了 他们再登门 继续说轻事就成 啪一声 顾大贵一甩鞭子 驾着罗车 带他们去了柳家医馆 柳大夫已经从史家回来 刚洗完早出来 就听说有病人上门了 还是坐着罗车来的 那肯定是有钱人家 他哪里能放过 是晚饭也不吃了 亲自看诊 不过看诊之前 他很是善良地问了田喜望媳妇一句 老夫是柳家医馆艺术最好的大夫 如果你们要老夫亲自看诊 那诊经有点小贵 田喜望还是在乎银子的 问道 小贵是多贵 柳大夫也不是很贵 就是富家少爷 小姐们看病的价钱 田喜望听罢有些犹豫 他知道 富家少爷 小姐看病的诊经都不便宜 田喜望媳妇则是骂道 你磨及个啥 不就是十几两的诊经吗 把咱家贵看好了 等他嫁到顾家去 可是能换来十几万两银子的 十几万两银子 柳大夫听罢身子都坐直了 摆出一副神医的模样 用高深莫测的语调说道 这姑娘的命金贵 那可是得好好看看 不然以后可是会影响子嗣的 田喜望媳妇急了 啥 我家贵这病 还会影响子嗣 哎哟 那可不能担的 您老 赶紧给看看 要是霍尔生不出来 即使嫁到顾家去 也是会被修回家的 柳大夫闻言 开始给田护尔把脉看着 不过 这脉相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像是得了割血症般 脉相很弱 可看着又不像是要死掉的样子 且这个姑娘 好像中毒了 不过柳大夫并不敢确定 只因单靠把脉 他是把不出这个姑娘 到底有没有中毒的 只能验 可奇怪的是 他用这个姑娘的血液 查验了个把时辰 得出的结果 却是他体内没有任何毒素 田喜旺媳妇见柳大夫 是折腾了个把时辰 以为田花真的得了什么绝症 差点就给吓得晕死过去 不过好在最后柳大夫说 如今还不能确定 你们先在医馆住下吧 等明天你家女儿醒了再看 要是醒来没啥事 那就是没大病症 若是醒来后 卡血或者在晕倒的话 可能就是中毒 或者得了绝症 田喜旺一家没办法 只好住下 不过住在这里 也是要银子的 他们想要 找姑大贵拿银子 可姑大贵早就不见了人也 田喜旺媳妇骂道 抠嗽的姑大贵 跑得比老鼠好快 呸 真以为我们问你 借了银子会不还吗 等会儿嫁给顾景安后 他家有的是花不完的银子 顾大贵早就回到了顾景李家 跟他们说着医馆里的事 还把田喜旺媳妇的那句咱家话 这回真的晕了告诉了大家伙 那田家丫头 先前应该是装晕的 陈氏听罢 是下巴一扬 得意的道 老娘早就看出 那丫头骗子是装的 不就是想赖在小鱼家 好嫁给安哥做媳妇吗 这等伎俩打量 谁不知道呢 他要是真想嫁给安哥 那就该换个法子 来个女救男 再把男人抬回家里去 那男人在姑娘家住上一晚后 得知自己是被姑娘救回家的 为了姑娘的名声 也为了报恩 不得赶紧娶了那姑娘 田家丫头 就是法子没用对 都啥年头了 还想用这种娇弱的手 断赖在男人家里 你赖在男人家里 男人就能娶你了 人家爹娘是蠢货吗 不得摁死你这个狐狸精 陈氏是慷慨激昂地说着 说得口水 都喷到桌子的点心上 三奶奶嫌弃地瞪她一眼 骂道 说话就说话 吼啥吼 这点心都是你的口水 让大家伙还咋吃 陈氏笑道 大家要是不吃 我就拿回屋里吃 最近半夜起来饿得慌 得有点东西填填肚子 三奶奶怒道 你做梦 这些点心 可是知府大人给的回礼 你别想一个人吃光 说着 是把叠在上面的一层点心 给弄到黄纸上 把放在底下的点心 连着盘子端走了 陈氏也不生气 而是美滋滋地 拿起放在黄纸上的点心吃 正吃得高兴的时候 却发现顾大贵 像见鬼似的瞪着她 立刻怒了 吼道 看啥看 没见过老娘是咋的 顾大贵抬起手 指着她 哆嗦着问道 当年我被隔壁村的 林小霸王放过欺负 被她家的狗 追着掉进水塘里 你出来救了我 还给我弄了一身 干净衣上来 这事儿是不是你算计好的 林小霸王 是你买通了 来欺负我的对不对 她跟陈氏并不是没人说何的 而是她自己看上的 她会看上陈氏 正是因为陈氏救了她 还冒着被家里人毒打的危险 偷了她兄弟的衣裳 出来给她穿 还给她东西吃 虽然给的是两个野菜高粱饼 害她吃的都拉伤了嗓子 可她还是很感动啊 觉得陈姑娘对她真好 是被家里人毒打 也要帮她 从那以后 她跟陈氏 就从还衣裳 还粮食 发展到求着家里人去陈家提亲 要娶陈氏做媳妇 可她刚刚听到了啥 难道当年她以为的救命之恩 是陈氏自己设计的 旺哥周岁的时候 我去镇上置办抓周的物件 遇到林小霸王 她说 我能娶到你是她的功劳 当初我听了没有多想 只以为她是说 咱俩的缘分 是因着她欺负我而起的 现在想想 原来她说的是 另一个意思 顾大贵快气死了 怒道 你这个臭婆娘 我对你这么好 你竟然钻技我 陈氏打了自己的嘴巴一下 这没个把门的嘴巴 怎么嘴皮子一梭罗 就给说出来了 不过陈氏并不怕 顾大贵知道当年的真相 是插腰吼道 咋的 就算是我先看上你的 让林小霸王放狗追你 乃腰咋样 我要是不这么做 你的木头脑袋 啥时候能看见我 她家是十里八乡 出了名的破落户 根本没有好人家感 上门提亲 来的都是些官夫老光棍 想让她去做济世的 她不乐意嫁给那些人 是扒拉着十里八乡找好后生 最后扒拉出几个来 其中一个就是顾大贵 第983章 你讹诈啊 可顾大贵她瞎呀 她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 在她下学的路上等着 是雨天没带斗笠 晴天在她面前摔跤 连路边的土沟跟小河 她都跳过了 可顾大贵是压根没看她 陈氏差点被她给气死 老娘都送到你面前来了 你就搭把手 来的英雄就没会死吗 最后没办法 陈氏只能改变路数 来了个女救男 结果顾大贵是感动得不行 知道她被家里爹娘兄弟打了 大晚上的就跑到镇上医馆去 把她的症状说了 买了药 回来给她吃 知道她在家里吃不饱 是时常把自己的口粮省下来 拿去给她吃 这么来往了半年 他们的事儿 被两家大人知道了 顾家这边气得要死 她娘家是狮子大开口 总之是折腾了一段时间 最后终于成亲了 顾大贵气得要命 指着她道 你个婆娘 算计我还有理了 她以为她是个被家里人欺负 没有靠山 只能靠着自己的小可怜 没想到她把她当真傻子 算计她 她一颗真心是为了狗了 我怎么算计你了 当年你不也喜欢我 陈氏根本不怕 她如今地位稳固 手里拽着全家的银子 还有两个儿子傍身 就算顾大贵跟她生气 也不可能休了她 顾大贵被对得说不出话来 她当年确实喜欢她 可她那是真心啊 她却是算计 三奶奶懒得听他们吵架 气到 吵啥吵 赶紧滚回你们的院子去 都一把年纪的人了 还说啥喜不喜欢 要不要脸 顾大负也道 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还有啥好吵的 赶紧回屋去收拾东西吧 咱们过两天就要回村了 陈氏倒是不怕丢脸 但顾大贵是读过书的 脸皮没塌后 文言是气哼哼地走了 陈氏还在课堂里揣点心 被三奶奶给打了 你个吃啥啥不够的东西 把自己男人都给气走了 还不赶紧过去说几句好话 等她真跟你离了心 你就哭去吧 陈氏得意地道 救她 我早就把她身上 有多少根筋给摸清楚了 翻不出什么大浪来 说是这么说 但陈氏还是很在乎顾大贵的 揣上点心后 急忙追了上去 二亲把这事告诉顾经理的时候 顾经理差点没笑死 没看出来啊 大贵沈年轻的时候 还挺会来事 奇才 奇才啊 敢想敢干 也不怕搞砸了 被人给摁死 又看着顾锦安 成根道 大贵叔这回应该是真生气了 咱们要不要赌一赌 看大贵叔会不会修了大贵沈 顾锦安道 不可拿长辈开玩笑 大贵叔跟大贵沈 可是他们的族亲 顾经理笑笑 没有再说陈氏的事 而是说起薛德 大哥真的不用 我给薛德下毒 顾锦安摇头 不用 薛德已经被我镇住 且他弄大表妹肚子 打脸于老大人家 于家跟于老大人的门声 不会放过他 以后有他的苦日子过 顾经理听罢 点头答应了 又说起甜话的事 他的事 大清跟尤安他们会处理 大哥不用担心 安心准备院士就成 原本把田家弄来 是为了让他们作证 证明顾老太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跟离大人偷情 可田家竟然敢把主意 打在大哥的身上 还耍心激装晕 想要赖在他家里 简直是找死 顾经理道 那个甜话是个狠人 让大清跟尤安他们处理干净 不然恐怕田家会反咬咱们一口 再拿老顾家的事 威胁咱们 田喜旺家跟原家贵家 都是他们找来指挣过老太的 顾经理道 大哥放心 把他们找来的时候 就预料过他们会反水 早就想好了对策 田家想用老顾家的事情 来威胁我们 不可能 顾经安听罢 放下心来 又看像坐在一旁 做功课的成歌 问道 可写完了 成歌的笔一勾 落下最后一笔 笑道 写完了 今天功课很手 只写了两课中就没了 顾经安看着成歌的笑脸 心里很愧疚 说道 成歌 对不起 成歌一愣 明白过来 大哥说的是 今天在府衙里的事 笑道 大哥不用说对不起 我知道大哥这么做 是为了我好 可大哥算计了你 顾经安最不想做的事情 就是算计自己的家人 可今天 他却这么做了 成歌摇头 这不是算计 而是魔力 大哥对我够好了 要是在什么事情 都帮着我挡着 以后我就要成为 二姐说的废材了 他挺着小胸脯道 我是要做大英雄的 不想做废材 顾经安听得鼻子发酸 心里很是欣慰 艰难的过了这么多年 曾经以为会死掉的小弟 已经长大了 顾经理受不了 这种悲伤的气氛 忙道 别说这些了 咱们说点开心的 比如 他看向顾经安 笑道 大哥 你不喜欢甜话 那你喜欢啥样的姑娘 大家闺秀 还是小家碧玉 或者是 泼妇 成歌听罢 也围了过来 攀着顾经安的手臂问道 对呀对呀 大哥喜欢啥样的姑娘 想要娶谁做我们的大嫂 啪一声 成歌的脑袋 被顾经安打了一下 再拽开他盼着自己手臂的手 把他拎到一边的椅子上 坐好 又道 这是大哥的事 你个小孩子懂什么 成歌道 怎么不懂 大贵婶天天张罗着 要给德行哥娶媳妇 还把大哥拿出来说 说大哥也要赶紧找媳妇了 要是再打光棍下去 会被村里人怀疑有病 顾经安听罢 气道 什么有病 不许乱说话 又道 时辰不早了 你们收拾收拾 我先回屋睡觉了 竟是脚底抹油 溜了 顾经理跟成歌 见顾经安跑了 在正房里哈哈大笑 大哥竟然也有怕的时候 突然很期待大哥娶媳妇 看看大哥脸红的样子 顾经安听到了 却没有回头训斥他们 由着他们笑话 加快步伐进屋 喷一声把屋门关上 不过 他也有想过 自己将来的妻子 会是什么样的人 首先必须是他喜欢的 其次人的品行要好 还有脾气不能像小鱼那样凶悍 也不能像大姐那样娇弱 他不在家的时候 要是家里遇到事 他能先扛起来 把家给管好 还要识字懂文章 最好还懂些官场上的事 这样他入室后 也能跟他有话说 反正就不可能娶田惠那样的 田惠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 柳大夫给他仔细地把卖过后 说道 没啥大碍了 抓了要就能回家静养 原本以为这个姑娘是中毒 或者是有什么隐疾 结果醒来后一看 根本没啥病 应该就是突然体力不知晕倒了 不过 就算不是什么大病 也是要给钱的 诊经加上要钱 住宿前一共是三十两银子 啥 三十两 你讹诈啊 田喜望听到要这么多银子 是惊得跳起来 三十两啊 就看个病 还是啥病都没看出来的 你就敢要我们三十两 你是不是疯了 第984章 他能得到两个好处 柳大夫听了很不高兴 昨天傍晚 你们来看诊的时候 我就问过你们 确定要老夫亲自看诊否 老夫的诊经 可是有点小贵 你们当时很豪横 说不缺银子 让老夫亲自看诊 如今又嫌贵 你们是什么意思 还想赖账不成 田喜望一耶 想起柳大夫 确实问过他们这话 可是 你当时只说有点小贵 我们怎么知道 竟然要那么多银子 你分明就是故意 没把诊经做清楚 想要讹诈我们 柳大夫冷哼一声 老夫明明说了 诊经是普通父户少爷 小姐看诊的银子 你可知道 府城父户请老夫去看病 出诊费是多少吗 高有百两 少则三十两 如今只收你们三十两 你们还想怎样 又指着田喜望道 你还敢嫌弃老夫 没有给你家闺女 看出大病来 你就这么希望 你家闺女得绝症 我昨晚可是花了个把时辰 来查验她有没有中毒的 这些不需要给银子 又给她用了不少好药 还管了你们一顿肉饭 这诊经 药钱 验毒钱 饭钱 住宿钱 加起来只要你们三十两 老夫这辈子都没做过这样的善事 你们还敢嫌贵 老夫也看出来了 你们家就是表面光 其实没有那么多银子 想着你们家里的日子不宽裕 这才没有跟你们算得那么清楚 既然你们不识好歹 那咱们就一笔一笔地算吧 说吧 立刻喊来自己的徒弟 老三 把田惠尔的账本拿来 一笔一笔地跟他们算清楚 要是他们敢赖账 咱们就报官 是 刘大夫的三徒弟 拿了田惠尔的账本过来 跟田喜望一家算账 结果光是昨晚他们吃的人参炖鸡 就要二十六两银子 鸡虽然不贵 可人参却是用的医馆里的上豪野山餐 你们说田惠尔晕倒了 只能吃流食 要给他喝人参鸡汤 我们说了 可以卖给你们一碗 可你们贪嘴 说自己也没有吃饭 就连锅端走了 等药童通知我 我赶过去要劝你们的时候 就只剩下一堆嚼碎的鸡骨头了 这家人比较狠 是连鸡骨头都不放过 要嚼碎了 吸完味道才会吐掉 田喜望听到人参炖鸡要这么多银子 差点吓晕过去 指着柳大夫的徒弟骂道 鹅人 鹅人啊 这么贵的东西 我们吃的时候 你们咋不说 柳大夫的徒弟冷笑道 吃之前 药童跟你们说过了 你们吃完后 我也跟你们说了 人参炖鸡很贵 可你们说家里有贵婿 贵婿家里的银子堆成了山 你们不差那点钱 旁边的一个药童 还指着田喜望的儿子道 你家儿子今天早上 还去我们医馆厨房翻了一遍 煮了我们十个鸡蛋 要不是厨房的人拦着 他得把我们厨房的一拦鸡蛋都吃光 又吃了十个鸡蛋 柳大夫快气死了 指着自家徒弟道 老三 寄上去 这田家小子是 饿死鬼投胎吗 一次吃十个鸡蛋 感情吃的不是你家的蛋 你是一点不心疼 不能寄 不能寄 田喜望急了 不想给鸡蛋钱 外屋正乱糟糟地算着账 田会儿就被田喜望媳妇扶出来了 田会儿看向柳大夫 问道 大夫 我可是中毒了 他不蠢 知道自己是被顾经理 用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后才晕倒的 因此听说柳大夫昨晚给自己咽过毒后 立刻出来询问 柳大夫看见他 心里很是不喜 却还是回道 你没中毒 好得很 田会儿皱眉 我不信 柳大夫听罢 气得想拿针扎晕田会儿 你个小丫头 你还不信了 老夫昨晚为了查验 你有没有中毒 可是浪费了个把时辰 费了不少发毒的药材的 全都给你验过了 你没有中毒 又加上一句 要是不信 你就去京城找御医给你验毒 在江淮 你是验不出来的 因为老夫不裁 乃是江淮对毒素最有研究之人 就是这么厉害 田会儿听得皱眉 把自己的手递给柳大夫 道 大夫 昨晚我被人扎了一针 真的是因为这个才中毒的 你看看 我的手腕 还有一个针眼 柳大夫不耐烦地道 你的手腕上 可不止一个针眼 而是一堆针眼 昨晚为了救你 我给你行过一轮针 把手腕上的穴道都扎了一遍 所以 这时候你让老夫来给你看针眼 你故意找查吧 柳大夫懒得跟田家人废话 说道 老夫给你们两条路 一是麻溜地付钱走人 二是继续赖账 老夫把你们告上官府 让你们坐牢底欠账 不能告官 不能告官啊 田喜望一家 还是很害怕官府的 要是被人告了 他们这种刚刚熟身的人家 是一进衙门 就得先被打一顿的 田会儿也害怕上公堂 他一个姑娘家 要是被人告上公堂 堪比被卖进娄子里接客 是坏了清白的大事 因此 田会儿想了想 道 大夫 我家没带那么多银子在身上 还请您派药桐去顾家 田会儿顿了顿 不知道这让医馆的人 去顾家要银子的做法好不好 田喜望媳妇听罢 却是笑呵呵地道 柳大夫 顾家小子就是我未来的女婿 我们昨天还在他家做客 你派人去顾家 把霍儿生病的事告诉他们 他们一定会送银子来 顾家 顾暗首家 柳大夫皱眉 很是不相信他们的话 你们没疯吧 那顾暗首 怎么可能是你家的女婿 就算顾锦安眼睛再瞎 也不能瞎到这份上吧 田家人一看就是吸血虫 跟田家结亲 顾家就算有金山银山 也不够田的 田喜望媳妇道 咋就不可能是 我家女婿 我家花这么好看 哪里配不上顾家小子了 柳大夫冷哼 哪都配不上 田花听到这话 脸色很是不好 静默一会儿 压下心中怒火后 对柳大夫道 大夫 我们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医药钱 在府城只认识顾家 您老派药童去吧 就说 我家向他家借银子救命 田花把药钱改成了借钱 而这一改 他能得到两个好处 一是靠着柳家医馆去顾家的事 告诉全城的人 他跟顾锦安的关系不一般 让全城百姓误会他们是未婚夫妻 二是借银子名头好听 不会惹顾家反感 顾大山跟崔氏都是好说话的人 听说他家是借银子救命 一定会借 而他家还能通过还银子 继续跟顾家联系 不至于顾家离开府城后 断了两家的往来 第九八五章 新对象 柳大夫听罢 没有立刻让药彤去顾家 而是冷笑起来 你这丫头的心机够深的 竟是要算计老头子 让我们柳家医馆 去给你做先锋谋顾家 填话大惊 没想到柳大夫会看穿他的心思 急忙否认道 柳大夫误会了 话没有这个意思 实在是在府城 我们只认识顾家 如今遇到难处 只能求助他们 说着眼圈一红 泪水一涌 掉起眼泪来 看着毫不委屈 柳大夫是腻外急了 轻蔑地道 哭什么哭 整个我们医馆要谋害你们似的 又道 小姑娘 你想要谋那顾案手 老夫不会阻拦 可你错就错在 想要利用我们柳家医馆 你也不去打听打听 我柳家医馆是那么好利用的 剑田话想要否认 又道 你别急着喊冤 就你这点伎俩 老头子活了大半辈子的人 能看不出来 更厉害的手段都骗不我 你还是省省吧 我不会上当 田喜旺一家是脸色通红 指着柳大夫道 你个老头子胡周什么 你这是在坏我家话的名声 呸 你女儿还没跟顾案手定亲吧 可你们却一直嚷嚷着 顾案手是你们的女婿 这不是在败坏你家女儿的名声 柳大夫觉得自己是个好人 因此很善良地提醒他们一句 顾案手是同声老爷 在大楚是有功名的人 你们没有聘书跟定亲信物 就敢这么胡说八道 要是他去衙门告你们 你们轻则被打 重则流放 大楚的阶级制度很严格 奴级不得取良级 白神想要状告身有功名者 要先打杀威棒 而白神敢诬赖身有功名者 会被重判 田喜旺一家听罢 是吓得不轻 连田话也被吓到了 可他不服 他不过是想嫁给一个 有前途的才俊 带着全家过上呼怒唤臂的日子 有什么错 难道非得让他过着苦日子才行吗 田话很是不服 想要争辩 又压抑着没有开口 柳大夫看着他愤愤不平 还带着怨恨的脸 冷笑道 老夫说过了 你想过好日子可以 你想去蘑菇按手也可以 但你休想利用我们医馆 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 你只想着算计所有人 来让自己过上好日子 可你从来没有想过 别人乐不乐意被你算解 这话比当众杀耳光 还要让田话难堪 一双好看的信念 是含着英智盯着柳大夫 柳大夫丝毫不怕 他又没错 怕什么 柳大夫不再理会田喜旺一家 而是吩咐自家徒弟 去把原家贵找来 想来他会付这笔银子 原家贵 田喜旺一家 曾经一起上公堂去撞告过顾老太 这事经过说书先生一说 满府城的人都知道了 也知道原家贵他们赞助的地方 去把人找来 不过是半个时辰的事 柳大夫之所以这么做 是舍不得银子 虽然把田喜旺一家 投入大牢很爽 但他会亏本啊 是 柳大夫的三徒弟 立刻带着一名药童去找人 田话急了 想要去阻拦 却被几个冲出来的药童 用木棍拦住 田喜旺媳妇 像是抓住柳家驿馆的大把柄般 叫道 好啊 你们还敢拦着我们 你们这是囚禁 是犯了刑律的 毕竟是在待家坐过下人的 田喜旺媳妇也知道囚禁二字 柳大夫道 你们欠钱不还 身为你们的债主 老夫有资格把你们关起来 直到你们还钱为止 都给我进去 等原家贵拿银子来了 你们就能走 田喜旺一家都是凶悍的 想要硬闯 可被药童们打了几棍子后 又怕痛得乖乖回屋 不过 田喜旺的儿子道 爹娘 其实让原老头拿银子 来数咱们挺好的 听说那个叫啥三郎的 多给了他一笔银子 得到的银钱比咱家多得多 那是应该的 且咱家也赚到了 田喜旺夫妻一听 觉得对啊 立刻夸道 还是咱儿子聪明 可田会儿杀了他们的心都有了 一群扶不上墙的烂泥 就只会盯着一点银头小利 要是能拿下顾锦安 得到的可是金山银山 不过 你说的三郎是秦三郎 他给了原老头多少银子 田会儿突然问道 田喜旺的儿子挠挠头 道 不太清楚 听原老头的孙子说 那是一笔能把他养大 且能让他取上媳妇的钱 哎哟 那可是不少银子呢 少说也得有一百两吧 田喜旺媳妇 是眼睛都亮了 又气道 咋咱家没有 都是一起来作证的 这样不待咱们 小心咱们 把他们请我们来作证的事 说出去 田会儿却是心思一动 回想起那个 把他们接来的秦三郎 模样很是英俊 就是煞气太重 看着很凶 但年纪轻轻 已经是百户大人 顾家的银盛 也有他的一份 爹梁兄弟都死光了 家里就一个爷爷 要是他嫁过去 不用受婆婆的气 是一进门就能掌家管钱 田会儿发现新对象后 是一扫之前的阴霾 心花怒放 整个人都透着一股紫愉悦 哼 顾家看不上他是吧 那他就另外找一个 想来秦哥哥是个武将 定是爱他这种娇弱姑娘的 只要他在他面前哭上一场 再那么一晕 定能把这个粗人的心肝 给牢牢抓住 成功嫁去秦家做百户夫人 不得不说 田会儿是个牛人 为了能过上好日子 是狙击所有年轻有为的好后生 半个时辰后 袁家贵匆匆赶来了 看见田家人后 是恼怒得道 你们是刚过上两天好日子 就想找死啊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 以后你们家是生是死 都别再来找我 柳家医馆的人找到他 把田喜忘一家的事 告诉他的时候 他真真快气死了 这田家当真是野心不小 竟然敢打顾锦安的主意 人家可是俯案手 将来的秀才公 他田家是什么 刚刚被熟身的奴才 良民户籍还没捂热呼呢 就敢嚷嚷着 顾锦安是田家的女婿 疯了吧 田喜忘一家 还指望着袁家贵 给他们复一要钱 是被袁家贵骂了 也没有还口 只催促着 袁老 您赶紧救救我们啊 这柳家医馆讹人 呸 你们可闭嘴吧 事情我都知道了 你们要是不想去坐牢 就老实待着 袁家贵骂完他们后 给柳大夫赔礼道歉 柳大夫 对不住了 乡下人不懂规矩 您别动目 又问道 这一要钱一共是多少 第986章 运气好 医药费已经重新算过 比之前的30两多了很多 整金30两 药前8两 验毒前10两 住宿前5两 人参鸡汤前26两 一共是79两银子 袁家贵大怒 指着田喜忘一家骂道 你们还敢吃人参鸡汤 那人餐可是老爷们吃的好物 你们也敢下口 田喜忘道 这不是花病了吗 得吃点好的 我们这才吃了鸡汤 谁知道他们医馆的鸡汤这么贵 简直是 额人两个字还没说出来 就被袁家贵给打断了 闭嘴 再敢多话 这银子 你们自己出 袁家贵是厌恶死了田家 当真是扶不上墙的烂泥 靠着顾家熟了身 买了宅子耕地 不想着好好过日子 却想着怎么算计顾家 他们知不知道 顾家有本事给他们熟身 并弄到新户籍 就有本事让他们消失 田喜忘媳妇笑道 我们这不是心疼你老的银子吗 这79两银子 可不是小数目 可是你腿子一辈子都挣不到的巨款呢 一个刚被熟身出来的奴才 就敢看不起你腿子 你腿子起码是良极 比你这做过奴才的人强 田喜忘媳妇说完 又试探着问道 袁老 听说秦家小子给了您一笔银子 给的挺多的吧 要不您砸有银子 帮我们家付一要钱 袁家贵冷笑出声 哼 谁说老头子要给你们付一要钱 啥 您不帮我们给银子了 哎呦 你怎么能变卦 这不是要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吗 田喜忘媳妇是哭叫出声 指责袁家贵 你别想说话不算数 要是不给这笔银子 就是要了我全家的命 袁家贵见田喜忘媳妇撒泼 当真是不想帮他们了 可他要是不帮 田家人就会去顾家闹 那顾锦安的名声就要受牵连 算了 还是他先扛下来吧 不过 我最多给你们出五十两 剩下的二十九两 你们要自己给 别想跟老头子哭穷 你家得了多少钱 我心里有数 老老实实把这二十九两给了 不然你们就得给七十九两 田喜忘夫妻不想给 想要狠狠戏袁家贵的血 可田话却道 爹娘 原爷爷帮了咱们这么多 你们就别再闹了 把银子给了 咱们赶紧回去 秦哥哥似乎对原老头不错 他可以用原老头来接近秦哥哥 田喜忘的儿子舍不得钱 不想答应 可被田话英致的目光一瞪 是吓得一哆嗦 不敢再说话 最终 田喜忘夫妻一人拿出一半的银子 给了柳大夫 柳大夫收了银子后 对原家贵道 看看吧 他们家是有银子的 就是不想给 田喜忘一家听罢 脸色涨红 怒道 你个庸医 银子已经给你了 还不闭嘴 找打是不是 哼 柳大夫冷笑一声 直接吩咐自家徒弟 老三 给我打出去 以后不许他们再登咱们柳家医馆的门 再放话出去 让全城的医馆 药铺 大夫都小心着点 这田喜忘一家 喜欢赖药钱 田喜忘媳妇 是个能闹腾的 听到这话 哪里肯罢休 是张口就想骂人 却被药童的棍子给打了 砰砰几声后 田家人被狼狈地打了出去 袁家贵拿出一张五十两的银票 递给柳大夫 给您添麻烦了 柳大夫没收 你留着吧 原本就是 只想收他们三十两银子的 是他们自己找死 非要逼着老夫跟他们细算 如今已经教训过他们 你的那份银子 不用给了 袁家贵很是震惊 又给了一回 见柳大夫不收后 这才收起银票 对柳大夫公身行礼道谢 多谢柳神医 柳大夫正在心里骂自己太善良 不该不收这五十两银票 听到柳神医三个字 眼睛是盯一下就亮了 拽着袁家贵的手离开屋子 去了前铺 给他拿了十包药 来来来 不要客气 拿着拿着 吃完后 你的身体会比之前好很多 袁家贵有点猛 这柳大夫 怎么突然这么大放 前铺的药童们也惊了 这 柳大夫他竟然大放了 他是疯了吗 不过 在袁家贵喊了一声柳神医后 药童们的震惊没了 继续忙着手里的活计 柳大夫最讨厌别人说他不如萧大夫 最乐意听到别人喊他神医 或者是说 萧大夫不如他 每次听到 都要给人免费看诊再送个药的 你不收还不行 不收就是看不起他 那句神医就不是真心喊的 袁家贵猛了片刻后 也回过未来 笑着把药收下了 老头子多谢柳神医 是说了不少好话后 这才离开 田喜望一家没有走 在外面等着他 见他拿着这么多药出来 更加认定他得了秦三郎不少银子 没想到啊 秦家那个冷冰冰的小子 这么有钱 田喜望感慨道 可袁家贵根本不搭理他们 是快步回了住处 他们住在城西的 两座相邻的小院子里 小院只有三间屋子 院墙是用土砖围起来的 跟城东 城南 城中的大宅院不能比 是专门租给一些市井小民住的 一个月五百大钱 邮安给他们付了三个月的租金 爷爷 您回来了 袁家贵的孙子恩哥 看见自家爷爷回来了 赶忙出来接人 袁家贵笑着摸摸他的头 道 哎 爷爷回来了 小河呢 身子可好些了 袁家是有一对孙子孙女的 孙女年纪比较小 又逃过慌 身体很是不好 时常会晕倒或者呕吐 妹妹很好 还说要学着给咱们洗衣服呢 恩哥接过袁家贵手里的药包 抱着进了院子 田家人想要跟进去 却被袁家贵拦住了 站住 咱们两家关系断了 以后别再来往了 田家人听到这话 脸色很不好 要不是有田会拦着 肯定要破口大骂 等他们回到自己的住处后 田喜旺不解的道 华 你拦着我们做啥 那袁老头 就是个不识好歹的 田华笑了起来 把自己盯上秦三郎的事说了出来 又道 咱们得向袁老头套话 所以不能硬来 惹极了他 他不帮咱们咋办 最后还说了一句很有学问的话 小不忍则乱大谋 咱家如今得先忍着 第987章 秦哥哥 田喜旺夫妻听罢 立刻夸道 还是咱们华聪明 脑子一转 就又给咱们转出个金龟婿来 成 咱们听话的 你咋说爹娘就咋做 当初顾家人找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还害怕顾老太 不想惹上官妃 是不愿意来作证 但忽儿说了 戴家不行了 跟着戴家过不上好日子 他们得靠着顾家赎身 再另谋出路 结果就赎身成了良极 有了宅子根地 还有一笔银子 日子过得可比在戴家的时候好多了 不用再低声下气地看管事的脸色 不过 袁老头那个老不死的 已经说了不跟咱家来往 咱们还怎么去找他套秦三郎的情况 田喜旺发愁地道 田话笑了 爹不用担心 女儿自有办法 袁家贵虽然厌弃了他们 但袁家贵在意自己的一对孙辈 那个袁小和身体不好 他做个养身粥水给他送去 袁家贵还能不给他开门 田话是个敢想敢干的 也生怕耽误下去 会错过秦三郎这个好夫婿 立刻说扶自家老娘 拿银子去买东西熬粥 田喜旺媳妇是心疼的不行 咒骂了袁小和几句 但想着能用一碗粥调到金龟絮 他也就心甘情愿地去买米买鸡了 不得不说 田话的运气很好 是鸡肉粥刚熬好 秦三郎就亲自上了袁家的门 不过顾经理也在 他们是来找袁家贵商量事情的 二庆去袁家叫门 秦三郎则是掀起车帘 看着车厢里的顾经理笑道 到了 下来吧 顾经理被困在宅子里有一段时日了 好不容易等到秦三郎回来 崔氏松口放了他出来 他因此很是高兴 一手握住秦三郎的手臂 从罗车上跳了下来 冲他笑道 瞧瞧 我这身手还是这么的干脆利落 秦三郎笑了 嗯 小鱼的手上功夫最厉害 一边夸着他 一边牵着他的手向着袁家走去 不多时 恩哥来开门 看见秦三郎是惊讶不已 恩人大哥 是你 他回头正要冲屋子里喊袁家贵 却被秦三郎拦住 别喊 我们跟你进去 见你爷爷就成 找他老人家有事 恩哥很是听话 立刻把秦三郎他们请进屋里 恩哥 谁来了 袁家贵正在家里 磨着一套给牲扣看兵用的刀具 一抬头就看见秦三郎他们 是惊得站起身 恩人 你咋来了 秦三郎没有浪费时间 直接把来一说了 您老那一手给牲扣看兵的本事 很是厉害 我想请您老帮我交几个人 不会让您老白叫 每个月会给您十两银子的工钱 等您老把他们交出师后 还能拿到五百两鞋师银子 他在其他地方的庄子上养有马 将来还会养很多 而马金贵并了一匹都是大事 所以他急需袁家贵的这一手本事 但马在大储市君资 除了军营以外 连薰贵 世家都不能大匹养殖 他一个小小的百户 名下最多能有三匹马 多出来的 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斩首 所以他不可能让袁家贵去养马的 亲自照料马匹 只能买他的手艺 让手下的人跟着他学 袁家贵这一生 最得意的 就是自己有这么一手本事 以前在西北老家的时候 有不少人捧着银子来求他收徒 他都没有答应 不过秦三郎对他家有恩 他自然是欣然应下的 恩人救了我们祖孙三人 你有事吩咐就成 银子不银子的 不用提 秦三郎摇头 您老肯倾囊相授已经足够 银子是一定要给您老的 他看了恩哥一眼 道 您老总得为恩哥和小和想想 袁家贵最疼这对孙子孙女 听了这话后 没有再坚持 答应收下银子 承诺道 恩人放心 老头子定会倾囊相授 绝不敢藏私 秦三郎听罢 很是满意 又跟袁家贵道 明天会有人来接你们 把你们一家 送去未来三年里要住的地方 袁家贵知道 秦三郎是个利落的 没有多问 只点头英试 顾经理在旁边听了一会儿就走了 由恩哥带着 去了袁小和的屋子 给他把麦看着 袁小和没见过他 很是紧张 可见他长得好好看 心里的紧张又很快没了 姐姐 我 我会死吗 袁小和看着顾经理给自己把麦的手 小小声地问道 啊 顾经理笑了 不会 你根本就没啥病 就是吃得不好 身体亏空的厉害 这才老是晕倒的 袁小和老是晕倒的事 他是听秦三郎说的 说是袁家孙女 再来河安府的路上晕过两回 身体不太好 他想着 秦三郎需要用到袁家贵的本事 就跟来给袁小和看病了 他相信 只要他们对袁家人好了 袁家贵就会亲力帮秦三郎 顾经理又道 我给你开两个药方子 一个药方只需要吃三天 另一个药方吃上一个月就成 等一个月后就能停药 再每天多吃点肉 但 你的身体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不用担心啊 袁小和很瘦很瘦 除了是逃荒的时候 身体亏空以外 还因着肚子里有虫 吃三天药 把虫打出来 这病就能好上一半 袁小和乖巧地点头 嗯 小和听姐姐的 一定乖乖吃药 恩哥在旁边听着 心里是感激得不行 正要给顾经理下跪道谢 就听到田药的声音 小和妹妹 霍儿姐姐来看你了 给你熬了鸡肉粥 可香了 你出来开开门 田药拎着一个篮子 穿着一身干净的白色压红边的裙子 有些委屈地 站在袁家大门外 心里是把尤安骂了个半死 该死的狗奴才 竟然敢拦着他 给他等着 等他嫁给秦哥哥后 非得整死他这个狗奴才 秦三郎听到田药的声音 皱了皱眉头 袁家跪见状 知道秦三郎是不喜田家人 秦三郎点点头 您老请便 袁家跪立刻起身 来到院门口 隔着竹门对田药道 把你的粥拿回去吧 我家里有贵客 不方便让你进来 田药很是恼怒 却又很快问到 贵客 可是秦家三郎 袁家跪以为田药只喜欢顾锦安 没想到他是换了目标 盯上了秦三郎 便放下戒心 点头道 嗯 正是秦恩人 他的脾气 你家很清楚 不是个好惹的 你赶紧走吧 可田药哪里会放过这个机会 是冲着院子里喊道 秦哥哥 是你吗 我是田家的田药啊 秦哥哥 噗 顾锦理听到这三个字 差点笑抽了 田药你牛啊 这件人就叫哥哥的本事 也是没谁了 第988账 滚 秦三郎的脸色彻底黑了下来 很快起身 来到袁小河的屋门口 看见里面笑得欢乐的顾锦理后 脸上又扬起笑容来 他还担心他会生气呢 结果他却把这事 当成了笑话看 顾锦理察觉到他的目光 转头看向他 冲他眨眨眼 道 你的田妹妹来了 不出去见见吗 秦三郎一脸要吐了的模样 我不认识什么田妹妹 什么哥哥妹妹的 恶心死了 就算有人要喊他秦哥哥 那个人也只能是小鱼 顾锦理嘖嘖 好无情 人家可是巴巴地跑来找你啊 你不敢动就算了 竟然还嫌弃 也不怕田妹妹伤心 顾锦理说完这句做做的话 自己都忍不住哈哈笑了 秦三郎见他又笑了 彻底放下心来 小鱼很信任他 即使有女人跑来喊他 秦哥哥也不会怀疑他 他的心里暖暖的 很是高兴 可是 为什么小鱼不生气 他是不是不在乎他 秦三郎的心痛了起来 脸上有些沮丧 怎样才能让小鱼吃醋 而顾锦理 则是乐得看见他 这副少年慕爱的模样 院门口 原家贵气得不轻 看着田花道 田家丫头 你一个大姑娘家家的 怎么能大喊一个外男哥哥 你什么巨星 还要不要点脸面 原本以为田花是个姑娘家 会比田喜望他们要脸 没想到 也是个把脸皮扔掉彩的 田花根本没有心思搭理袁家贵 只着急的 等着秦三郎出来 可见他久久不出来后 只能继续喊着 秦哥哥 是我 田家的花妹妹啊 就是那个你帮着熟身 还一路护送着来和安府的花妹妹 哈哈 不好意思 我真的忍不住了 顾锦理不想笑的 可田花说的话太好笑 他忍不住啊 秦三郎原本快吐了 可看见顾锦理笑得欢乐 脸色又好了几分 他道 你等等 言罢 立刻提气 中气十足 且冷肃非常的吼出一个字 滚 这个滚字穿透力太强 把田花的脸色都给下白了 这 难道秦哥哥不喜欢他 还有 他似乎听到了一阵笑声 那笑声清脆 一听就是姑娘的声音 好啊 原来是有狐妹子在屋里勾搭秦哥哥 难怪秦哥哥让他滚 可他田花会滚吗 自然不会 田花哭了 眼泪巴达巴达的掉 他的模样长得不错 哭的时候又很讲究法子 没有哭得邋遢 而是哭得凄美 瞧着 当真是吸紫落泪 让人好不心疼 原家贵梦了 看着田花道 田家丫头 你哭啥 你这般作响 岂不是惹人误会 田花要的就是这样 他就不信他站在这里哭 秦哥哥会不出来见他 而田花来之前 还交代过田喜望他们 等他一哭 就立刻去把乡邻的百姓喊出来 让他们来评评理 这人嘛 都是喜欢帮着弱者的 邻人出来看见他哭 定会觉得是他有理 继而帮着他对付屋里那个狐狸精 田喜望一家早就准备好了 分成三路 田喜望跟儿子田斗文去喊邻人 田喜望媳妇则是冲了出来 跑到原家院门前问道 花 你这是咋了 咋哭了 赶紧告诉娘 娘一定给你讨公道 田花不答 只是哭着 哽咽委屈地道 娘 女儿 女儿没事 你个傻丫头 又在骗娘 你定是被人给欺负了 不想家里人担心才这么说的 田喜望媳妇看向原家贵 质问道 原老 你也太不厚道了 怎么说咱们都是同乡 会儿还喊你爷爷的 他不过是想进去见见救命恩人 你怎么能不让他进去 还把他给弄哭了 原家贵气得不轻 指着田喜望媳妇道 你别血口喷人 我何时欺负过他 又冷笑道 你刚刚出来 咋就知道 我家来的是田花的恩人 你家怕不是又想来攀扯富贵后生吧 田喜望媳妇真是疯了 为了过上好日子 是连脸面都不要了 全家帮着田花做这种不要脸的事 且先前在屋里聊天的时候 秦恩人已经说了 他已经定亲 而顾家姑娘 就是他为过门的妻子 瞧着秦恩人说 这话时的模样 心里定是对顾家姑娘很是喜欢的 是笑了三回呢 说完还回头看了 在小河屋里 给小河把卖的顾姑娘 原恩也跑过来道 田家伯娘 霍尔姐姐连我家的门都没进 我爷爷怎么欺负他 再说了 恩人哥哥也不想见他 已经让他滚了 这话说的 田喜望媳妇 是脸色胀红了一息 可很快又耿着脖子骂道 你个小屁还懂什么 大人在说话 你多什么嘴 赶紧滚 原恩被骂 气得鼓起了脸 正要争辩 田喜望跟田窦文 就带着四林来了 指着原家大门道 各位父老乡亲 你们快过来看看啊 原家欺负人啊 拦着我家伙不让进去 给恩人谢恩 秦恩人帮过我们田家 他原家贵 凭啥不让我们家伙进去 给恩人道谢 田窦文跟着道 我家没啥恶意 就是知道恩人来了 想去道谢罢了 且不是空手来的 我家妹子还带着鸡肉粥给原家的 原家就开个门 让我们进去 又能咋样 街放四林听罢 觉得很有道理 又看见田花长得不错的年轻后生 是立刻过来帮忙 对原家贵道 原老头 你怎么回事 那秦恩人又不是你家的 你怎么能拦着田妹妹 不让她进去 这里是承熙 穷人多 有不少后生都没娶上媳妇 一个个瞧见田花长得不错后 是都来帮忙 想来个英雄救美 最后抱得美人归 这个后生刚说完 另一个后生就接着说道 对呀 原老头 你这般毒 可是为老不尊的 这怎么就为老不尊了 会不会用成语 还有更狠的是冲着屋里喊道 那位秦恩人 事情是因你而起的 你赶紧出来 别躲着做缩头 乌龟两个字还没说出口 就被尤安一招料到 喷一声 那人是被尤安一膝盖 踢到离地一米 再狠狠地砸下来 被砸的后生 是痛得脸色扭曲 趴在地上爬不起来 来看热闹的街坊 四邻都惊了 纷纷退开 跟原家保持一段距离 第989章 怎么能对他下毒手 不过 那些冲着田花来的年轻后生 虽然害怕 可为了能得到田花的青睐 是大着胆子指责尤安 你 你是何人 怎么能打人呢 还有王法吗 尤安目光一转 冷冷看向这些人 轻蔑道 不服你们就报官 看最后丢脸的人是谁 那些人都被尤安的目光 跟狠话给吓到了 一时间不敢说话 田花也吓得不轻 在他的计划里 秦哥哥这边的人 一定不会动手打人 只会迫于街坊四邻的压力 出来见他 只要秦哥哥出来 看见他哭泣的模样 一定会心软 而只要秦哥哥心软一次 他就有把握 把秦哥哥收入囊中 可如今 秦哥哥的吓人竟然打人 让他怎么办 田花是个聪明的 不敢真的闹上官府 是立刻对尤安道 尤大哥您别动怒 都是花不好 又对那些后生行礼道 花多谢诸位的帮忙 可这是田家跟秦恩人之间的事 还能诸位不要插手 田花很会说话 这话一出 再配上他含泪的哀求模样 把那些年轻后生 给心疼得不行 田家妹妹 你受委屈了 你放心 我们就在这里等着 你要是需要帮忙 喊一声就成 尤安冷笑 一群傻子 被个女人耍得团团转 且还是个没有姿色的女人 没错 在大多数人眼中 算个美人的田花 到了尤安眼里 就成了没有姿色的女人 不是尤安故意贬低田花 实在是顾家人长得太好看 不说小冬家跟顾锦绣 连顾锦安都好看得胜过不少美女 见惯了顾家人的尤安 在看田花 只觉得她有病 她是哪来的信心 觉得自己 能比得过小冬家 不过 小冬家彪悍 是不会让田花 占到一丝便宜的 这么久 没有发话 定是在想着什么损招 来对付田花 尤安猜的果然没错 不过几夕的功夫 二庆就出来了 对原家贵道 原老 小冬家说了 要是田家人 不怕承担后果的话 就放他们进来 瞧 小冬家很善良的 对付你之前 还会先问过你一声 你乐意了他才会对付你 二庆都快被小冬家 给感动哭了 田花听得有些犹豫 总觉得这是个陷阱 田喜望媳妇听爸 是立刻说道 我们家愿意承担所有后果 快让我们进去 严霸氏拽着田花 等原家院门一开 就冲了进去 田喜望跟田窦文 也急忙跟上 要不是顾忌着田花的交代 看着他们兴奋的 张嘴巴的模样 那贤婿 媚婿的称呼 铁定会立刻喊出来 不过 田喜望跟田窦文 没能进屋 尤安拦住他们 道 站住 你们在外面等着 里面有女眷 怎么可能让这两个 恶心的玩意进屋 田喜望跟田窦文很生气 想要大骂尤安 可想到他先前 打邻居后生的模样 又吓得不敢说话 只能乖乖站在院子里等着 屋内 秦三郎坐在顾经理旁边 看着顾经理 而顾经理 则是单手撑着下巴 看着田花 田花看见顾经理 心下一沉 果然是这个贱人 然后下意识地后退了两步 显然是忌惮顾经理 在给他扎毒针 顾经理见状笑了 原来是个会怕的 那就好办多了 田喜望媳妇 是听得云里雾里 不过没有细想 是拉着田花走了过来 直接对秦三郎道 秦恩人 总算是又见到你了 你都不知道 这段时间 我家花有多想你 是想的都吃不下饭 你要是再不出现 花他都要饿死了 破 顾经理笑了 看看秦三郎 见他握着拳头 一副快要爆发的样子 赶忙按住他的手 安慰他 秦三郎这才好了一些 没有立刻动手 田花看见了 眼里升起英质 扯了扯自家老娘的袖子 田喜望媳妇 是立刻指着顾经理的手交道 顾二姑娘 你一个未出格的姑娘家 怎么能摸外男的手 你这是要被禁猪笼的 秦三郎已经抽刀子了 顾经理笑道 这是我男人 我们已经定清了 为啥不能摸 我这个正牌未婚妻不摸 留着给你女儿摸吗 啥 田喜望媳妇惊了 你 你们定清了 不可能 田花忍不住了 开口说道 秦哥哥根本没有定清 你不是他的未婚妻 砰一声 秦三郎是一掌 拍碎了旁边的椅子 施舍了田花一句话 再嘆喊某哥哥 让你后悔一辈子 而他说话的时候 一直看着顾经理 根本没看田花一眼 他恶心 田花惊了 没想到秦三郎对他 竟然是这种态度 更没想到自己的对手是顾经理 这个长得像个狐狸精 本是比他大了很多的人 可田花不想放弃 顾经安他已经谋不到 要是再错过秦三郎 他还能嫁给谁去 难道真的要是去救七康明 或者顾德兴 可他们两个的学问 都比不上顾经安 家里也要靠着顾经安加过日子 家境比顾经安跟秦三郎低了几等 他田花要就要最好的 绝对不将就次等 因此 他大着胆子问顾经理 定清了是好事 可花却没听说秦家大哥定清的 你们可有聘书或者定清信物 顾经理笑了 直接拿出秦三郎送他的红色珍珠簪 手腕一转 在空中画出一个弧度后 簪入发际里 这就是秦小哥给我的定清信物 原本是不想戴的 毕竟是价值连城的好东西 生怕戴了 被你们这些想要攀高门的新妻女看见 会在心里酸死 可你既然想要自取其辱 那我只能成全你 说完这番扎心的话后 他还笑着问田花 好看吗 是不是很羡慕 快要酸死了 田花虽然心机深 可也不过是个未出嫁的姑娘家 听到这话 脸色绷不住了 一声见人是脱口而出 而秦三郎的刀子也杀来了 搜一声 直接削掉田花的一只耳朵 啊 田花吃痛 惨叫出声 看见自己掉落的耳朵后 差点就晕死过去 耳朵 他的耳朵 秦三郎竟然削了他的耳朵 他长得就算没有顾经理好看 却也是个美人 是把戴老爷 承熙街坊四邻的男人 给迷得晕头转向的 秦三郎怎么能对着他 这样的娇弱姑娘下毒手 田花是个赌徒 他赌的就是 秦三郎跟其他男人一样 对美人无法抗拒 即使定了亲 不能明着对他好 也会在心里心疼他 可秦三郎没有 他就是个阎王 一个对美人都能下毒手的阎王 第九百九十章 这得碎了吧 田花哭了 哭得好不伤心 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结果 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 而他自认聪明 所算计过的事 九成九都是成功的 事故经理 全是因为这个贱人他 才会栽了的 秦三郎被田花恶心的不行 觉得他的哭声太过过躲躁 削完田花的耳朵后 对二亲道 把这个东西扔出去 这个东西 小哥哥 这是个人啊 顾经理实在忍不住 又笑了 田花听到他的笑声 立刻转头怒瞪着他 眼里满是怨恨 正要放狠话 二亲就道 我劝你在骂人之前 最好为你的另一只耳朵想想 你的脏话一出口 你的另一只耳朵 绝对保不住 在主子面前骂小东家 田花当真是活腻了 田花听罢 吓得一哆嗦 想起自己骂顾经理 见人被秦三郎割掉耳朵的事 一时间那些恶毒的话 是不敢再说出口 二亲上前 一把拽起他 滚 你没资格待在这里 没资格待在这里 田花听到这话疯了 不断挣扎着 回头冲着顾经理吼道 我做错了什么 我只是想过好日子 有错吗 为什么 你要一次次地坏我好事 顾经理听罢 眨了眨眼 秦三郎知道 他这是被田花的话给震惊蒙了 就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 田花会把错怪在小鱼的身上 还怪得这么真情实感 顾经理惊了一会儿 回过神来后 指出二亲把田花拖走的动作 道 你想要过好日子没错 你想要去算计人也可以 但你凭什么来抢走我家的好日子 凭什么来算计我们 就许你算计人 还不许我们反计了 反计了就是欺负你 真是笑死人了 我见过的白莲花不少 可你是最奇葩的哪一朵 别的白莲花算计被人拆穿后 还会羞愧或者求饶 就田花没有一点点悔改之心 反而把所有的错怪到别人的头上 还把他算计别人的事 当做自己想要过上好日子的努力 把一场算计整得还挺励志 可惜 他 他全家 包括秦小哥 都不吃这一趟 还有 你说自己想要过好日子没错 确实没错 但你是残废吗 不会自己去赚钱吗 你可知 我们秦顾罗田几家的营生 是我做出来的 所以 你省省吧 这几家的后生 你是谁的主意 也别想打 谁家敢娶你 我就能让谁家变成穷光蛋 田花惊了 根本没想到 秦顾罗田几家的营生 是顾锦理做出来的 怎么可能 顾锦理一个狐狸精 他怎么可能有这种本事 田花快崩溃了 他一直觉得 顾锦理就是比自己长得好看吧 没想到他这么有钱 田花快极度疯了 可他是个建了棺材 都不一定落泪的 是流着泪 看着秦三郎道 秦 大哥 花真的没有坏心 就是想要对你好 你不要 闭嘴 秦三郎恶心地快吐了 一张俊脸 是沉得滴出水来 扔出去 再看见这个东西一眼 听他多说两句话 他真会忍不住吐出来 秦三郎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这样 总之就是觉得很恶心 比吃了一块腐肉 还要让人作悟 田花没想到他的哭泣 换来的竟是秦三郎的嫌弃 他竟然嫌弃他至此 田花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脸 他这把代老爷给迷得不行的脸 在秦三郎这里 就这么不中看 是 二清趁着田花发愣的功夫 是把他压到门口 再按照吩咐 把田花扛起 扔到地上 喷一声 田花被砸到院子的泥地上 痛得不清 搜一声 一只带血的耳朵飞了出来 东一声 落到田花的脚边 二清道 你的耳朵 拿着 别脏了原家的屋子 田喜旺媳妇 是陪着田花进屋的 此刻 已经被吓傻了 是惨白着脸 被二清给踹了一脚 咕噜咕噜滚到院子里 田喜旺跟田斗文见状 全都吓傻了 等回过神来后 急忙冲了过来 看着田花 被鲜血染红的半张脸 以及他的那只耳朵 惊恐地问道 花 花你这是咋了 是谁欺负你了 告诉哥哥 哥哥去给你出气 言霸 立刻向着屋里冲去 可惜被油鞍拦住 不想死的 就给老子站住 二清则是站在屋门口 盯着田斗文 有他们两个人守着 田斗文是根本进不了屋子 只能在屋外朝着屋子里吼道 性情的 你给我出来 我家霍儿一个好好的姑娘家 被你割了耳朵 你要是不给个交代 我就告上 官府两个字还没说出来 田斗文就愣住了 他看见了什么 屋子里的那个姑娘是谁 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霍儿跟他一比 简直就是丑八怪 田斗文虽然跟着爹娘去过顾家 可男女有别 他没能进后院 而顾经理 虽然在二门口 拦过田喜望媳妇 阻止他娘把霍儿带进后宅 可当时他离得远 天色又有点黑 他只远远地看见一个年轻姑娘的身影 却没看清 那个姑娘的长相 此刻一见 当真是惊为天人 田斗文是看得愣神了 朝着顾经理伸出手 痴痴地喊了一声 美人 接着 他就悲剧了 秦三郎是脸色黑透 像是一尊燃烧着怒烟的恶神 从屋子里出来 一把扭住田斗文的手 咔一声 直接把田斗文的手弄脱臼 再一踹他的膝盖跟下腹 直接把田斗文给踢飞出去 喷一声 田斗文砸在地上后 还往后滑行了一米左右 最后是晕死过去 顾经理看得都疼了 得碎了吧 秦三郎把田斗文给踢飞的事 像是一惊悶雷 把所有人都给惊猛了 他沉着脸 迈着沉稳的步子 带着怒火的眼睛盯着田家人 哦 不想死的 今天就滚出河安府 否则我让你们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秦三郎是当兵的 自小就在军营里 混 一旦不笑 身上的煞气就会击中 此刻他就像个煞神般俯 看着田家人 把田家人吓得根本不敢吭声 田斗文砸 彻底惊了 没想到秦家小子这么狠 竟是当众就敢动起手来 他就不怕吗 第991章 烧户集 秦三郎还真的不怕 顾锦里也不怕 他们敢当众动手 就有本事把田家的事情摆平 田会儿心里很是害怕 但他不是个吃亏的人 做着最后一搏 是看着街坊四邻的 年轻后生们哭 他没有说话 就是哭 哭得是七七惨惨 再配上他七楚的模样 以及哀求的眼神 想要这些后生 帮他说话的意思是 崭露无遗 可这些年轻后生 在见识过秦三郎的可怕后 是连大气都不敢喘 有不少聪明的 已经转身跑了 那跑得比兔子都快 像是背后有鬼在追着似的 只有男人留了下来 这五个男人里 三个是中年大叔 不是娶不上媳妇的老光棍 就是死了媳妇的老官夫 他们是不嫌弃田会儿 被割了耳朵的 这少了一只耳朵还挺好的 起码田家不敢再挑剔 那他们能得到田会儿的机会 就大了很多 唯一让他们忌惮的 就是秦三郎 这后生不好惹啊 不知道等他气消后 他们去跟他说说 让他别把田会儿赶出府城 把田喜望夫妻 跟田窦文赶走就成 行不行 棍汉心里的算盘 是打得琵琶响 可就是没人开口帮忙 都等着捡好处 剩下的两个年轻后生 则是真的心疼田会儿 可他们也不敢开口啊 那个性情的太可怕了 他们可不敢跟他对上 而这剩下的几个男人 没能留多久 那两个年轻后生的爹娘 就找来了 是一边打着他们 一边骂倒 瞎了狗眼的东西 还不赶紧跟老娘回家 留在这里 被个仓夫耍得团团转吗 也就你们蠢 觉得田家的仓夫好 那仓夫一天天的啥事不做 就在街头巷尾的转悠 摆明了就是要吊男人 这样的女人娶回家去 你们是想替别人养多少野种 是骂骂咧咧地 揪着自家儿子的耳朵走了 余下的三个光棍 官夫是不想走的 可被犹安用刀子一下 也急忙跑了 田花看着他们跑掉的背影 气得差点吐血 他一直觉得自己 把街坊四邻的男人 给吃得死死的 觉得他们一定会帮自己 是死都没有想到 他们会在自己遭难的时候 甩手离开 狗东西 一群狗东西 平时只知道觊觎他的美貌 一个劲地来他家献殷勤 等要用到他们的时候 全都跑了 没中的狗东西 等他翻身之时 他定要这群畜生 不得好死 没错 田花是个狠人 到了此时此刻 竟然还不悔改 而是想着怎么报仇 拜托 错得是你好吗 你报个屁的仇啊 秦三郎看着田花 那带着怨恨与阴狠的目光 冷笑一声 原本还想着饶 这个东西一命 可这个东西不是个善类 留着就是后患 那就怪不了他了 田喜望媳妇终于回过神来 见自己儿子被打得晕死过去了 是哭天枪地 抱着田窦闻 指着秦三郎道 好你个秦三郎 竟然打伤 我家窦闻 我要去衙门告你 让衙门砍了你的脑袋 除非你赔钱 屋内的顾经理 大神 你别逗我笑诚吗 前面说的那般硬气 你紧接着就要钱了 要不要变得这么快 可惜 钱 他们不会给 是田家人自己找死 连这两次算计他家 他再对他们客气 他就不是人 秦三郎也不可能赔钱给田家 家里的银子 都是留给小鱼的 小鱼那么爱钱 要是他拿钱 赔给这群不要脸的东西 小鱼会生气的 尤安 秦三郎沉声吩咐 把田家的户籍烧了 再到林河府府补衙 去把田家的户籍给削掉 让他们变成留民 短短一句话 是把田家人的活路 都给堵住了 田喜望媳妇惊了 怒道 你个臭小子 你敢烧我家户籍 我跟你拼了 可他还没起身 尤安就抽刀子 夹在他的脖子上 再动一下 送你下地府 见田喜望媳妇还要再闹腾 又道 别以为我们不敢杀了你们 只要把你们弄成留民 杀了你们一家 根本就不会有人追究 田喜望媳妇听罢 彻底被吓住了 他们逃过荒 知道有不少灾民 是撑过了逃荒 却因为户籍丢了 最后变成留民 被人直接抓了去卖掉的 有反抗的 则是被直接打死 可田喜望媳妇不想做留民 是想到什么后 立刻道 我们已经是良级 又没有犯法 你们不可能 消得掉我们的户籍 二亲懒得跟他废话 直接去了田家 找出田家的户籍后 拿田家人面前 当着他们的面给烧了 烧完后道 给你们熟身的是我们 我们有本事给你们熟身 就有能耐 让你们成为留民 至于实际上怎么做 你们不需要知道 只要记住 你们现在已经是留民了就成 田家人见自家的户籍 真被烧了 是彻底崩溃了 哭喊不休 最后被尤安给打晕了 秦三郎见田家人晕了 只吩咐尤安 做得干净点 最后又说了一句 那个东西不用留 尤安知道他说的那个东西 是田话 点头道 是 属下明白 原家贵是亲眼看着田家人 把自己给做死了 心里很是震惊秦恩人的手段 但他不会说什么 秦恩人救了他一家 对他家有恩 且错的是田家 田家人理应受到教训 再有一个就是 只要他家不像田家人那么做死 那他们祖孙 只会从秦恩人这里得到好处 不会有丝毫危险 原家贵是经历过大难的人 看得开 因此没有给田家求情 而是给顾经理道谢 小冬家 多谢你了 要不是你 老头子还不知道 小和的身体太差 是因着肚子里闹虫了 顾经理笑道 这有什么好谢的 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 乡下的孩子 喜欢用手抓东西吃 原家又是逃过荒的 这一路上吃的东西 没有把肠胃给弄坏 已经是老天爷保佑 生了虫子很正常 就连他在安顿下来后 也给几家人抓过好几次的驱虫药吃 不然他们几家也要遭殃 顾经理把两张药方写了下来 又交代了原家贵 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后 跟着秦三郎离开了 他们走的时候 田家人已经被尤庵给弄走了 连地上的血迹 都用陈泥土给掩埋干净了 第992章 药方子 顾经理只是往院子的地上看了一眼 就跟着秦三郎上了罗车 小冬家坐稳了吗 努必要驾车了 尤庵不在 只能二庆驾车 他在听到顾经理的一声恩后 麻溜的一甩鞭子 驾着罗车离开 原家贵带着原恩站在门口送他们 直到罗车走没了影 才带着孙子进屋 交代道 恩哥 爷爷要去给你妹子抓药 等爷爷走后 你就关上门收拾东西 谁叫门都别开 街坊邻居定是要来问话的 你一句话都别说 今天的事闹得不小 街坊们虽然不敢得罪秦三郎 却是敢得罪他们家的 等会儿应该就会来发难 恩 爷爷放心 索尔一定守好家门 不跟他们说话 原恩硬着 把原家贵送出门后 锁门待在家里收拾东西 这条街的街坊门 比原家贵想的要心急得多 他刚出门 就被窜出来的三个光棍给拦住 那三个光棍 穿着脏道 发出油光的衣服 搓着手问原家贵 原老 你家今天来的人是谁啊 瞧着挺富贵的 这是搭上富贵人家了 原家贵不理会他们 想要绕过他们走人 那三个光棍却不干 拦住他威胁道 姓袁的 你别给脸不要脸 今天那个后生是啥来头 你给我们说清楚 还有田花去哪里了 又很是不要脸的道 你也知道我们盯了他很久了 你要是敢不把他的下落说出来 那就拿你家孙女来点 田花 那个小娼妇 一天到晚的在巷子里晃荡 那小妖妞的他们心痒得很 可不愿意放过他 原家贵听得震怒 他家小和才几岁 他们就敢这么说 是指着他们骂道 无耻之徒 我家又不欠你们的 你们凭什么这么威胁老头子 想要找田花 你们就自己出城找 他一家已经不在城里 不在了 三个光棍汉急了 什么时候走的 去哪里了 听说他家有宅子有地 还有一笔银子 这些东西都拿走了不成 还是被今天的后生给抢走了 你赶紧说啊 原家贵冷笑 你们还要不要脸 不但盯上了田花 还盯上了田家的家当 老头子告诉你们 他家的宅子根地已经没了 至于他家其他的事我不知道 只知道他家走了 你们想要找他就出城 嘿你个老不死的 给脸不要脸是不是 三个光棍汉 见原家贵是死都不说 恼羞成怒 撸起袖子就要打他 可原家贵还是不说 你们打我也没用 就算打死 我也问不出田家去了哪里 又警告道 我劝你们赶紧离开 要是敢动我一下 我东家的人 一定会把你们打得满地找牙 你东家的人 你东家是谁 三个光棍汉 有点被唬住了 原家贵 就是今天上门的那个年轻后生 他啥脾气 你们也知道 是个能下狠手的主 你们别出他眉头 不然有你们好看 三个光棍汉皱眉 开始动摇起来 可想了想又不甘心 在府城里 想要娶到个媳妇 可是很不容易的 正经人家的姑娘 不会嫁给他们 愿意嫁给他们的 又要很多彩礼 就算去买个丫鬟 即使买个坏了身子的 也要三两银子 他们可出不起 只能去谋田花 他们觉得田家是烂泥 今天又被人给教训了 田花还没了一只耳朵 只要他们威胁几句 田家一定会就范 因此 三个光棍汉犹豫一会儿 最终还是揪着原家贵的 一惊怒道 老不死的 你一定知道田家人去了哪里 赶紧说啊 不然我们不但揍你 还要抓了 你孙子孙女去卖 把他们卖到楼子里 得了银子后 我们再去买媳妇 原家贵气得发抖 可还是不说 三个光棍汉健壮 也不跟原家贵客气 动手就要打 可他们的拳头 还没打到原家贵 秦三郎的人出来了 不过三招就把三人打趴下 踩着一人的脸道 这是我主子的人 你们也敢动 不想活了就说 老子成全你们 说着 脚下一个用力 把那人的脸皮给踩破了 那人啊呀叫道 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啊 小的知道错了 您饶了小的这一回吧 天老爷啊 这人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他们怎么都没发现 那人听罢 又看向另外两个光棍汉 那两个光棍汉 是扑通一声 直接跪下了 好汉饶命 我们再也不敢了 我们不是故意的 实在是穷的娶不上媳妇 这好不容易盯上了甜话 不想白白错过一个媳妇 这才对原老动手 那人冷笑道 想要媳妇 想要甜话就自己去找 找原家人麻烦 算怎么回事 那三个光棍汉 听罢 又是一阵求饶 您就饶了我们吧 我们再也不敢了 那人吓唬了他们一顿后 道 滚吧 赶来原家找茬 打残你们 是是是 多谢好汉不杀真 三个光棍汉 是急忙跑了 原家贵终于脱险 对着那人谢道 后生 多谢你了 你真是秦东家的人 那人点头 没错 是主子 让我来保护你们的 你们可以放心地 在这里住一晚 明天就会有罗车 来接你们走 主子知道 成熙鱼龙混杂 一旦主子跟小东家走后 定会有流氓无赖来 原家闹事 便派他在这里护着原家 不让原家吃亏 原家贵听罢 是放下心来 更加觉得自己 投靠秦三郎的决定 是正常的 他们家全是老弱 又是外地来的 想要在一厢活下去 得有个靠山 而他又不想再卖身 因此帮着秦三郎干活 换取银子跟庇护 实在是太正确了 后生 你先去我家里待着 老头子先去抓药 原家贵生怕街坊 会再来找自家的麻烦 是把这个后生留下了 自己去买药 他打不过街坊恶灵 因此由他去抓药 把这个后生留下 那人答应了 进了原家屋里待着 原家贵这才放心地 去了医馆抓药 到了医馆的时候 医馆大夫看了他的药方子 是惊讶问道 老人家 您家这个药方子 是谁给写的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的药方子 不怕告诉您老 这个药方子里 有几位药是有毒的 原家贵道 这药方子 是一个信得过的大夫 写给老头子的 您就放心抓药吧 不会出事 第993章 跑了 顾家姑娘跟他说过 这张吃三天的药方子 是用来打虫子的 因此有几位药是有毒的 但不会伤身子 他祖孙三人可以放心吃 那大夫听罢 眉头皱了皱 有些不甘心 这上面的赤竹草 紫虫根都是毒药 您老抓了这样的药回去 家里人吃了 一定会出事 大夫做出很为难的样子道 像是这样带着毒药的方子 我们药铺一般是不敢抓的 您老想要抓药 得把我们带去 找开药方的大夫 确定一定会没事后 我们才能抓药 原家贵眉头一皱 这么严重 一定要开方子的大夫来了 才能抓药 大夫听罢 关原家贵的脸色 以为他害怕了 是啪一声 把药方子拍在桌子上 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必须得见到那位大夫才行 不然这药我们不敢抓 还得拉你去见官 官子还没落下 原家贵就已经抓住两张药方 冲出药铺 那大夫给吓得愣住了 是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跳起来叫道 快追上那个老头 不能让他跑了 大夫的声音太过淒厉 药铺里的药同事愣了一会儿 这才在大夫要杀人的目光中 冲出药铺 可他们找遍了整条大街 以及附近的几条街 都没有找到原家贵 那大夫不死心 是药铺也不开了 关上门就带着药桶满城找人 还特地吩咐药桶 你们几个去城里的各个药铺盯着 药室看见有穿着灰布衣 头发雪白 瘦弱的老头去抓药 别管其他的 先把他给抓来再说 想了想又倒 药室有人出来多管闲事 你们就说 那老头是个穷鬼 偷了咱们药铺的药材 总之一定要把人丢弄回来 是是是 药童们兼大夫这么着急 不敢多问 只能照着做 可原家贵是逃过荒的 有些本事 知道那名大夫有古怪后 一冲出药铺 就往小巷里跑 故意走那没人的地方 在穿过城西的废墟破屋 转过几个小巷后 直接回了家 刘三安正在帮着原恩收拾东西 看见原家贵慌慌张张地冲进来 手里还没有药材 就知道是出事 一把把他拉进屋里 砰一升关上门 从门缝朝外看了片刻 确定没人跟来后 才放下心来 问道 您老这是怎么了 原家贵把自己在药铺里 遇到的事说了 那家药铺在城南主街 叫啥名字不知道 只知道那名大夫姓岑 又道 那岑大夫很是古怪 非说顾姑娘的药方子有问题 要见顾姑娘 不带他去见 就不给抓药 还要把我抓了见官 世上哪有这样的大夫 他明显是另有目的 我察觉后 立刻就跑了 尤三安听得很是赞赏 您老做得对 这事您别管了 我会去查 大厨不是谁 都能开得起药铺的 即使是府城 药铺最多不会超过十个 而城南的药铺更少 三个是顶天了 想要在这三个药铺里 找到一个有层大夫的药铺 很是简单 不用一个时辰就能办妥 尤三安道 您把药方给我 我去抓药 您老就在屋里歇着 今天别出门 原家贵点头 把两张药方给了他 又交代道 记得买两个护子回来 要做药铺子的 成 由三安点头 接过药方子后 离开原家 先去城西废墟 找到小随手下的乞丐 让他们分成两路 一路到原家附近 暗中保护原家贵祖孙 一路去城南 找一个有层大夫的药铺 打探情况 之后才往柳家医馆去 柳大夫爱钱 从来不管你是抓毒药 还是补药 只要给银子就给药 反正 只要不是柳家医馆抓错药 就算你吃死了 他也不会管 他去看了药方后 直接抓药 只是在把药 递给由三安的时候 说了一句 这位大夫 跟我们家柳大夫一样 是个喜欢毒的 厉害 由三安听罢 很是赞同 小冬家确实很喜欢毒药 听说配置了 一屋子的毒药 吓人得很 可主子就是喜欢小冬家 他们也没办法 只能祈求主子 别不小心被毒药毒死 抓了药后 由三安去买了些吃食 还买了两个护子 就匆匆回了城西原家 他把药材跟吃食 户子都交给原家贵后 又离开去了 乞丐们居住的废墟老屋 在哪里等了三个钟后 到城南药铺打探消息的 小乞丐们就回来了 对他道 安三哥 打听到了 是城南的曾家药铺 如今曾家药铺已经关门 全铺子的人出洞去找一个老头 接着又把曾大夫 以及曾家药铺的情况 详细说了一遍 最后道 听老乞丐们说过 那曾家药铺 似乎不是曾家的 背后还另有大东家 至于那大东家是谁 没人知道 由三安听罢 皱起眉头 立刻道 把人全都撤回来 最近不要往城南去 主子说过 在没查清楚 对方的势力有多大之前 不要贸然派太多人去查 否则极有可能被对方 埋伏在暗处的影子 为反跟踪 是 安三哥 小乞丐硬着 又奔了出去 把还没回来的人叫了回来 由三安则是去了城北 主子跟小东家都在那边 正在忙着定下城北 挖掘暗道的位置 城北木家 顾经理一边拿着 绘制好的暗道图纸 一边听着由三安的话 岑大夫 岑家药铺 背后大东家 秦三郎想了想 问道 可是对方想要你的那张区 虫药方 去年夏天的时候 小鱼做了一种方便药 是专门用来治疗长虫病的 这方便药 一做出来原子药型那边 就兴奋不已 经过几个月的验证 证明真的能治长虫病后 立刻在所有原子药型的药铺 卖这种打虫药 是卖得极好 治好了不少人的长虫病 这样的好药 让不少人红了眼 是一直想要配出 打虫药的药方子 可小鱼的打虫药里 有一位很不起眼的药引子 那些大夫 是想破脑袋都没想出来 如今看来是实在想不出来后 想要抓人抢药方了 秦三郎想到这些 立刻吩咐游戏 暗道的事情你不用管 盯着岑家药铺 不能让他们得手 又吩咐大庆 带着你的人守好小鱼 要是出了纰漏 你知道后果 第994章 势如药型 他专门训练 这只权势姑娘的影子位 就是用来贴身保护小鱼的 在训练他们的时候 也早就把任务失败的下场 告诉了他们 是 属下明白 游戏跟大庆硬着 游戏是立刻就要离开 却被顾经理拦住 等等 游戏闻言停下 等在一边 顾经理道 你晚上再去 找到陈家药铺的灯笼 在灯笼底座下看看 有没有一个顶路图案 又道 大厨有三大药型 原字药型靠着方便药已经是起来了 储身药型虽然极度原字药型 可储身药型的东家是皇亲国妻 他们只做贵重的方便药 去骗薰贵高官的银子 看不上打虫药 还说打虫药恶心 如今 会寄予打虫药的大药型只剩下士卢药型 他们急需新药 来保住大储三大药型的地位 而吴爷爷说过 士卢药型的药铺 都会在灯笼底座下课有一个顶路图案 吴老大夫的师傅在世的时候 跟士卢药行已故的大东家是生死之交 曾经得到过一枚士卢药型的顶路图案文录玉佩 因此知道士卢药型的这个秘密 听明白了吗 秦三郎看着游喜道 游喜 属下明白了 今晚就行动 一定不会惊动陈家药铺的人 顾经理见秦三郎这么紧张 笑了起来 你不用这样如临大敌的 只要他们不知道 写药方子的人是我就成 至于剩下的事 交给原字药型就好 当初跟原字药型合作 就是为了省去这些麻烦的 这三年来 盯上方便药的人不少 可他都没有被影响到 闽东家是按照契约 把这些麻烦事都给他挡住了 只是他没有想到 士卢药型会在河安府城南 有一间隐秘药铺 看来士卢药型 也没有明面上看到的那般衰败 暗地里的势力不少 他得提醒原字药型 注意这个闷声动作的士卢药 行了 秦三郎听罢 稍微松了半口气 可他还是决定 奋出一对人手来暗中保护他 必须确保他绝对安全才行 顾锦里没有拒绝 他知道 想要让他安心做事 自己就不能出事 不过秦三郎好不容易有空 他不想他为了这种事情不开心 见城北挖掘暗道的事 安排得差不多后 就开始宰他 闷了 带我去圣河楼吃饭听说书 要烧钱的雅间 秦三郎笑了 牵过他的手 把他手里的图纸 拿开放到一边 道 好 带你去圣河楼烧钱 言罢 牵着他的手离开 二庆早就小跑出去 坐到前车板子上 等他们上了罗车 驾车往圣河楼去了 最近俯城八卦多 圣河楼是人满为患 不过顾锦里他们 还是得到了二楼的一间雅间 顾锦里戴上围帽 跟着秦三郎去了雅间 秦三郎很是豪气 给他点了一桌子好菜 还问他 可要听三姓独妇传 这三姓独妇 传说的不是别人 正是顾老太 是从他在黎家当丫鬟 怎么勾搭黎大人 到他嫁去圆家 怎么谋害圆家满 再嫁去老顾家 怎么给顾老爷子带绿帽 之后 他是怎么在御黎大人 在黎家怎么争宠 而孙怎么不成器 最后到他被判斩首 是全都会说到 不用多说 光看画本子上的这序言介绍 就知道 这是一出跌宕起伏的狗血大戏 最牛的就是 画本子上还写着这么一段 那有独妇 以及独妇之女儿 孙女勾搭附家公子的细节 很细 嘖嘖嘖 瞧瞧这话写的 别说男人 他一个女的看了 都想听听那些细节是个啥呀 不过 顾经理还是问道 贵吗 单点要很多银子吧 白厅比较爽 花钱好心痛 秦三郎笑了 喊来二庆 把一张银票递给他 告诉掌柜 二楼天字号雅间 要点一出三信独妇传 说得生动些 小鱼就喜欢听这些生动的八卦 是 二庆拿了银票 去找掌柜的点了 三信独妇传 不多时 楼下就传了一阵铜锣声 呛呛呛 接着就是柯域里的声音 天字号雅间贵客 豪至三百两银子 单点三信独妇传 可某多谢贵客赏活 是一连说了三回 又对着天字号雅间的方向 行了三回礼后 这才开讲 话说 六十年前的西北五月 突然天降流火 随着流火而来的 还有一况是独妇 哈哈 顾经理差点没笑死 这边的都带上玄幻了 要不要这么扯 笑完后 又瞪着秦三郎 你竟然给了三百两 疯了吗 三百两能在府城建一座宅子了 我们现在正是要用钱的时候 顾经理这回是真的后悔了 他不该来圣河楼的 去福泰楼蹭个饭就成了 如今是白白没了三百两银子 肉好痛 秦三郎却道 三百两能让你高兴几天 值得 他要在私兵所当差 并不能时常陪在他的身边 一个月最多能见上三回 一回长则三两天 短则几个时辰 而这样的日子 在他没有报仇之前 他要跟着他过很久 一想到他以后可能连怀孕自己都不能陪在他的身边 他就心疼得不行 小鱼 对不起 秦三郎看着他 眼里带着浓厚的痛色 顾经理笑了 戳着他的脸道 做什么怨妇模样 赶紧给我收起来 有什么好心疼的 早在决定要嫁给你之前 我就已经想过这些了 这都不是事 又笑道 而且天天待在一起也挺腻的 还是一个人待着自在 嗖一声 秦三郎的心被扎了一刀 好痛 小鱼竟然不想跟他腻在一起 他可是时时刻刻都在想着他 顾经理服额 无奈地道 你又在乱想些什么 要是不喜欢 能答应嫁给你 可秦三郎变得贪心了 我想要小鱼更在乎我 又说起田家的事 小鱼都不吃醋 他见到田豆纹痴痴地看着他 喊他美人的时候 是气得想要把田豆纹碎尸万段 顾经理 原来你想要我吃醋 可现在又没有女人缠着你 要我怎么吃醋 田花都不知道被扔到哪座深山卫廊了 想起田花 他倒是很想做一件事 顾经理单手撑着下巴 瞅着秦三郎 把秦三郎瞅得耳根都红了 莫名其妙地问道 怎么了 可是我脸上蹭了泥土 顾经理没有回答 只是看着他 一会儿后 甜甜地喊了一声 秦哥哥 秦三郎一愣 心头生起一股子酥麻感 有些大舌头地问道 你 说什么 第995章 尴尬了 顾经理看着他有些傻气的模样 笑得更甜了 我说 秦哥哥呀 刚刚说完 顾经理就是一阵天旋地转 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 自己已经坐在他的腿上 眼前是他放大的脸 他的长臂扣着他的腰 嘴上带着笑意 眼里满是光辉 凑近他回应了一声 顾妹妹 话落 直接亲上他 顾经理 他这是 玩过火了 你赶紧住嘴啊 还没上菜呢 一会儿火箭 来上菜 被撞见 就没脸见人了 可他很激动 温柔又激烈地轻着他 他的呼吸里 全是他炽热的气息 让他有种身在云端的错觉 身子还像中毒一样 软绵绵地没有力气 脑子晕乎乎地无法思考 最后 他觉得自己应该挣扎一下 而他也这么做了 可他悲剧了 顾经理震惊万分 真的玩过火了 嗯 村里的大娘大婶们 说得果然没错 这年轻后生 就是火力猛 不经痘 一痘就烧起来 秦三郎也反应过来 身体一僵 脸色红得快要滴出血来 都不敢看他 只缓缓松开他 然后快速地 把他放回先前的椅子上 之后 就是一阵尴尬的寂静 不多时 顾经理听到他 搭着舌头说 对 不起 他不是有意要冒犯他 就是没忍住 顾经理愣了愣 知道他在说什么后 脸色也是红得不行 最后他突然笑了 这一笑就一发不可收拾 把秦三郎 笑得差点要找个地洞钻下去 他的眼睛还盯着 看 秦三郎更尴尬了 僵硬地转过身躯 不让他继续看 不过他听到他的笑声 心里放心不守 知道自己没有吓到他 顾经理瞅着他这副模样 笑得更欢了 抬手戳出他的肩膀 哦 你害羞什么 该害羞的 不应该是我吗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事呢 觉得既新鲜 又让人脸红心跳 秦三郎已经压下心里的激动和尴尬 转过头来 看着他笃定的道 小鱼也害羞了 他亲眼看着他 先是呆愣 接着脸色通红 所以害羞地不止他一个人 顾经理听罢 郁闷了 可你比我更害羞 你刚才都不敢看我 秦三郎无话反驳 他刚才确实是不敢看他 可那不是因为害羞 而是为了压下激动 他对他有着所有男人该有的向往 可他们还没澄清 他不想失控 让他害怕 所以他沉默了 没有继续狡辩 顾经理高兴了 又沉下脸来 道 你刚才干嘛喊我姑妹妹 好难听 秦三郎 难听吗 可我喜欢你喊我秦哥哥 顾经理脸上一热 反问道 你不是很反感 别人喊你秦哥哥吗 先前田花喊他秦哥哥 他可是 差点就吐出来了 秦三郎拉过他的手 认真又期待得到 小鱼可以喊 只要是小鱼喊的 我都喜欢听 他听到他喊自己秦哥哥 心里会涌起一股子苏马感 那种感觉从来没有过 让他站立的同时 又想把他塞进自己的心里去 让他帮自己 把那股快要跳出 胸膛的苏马感给堵住 顾经理听罢 笑了 又喊了一声秦哥哥 秦三郎听罢 那股苏马感 又从心头蔓延全身 让他想要 把他抓住 抱进怀里再亲一次 可送菜的伙计 应该差不过要来了 又害怕再出现尴尬的事 他只能忍住了 顾经理似乎觉得 喊他秦哥哥很好玩 是又喊了几声 结果却把自己给喊得腻歪了 不喊了 听着怪做做的 还是喊秦小哥吧 秦三郎道 随你 不过偶尔也要喊喊秦哥哥 这样听起来清静 一听就知道他们是最亲密的人 顾经理瞅瞅他 原来你喜欢这种调调 那好吧 我偶尔喊喊 但你不许喊我顾妹妹 听起来让人起鸡皮疙瘩 喊小鱼就成了 小鱼小鱼 多可爱的名字 顾妹妹什么的 顾经理是尽些不明 秦三郎很听他的 见他不喜欢顾妹妹这个称呼 便笑着点头 好 那就喊小鱼 梦里喜欢吃银子 给他生了五个孩子的可爱小鱼 秦三郎想到梦里的事 心头是丈长的 真想把小鱼快点娶回家去 这样就能生孩子了 等他们的孩子出生后 他一定会细心教导他们 让他们成才 等再过几十年 他再帮忙教导孙辈 顾经理根本不知道 秦三郎的思绪 已经飘到了十万八千里外 还以为他是因为害羞 所以沉默不说话呢 扣扣扣 二亲道 主子 小东家 伙计们来上菜了 他似乎听到一点声音 得先敲门问问 能不能进去 要是直接把伙计们放进来 撞见些什么 他脑袋就不饱了 顾经理道 进来吧 我饿了 是 二亲这才推门进来 让伙计们把菜肴 一一摆到桌子上 秦三郎点了很多菜 都是圣和楼的招牌菜 想吃什么 秦三郎问他 顾经理看了看 指着一道桂花鱼肉羹道 这个好看 吃它 秦三郎笑了 端起桂花鱼肉羹 见这道羹菜太烫 又问了伙计 要来两个碗 和一盆井水 把桂花鱼肉羹咬进碗里 剁在水盆上 给他晾凉 顾经理看着这样的他 心里暖洋洋的 有种整个人 都被他温柔 给包裹住的感觉 秦小哥家确实是个深坑 家里有着大仇要报 可秦三郎这个人 却让他心甘情愿地 跳进他家的深坑里 跟着他一起共力风雨 不多时 秦三郎把桂花鱼肉羹递给他 道 不烫嘴了 可以吃了 顾经理 有刺 有刺吗 秦三郎警惕起来 用勺子细细扒拉着碗里的桂花鱼肉羹 确定没刺后 才咬了一勺桂花鱼肉羹 味到他的嘴边 吃吧 他看出来 小鱼是想要他喂它呢 他很乐意 顾经理笑了 张口吃下鱼肉羹 这鱼肉羹做得嫩滑 不用嚼 就能直接咽下去 还有一股子浓浓的桂花香 确实是一道不错的菜肴 好吃 秦三郎见他吃得开心 自己也很高兴 又为了他几勺后 就被他制止住 我自己吃吧 他接过更晚的同时 对秦三郎说了一句 不要觉得对不起我 既然决定要嫁给你了 就该什么都跟着你一起扛 第996章 吕伯打工 决定跟他在一起之前 他可是考虑了很久的 几乎把以后会遇到的困境 都给想了一遍 所以不用担心 无论结果如何 我都受着 他抬手捏着他的脸道 不要再说什么对不起的话 老实说说说的 整得跟医院男似的 很烦人的 要开心啊 说着扯了扯他的脸 发现秦小哥脸上的肉很结实 竟然扯不动 秦三郎被他扯着脸颊 也不觉得疼 只觉得他的手软软的 带着熨烫人心的温度 他明白他的意思 没有再说什么 令人伤感的谢雨 站起身向他走来 把他缓缓抱进怀里 用力抱紧 爷爷说过 我是个有欺负的人 他老人家说得很对 能娶到小鱼做媳妇 是他这辈子最大的福气 顾锦理听得笑了 抬手抱住他的腰 依围着他 正想好好地感动一把 就听到一阵惊呼声 无耻 无耻啊 顾老太不愧是毒妇 竟然想出这样的法子 来勾搭黎少爷 这是把娄子里的手段 都给学了一遍吧 何止啊 他的手段比娄子里的姑娘厉害多了 单身那招到挂盘龙腰 娄子里的姑娘就不会 顾锦理震惊了 这些人在说什么 这就是话本子序言里说的 有细节 很细吗 苍天啊 果然很细 要听 顾锦理兴奋了 抬头要推开秦三郎仔细听 却被秦三郎捂住耳朵 不能听 会学坏的 等成亲后 他自然就什么都懂了 顾锦理不爽啊 想听得要命 可秦三郎捂着他的耳朵 他只能听到一阵阵笑声 却听不清柯玉里说的是什么 等秦三郎松开手的时候 细节已经没了 只听到枪一声 楼下大堂传来铜锣的敲击声 柯玉里是口水四溅的吼道 黎十六不愧是个旷世毒妇 长得是貌丑如猪 还能跟黎少爷成就好事 黎老夫人得知后 当场吐血 要卖了黎十六 可黎少爷种了这毒妇的迷惑术 是已要淹了自己为由 迫使黎老夫人 把黎十六给留了下来 继续在黎家作威作福 顾锦理 这三性毒妇传 都编成玄幻剧了 猛 太猛 连迷惑术都出来了 你干脆说过老太 是打击转世德了 秦三郎笑了 问他 可要换个剧目 又道 也有一出好的 叫做故宫断旨 还恶妇 说的就是大山叔 顾锦理听小吉说过这个 说是很感人 府城里的父护老太太 是专门请说书先生 回家去说这个故事 据说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哭完之后 就开始骂自家老头子 把那些五六十岁的老太爷们 骂得都不敢回正院 有的老太爷 还被迫保证 不得偏袒爱妾所生的数字 要把八成家业 留给嫡出子孙 总之 因着这出故宫断 只还恶妇的故事 府城里很多原配老太太的日子 过得很不错 那些零老入花丛的老太爷 跟爱妾们 日子就过得没那么美好了 特别是那些爱妾 在府里走动 都要被吓人们说嘴 顾锦理摇头 不了 就听这出吧 可是花了银子的 秦三郎笑了 不用心疼银子 咱们用钱的地方虽然很多 可这三百两银子 还花得起 又到 渔村那边 按照你给的绘制图 和说明册子 又得了不少好东西 还按照你说的法子 把各种鱼给腌制成干货 存了起来 过段时间 会运送一批过来 等你看过之后 就会运到 关道两边的庄子 去存起来 他们需要粮食 而鱼竿跟海货 是肉粮的一种 存放的好 是几年都不会坏 是他们需要的东西 顾锦理听得很高兴 进展顺利就好 秦三郎听罢 一边给他夹菜 一边道 下回我带你去渔村那边看看 小鱼是他未来的妻子 他所有的一切 他都应该知道 顾锦理吃了一块香炖牛肉 道 好啊 不过 最近去不了 咱们回去后 要正式定亲 大哥 还要去参加院士 府城跟郊外周老太家的地 都要动工建宅子 新药菜也要开始种了 不然今年就不敢烫了 还有秦爷爷打铁的事 顾锦理是数着 接下来要做的事 每一件都很重要 特别是关于打铁这事 这些年来 秦爷爷一直没有闲着 顾锦安买回来的升铁 经过他的手 便成了一把把武器 秦三郎很是感激秦老 说来秦老即使被连累 以他的资历 也会被接去京城养起来 可爷爷为了救他跟二哥 是跟着他们一起炸死 此后大厨是再也没有 平山薄荷老将军 秦三郎见他数着这些事 有些心疼 指出他道 这些不用担心 我会找人去帮爷爷 今天的活计已经做完 你该好好吃饭了 等会儿再带你去逛逛 玩高兴了再回去 顾锦理欢喜地硬着 一边吃着他 夹过来的菜 一边听着柯玉里说书 可每次听到精彩处 有细节那种的 他就会捂住他的耳朵 让顾锦理很是生气 瞪着他抗议 他也没有松手 不过除了那些啊 的细节没有听到以外 他也听了不少精彩的片段 是对柯玉里这些说书先生 佩服不已 厉害啊 都能编成这样了 估摸着给他们一个葫芦 他们都能编出一个葫芦皇朝来 原家满见到顾老太 那是眼睛都直了 觉得此女当真是妖娆可人 真乃第一胡妹子 即使黎少爷不给银子 他都想要娶回家去 顾锦理 你之前不是说 顾老太起丑如猪吗 这回又说顾老太妖娆似乎妹子了 不过 大堂里的客人们却听得津津有味 大喊大叫着 独妇这迷惑术厉害 又嗨了一个好后生 诶 那顾老爷子会娶顾老太 是不是也是被他用迷惑术给迷的 那是自然的 不然以顾老太那满是黑斑和皱纹的脸 他能迷得了谁 科语里 诸位客观请肃静 这三性独妇乃是被困在天界的猪妖 投胎转世而生 迷惑术厉害也是正常的 继续听某细细道来啊 精彩的细节要来了 噗 顾经理差点笑死 这位柯先生真是说书的好手 瞧瞧他这话一出 是把在场的客人给激动得嗷嗷叫 不过 顾经理没有继续听下去 对秦三郎道 结账走吧 秦三郎点头 让二亲留下结账后 带着顾经理离开 在路过楼梯边的雅间时 里面却飞出来一个端菜用的木托盘 哐当一声 木托盘掉到地上 向陀罗班转了几圈后 彻底倒地 第997章 给你个活计 雅间里 哥少爷大骂道 你个狗奴才怎么干的 连个菜都端不稳 是想砸死本少爷吗 又扯着身上那套花哨的 让人眼韵的锦缎衣袍道 就算只是菜汁 见到本少爷的衣服上 你这个下酒流也赔不起 旁边一男人还见兮兮的道 这衣袍可是用锦缎做的 光是布料 就要五两银子 你家摆摊一年 能挣多少银子 要是你赔不起 我们只好 把你卖到江南去做仙君 哎呀呀 这童生老爷卖身做仙君接客 当真是一大奇闻啊 江南的说书先生们 不得把这丑事给说上三个月 紧接着 就是一阵恶心的笑声 吕博士跌坐在地 低着头掉眼泪不敢说话 葛少爷不依不饶 吐了他一口唾沫 道 娘娘腔 还愣着干嘛 等着本少爷灵性你吗 本少爷可不喜欢你这一款 赶紧把地上的菜吃干净 再去厨房端 一份新的来 这话说的是相当恶心 吕博竟然没有反抗 而是求饶道 葛少爷 这道菜是人参炖牛肉 大不大贵的 要十两银子呢 菜是你踢倒的 怎能让我赔 且他也赔不出来 他来这里干活 就是为了赚钱 给那几个劫匪的 再过两天 他要是还拿不出银子 可就要被他们 呜呜呜 他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葛少爷笑了 踢你又怎样 你上菜这么慢 踢死你活该 他斜靠在椅子里 用筷子敲打着瓷碗 鼻地看着吕白 你这种下酒流 就该老老实实地过苦日子 你还敢科考 还敢考上 跟我们抢名了 就该知道是这个下场 又到 本少爷给你两条路 自己拿银子 去把这道菜的钱付了 不然就到府衙大门学 一天狗叫 再高喊 我是下酒流 我不该考科举 吕博竟了 你 你怎能如此 可少爷 怎么不能 顾景安能让你去衙门口 高喊我是市井出身 家里是小摊贩 本少爷自然也能命令你这么做 吕博很生气 但他害怕这事 被圣河楼的人知道 他这两天的工钱会没有 只能压低声音道 我去衙门口喊话 是因为输了打赌 且顾兄 让我喊的是实话 你让我喊的 却是羞辱人的话 我不能答应 顾景里听罢 倒是对吕博刮目相看 这人还不算太糊涂 可他夸早了 吕博是不糊涂 可他怂了 被葛少爷辱骂着 却不敢还口 还求着葛少爷 葛少爷 您就放过我吧 我家里穷 当真赔不起这道菜钱 哈哈 穷 本少爷欺负的 就是你们这些穷鬼 葛少爷相当嚣张啊 是继续陪着吕博道 不赔钱 不去衙门口喊话 那就跟本少爷去江南卖身 吕博听得愣住 紧紧握着拳头 可还是不敢揍人 又继续求着葛少爷 葛少爷 您行行好 顾景里无语了 尤安是把吕博 给整治得傻了吧 都被羞辱成这样了 还继续求饶 话说 你到底知不知道对错 错的人是他们 既然是他们故意贴了你 才让菜调到地上的 那你就找掌柜的 来跟他们对峙啊 哭个屁 你哭他们 就能同情你了 傻 葛少爷几个顽固子弟 听到这话 立刻看向顾景里 可顾景里戴着帷帽 他们看不清他的长相 不过这些人就是喜欢找死 看见他是个女 就开始口出狂言 哟 还是个身子妙慢的小娘子 小娘子你有男 人字还没说出口 秦三郎的刀子就飞了出去 直接扎在葛少爷 拿筷子敲碗的手上 啊 葛少爷惨叫出声 看着自己流血的手 在看向黑着脸 走进来的秦三郎 是秒怂 好汉 好汉饶命啊 我们再也不敢了 秦三郎根本不听 是揪住他的衣巾 左右开弓 啪啪几声 连扇了葛少爷十个巴掌 秦三郎会拳脚 力气又大 即使葛少爷是男人 也被这十个巴掌 给扇得口吐鲜血 牙齿飞出两颗 跟葛少爷同桌吃饭的 那几个顽固子弟 是根本不敢过来帮忙 他们很清楚 这种一言不发 就敢飞刀子 伤人的人 是狠人 绝对不能得罪 顾经理笑了 一群怂包 又看向吕伯 你看见了吗 有些人就是犯贱 打一顿就好了 不信你试试 秦三郎拔出 扎住葛少爷手掌的刀子 看向吕伯 冷声道 打 吕伯被吓得一哆嗦 是怕死了秦三郎 急忙起身 朝着葛少爷的脸 轻轻一拍 则 用力 没吃饭吗 顾经理很是嫌弃的道 给你机会报仇 你还软绵绵的不用力 你是空气头的胎吗 吕伯是怕死了 这对男女扼煞 急忙用力 啪啪两声 甩了个少爷两巴掌 之后看向顾经理 哆哆嗦嗦的道 不 不能再打了 再打会死的 葛少爷的脸 都肿得不成样子了 再打真的会死的 顾经理 他们也不想闹出人命 文言道 行了 走吧 秦三郎听罢 用桌布擦了擦带血的刀子 走出雅间 牵着顾经理的手 向楼下走去 可吕伯却是害怕的道 就 就这么走了 要是他们的家人 来追究咋办 还有圣河楼也会遭殃的 我不能害了圣河楼 还有他两天的工钱 可是有一百文呢 不要太可惜了 顾经理道 你真是读书读傻了 葛家要是敢找你麻烦 你大可去衙门告他们 别忘了你 可是同生老爷 好不容易考来的功名 你怎么就不会用 又道 不用担心圣河楼 可先生能开得起圣河楼 就有本事守住他 至于你的工钱 你是要尊严 还是要工钱 吕伯听罢 脸色涨红 最后还是跟着顾经理他们走了 圣河楼的伙计们 已经听到动静 去告诉掌柜 掌柜的立刻带人过来了 拦住他们后 行李问道 请问客人 这玄字号雅间是出了何事 又笑道 客人莫要误会 我们得问清楚 才能想法子对付过去 掌柜的认得 这是天字号雅间的贵客 所以问得很是客气 也没有不放他们走的意思 二亲听罢 提了吕伯一下 赶紧说 吕伯是磕磕巴巴的 把事情经过说了 掌柜听罢 皱皱眉头 拿出一钱银子递给吕伯 某知道了 这是您的工钱 同生老爷放心 这事牵连不到您的身上 虽然吕伯没啥本事 可毕竟是同生老爷 他们也不敢太遭见的 吕伯听罢 是震惊不已 没想到圣河楼不仅不怪他 还给他三倍的工钱 真是多谢掌柜 掌柜摆摆手 笑着让伙计把他们送走 出了圣河楼大门后 顾经理问道 你很缺钱 吕伯点头 遇到点麻烦事 得在五天内 赚够十两银子 不然他会被 吾 顾经理道 那好 我给你一个活计 等卖到银子后 你要十两 我要三百两 得把今天的说书钱 赚回来才行 不然他会肉痛死 第998章 畜生不如 吕伯惊了 问道 啥活计能赚三百一十两 姑娘你 没疯吧 顾经理 自然是个好活计 吕伯 啥好活计 这赚的也太多了 就算是去打劫 也不可能一次就 接到三百多两啊 想到这个 吕伯又道 我不做违反刑律的事 我还要考科举的 吕伯是一脸正义 顾经理是嗤之以鼻 我也是遵纪守法的好吧 又嫌弃的道 你要考科举 那就是奔着当官去的 可你瞅瞅你这样 遇事就知道哭哭哭 你怎么当官 要是上任了 遇到被左官陷害的事 你也只会哭吗 吕伯被说得脸色通红 低下头去 沉默一会儿又道 当官了 有了官印 遇事自然就好办了 顾经理 吕伯的道 你以为当官就是拿着个官印 命令别人做事 如果你觉得 当官就是这么容易 那你 还不如回家喂猪 猪不会算计你 你可以放心地做猪官 吕伯听罢 更是想哭 觉得自己委屈极了 他这么努力地考科举 这个女恩人 竟然让他回去喂猪 他小时候 可是被猪给追着咬过的 怕死了那种东西 这里人来人往的 顾经理也不好站在这里 说太多的话 是跟着秦三郎上了罗车 对吕伯道 你坐前车板子吧 咱们到伏太罗说事 啊 吕伯一愣 看看驾车的二庆 脸红了 这 不太好吧 男女有别 顾经理 那你就跟在罗车后面跑吧 车厢里没你的位置 吕伯又委屈了 可他不敢反抗 只能点头答应 乖乖跟在罗车后面 可罗车还没动起来 姚友谦就从对面的营楼冲了出来 喊道 吕伯 你想去哪里 不干活赚钱了 刚学了两天好 你就想做回以前那个废物是不是 姚友谦新找了个活计 白天在对面的营楼里做活计 黎明再去到夜乡 吕伯看见姚友谦 像是看见救星似的 立马把顾经理说的赚钱活计告诉他 最后问道 你觉得这活计做不做得过 言下之意 就是问姚友谦 觉得他们像骗子不 我跟他们走没事吧 姚友谦惊了 看向罗车 行了一礼后问道 敢问两位贵客 什么样的活计能挣三百多两 我们都是穷人 可经不起二位的戏耍 顾经理道 就是能赚这么多银子 且其中的三百两是我的 就算我耍你们 也不会耍我自己 你们要是想做这个生意 就来福泰楼的三楼雅间 不想做就算了 我自己做也成 就是废事点 说完让二亲驾着罗车走了 姚友谦见状 是姚姚牙 冲回银楼告罪了一声 出来对吕伯道 走 去福泰楼 十两银子呢 可是不少了 去一趟又不会吃亏 他们穷的身上 连一两银子都没有 还怕那两个人 打劫他们不成 说来吕伯跟姚友谦两人 也挺可怜的 他们虽然考过了同生 但名字并不是顶尖 家里出身又不好 因此 府城的父户 没有去给他们送银子 回了玉江县 倒是有人会给他们送些鹤链 可吕伯等不到回乡了 这两天就要银子 吕伯是个没啥主见的 文言点头跟着姚友谦去了福泰楼 路上他把顾经理 跟秦三郎 给他解围的事情说了 啪一声 姚友谦打了吕伯的脑袋一掌 骂道 你个鱼木脑袋 有这层缘故咋不赶紧说 别人既然帮了你 那你就该跟他们去一趟 这样路见不平之人 是不可能耍你玩的 走走走 赶紧的 到了 先给两个恩人赔罪 吕伯只能诺诺英事 两人是跑了一刻多钟 才来到福泰楼 胡掌柜已经得了秦三郎的话 看见他们后 道 姚同生 请跟小的来 姚友谦跟顾景安来过福泰楼 胡掌柜任的他 是直接把他们带上三楼雅间 姚友谦一进雅间就道歉 两位恩人 先前实在是对不住了 我是怕上当受骗 才会犹豫 顾景理 这些不必多说 咱们来说正事 他指着桌子上的笔墨指验道 这个赚钱的活计 就是卖故事 我口述 吕同生把我说的写下来 务必要写得生动精彩 再把写好的故事 拿去圣河楼卖 拿到银子后 咱们分钱 写古文太累了 他只是想赚钱 并不想做太多的活计 吕伯听罢 来了精神 原来是这样的活计 那这活计确实赚钱 他在圣河楼做了两天活计 知道圣河楼有多赚钱 而柯先生为了得到独家故事 也会高价向人买故事 但有一个要求 就是故事必须狗血 不能平淡 最好还是真人真事 虚构地要降价 开始吧 顾景理是说起了葛家的事 葛家就是为了想要把顾景安 挤出科举之列 曾经用老顾家的事 害过顾景安名声的葛家 也是先前在圣河楼里 欺负吕伯的葛少爷家 葛少爷没有考上童生 又因着家里几方人不孝的事 被说书先生们拿出来说 最近的日子过得很不好 可他不思悔改 还敢出来造孽 那就让他去死吧 顾景理说的葛家故事 正是葛家几方人 偷拿宫中银子 把葛老太爷给弃病的后续 葛家几方人 当真是想分家产想疯了 竟然趁着葛老太爷 卧病在床给他下药 让葛老太爷的病情加重 要是不赶紧医治 不出两个月 葛老太爷就会被毒死 更过分的是 葛家人还对葛老太爷的妖魅下手 这位葛家的小姑婆 家在灵河府 因着是葛老太爷一手带大的 对葛老太爷像是亲爹一样敬重 为人脾气还很火爆 要是葛老太爷过世 以葛家小姑婆的性子 一定会彻查这事 就算查不出什么来 也会怪罪 他们没有把葛老太爷照顾好 葛家几房人竟然合谋嫁祸葛家小姑婆 说她未出嫁的时候 跟一个穷书生有过首尾 想要坏了她的名声 让她被夫家修掉 一个被夫家修掉的女人 是没资格在娘家说话的 葛家人一个不高兴 还能把她扔去倒灌自生自灭 无耻 简直无耻之极 吕博是一边写一边骂 这葛家人怎能如此 简直是畜生不如 姚有钱听了冷笑道 有些只会念死书 吸着全家写的废物 也是畜生不如 吕博听罢是立刻闭嘴不敢说话 姚有钱又问道 恩人 您这么说可有证据 要是没有证据 是会被葛家告的 且圣河楼也不敢买这个故事来说 第999章 活路 顾经理 自然有 你们放心写就好 证据等会儿就来 大清他们一直盯着葛家 葛家做下的这些事 他们都是有证据的 姚有钱听罢 这才放下心来 让吕博继续写 你还别说 吕博能成为玉江县的县案手 这文采当真不是盖的 用词优美的梅话说 顾经理看了看 发现这全篇的故事 宛如一篇精美的诗文 不过 不太行呀 你得改改 顾经理道 骂人那些 你得骂的接地气 写得太优美了 说书先生骂起来不爽 客人们听着也不爽 啥叫接地气 吕博不懂 姚有钱倒是很会 就是你家二哥 看上张掌贵家的芙蓉 张芙蓉她娘 骂你二哥 是野猪想要嚼莲花 还没沾到莲花叶子 就得被淹死 类似这样的话 吕博听得脸色很难看 二哥看上张芙蓉 去张家提亲 结果被张家打出来的事 他是知道的 可那时候他清高自傲 还帮着张芙蓉家说话 说二哥一个莽夫 就不要去肖江掌贵家的女儿了 应该娶个乡下姑娘 老实过日子 二哥听了后 是两年 没有跟他说过话 吕博其实也知道自己错了 但他觉得自己是读书人 怎么能像一个扛货的脚夫认错 那太对不起古来圣贤了 必须撑着 等考上功名后 让二哥亲自来找自己低头认错 如今想来 吕博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 他擦了擦眼泪 按照顾经理说的 把写好的故事给改了一遍 改好后 顾经理很是满意 优美跟生活气息都有了 不错 再写一个故事 葛家的事儿怕是 卖不了三百多两 吕博握着笔道 恩人请说 接着 顾经理口述 让吕博写了个 宝串众生传的故事 这个故事比葛家的故事还要狗血 堪比顾老太的三姓独妇传 只不过 宝串众生传里 恶毒的不是女主 而是男主薛平贵 吕博听完这个故事 简直气得发抖 这个姓薛的 怎能如此 王氏为他守身 苦等寒瑶十八年 他娶了公主 做了驸马不说 还由着公主那边的家臣 毒杀王氏 让王氏只过了十八天的好日子就死了 可恶 当真是可恶 比之使先生之流 还要让人恶心 十八年寒瑶 就换来十八天的好日子 这简直就是对好人的践踏 对广大贤妻良母的羞辱 吕博很生气 是一边哭一边骂的写着 写完后 已经哭的袖子都失掉半只 姚有钱嫌弃的道 你哭什么哭 这不是重生之后就离开薛家 套着自己的手艺 成为一代袖师 还嫁了个好男人吗 也算是没重新活一场 小冬家 您要的东西送来了 二亲把葛家人的罪证送了过来 看见吕博哭得稀里哗啦的 很是莫名其妙 给他们两个 顾经理道 你们拿着这两个故事跟证据 去圣河楼找柯先生 至于卖多少银子 由你们订 我只要三百两 姚有钱听得眼睛一亮 这么说 他们这故事卖的价钱越高 得到的银子就越多 多谢恩人 姚有钱很是高兴 看过证据后 就拉上吕博走了 如今已是傍晚 圣河楼正是热闹的时候 那些公子哥都出来寻欢作乐了 不过柯先生听说 有人送来葛家的秘星 还是亲自去见了人 见来人是吕博跟姚有钱后 心下安稳不少 同声老爷 应该不会说谎框骗他 二位请说吧 只要秘星属实 价钱好商量 柯先生对着他们拱了拱手 请他们坐下后说道 姚有钱直接把两个故事 以及葛家人 坐下恶事的证据 都交给了柯玉里 柯玉里 对此很是满意 说了一声爽快后 看起故事来 是越看越激动 天老爷 没看出来 葛家那群只知道 吃老底的货色 竟然还有胆子 做这样的恶事 那位葛家小姑婆的脾气 可是出了名的火爆 又是出了名的敬重葛老太爷 这趁着葛老太爷 卧病在床 给他下药的事 要是说出去 葛家小姑婆 得从灵河府杀回来 堕碎葛家那帮兔崽子 只要葛家小姑婆 带人杀回来 那他们又能继续说 葛家故事的后续 当真是一举多的呀 葛家的事我满了 三百两银子 不还价 二位觉得如何 柯玉里很是爽快 给了一个好价钱 吕博士兴奋的不行 急忙点头 好好好 就 就三百两 姚有钱想踹死他 这答应得也太快了 要是再撑着一会儿 这价钱还能卖得再高些 可吕博已经答应 他想要反悔 也不行了 又问道 那王室众生传呢 这个故事很是精彩 能卖多少银子 柯玉里看了王室众生传 也对这个故事拍案叫绝 这重生回来复仇的事 还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故事一旦说出去 定能卖个好价钱 不过 这个故事的价格不高 他只是细说 并非真实存在的 最高只能给五十两 这五十两 还是看在他们是 童生老爷的份上给的 要是没有公民的人 来卖这个故事 最多能给二十两 五十两对于 吕博跟姚有钱来说 已经算是天价了 且这五十两都是他们的 不用给那个女恩人 因此很是爽快地答应了 柯玉里也不啰嗦 立刻给了他们银票 见他们是两个人来的 很是细心地 把银票分成两份 让他们分银子的时候 能方便一点 最后还给了吕博一个活计 吕童生的故事写得不错 用词既美 又很有生气 我们圣河楼 偶尔会请人代笔写些骂人 或者赞美人的诗词 加入故事里 你要是不嫌弃 可以跟我们圣河楼合作 帮我们写诗文 这写一篇诗文 也是能得到一两银子的 要是以前 吕博是宁死 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可被顾锦安修理过后 他明白了自己的没用 也知道自己 跟老顾家人一样 全家写活命的日子 是犹豫一会儿后 答应下来 多谢柯先生给活 再没有考上秀才前 这算是他 也算是他全家的一个活路 姚有钱很是欣慰 吕千金终于丢掉清高 开始学着怎么赚钱了 吕爷爷家有了这笔进涨 家里的日子能好过不少 柯宇里见他答应了 问过他们 什么时候回乡后 拿出两个话本子给吕博 尽快看完 然后根据故事内容 各写六首诗文 等回乡前送来就成 哎 吕博接过两个话本子 抱着走了 第一千章 美人登场 两课钟后 回到福泰楼 把350两银子放到桌子上 恩人先拿吧 顾经理健壮笑了 拿走属于自己的300两银票后 道 剩下的是你们的 吕博跟姚有钱听罢 很是高兴 这50两银子 真是他们的了 不过 姚有钱没有拿这50两银子 这活计 说到底是吕博的 吕博经过各种苦难后 也是涨尽了 把其中的25两银票 给了姚有钱 拿着吧 姚有钱没有跟他客气 拿了银票 却只拿了十两 这算是老子 给你收拾烂摊子的辛苦费 剩下的你留着吧 拿回去给吕爷爷 让他老人家 拿着这银子 去给你二哥说门好亲事 因着吕家举全家之力 供吕博读书 吕二哥是二十好几了 还没有娶上媳妇 成了整条街的笑柄 吕博听罢 很是感激 叶香 谢谢你 扑 叶香 顾经理没忍住笑出声来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小明 姚有钱怒了 跳起来打了吕博的脑袋一下 吕千金给他娘的找死是不是 你是想我明天敲锣打鼓 告诉所有人 你叫吕千金吗 吕博很委屈 他是觉得 这样喊清静才喊的 姚有钱怎么能打他 顾经理看看天色 没有多呆 对秦三郎道 饭菜应该好了 咱们回去吧 他让福泰楼的人 给做了三桌洗面 要带回去给家里人吃 秦三郎点头 好 这就回去 又对姚有钱跟吕博道 给你们也做了一桌 你们可以吃完了再走 颜霸 牵着顾经理的手走了 姚有钱踹了吕博一脚 两人把顾经理和秦三郎送出门 但他们没有在雅间里吃饭 而是把饭菜打包拿回刘家 跟刘家人一起吃 刘家人对他们很好 这有了好菜 自然得拿回去给刘家人尝尝 罗车里 秦三郎给顾经理递来一壶温水 喝几口 你今天说了很多话 嗓子一定很干 讲了两个很长的故事呢 他在旁边听着 都觉得嗓子难受 顾经理笑着接过水壶 仰头喝了几口水 还没喝完罗车就突然停了 玉二庆猛然乐住缰绳 让罗车停了下来 顾经理因着罗车停得太快 差点被没有咽下去的谁给呛到 轻轻咳了两声 却急忙捂住嘴巴 没有发出大的声音 他知道 二庆突然停下罗车 一定是遇到了急事 且他隐隐听到一阵刀子相击的声音 前面应该是出事了 顾经理压低声音道 可这里是府城 什么人这么大胆敢在府城里动刀子 秦三郎道 别担心 就算是土匪进城了 也伤不了我们 又吩咐二庆 绕道回去 明显是不想掺和这样的事 是 二庆听罢 立刻调转罗车 往来时的路跑去 可罗车还没跑起来 一个浑身是血的丫鬟 就冲了过来 拍打着罗车车厢 道 救命 救救我家姑娘 求求你们了 然而 二庆是一鞭子甩到他的身上 道 赶紧松开 我们会去衙门帮你们报关的 可去救人 不好意思 我们又不知道 你们是什么恩怨 要是就这么去救人 惹上麻烦怎么办 秦三郎也是这个意思 他在外面行走的时候 从来不会烂好心 那个丫鬟听罢猛了 这些人怎么能见死不救 丫鬟也是个恨的 是死死巴着罗车不放 求求你们 救救我家姑娘 只要你们救了我家姑娘 定能得到不菲的报酬 二庆 不必 我家主子不缺钱 言罢又是一鞭子 甩在丫鬟的身上 可丫鬟就是不松手 二庆恼怒 正要下车把丫鬟给拽下来的时候 罗车后突然冲出五个蒙面人来 有一个蒙面人 还压着一个年轻姑娘 另外四个看见那丫鬟后 是二话不说 就冲上来看 领头的还说着 一块杀了 不能留活口 是 蒙面人们硬着 是七七冲了过来 对着二庆就看 还有两个是想攻进罗车里 把秦三郎跟顾经理也杀了 结果 当一声 秦三郎抽刀回击 挡住一人的刀子后 再抽出匕首 搜一声 直接割了那人的喉咙 喷一声 一脚把那人踹下罗车 别怕 待在里面别动 我很快就解决他们 秦三郎交代完顾经理后 翻身跃下罗车 匕首精准一割 撕拉一声 又割开一名蒙面人的喉咙 右手的长刀一转 咔嚓一声 直接砍下一个蒙面人的脑袋 一下子就杀了三个人 把剩下的两个蒙面人给吓得不轻 你断后 领头的说着 一把夺过那位姑娘后 往夜色里冲去 秦三郎没有去追 而是挥刀砍向最后一个蒙面人 咔嚓一声 结果蒙面人后 转身掀开车帘 对顾经理笑道 别怕 没事了 都清理干净了 丫鬟急得不行 什么叫做清理干净了 公子 我家姑娘被男人劫走了 求求您赶紧去追啊 丫鬟气得要命 这个男人是瞎吗 没看见他家姑娘 有多美吗 简直就是倾国倾城 他不想着英雄救美 却对着罗车里的那个农家女 呵护被制 弃明珠而去救鱼目 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蠢事 二庆 那你还等什么 赶紧去追啊 我们又不是你们家的下人 可没义务去救你家姑娘 丫鬟是彻底猛了 可他不敢离开 要是离开了 这些人一定会驾着罗车跑掉 不过 没多久 黑暗里又传来一阵打斗声 秦三郎道 你们还有人活着 赶紧去帮忙吧 又对二庆道 掉头 回家 秦三郎是真的不想趟这趟浑水 先前那些蒙面人不是一般人 而是经过特殊训练的死士 能养出死士的人家 能被死士追杀的人家 都不是一般人 所以最好不要掺和 那丫鬟是杀了秦三郎的心都有了 这个男人果然是个瞎的 竟然能说出这样无情的话 可知他家姑娘是谁 救了他 能拿到什么好处 丫鬟见说不动秦三郎 又拽着罗车 跪下求顾警理 罗车里的姑娘 求您行行好 让这位公子去救救我家姑娘吧 求求您了 可丫鬟没想到 顾警理比秦三郎还无情 直接说道 二庆 走 丫鬟 那位先生说的果然没错 这个信顾的 当真是个毒妇 就这么见死不救 我们下了 再来 那我们下位的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